义士零五天下第一到九十八章,贵求订阅。 第一章人品问题。 嗯,我这是在哪里? 晃了黄昏沉沉的头,陆少游感觉到四周一片湿漉漉的,而且自己全身酸痛到失去了知觉一般,周围还有寒风刮过,吹到自己身上,忍不住打起寒颤来。 想到这,陆少游头皮一阵发寒,连忙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上空之中,有着一轮弯跃,片刻之后,借着微弱月色才看清楚,自己身在一处水潭之中,此时应该是深夜时分。 啊! 一声头疼引起的惨叫,陆少游感觉到有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撞击着自己的脑海一般,随即再次昏死了过去。 天色微微发亮的时候,陆少游缓缓的醒了过来,想着此时自己脑海之内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陆少游差点再次昏死过去。 我人品爆发,穿越了,这是不是做梦? 陆少游瞪大着双眼注视着四周,从脑海之中所得到的消息,加上看过无数的穿越小说,陆少游很肯定的知道,自己现在穿越了,这种机会比起终一亿的彩票还要少,自己却碰上了。 陆少游回想起来,自己刚刚三流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办公室打杂的工作,正在帮办公室那老姑婆复印文件的时候,谁知道复印鸡漏店,自己人品爆发,竟然也穿越了。 前世无牵无挂,前途渺茫,穿越了也好,说不定还能够在穿越过来的世界里面浑出一番作为,按照前世所看的穿越小说来总结,穿越的人,就没有一个浑得差的,一个个不是妻妾成群,就是独步意识,最差也能够富甲一方,自己应该也不会太倒霉吧。 确定自己穿越了,陆少游没有任何的不舍,反而是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一般,前世自己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更不是新二代,前途根本就是一片渺茫。 这里是哪里,我怎么会穿越到了这鬼地方? 陆少游打量着周围,开始想着自己脑海之中所留下的那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回忆。 片刻之后,陆少游有着一股想自杀的冲动,看看能不能够再穿越一次,别人穿越不是少爷就是王爷,再不计也是一个风度翩翩,英俊不凡的大家族,大势力的公子哥。 而自己穿越所在的此人道也是少爷,令人称奇的是,这少爷竟然也是叫做陆少游,今年年方十六,只是这少爷,却是一个私生子,在家族之中的地位,连仆人都不如,还有一个母亲,因为原本就是家族中的奴婢,为家族生下这少爷后,更加是受到了原配的欺压,或者比起奴婢还不如的日子。 这母子二人,平日里经常受到族中之人的欺压,就连家中的奴婢也是不把两人当回事,特别是原配身边的几个丫鬟和仆人,更加是从小就欺辱母子二人。 就在昨天,因为这少爷顶撞了几句,便是被他们暴打了一顿,结果一不小心打死了,估计是那几人慌张之下,也不知道把这少爷丢到了哪一个悬崖,尸体却是落在了悬崖下水潭之中,而自己则是人品爆发穿越到了这少爷的身上。 想着自己这穿越后的可灵绅士,陆少游就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到底自己这是人品差还是人品好啊,前世自己也没做过什么好事,估计人品也好不到哪去吧。 既来之则安之,陆少游也没办法了,好不容易没死,总不能够再死一次吧,不管怎么样,没死就是福,但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看在我们都叫做陆少游的份上,我又用了你的身体,你的仇我有机会就帮你报,你母亲我以后帮你照顾了。 陆少游自言自语的说道。 陆少游话音一落,脑海中顿时一片清明,一股浊气好像从自己的脑海之中瞬间消散了一般。 看样子,你怨气不浅啊,你的仇,我陆少游找机会,一定给你报。 陆少游注视着上空再次说道。 说完,陆少游不得不是开始想着一个现实的问题,自己现在还迎面斜烫在这水潭之中,背下似乎是靠在一根枯木之上,这水潭冰冷,此时应该是严冬天气,或许是早就是冻麻木了,自己现在泡在这水潭之中,竟然是没有多少的知觉。 挣扎着往水潭边游动,陆少游不由是暗骂了一声,自己这躯体双腿似乎是被打断了,双手一开始还没有什么,此时稍微一费力气,这才知道,双手直接也是骨折了,现在根本就无法用了上半点力气,别说是一到水潭边了,就是一动半分都不可能。 老天哪,你别这么整我吧。 陆少游无奈对天骂道,自己现在完全动不了,飞活生生被冻死不可。 嗖。 一阵嗖嗖的声音传进了陆少游的耳中,似乎是有着什么动物在水中游动一般,速度还极快。 不会是妖兽吧? 陆少游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恐怕的词,从脑海中留下的消息中,陆少游得知,这个世界上,和自己原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以武为尊的世界,整个世界辽阔无比,这个世界有着妖兽还有灵兽存在,还有着武者和灵师。 武者和灵师,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极高的地位,特别是灵师,其地位在这世界上更加是崇高无上。 而自己穿越所在的这个少爷,偏偏是无法成为武者,也无法成为灵师,所以其地位在家族之中才是落魄不堪,连奴仆都不如。 嘎,就在陆少游正在想着是不是妖兽正在往自己靠近的时候,上空之中,嘎嘎传来了一阵嘶鸣声,随即眼前似乎是一片乌云闪过一般,一只庞大上百米的巨鸟出现在了上空之中。 这巨鸟双翅展开,就在陆少游的正上空盘旋,有点像是鹰,青色羽毛,腹下是白色绒毛,两只立爪弯曲,看起来寒光湛湛,这巨鹰正双眼紧紧的注视着自己。 妖兽,难道我刚刚穿越,就要成为这妖兽副中餐吗? 陆少游惊讶无比,在前世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巨鹰,随即无奈苦笑起来,可怜自己现在无法动弹,这妖兽要吃了自己,自己也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了。 嗖嗖。 陆少游感觉到自己身后,似乎是有着什么动物在急速跳动,同时有着翅膀在拍打着水面的感觉,泛起波浪,自己也是随着泛起的波浪朝着前面飘去。 嘎嘎。 上空中,那巨鹰嘶鸣一声,眼中凶光一露,双翅一震,带着一片静风直扑而下,立爪收缩,瞬间伸展,随即闪电般直扑而下。 我命休矣。 陆少游心中一片跋梁,刚刚穿越,就要成为妖兽的副中餐,这人品也太差了点吧。 嗖,就在陆少游绝望之际,雾的眼前一片黑芒闪过,一团黑影瞬间就从自己身后头顶跃起,速度太快,陆少游雾的一眼看上去,也只是看见是一只巨大上百米的飞行妖兽,有点像是蝙蝠,通体纯白色,这妖兽的腹下,陆少游迎面看上去,似乎是有着一道巨大的口子,有着鲜血直流,应该是受伤了。 喷,喷。 在陆少游的惊讶之中,这妖兽嘴中却是一道白色雾气直喷而出。 这白色雾气喷出,半空中一股冰撤入股的寒气扩散,随即整个水潭之中迅速在这寒气之下冻成了冰块。 上空之中,那巨鹰妖兽瞬间冻成了冰块,随即巨大的身躯就往下直线坠落。 喷,的一声,这巨鹰落在了前面冰面上,冰面破碎均裂出裂缝,那类似于蝙蝠一般的妖兽,此时似乎是虚弱无比,随即在冰面上,缓缓移动到了那巨鹰妖兽身前。 咔擦。 陆少游看到,那类似于蝙蝠一般的妖兽,张开利嘴,露出两排尖锐的獠牙,一口就把那巨鹰妖兽的腹中皮毛撕开,一颗婴儿拳头大小,通体透亮的青色圆珠,沾着一丝血液滚落在了冰面上。 第二张冰火两重天 妖丹,最少要四阶妖兽才会有妖丹。 陆少游从脑海中的记忆之中得知,这妖丹,最少是要到了四阶妖兽才会有的,三阶妖兽以下,不会有妖丹出现,这妖丹,好像是特别值钱。 嘎嘎。 就在这巨鹰被那蝙蝠妖兽撕开腹部露出妖丹的时候,那巨鹰妖兽却是周身瞬间冒出一片火焰,随即身躯顷刻画动,接着那尖锐的利嘴,直接啄在了那蝙蝠妖兽的腹部伤口上,顿时那蝙蝠妖兽腹部血流不止,一颗沾着血丝,弥漫着柔和光芒的婴儿拳头大小的圆珠也是掉在了冰面上。 又是妖丹嘛,陆少游惊讶道,这四阶以上的妖兽,也是极难得出现的,没想到这悬崖下,一下子就有两只。 呜呜。 那蝙蝠妖兽痴痛之下,惨叫哀嚎一声,随即嘴中獠牙猛的咬住了那巨鹰的脖子,直接咬断了那巨鹰妖兽的脖子,一道鲜血喷出,这下那巨鹰妖兽是彻底死了。 此时,周围水面的寒冰也开始再次化去,陆少游冷得浑身颤抖,嘴唇惨白,脸色铁青,身体几乎是坚硬了,看着刚刚那两只庞大的妖兽大战,几乎是有着一种幻觉是在看三地电影,太让人震惊了。 滋滋,水面上,那巨大蝙蝠妖兽,嘴中咬着那巨鹰妖兽的妖丹和自己的妖丹,双翅划过水面,随即缓缓向陆少游靠近。 这下麻烦了。 陆少游看着那蝙蝠一般的妖兽向自己靠近,心中已经是绝望了,那妖兽双眼正盯着自己。 滋滋 蝙蝠妖兽到了陆少游的身边,从喉咙之中滋滋的的发出声响,那巨大的身躯上,一只眼睛就比起陆少游的身躯还要大了,眼中没有胸光,反而是有着一丝恳求的眼神一般,注视着陆少游。 陆少游本以为是死定了,看着身前这巨大的妖兽,感觉着这妖兽眼中目光,这妖兽对自己似乎并没有恶意。 你有事情要我帮忙? 陆少游试探性的说来一句,据说这等皆高的妖兽,都是通灵之物,有着一定的灵质了。 滋滋 听到陆少游的话,那蝙蝠妖兽喉咙中发出了欢快的滋滋声,微微点头,好像是在回应着陆少游。 还真是听得懂我的话呀,陆少游愣了一下,要是在以前,一定会吓一跳不可,可是现在,倒是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自己都穿越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我说妖兽兄啊,你看看我,我自身都难保了,怎么帮你? 陆少游看着这蝙蝠妖兽苦笑了一下后说道。 滋滋 似乎是听懂了陆少游的话,蝙蝠妖兽低头注视着月城打亮着,随即发出一道低沉声,猛的跃上水面,双爪之中,一道爪印按在了陆少游的小腹上,陆少游不由自主的张开了嘴巴。 咕噜,两声,陆少游还没有反应过来,嘴中似乎是有两颗圆珠,随即化作一冰一热两股枝叶,这热枝叶就像是火一般的焚烧进了自己的体内,请客间自己的体内就像是有大火在焚烧一般,那冷的一股枝叶,请客就把自己的半边身躯结成了冰块一般。 咕噜,那蝙蝠妖兽再次咕咕一声之后,眼神看起来微米了不少,随即又赤再次一震,从翅膀之下的羽翼中,有着一条大约十厘米长的暗黄色小蛇抖出。 咕咕,蝙蝠妖兽再次咕咕一声,那暗黄色的小蛇似乎是有所会议,随即爬到了陆少游的身上,从脖子上钻进了陆少游的衣衫内。 见到这暗黄色的小蛇爬进了陆少游的衣衫内,这蝙蝠妖兽眼中似乎是松下了一件事情一般,随即再次注视着陆少游,眼神中带着恳求。 陆少游此时可是顾不上说话了,体内有着一热一兵两股能量正在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冲来冲去,这一热一兵两股能量相互冲撞,陆少游可就是受活罪了,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想惨叫都发不出声音来。 片刻之后,本来就是虚弱不堪的陆少游再也无法坚持,就在水面上昏死了过去,此时的陆少游自然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身躯边缘,左边潭水冒起了热气,右边的潭水冒起了寒气,自己的脸上,也是半边苍白,半边通红。 还没死呢?陆少游再次醒过来的时候,睁开双眼,自己依旧是躺在水潭之下,靠着背后一根枯木支撑着。 咦,好了。 陆少游微微地动了动四肢,发现原本自己被打断的双腿,骨折的双手已经是恢复了,简直就是完好如此。 死了吗?妖兽兄,多谢你了。 陆少游随即看到了自己的身边,那通体纯白的蝙蝠妖兽已经是浮在了水潭水面之上,上百米的庞大身躯,就像是一艘大船一般。 感觉着自己此时身体的恢复,陆少游估计着和那蝙蝠妖兽给自己服下的两颗妖丹绝对是有所关系的,这妖丹据说贵重无比,自然是有些神奇作用。 你这么庞大的身躯,我也无法埋葬你,这寒潭就当作是你的目的好了。 陆少游爬上了岸,对这寒潭之中那蝙蝠妖兽尸体说道,随即打量这四周,现在自己可是要想办法离开这悬崖才行。 陆家,在青云镇绝对是也算是一个大家族了,提起陆家,青云镇上的人都知道,这陆家的老家主,那可是到了武将地步的强者,在整个青云镇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而陆家不仅是武道世家,同时,还经营着青云镇上不少的生意,据说在外镇也有不少分号。 夜幕降临,寒气逼人,天空之上,开始飘起了雪花,一道少年身影,从夜幕之中走出,身材略显单薄,衣衫似乎是有些破旧,还有着树片破碎了的衣角迎着寒风飘荡,更是平添了几分落魄感。 这就是陆家了吗?少年走向了青云镇上一处大宅之前难难道,少年不是别人,正是穿越而来的陆少游。 第三章 陆家 从那悬崖爬上来,陆少游足足用了三天的时间,原来这悬崖就是阵外的一处断崖,爬上悬崖的时候,陆少游发现,自己似乎是力气大了不小,浑身就像是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般,要不然,估计也爬不上那悬崖。 陆家大宅,高墙之内,庭院连绵,按照陆少游的记忆,这有点像是前世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 咚咚 陆少游敲响陆家大门,此时肚子也是饿得咕咕叫唤。 咯吱一声,陆家大门打开,两个头戴沾帽,身穿灰衣装束的仆人走了出来,看到陆少游,这两个仆人目光之中神色似乎是有些惊讶。 你还是走后面吧,夫人交代过的,你不能够走前门。 两个仆人惊讶的看了陆少游一眼后,并没有把陆少游放在眼中,随即就把大门合上了。 两个狗奴才,还当我是以前的陆少游吗,以后会让你们好看的。 陆少游一口唾液吐在了陆家大门前,随即只好往后门走去。 按照脑海中的记忆,陆少游知道以前的这个陆少游,似乎是从来没有走过陆家大门,虽然是陆家的少爷,但是母亲乃是陆家原本的一个丫鬟,地位极低,有了自己之后,更加是受到了父亲原配的排挤,自己的父亲不敢说话,母亲也受尽欺辱。 少游少爷,你终于回来了,你都失踪五天了,二夫人都快急死了,你快回去吧。 后门的一个老太龙中的老仆人见到陆少游,顿时带着几分关切和几分怜悯的的目光对陆少游睡道。 我知道了,男叔。 从记忆中,陆少游知道这老仆人叫做男叔,也是除了母亲之外,对自己好的人,小时候,这男叔没有少照顾自己。 咦,难道我看错了? 看着陆少游的背影,这老仆人那灰苍苍的双眼,突兀一道精芒闪过,随即又恢复了那灰蒙蒙的眼神,缓缓的关上了后门。 陆少游穿过几条长长的走廊,到了一片低矮的庭院之中,这里是陆家仆人居住的地方,陆家乃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光是仆人,就是有着两三百人,而陆家的族人,直系和庞系相加的话,不下于七百人,七百人的家族可不小了。 一处有些破旧的庭院前,走进庭院,庭院内也是有些破旧,犹豫了一下后,陆少游推开了房门。 少游,你去哪里了,娘担心死你了。 房间之内有着一个妇人,身穿淡绿绸衫,约某三十六七岁左右年纪,容色清秀,尖尖的脸蛋,双眉修长,相貌甚美,眼中却是有些红肿,似乎是哭泣所致。 这妇人一见到陆少游,顿时关切的走了上来,看着陆少游一身蓝绿,眼眶终又是泛起了湿润来。 娘,我没事。 看着眼前这慈祥的妇人,陆少游心中一正,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可自己也不能够把实情说出来,以后,自己就是她的儿子了。 少游,快告诉娘,你这几天去哪里了,为什么出门也不说一声? 观看着陆少游全身并没有少些什么,那妇人才稍微的松了一口气,拉着陆少游的双臂问道。 我有点事情去忙了,对不起,让娘担心了。 陆少游回道,自然是不能够说她的儿子,被人打死扔进了悬崖。 你饿了吧,娘给你留了好吃的。 这慈祥的美妇人随即匆匆拿来了几个馒头,还有一碗荤菜,陆少游一眼看上去,也能够看出,菜是不错,但这应该是剩下的残羹。 这是干净的,是南叔从厨房偷偷拿来的,快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美妇人看着陆少游睡道,眼神慈祥目光中,流露出了一丝歉意,低声道,都是娘没用,让你一出生就受苦,早知道,娘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 娘,这不是你的错,以后,儿子不会再让娘吃苦了。 看着这美妇人的眼神,陆少游忍不住眼中都是有些湿润起来,前世的自己,就是从孤儿院长大的,从小没有母爱,或许自己穿越,就是老天补偿自己,给自己这一份难得的母爱吧。 这一刻,陆少游不禁是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以后就是自己的亲娘,自己一定不让娘再受苦。 好孩子,快吃吧,吃完了,把衣服脱下来,娘帮你补好。 看着陆少游,美妇人幸福的笑道。 陆少游还真是有点饿了,匆匆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五个馒头,一下子就吃了下去,随即回到房间。 穿越了,该为自己打算一番了。 房间之中,陆少游注视着破旧的房间南南暗道,前世就前途渺茫,既然穿越了,这一世能够重新来过,那自己又怎么能够甘于平庸? 这是自己的第二条命,完全就是捡来的,要是没有一番作为,那自己也对不起老天爷,前世自己无能为力不能够选择,今世,那自己就要罪卧美人兮,行长天下全,这才是自己想要拥有的。 想着,陆少游发觉自己心中的血液都是开始沸腾起来了一般。 看来,你虽是平庸的过了十六年,但血液中,也是埋藏着一份不甘呢,放心吧,以后,我会替你完成。 陆少游轻道。 年轻了。 坐在房间前一块破旧的铜镜前,陆少游看着此时自己的模样,原本自己可是二十三四的人了,现在才十六岁的模样,算是赚到了。 虽然是你过得平庸,人也不是玉树林峰英俊不凡,不过倒也算是有味道。 陆少游看着自己现在的模样微微一笑,奇长高瘦的身材,小麦色的皮肤,五官还算是立体,特别是那一双眼睛,双眸如星。 不错,还挺喜欢的。 陆少游自恋的笑了笑,薄唇微微上挑,扬起一抹慵懒的笑意,笑意中,有着一份野心埋藏其中。 现在,该好好的了解这个世界了。 陆少游躺在床上,脑海中仔细的搜索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这是一个和前世完全不一样的大陆,名叫灵武大陆,大陆无边无际,这里以武为强,以灵为尊,有着武者和灵者的存在。 武者力大无穷,据说到了一定程度能够移山到海,踏碎虚空,武师分为几个等级,分别是武徒,武士,武师,武破,武将,武帅,武王,武尊,武帝。 灵者据说一个个神秘莫测,威力巨大,有着不可思议的本事,到了一定程度的灵者,能够翻云覆雨也不在话下,灵者也是分为灵徒,灵士,灵师,灵破,灵将,灵帅,灵王,灵尊,灵帝。 而这个灵武大陆上,到了武帅和灵帅的地步,都是绝对的强者了,一个个高高在上,陆家的老家主,也是自己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爷爷,据说就是一个武将武者。 这个大陆上,除了有武者和灵者以外,还有妖兽和灵兽,这些妖兽和灵兽极其的厉害,人类可不敢招惹,只有那些实力超强的武者和灵者,才敢去对付妖兽和灵兽,所以,这灵武大陆上,武者和灵者地位都是崇高的。 看样子,只有成为灵者或者是武者了,可是,为什么无法成为武者或者是灵者呢? 陆少游心中暗道,从记忆中得知,自己的这具身体,从小就被检查出,似乎是经脉有什么问题,根本就无法成为武者和灵者。 要是能够成为武者和灵者的话,自己和母亲的地位,也不是连仆人都不如。 一定要想办法成为灵者或者是武者,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陆少游心中暗道,在这世界上,要想有一番作为,也就只有这两条路了。 咦,倒是忘记了你这小家伙。 陆少游脱了身上的破碎衣衫,打算拿给母亲换洗,发现那一条淡黄色的小蛇就缠在自己的手臂上。 第四章 命苦的少爷 吃吃 这十厘米长左右的淡黄色小蛇,圆溜溜的小眼睛注视着陆少游,嘴中信子伸缩,随即也不理会陆少游,继续缠绕在了陆少游的手臂上,似乎是睡过去了一般。 陆少游仔细的打量着这淡黄色的小蛇,身上有着密密麻麻的鳞片,泛着光滑的光泽,这仔细一看之下,这小蛇似乎和一般的蛇有些区别,似乎并不完全就是一条普通的蛇。 妖兽兄弟,你救了我,应该就是要让我帮你照顾这条小蛇吧,我欠你一份人情,这小蛇,我会替你照顾好的。 陆少游睡到,在那悬崖下,要不是那蝙蝠妖兽给了自己两颗妖丹,自己说不定就在那水潭里面冻死了。 把换下的衣衫送到了母亲那儿后,陆少游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为陆家的少爷,陆少游唯一和仆人有所区别的就是自己和母亲单独的居住在了这一座破旧的小庭院之中,不用和仆人们去三四个人一起居住一间房间。 一夜沉沉睡去,好几天都没睡觉了,这一夜,陆少游睡得还真是香,梦里面还看到几个美女,差点鼻血都流出来了。 游少爷,醒醒,游少爷。 陆少游正睡得香呢,一道声音就在耳边喊道。 陆小白,我正在做梦呢。 陆少游听声音就知道是陆家的一个仆人陆小白,整个陆家的仆人中,也就是只有这个陆小白和自己关系最好了。 睁开了双眼,陆少游看到了一个也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这少年仆人装束,其实自己的装束和他也差不多,这少年长得有些肥眉鼠眼的的,用句包一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长得很机灵。 游少爷,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你没事吧? 陆小白看着陆少游,随即眼神仔细按的打量着陆少游,巧声的说道,我听说是赵管家他们把你打了一顿,然后你就不见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 陆少游看得出来,这陆小白对自己倒还是真的不错,随即道,我没事,这件事情,以后我再找他们算账。 游少爷,你发烧了吧,你没事就好,好要去找他们算账,你想找死啊? 陆小白看了陆少游一眼说道。 少爷,陆少游猛然之间想起来在前世,有些地方就有少爷这个职业,顿时对陆小白说道,打住,以后别叫我少爷。 不叫你少爷,那我叫你什么,整个陆家,也就只有我和南叔叫你少爷吧,你还长脸了吗,快吃吧,我给你带了早餐。 陆小白那小眼睛瞪了一眼陆少游,随即掏出了一个油饼递给了陆少游。 不要叫我少爷,你可以叫我公子。 陆少游睡道,看着这陆小白,心中也是有些感动,看来这以前的陆少游,还有这么一个兄弟,也算是不错了。 公子就公子吧,快吃完,我们该去搬东西了,要不然,那找管家一定又会找我们麻烦的。 陆小白对陆少游睡道。 搬什么东西? 陆少游问道疑惑问道。 陆小白看了陆少游一眼,道,你以为你是真的少爷呀,不用做事的吗,今天商号运来了不少的货,我们要去搬到仓库去。 我本来就不是少爷。 陆少游睡道,看来做少爷做到这一步的,自己还真是命苦啊。 是,公子,我们走吧。 陆小白对陆少游睡道。 离开庭院,两人往陆家后门走去,陆家商号的货物就放在后门。 庭院中不见了母亲,陆少游也知道,这时候,母亲应该去后院洗衣房洗衣房了,母亲生下了自己,按道理来说,那也应该是陆家的二夫人,可是母亲却是没有任何的名分,还要继续做着原来丫鬟做的事情,而且因为受到欺负,反而是要做的更多更苦的活。 陆少游知道暂时自己也还没办法改变这一切,只能够咬牙心中暗道,一定要尽快的改变这所有的一切,而这一切,自己必须要成为武者或者是灵者才行。 按照陆家的规矩,就算是一个仆人,要是能够正式的成为武徒之后,那地位都是会马上提高,至于灵者,那就算了吧,灵者可是无比的稀少,整个陆家,现在的灵者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一个个都是陆家的宝贝哥的。 快走,前面是赵管家。 穿过数条走廊之后,陆小白突然对陆少游睡到,陆家后门旁边,有着三道身影,两个仆人装束,中间一个总管装束。 陆少游打量着那三人,记得当初就是这三人措手把原来的陆少游打死,随后悄悄丢到悬崖下的,要说这三人平时欺负自己就算了,要是真的打死自己,那倒是也不敢的,毕竟不管怎么样,自己的身上,流着的也是陆家的血。 这三人中,那两个仆人装束之人,在陆家也是高级仆人,平常就只要伺候大夫人一房的人,至于那总管装束的人,三十五六岁的模样,双眼阴沉,这三人都是大夫人从娘家带来的仆人。 陆少游注视了这三人一眼,心中含义弥漫,这三人自己非除不可,留下来对自己绝对是是一大祸害,这三人,平常和另外的几个丫鬟可没少欺负自己和母亲。 只是这三人中,那两个高级仆人,都是武徒武者,那赵总管更加是到了武士武者的地步,正常的十个大汉,也不是这赵总管的对手,自己要除去这三人,只怕是难了。 陆小白带着陆少游匆匆从后面出去,后门不远处的空瓶上,已经是堆满了上千代的货物,一代代的看起来应该是不轻。 后面之上,那赵总管和两个高级仆人看着陆少游,三人都是瞬间惊讶起来,三人面面相去,脸色都是苍白了几分。 赵总管,这小子怎么会,他明明被我们,三人中,左侧的一个三巡汉子仆人惊讶的笑声对那赵总管说道。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是我们手忙脚乱看错了,这小子命大,丢到悬崖也没有死,没死也好,这两天,老爷好像已经是在查了,暂时就别玩这小子了,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吧。 那赵总管对身边两人小声说道。 咦,这赵总管今天怎么没有找我们麻烦了? 扛起一袋货物,陆小白对陆少游睡道,似乎是有些疑惑,平常这赵总管找机会都要找他们两人麻烦的。 此时这一堆货物旁边,已经是有着数十个仆人在一起扛了,这一众的仆人见到陆少游,微微看了一眼,根本就没有多注意,也没有理会,简直就是当陆少游是透明了,谁也不想理会陆少游, 要是理会这陆少游,那可是会遭到赵总管排挤的。 那是我们运气好。 陆少游睡道,心中暗道,估计这三人是看到自己死而复生吓着了吧。 第五章柴房密室 扛起一袋货物,陆少游感觉着这一袋袋的货物里面,似乎是盐,回头看着陆小白,扛着一袋,腰都直不起来了,道,怎么,很重呢? 少爷,不,公子,你怎么力气突然大了,这一袋盐可是一百二十斤啊,你以前可是扛不起来的。 看着陆少游轻松的扛着一袋盐,陆小白惊讶说道。 是吗,我怎么没有觉得重呢? 陆少游自己也疑惑了,记得自己以前是好像扛不起来,可是现在,这一袋盐,似乎在自己的肩膀上,只有三四十斤一般,并不需要怎么费力气。 你这力气,还真是长得快。 陆小白对陆少游睡道,随即两人跟着一众仆人扛着盐往仓库走去。 仓库离这后门可有着不少的距离,一路走着,昨晚上陆少游可没有仔细的打量着这陆家,此时打量着,这陆家还真是不小了,庭院相连,琉璃生辉,自己这一片区域,还只是后院而已,陆家的直系族人,都是住在前院区域,那里远远看上去,豪华辽阔。 后院门口,老太龙中的仆人南叔,一直是静静的坐在后门的一旁,目光有意无意的注视着来回扛了几代言的陆少游,神色之中没有任何的表情,但要是有人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这南叔的眼中,偶尔有着精芒一闪而过。 老仆人南叔在陆家已经是有着数十年了,在陆家的地位不低,算是高级仆人中的高级仆人了,真明没有人知道,大家也都是叫南叔,就连赵总管也要给几分面子,平时这老仆人南叔,也就是看守一下后门,顺便修剪一下后院的花花草草就好上千代的盐,数十个仆人,每人抗上二十多次才全部扛到仓库去,也是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到扛最后一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无力起来,只有陆少游。 还是精神异议,感觉着自己越是运动,身体之内就越有力起一般。 嗨,陆少游扛着最后一代言从后门而进,老仆人南叔缓缓的站了起来,突然撞到了陆少游的身上,似乎是被陆少游撞的,顿时咳嗽了起来。 男叔,你没事吧? 陆少游急忙扶住了男叔的双手。 游少爷,我没事。 老仆人南叔撑着陆少游的手,站稳了身躯说道。 那我先走了,男叔你小心一点。 陆少游睡到,感觉着这男叔的手,但是温热的,碰到自己,自己周身都是有着一股暖流而过一般。 随即陆少游也没有多在意,继续往仓库而去,陆小白说,这下午就没什么事情做了。 咦,奇怪了,怎么会这样,那手段冲开了,还是阴阳之体。 注视着陆少游的背影,老仆人南叔喃喃自语着。 你不是不能够成为舞者吗,你要舞技做什么? 吃完午饭,陆少游的房间中,陆小白注视着陆少游睡到。 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 陆少游道。 我只是一个仆人,怎么会有可能拿到舞技,不过,我那倒是有一本外门舞技,是和我一块住的人留下的,他这几天回家醒亲了。 陆少游睡到。 拿来我看看。 陆少游睡到,这外门舞技也是舞技啊,看看也好。 那好吧,我待会给你送过来。 陆小白说道。 一个下午,陆少游也没有事情干,在陆家所有的人也是把他当作透明的,一个下午,陆少游也是在后院逛了逛,当然,这只是后院而已,前院陆家直系族人所在的区域,陆少游这陆家少爷的身份,也无法进去。 傍晚时分,陆小白拿来了一本小册子,就是那什么外门舞技,随即母亲也回来了,看着母亲一脸劳累的样子,陆少游心中也是心痛不已,看样子母亲今天可没少受累, 自己可一定要尽快改变着一切才行。 母子说了一会话,陆少游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打开那陆小白拿来的舞技翻阅了起来。 翻阅过后,陆少游不由是大师所望,这外门舞技,简直就是前世两块钱一本的如来神掌,根本就不可能修炼出绝世神功,上面只有一些简单的招式,看了也没用。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舞者? 陆少游难难道,自己要改变命运,首先,最少就要让自己成为舞者才行。 怎么,你都要快死了,还想成为舞者? 就在这时,一道文字一般的声音在陆少游的耳边响起。 谁,是谁,陆少游顿时惊讶的注视着房间的四周,这房间里面可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啊。 不想死的话,就到柴房来,别惊动其他人。 这一道声音继续在陆少游的耳边说道,随即消失不见。 陆少游感觉着这一道声音似乎是有些熟悉,犹豫了一下,决定就去柴房一趟,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啊,不管真假,自己也得去一趟,这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在自己的耳边说话,肯定是有大本事的人。 趁着夜色,陆少游轻手轻脚的往柴房走去,柴房离住的地方也不远,半夜三更的,也没有人在,陆少游到了柴房的时候,仔细的看了一下周围,并没有人在外。 别看了,还不快进来。 那一道声音再次在陆少游的耳边说道,到底是谁,难道是鬼? 陆少游壮着胆子退开了柴房的门,接着昏暗的夜色,却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男叔,怎么是你? 此时,陆少游打量着老仆人男叔,完全不像是白天那老太龙中的模样,双眼有神,无形中有着一股气势,只是脸色略显苍白。 很奇怪嘛,要不是看着你长大,心地也算善良,我才懒得来救你。 老仆人男叔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男叔,什么救我,我怎么感觉你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陆少游问道。 你都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 老仆人看着陆少游睡道。 陆少游疑惑的老仆人男叔,随即打量了一下自己,道,不会吧,我好好的呀,男叔,你别开玩笑了。 老仆人男叔轻笑了一声道,我开玩笑,五,四,三,二,一。 随着老仆人男叔一字落下,陆少游正在疑惑中,猛的就是体内一寒一热两股气流就在自己的体内横冲直撞起来,就像是要摧毁自己的五脏六腑一般。 啊,陆少游正要惨叫出声,声音还没有出口,只见眼前一花,老仆人男叔身影可思议的就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手中在自己的胸膛和腹下点了几下,体内那两股巨大的气流就消失安静了下来。 我没骗你吧?老仆人男叔说道。 男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要救我呀。 到了这时候,陆少游心中认定这老仆人男叔,一定是传说中的强者,看来是故意隐藏在陆家的,自己体内的这一寒一热两股气流,看样子一定是那两颗腰单所引起的。 跟我来吧。 老仆人男叔看了陆少游一眼,随即走到了这柴房之内的一处墙角上,手中也不知道是暗了哪里,顿时之间这墙角之下竟然是出现了一道地下密室。 老仆人男叔也不理会陆少游惊讶的表情,自行走进了那密室之内,陆少游带着惊讶,也是走进了密室之内。 吃得一道清响,上面的密室门已经关闭。 密室内,陆少游入目之处,除了一张石床之外就别无他物。 第六章阴阳灵舞诀 男叔,这里,看到这密室,陆少游心中惊讶不已,在脑海中的记忆之中,这柴房内,可没有什么密室的。 这里一直是我在看管,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开辟出了一间密室以备即用,你老实告诉我,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体内一寒一热两股能量是怎么回事。 注视着陆少游,老仆人男叔少了平时神色之中对陆少游的尊敬,但眼中那分关切倒是多了起来。 这,到了这时候,陆少游也敢隐瞒了,随即便是把悬崖仪式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当然,自己穿越一段自然是不会说的,只是说自己奇迹生还了。 青色巨鹰,会喷火,白色蝙蝠,会喷寒气,难道是,老仆人男叔听完陆少游的叙述之后,神色陷入了疑惑之中,随即对陆少游说道,你所说的那条小蛇呢,快给我看看。 就是这条。 陆少游撸起了右手上的衣袖,露出了那一条正昂着小脑袋的淡黄色小蛇,对老仆人男叔说道。 这,难道是,见到这淡黄色的小蛇,老仆人男叔神色随即惊讶起来,眼中有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真是没想到啊。 老仆人男叔注视着陆少游,神色中带着惊讶,道,从小看着你出生,看着你长大,出生在陆家,但你却是一条贱命,没想到,运气确实好啊,这等好事都让你碰上了。 男叔,你说清楚一点,我怎么听不懂? 陆少游说道,不过,这原来陆少游的命,确实是很贱,连仆人都不如。 你自然不懂。 老仆人男叔说道,我问你,你想不想死,想不想有一天能够有这一番作为,能够奥利世上。 说完,老仆人男叔的眼中,精芒闪烁而过。 小子自然是不想死,求男叔成全。 陆少游瞬间就跪在了老仆人的身前,自己正要想改变目前的处境,眼前,这男叔,绝对不是一般人,他要是帮自己,那自己就可能马上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了。 你倒也是机灵,不过,我有心帮你,确实也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最后是帮了你还是害了你。 老仆人男叔微微犹豫着说道。 男叔想帮我,自然是不会害小子的。 陆少游说道。 起来吧,我看着你长大,知道你心地善良,对你母亲又孝顺,否则,我自然是不会帮你,也不会在你的面前暴露身份,记住,我的事情,你不能够告诉任何人。 老仆人男叔说道,扶起了陆少游,继续道,你从小就身患绝脉,无法习武,也无法成为灵者,在我看来,却是因为你被人布置了一些高明的手段而已,一般人,自然是看不出来,没想到你这次大难不死,得到两颗灵丹,竟然是冲开了那手段,因为你从来没有修炼过任何功法,在这两颗火系和水系灵丹下,竟然是成为了千万之中难得一见的阴阳之体。 阴阳之体,男叔,你刚刚不是说我快要死了吗,还有我扶下的不是妖丹吗,怎么是灵丹了? 陆少游问道,你以为那巨鹰和白蝙蝠是妖兽不成,那可是灵兽,那巨鹰妖兽应该是四阶灵兽或灵飞鹰,白色蝙蝠乃是五阶灵兽含双白符,灵丹可是宝物啊,被你这直接扶下,说是糟蹋了也不对,反正算是你大财小用了,不过以后对你倒是有不少的好处,只是你一个普通人,服用了这火灵飞鹰。 阴阳和寒霜白符两颗灵丹,迟早是会暴体而亡,刚刚要不是我替你压制着,你现在就别想和我在这说话了。 老仆人男叔对陆少游说道。 男叔,那怎么办? 陆少游道,刚刚穿越,自己可不想死。 那要看你想不想死,想不想有一天能够有这一番作为,能够奥利世上了? 老仆人说道。 想,当然想,大丈夫活在世上,自然是要成就一番作为,哪怕是不能够流芳千古,就算是一彻万年,那也是比起碌碌无为,平庸一世要来得好。 陆少游坚定地说道。 看不出来,你倒是有着这样一番稚气,也罢,看着你小子长大,又是成了这阴阳之体,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老仆人男叔看着陆少游,眼中神色有些惊讶,今天的陆少游,似乎是就和他看着长大的陆少游有些不一样啊。 弟子见过师傅。 陆少游顿时立马跪在了地上。 打住,我可没有说过要收你为徒,只是顺手帮你一下而已。 老仆人男叔眼中闪过了一丝落寞,淡淡说道。 就算男叔不收我为徒,这头还是要磕的。 陆少游一愣,随即就是三个想投实实在在的磕下去了,磕头了,到时候这男叔也不好反悔了,怎么样也要教自己一点真东西吧。 好了,你小子平时看起来老老实实的,今天怎么人变得这么精明了,怕我反悔,不教你真东西是吧。 老仆人男叔微微一笑,眼中露出了几分赞许。 嘿嘿,陆少游不好意思的一笑,这男叔还真是人精啊,自己想什么,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坐下吧。 老仆人男叔是以陆少游坐下,手中同时递给了陆少游一块白色的的玉剪,道,记住,我能够帮到你的,也不多,否则我也不会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了,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去选择。 男叔,这是什么? 结果男叔手中的玉剪,陆少游问道。 这是阴阳灵舞绝,是我当年无意中得到的,只有阴阳之体的人才能够修炼,妙处无穷啊,我就是因为强行修炼这阴阳灵舞绝,所有才落到这一步田地,也是你命大呀,因为从来没有修炼过功法,加上有人在你体内繁布置了手段,所以,那火灵飞鹰,寒霜白斧两颗灵丹,非但没有让你立刻暴体而亡,反而是奇迹一般的成就了你这千万中无一的阴阳之体,刚好能够修炼这阴阳灵舞绝。 老仆人男叔说道,神色中露出了一丝落寞,要是他也是阴阳之体的话,现在的他,就不会落得陷在这个地步了。 男叔,那你应该知道是谁在我的身上布置了手段吧,让我无法修炼。 陆少游问道,竟然是有人从小就在对付自己,自己的背后有着这么一道冷剑,自己以后可是坐立不安啊。 难道你猜不出来吗? 老仆人男叔说道。 男叔,难道是他?陆少游瞬间明白,这件事情只怕就是那大夫人做的,好狠的人啊,陆少游眼中一股寒意弥漫,以后自己一定不能够放过这女人。 要注意收敛,你心中清楚就好,在你没有实力对付之前,最好是不要乱动,你的事情,你爹虽然是不知道,但是你以为你那爷爷就不知道吗,只是有所顾及,只要留下你一条命,才人有他所为的。 老仆人感觉着陆少游身上的寒意,随即道,用你的鞋点在这预见之上,先修炼这阴阳灵舞绝吧,等你阴阳灵舞绝有成之时,这一个小小陆家,又岂能够被你放在眼中,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月,你的以后,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第七章 炼化灵丹 陆少游闻言,沉了沉气,听着南叔说道,这阴阳灵舞绝也绝对是有所不凡的,随即咬破食指,一滴鲜血就滴落在了手中的白色玉碱之上。 痴,随即,这白色的玉碱之上,一道刺眼的光芒直接钻入到了陆少游的眉心之中,化作一股庞大的信息留在了脑海之内。 快用心记好口诀,然后按着口诀,先炼化你身上的一热一含两股能量,否则,你麻烦就大了。 老仆人南叔在陆少游身旁说道, 一阴一阳未知道,天阴偏阳未知残,纯阳而青龙,纯阴而白虎,经不足者补之以为,行不足者补之以气。 经从内守,气向外生。 补阴必用阳,补阳必用阴,阴阳玄俏,玄聪丹田,西西归根,效法天地,屡见天光,以心为日月,如香古风,生河开降,出玄入聘,故地生根,天师与路,抵发生机。 后一阳出生之正气,以太乎法,聚于丹田,充于五脏,散于百孩,气壮三观,行周天功法,阴阳而补之者不争,不直,三者有物,唯见于空,恍惚咬明之间,偶有一阳出生之正气,真心清静道为宗,屁比中天宝月瞳,净扫弥云五点亿,一轮光满太虚空。 一道道声色的口诀信息在陆少游的脑海中出现,陆少游在南叔的指点讲解之下,举一反三,迅速就能够自己运转起来。 按照这口诀运转,顿时陆少游就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一寒一热两股能量像是活了一般,开始缓缓流动起来。 这两股能量在体内有些不受控制的流动,到处冲撞着,按照南叔的吩咐指引,陆少游随即用阴阳灵五诀引导着那两股能量进入了自己周身经脉,热流从经脉中,一丝丝的进入了自己丹田之内的气海之内,那寒流则是化作一股温暖的气流钻进了自己的脑海之中,脑海之中顿时感觉到舒适异常。 如此慢慢的引导之下,体内的那两股能量已经是开始逐尽的消耗,分别是流进了自己的丹田气海和脑海之中。 这两股能量在在自己的经脉之中,也是收缩膨胀,陆少游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经脉,也是扩大了不少,很是痛楚,但随即全身都是说不出的舒服起来。 好了,今晚就到此为止吧。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陆少游听到了南叔的声音,随即开始停止运转口诀。 呼! 陆少游停止运转口诀,从丹田气海之中呼出了一口浊气,就是一道巨大的口气一般,顿时整个密室都是有股臭味。 这让陆少游自己都是惊讶。 而此时陆少游感觉着在自己的体内,那两股能量,所被自己炼化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已,而此时在自己的丹田气海之中,似乎是有着一股热流在内,这一股热流,给陆少游的感觉,只能够是用精纯两个字来形容。 在脑海中,陆少游也感觉着多了一些什么,那种感觉很是玄妙,似乎是自己的感官神识都清晰了很多。 还算不错,天快亮了,你先回去吧,记住,这件事情,不可和任何人说起,明天晚上继续过来,直到我说可以了为止。 老仆人南叔对陆少游说道。 是,南叔。 陆少游应道,随即离开了密室,此时估计是快物耕天了,趁着夜色,陆少游偷偷的又回到了自己房间中,一夜没睡,陆少游却是感觉到精神异议,想着自己现在修炼的阴阳灵舞绝,看样子,自己应该很快就能够成为正式的舞者了吧。 夜色之中,老仆人南叔恢复了那老太龙中的模样,注视着陆少游,南南道,阴阳之体呀,天赋还真是不错,比起那涅图还要强,又忍不住交了,希望,不要成为第二个涅图吧,还有那灵黄兽,这小子一条贱命,这运气还真是好,那就帮到底吧。 南南说完,老仆人南叔,随即缓缓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白天,陆少游就做着自己平时所做的工作,和一般的仆人一样,什么都要做,而晚上,陆少游就到了南叔的密室之中按照阴阳灵舞绝的口诀,炼化着自己身上的那两股能量。 在这几天之中,从南叔的口中,陆少游对于灵者和武者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灵者和武者一样,每一层都是有着九重境界。 而在这之前,武者分为武徒,武士,武师,武魄,武将,武帅,武王,武尊,武帝,在武徒之前,还有着武器境界,只有到了九重武器境界巅峰,便是能够突破到武徒了,到了武徒层次,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武者。 而在灵者方面也是一样,灵徒之前,还有灵气九重,只有突破了这灵气九重,才能够正式成为灵徒,机身正是灵者的层次。 这每天的炼化体内的能量,白天,陆少游干活似乎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看得陆小白是惊讶不已,猜测着是陆少游吃什么药了。 而陆少游最是清楚自己所得到的好处,这四天的炼化,按照南叔所说,自已经是到了八重武器的层次,今晚上,就很有可能突破到武徒,突破武徒,自己就是正式的武者了。 第五天晚上,天色一黑,陆少游就早早的准备好到了密室之中,今天过后,自己就是一个正式的武徒了,这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你来得还真是早。 陆少游来得早,南叔却是更早,看着陆少游,此刻他的震惊却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此子拥有着这阴阳之体,天赋简直就是吓人啊。 男叔,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陆少游对男叔问道,迫不及待的就想早点突破到武徒,以后,自己可就是正式的武者了。 瞧你心急的,开始吧。 老仆人男叔微微一笑,只有在这密室之中,他才会收敛起那一份风烛残年,老太龙中的模样来。 陆少游盘膝而坐在石床之上,双手重叠,随即落在身前摆出了一个手印来,沉了沉气,闭上双眼,开始继续炼化着体内那一热一寒两股能量来,随即片刻,陆少游双目紧闭,呼吸平稳有力。 缓缓,陆少游的周身,开始从皮肤毛孔之中,散发出淡淡的雾气来,仔细感觉的话,这雾气一热一寒,甚是看着玄傲。 看着这一切,老仆人男叔露出了满意的一笑,随着时间的过去,陆少游周身的雾气慢慢的开始浓郁了起来。 九重武器,九重灵气,阴阳之体,名不虚传啊。 老仆人男叔惊讶的说道。 时间再次而过,大约是四个时辰之后,陆少游周身的雾气开始浓郁到包裹住了自己的身体,随即这白色的雾气黏黏在了身上,发出白玉一般的光泽来。 在陆少游的体内,此时陆少游感觉到自己那小小的丹田气海之中,就像是一个气球被吹满了气膨胀起来了一般,而同时自己的脑海中,也是有着一股温暖的热流在不停的跳动起来。 就要突破了,继续。 感觉到这一变化,经过这几天男叔的讲解,对于这修炼方面的事情,陆少游也都是有所了解,此时这种情况,正是自己要突破了。 第八章突破 陆少游心中暗喜,继续沉神凝气,保持着最佳的修炼状态,继续炼化着体内一寒一热两股能量来,体内丹田气海和脑海内的能量,都是在继续平稳的增加着。 这从经脉之中炼化出来的能量,顺着经脉,浸透皮肤毛孔,断化着骨骼肌肉,一切让陆少游睡不出的舒服起来。 时间再次过去,陆少游感觉着自己的体内已经是在开始有着变化起来。 要突破了。 陆少游心中明白,五天的修炼,自己终于是要突破了,知道自己在陆家的处境,陆少游心知,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武者,才能够逐渐的解决这一切,假若是自己现在有着足够的实力,那将没有人敢欺负自己,以及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实力都是一样的重要,只是前世今生,实力的观念不一样而已,权力,金钱,在前世则是实力的大部分。 而在今世,五者,灵者,才是绝对的实力。 对于这五天就可以突破武图,陆少游似乎是并没有感觉到很快,却是不知道,一般人就算是五年,也难以从普通人成为正式的武图,要是此时陆少游的这想法被无数正在向武图层次迈进的人知道了的话,一定是会引起重怒。 就算是在老仆人难输的心中,虽然说陆少游是因为炼化了这体内两颗腰单才进步这么快的,但是这也是绝对的惊人了。 时间再次而过,缓缓之间,陆少游的周身,猛的两股悬傲之气同时抱涌而出,一股手在甘田气海附近,一股手在眉心之中,一圈淡淡的光运围绕在陆少游的身边,以这两股悬傲之气为点,勾勒出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太极阴阳图案。 这图案之中,似乎是勾动起了周围一股空间气流一般,周围开始泛起波动风,陆少游此时也似乎是沉浸在了一种玄妙的状态之中。 呼呼! 这两股悬傲之气在陆少游的体外停留片刻之后,随后消散收回到了体内,与此同时,无形之中,陆少游的周身形成了一股气场一般,整个人的气息就强上了许多。 陆少游的体内,能够感觉得到,丹田气海猛然膨胀,随即似乎是一股巨力挤压之后,丹田气海,就大上了许多,同时在自己的脑海中,似乎是有着一股能量也在升华,随即陆少游感觉到,自己目空神经,这种感觉很是玄傲。 突破了,不可思议。 注视着这一切,老仆人南书亦是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五天从普通人到这一地步,说出去都没有人相信吧。 呼呼,陆少游从丹田气海之中沿着深喉呼出了一股浊气之后,注视着老仆人南书,道,南书,我突破了。 突破了就突破了,高兴什么,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老仆人南书收起了笑意,板着脸对陆少游说道。 南书,那我现在应该算是正式的舞者了吧? 陆少游伸了伸舌头,随即问道,这南书难道也嫌自己突破不够快吗? 算是了吧,也算是灵者了。 老仆人南书轻道。 还是灵者,不是说要成为灵者极难极难吗? 陆少游惊讶,自己又是舞者又是灵者,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据脑海中的记忆所致,这个世界上,似乎是还没有这一号人。 哼,当然难,比起你想象中来,还要难,你以前我就暗中替你检查过了体质。 原本的资质倒也算是中等,要不是被人布置了手段,要修炼舞者,倒也不难,不过修炼灵者,却是白日做梦。 老仆人南书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继续说道,可你运气好,那火灵飞鹰和寒霜白符都是灵兽,又正好是火系灵兽和火系灵兽,水火相克,阴阳相调,加上有人在你的体内部下了手段,刚好成为了一个点,助你破开了那手段,同时无意中竟然是让你拥有了阴阳之体。 而那火灵飞鹰和寒霜白符都是灵兽,还是四阶灵兽和五阶灵兽,灵丹之中所蕴含的灵力,便是让你灵力大大提高,加上阴阳之体,配合这阴阳灵武绝的玄妙,便是让你现在同时成为了灵者和武者,这要是差了其中任何一样,你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原来如此。 陆少游心中暗道,看来,这大难不死还真是必有后福啊。 好了,你既然是成为了武者和灵者,这阴阳灵武绝也算过了第一步,我也该和你好好的说说这阴阳灵武绝的好处和必处了。 老仆人南书对陆少游道。 这阴阳灵武绝难道还有必处? 陆少游说道。 有好处就有必处,这阴阳灵武绝,乃是我无意当中得到的一部功法,这一部功法,有三个最大的好处。 老仆人南书看着陆少游说道,第一个好处,这阴阳灵武绝乃是一部灵武双修地功法,这也是你为什么能够灵武双修的原因,灵武双修,你将来的实力也是比起同层次的修为者,都是要强,可以说,在同层次之中,不出意外,你的实力是无敌的。 这阴阳灵武绝也还有一个最大的必处。 老仆人南书继续说道。 陆少游一愣,打断了南书的话,问道,不是说有三个好处吗,还有呢? 你说还是我说呀。 老仆人瞪了陆少游一眼,继续道,这阴阳灵武绝也有两个必处,最大的必处,就是修炼进步的速度极度的缓慢,比起一般地功法,都是要慢上十倍以上,也就是说,要是正常修炼的话,一百年的时间,你能够突破到武师的地步,已经是奇迹了。 什么,我一百年才能够修炼到武师,刚刚还在脑海中傲气冲天的陆少游,顿时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心中顿时拔凉拔凉的。 急什么,不是还有两个个好处吗? 老仆人难书注视着陆少游道,这阴阳灵武绝还有两个好处,你已经是用过了其中一个了,那便是能够直接吞噬灵丹,腰丹来让你自己的修为突破。 沉了沉气,老仆人凝重地说道,甚至是,这阴阳灵武绝,能够直接吞噬灵者的灵气和武者的真气来突破。 能够直接吞噬灵者的灵气和武者的真气来突破,陆少游惊讶了,这阴阳灵武绝简直就是变态呀,就像是武侠小说之中的西星大法一样。 惊讶过后,陆少游沉了沉神,道,难书,难道这阴阳灵武绝是邪功? 什么邪功,只有人分正邪,功法哪有正邪之分,灵者,武者可以从妖兽,灵兽的身上夺下妖丹灵丹炼制炼制成丹要提高自己的实力,难道就是这么,只是阴阳灵武绝比他们高级而已,可是直接从灵丹和妖丹上吞噬能量,根本就不需要炼制,还可以直接从灵者和武者的身上吞噬能量。 老仆人难书说道。 不错。 能够杀人帝功法,根本就不能够分正邪,人心是正的,功法就是正的,若是人心是邪的,任何功法落在其手中,那也是邪功。 陆少游睡道。 第九章选择武技 恩,听着陆少游的话,老仆人微微的点了点头,随即说道,不过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够在人前用这阴阳灵武绝吞噬他人。 为什么,难道万恶不赦之徒也不行吗? 陆少游道。 你大可以试试,除非你不怕全天下的武者和灵者追杀你。 老仆人难书道。 陆少游露出一丝苦笑,心中自然明白,要是其他的灵者和武者,不分正邪,知道有这种变态地功法,一定是会将自己这功法据为己有,同时杀之而后快吧,有着这变态地功法在,那无疑自己就成了全天下灵者和武者的功敌和威胁。 那还有一个好处呢? 陆少游问道。 还有一个好处,老仆人难书沉了沉气后,说道,你一阴阳之体修炼这阴阳灵武绝,便是能够成为全系武者。 什么是全系武者? 陆少游问道。 这个以后和你慢慢说,你一下子也无法消耗这么多,反正全系武者虽然是没有像是灵武双修那般的强悍,但也绝度似乎是相差不远的,你以后就知道好处了,你小子的运气,是好到我也羡慕啊。 老仆人难书说道。 难书,那还有一个必处呢? 刚刚难书说这阴阳灵武绝有两个必处,一个就是正常修炼速度无比其慢,还有一个,陆少游已经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有一个必处,那就是要想突破,你必须同时灵武突破才行,阴阳灵武绝,灵武相调,才能够同时突破,否则的话,你也别想突破。 老仆人难书说道。 这么苛刻? 陆少游郁问了,随即问道,那我该怎么修炼? 想要提高实力,按照你目前情况来看,那就只有找妖丹,灵丹来吞噬。 老仆人难书微笑着对陆少游说道。 难书,你开玩笑,妖丹,灵丹,四街的妖兽和灵兽才会有妖丹和灵丹吧,那玩意就算是整个陆家,只怕是也买不起几颗,你让我怎么找妖丹灵丹吞噬? 陆少游瞪着老仆人难书,妖丹灵丹,开玩笑,自己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废柴少爷,哪有钱去买妖丹和灵丹来吞噬? 你自己想办法,你又不是我徒弟,难道我还给你想办法呀? 老仆人难书瞪着陆少游睡道。 难书,要不你借我点金币怎么样? 犹豫了一下,陆少游不怀好意的一笑,对老仆人难书说道,难书绝对不是一般人,身上应该是有点身价的。 你觉得我一个老头子有金币借给你吗? 老仆人难书说道,神色之中很坚决的告诉了陆少游,要金币,绝对没有。 难书,我头也给你磕了,难道你就丢下我不管了? 陆少游道,自己现在别无他法,只有缠着难书了。 你得寸禁止了不成。 老仆人难书注视着陆少游,随即说道,我没法帮你,倒是可以给你想想办法。 有办法就好。 陆少游顿时一笑,只有有办法就是好事,自己好不容易成为灵武双修者,本想是前途无限,要是实力进步像蜗牛,那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你别忘记了,你现在不仅是武者,还是灵者,灵者可是能够做很多赚金币的事情,比如炼制丹药,培育灵药,还有,要是一个灵者炼制出来的兵器,价钱也是要高尚不少的。 老仆人难书说道。 我是灵者,可我不会这些呀。 陆少游郁闷着说道,自己现在虽然是灵者,可绝对是半桶水,什么炼制丹药,培育灵药,炼制兵器,自己可丝毫不知。 小子,你不会,没说我不会。 老仆人难说没好气的说道。 难书,你的意思是你替我炼制丹药和兵器去卖。 陆少游顿时高兴的说道,话音还没有落,头上就被虫敲了一下,随即双手捂头,带着一丝委屈注视着老仆人难书道,你干嘛打我? 你想得没,我这一把老骨头替你炼制丹药和兵器。 老仆人难书注视着陆少游,道,我可以教你,想当年,多少的灵王,灵尊哭着跪着求我,我也懒得理会,便宜你了。 也好。 陆少游嘴角上扬,露出一丝带着邪气的浅浅微笑。 还有,你虽然是成为了舞者,但是还没有任何的舞技,充其量就是一头空有一身力气的蛮牛而已,说说看,想要学什么舞技。 老仆人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男书,你不是说舞技分为天地玄黄星辰六种吗,有没有天极舞技?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舞技自然是越高等级越好。 天极舞技,我还想要呢,你以为天极舞技是萝卜白菜大把呀? 老仆人男书瞪了陆少游一眼。 陆少游眨了眨眼,随即道,那帝极吧,帝极我也能够凑合了。 帝极,以你现在的舞图的实力,帝极你学的会吗? 老仆人再次说道。 那玄级总可以了吧,要是再低,男书你也拿不出手来吧。 陆少游道。 你倒是想,这样吧,我这倒是有一套舞技,颇有一些玄奥,你要不要? 老仆人男书说道。 颇有玄奥,那自然是好东西,小子要了。 陆少游笑道,男书,那这舞技是什么级别的呀? 没有级别。 老仆人男书说道。 没有级别是什么级别? 陆少游再次从天庭调到了地狱,这男书也太整人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连我一直也没有弄懂它,希望你能够弄懂它吧,另外,根据你现在的实力,我再给你两套舞技,一套攻击舞技,一套防御舞技,攻击舞技等级不高,只是星级舞技而已,但也是现在最适合你的,再高,你也无法修炼。 至于这防御舞技,乃是当初有人找我办事后,送给我的,也是有些玄奥,刚好你小子的运气好,有着一条灵黄兽在身上。 男书说道。 男书,你说的就是那条小蛇,它是什么灵黄兽? 陆少游道。 小蛇,你倒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样一条小蛇,要是让五尊,灵尊知道了它的来历,也绝对是不会放过你的,不过好在,能够认识这灵黄兽的,也没有几个人。 老仆人男书说道,眼中洋溢着得意的目光,在这陆家几十年了,一直是隐姓埋名,现在一个小屁孩的面前谈论着自己当初的一身本师和修为目光,也是别有一般快感。 这么厉害。 陆少游也是惊讶了起来,十厘米长的小蛇,原来来头还这么大,自己真是不知道。 陈神宁气,别动。 就在此时,老仆人男书说道,随即手中似乎是有着一层淡淡光芒在闪烁,最后两指并拢点在了陆少游的眉心上。 陆少游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似乎是被抽出了一根长线一般,随即一道泛着光芒的气体就落在了男书的手中,同时,自己眉心之中,还有着一滴鲜血也是落在了男书手上。 起。 陆少游只见男书嘴中轻男,手中在变化着一道道神异的手印,随即自己右手之上的那一条淡黄色小蛇,便是出现在了男书的手中。 第十章 防御武技 痴痴,那淡黄色的小蛇顿时双眼出现了凶光,信子不停地伸缩着就要朝老仆人男书咬去,周身竟然是奇异的笼罩上了一片淡淡金芒。 还真是挺凶的。 老仆人男书淡淡一笑,手中光芒一闪,这小蛇的眉心之中,似乎是有着一滴鲜红的鲜血出现在了老仆人男书的手中。 随着这男书的手中手印变化,陆少游惊讶地看到,整个房间之中,都是出现一片玄傲的光芒。 痴痴。 陆少游看到,自己眉心之中的那一道光芒和鲜血和那淡黄色小蛇的鲜血融合在了一起,随即又是化作了两道光芒,一道被男书打入了自己的眉心,另外一道,被男书打入到了那淡黄色小蛇的眉心之内。 咦? 陆少游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奇异的感觉,自己和这淡黄色小蛇之间,好像是多了一份无形之中的联系,就像是兄弟一般,好像是有着血脉联系一般,这种感觉玄之又玄,也无法形容。 男书,你这是什么手段,挺神奇的。 陆少游惊讶地问道。 这就神奇了呀,以后,有你学的,多学着点吧。 男书微微一笑,有些得意地说道,好了,你和他已经是结成了血气,这是灵师和灵兽的一种平等契约,你和他也只能够结成平等契约,否则的话,要是有一天,他族中的灵兽发现你奴役他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说完,老仆人男书再次从那淡黄色小蛇的手上弄出来一滴鲜血,随即把手中那淡黄色的小蛇,仍回到了陆少游的手上,这小蛇此时到了陆少游的手中,竟然是温顺了许多,和陆少游亲密了起来。 照顾好他,以后他能够帮你不少,你要喂他吃肉时,要是有可能,最好是吃妖兽或者是灵兽的肉,这样才能够尝得快。 老仆人男书说道。 妖兽和灵兽的肉。 陆少游暗叹。 这又是一个烧钱的货呀。 这是防御武器,叫做清灵铠甲,我用这灵黄兽的血给你为引,这清灵铠甲以后对你的作用你自会知道。 老仆人男书对陆少游说道,随即手中有这一块玉碱出现,男书把手中那一滴灵黄兽的鲜血打在了里面,交给了陆少游。 还有这星级武器,叫做开山掌,威力算是不错了,你先修炼,也好当做防身之用,还有这武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等级,反正你运气不错。 希望你能够领悟吧。 老仆人男书再次交给了陆少游两个玉碱。 男书,那你什么时候叫我炼制丹药和兵器? 陆少游接过玉碱问道,修炼了这阴阳灵武绝,这可是烧钱帝功法呀,自己这一个窝囊的少爷,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呢。 你还真是贪心啊,快天亮了,你明天再来吧,记住,要收敛,还不是公开尼武者,灵者身份的时候,你修炼的阴阳灵武绝,陆家应该也没人能够看出你的变化,你体内的两颗灵丹应该还没有完全炼化,足够你修炼到九重灵徒的境界了。 至于能不能够突破到灵石层次,就要看运气了,还有你的五道真气,确实必须靠妖丹来吞噬,否则的话,你灵气再强,真气跟不上,也无法突破。 老仆人男书微笑说道。 哎,陆少游微微叹气,看来,以后自己就要多赚钱才行了,否则,这阴阳灵武绝,自己根本就无法修炼下去。 趁着夜色,陆少游再次回到庭院门中,此时天色也是快亮了,回到房间,陆少游微微一笑,不管怎么样,自己现在总算是武者了,同时还是无比稀少的灵者,虽然这阴阳灵武绝是烧钱地功法,但是等自己有了足够的资本后,要,那可就比起别人要快得多了。 好运的小子啊,灵武双修,还有灵黄兽,以后的路,就要看你自己了。 夜色中,老仆人南书南南说道。 少游,你这几天还好吧,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一大早,陆少游直接没睡就到了庭院中,陆少游母亲罗兰氏说道,这几天,见到陆少游都是红光满面,心情似乎是也极好,他是好久没有见到自己儿子这样了。 娘,我们很快就不用这样了,儿子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陆少游睡到,看着母亲一大早就要去洗衣房干活,心中也是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感。 南书也说过,自己还不是公开自己舞者的时候,那袁佩大夫人在原本陆少游的身上坐下了手脚,就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舞者吧,此时要是知道自己成为了舞者,估计到时候就是自己没命的时候了。 所以,自己要有了自保的能力后,才能够公开这一切,否则的话,只会给自己带来催命符,而现在,自己就要努力的修炼,努力的赚钱。 你有这个心就好,你能够平平安安的,为娘就满足了。 罗兰氏说完,随即就去了洗衣房。 赚钱呢,修炼呢,金币啊,陆少游注视着庭院上空喃喃道。 公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 陆小白到了庭院中说道。 今天有什么事情做? 陆少游问道。 今天倒是没什么事情做,听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那些管家们早就是去钱厅忙了。 陆小白说道。 什么客人,这么重要? 陆少游随口一问。 听说是独孤家的客人要来,老爷都要亲自去迎接呢。 陆小白说道。 独孤家,陆少游脑海中顿时知道了独孤家的来历,这独孤家好像是很有来头,在青云镇上,一个商号就比起陆家的生意就还要大。 听说独孤家会有以为独孤小姐来呢,我听钱院的人说,那独孤家的独孤小姐美艳动人,你要不要去看看。 陆小白偷偷说道。 管她呢,既然是今天没事做的话,那我就继续睡觉了。 陆少游说道,什么独孤小姐,和现在自己可没有关系,刚好,今天自己可以修炼一下那武技了。 那好吧,我偷偷看一眼去,回来告诉你。 陆小白说道,随即离开了庭院。 回到房间,这庭院平时也没有人会来,陆少游准备修炼武技,没有武技,空有武者的修为的实力,那也只是一头蛮牛而已。 陆少游手中拿出了一个预检,正是那星级武技开山掌,手中手印结出,一道淡淡气流注入到了其中,随即这预检之上,一道光芒涌出,钻进了陆少游眉心中。 这一股光芒,随即化作了一股信息进入了陆少游的脑海之中。 陆少游沉神定气,脑海中自己的记住那开山掌的法觉,手中开始在身前比划起来,双掌之中,有着一股无形的气流开始若隐若现,只是这一股气流似乎是不太受陆少游的控制,只有十五。 还是不对,这武技还真是难学。 陆少游就在这房间之内演练着,两个时辰过去了,却是一直没有成功。 开山掌,星级武技,虽然不是地级,玄级那样的高深武技,但是对于陆少游这刚刚接触武技的人来说,也是有些深奥了。 陆少游在房间中不停的演化着,周身被淡淡气团笼罩,手中偶尔出现了一道道的气流掌印,但随即就消失不见。 第十一章 变态的清零铠甲 算了,慢慢来吧,太急躁了反而不好。 陆少游轻道,还是先练习纳房武技吧。 随即陆少游的手中,再次出现了一个预检,乃是清零铠甲防御武技,至于等级,陆少游也不知道,难书也没说。 手中手印一截,一道淡淡气流注入了这预检之中,随即这预检之上,亦是有这一道光芒注入了陆少游的眉心之中。 一股信息出现在了陆少游脑海中,随即按着这法诀,陆少游催动起这防御武技来,顿时陆少游感觉到,自己丹田气海之内的真气,顿时消耗了一大半,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周身,竟然是神异的形成了一片蛇鳞一般的鳞片组成的铠甲,铠甲之上,有着那淡黄色的光芒,和自己手上那一条灵黄兽身上的颜色一般无二。 注视着这变化,陆少游也猜测道,这或许是和灵黄兽有关系,只是这清灵铠甲虽然是神异,但这消耗似乎可不小,同时凝聚在自己身上的那铠甲,也是异常的薄弱,仿佛随时就是要散了一般。 还有这种奇傲的作用,太不可思议了。 陆少游从脑海中的信息中得知,这清灵铠甲防御武技,简直就是有些变态。 这清灵铠甲共两个层次,一个是人形层次,就是刚刚那般,能够在自己身体之外形成一片兽型铠甲。 第二层次,就是兽型层次,能够凝聚出完全的兽性模样防御,防御力也绝对是强悍无比。 而最让陆少游惊讶的是,只要是从灵兽妖兽的身上提炼出精血,就能够让这清灵铠甲变化成那灵兽妖兽的兽型形态,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消耗极大的真气。 妖兽灵兽,比起舞者的防御力可是强多了,清灵铠甲能够凝聚出纯兽型形态,那防御力也是增强不少。 这防御武技,还真是玄傲,难说到底是什么人,拿出的东西,都不是反品呢。 陆少游惊讶道,虽然那阴阳灵舞绝,还有这清灵铠甲,都是有一些必处,但是毫无疑问,都是宝物。 催动身上的清灵铠甲第一形态,陆少游感觉着自己体内的真气正在急速的消失,赶紧是收起了清灵铠甲来,至于第二层次,陆少游想都不敢想,自己现在这弱小的实力,根本就无法催动。 攻击武技,防御武技,都有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这命运还真是奇怪呀,糊里糊涂的穿越了,正想成为舞者,糊里糊涂的,自己现在也是舞者和灵者了。 出去走走吧,今晚上,就要和南叔学习炼制丹药和兵器了。 陆少游睡道 走出庭院,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后院之中今天也是奇怪得很,一路上,连一个仆人都看不到。 对于后院,陆少游这几天也是逛得差不多了,不知不觉中,便是走到了后院和前院相隔的一处花园之中,犹豫了一下,便是打算往花园去看看。 这花园,按照陆少游原本脑海之中的记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在陆家,也只有高级奴仆才能过后进去,不过,自己挂着这少爷之名,倒也是能够进去。 犹豫了一下之后,陆少游走进了这花园之中,虽然是石至深冬,但这花园之中,碎石小陆两旁栽种着一些防寒植物,聪裕的绿色,让人精神未知一阵,还有些竟然是在冬天开花的植物,让陆少游也是心中微叹,看样子,陆家的确是有些家底的,这一个花园,估计就是要花上不少财力吧。 慢慢的走在这花园之中,这花园内也是出奇的安静,似乎是今天的仆人们全部不见了一般,陆少游猜测着,估计都是去见那独孤家的小姐去了吧。 正在暗道着,前面顿时传来了一阵嬉笑声,似乎是有不少人前来。陆家的人,不如不见。陆少游猜测着,这来的,估计也是陆家前院的人吧,从记忆中得知,陆家前院之中,可是有这几个专门刁难原本陆少游的人。 此时的陆少游,并不想见到那几个人,微微的注视着周围后,身边刚好是有着一棵四五米高的绿荫大树,茂密的树叶,应该是能够让自己隐藏了。 随即陆少游微微施展真气,迅速就爬上了这树上,树叶刚好是遮住了自己的身影,透过树叶缝隙望去,陆少游见到,从前院的大门口,缓缓的走进来了十几个人。 目光注视,前面走来的十几人之中,陆少游眉头微皱,这十几人之中,有着七个少年,都是十五六岁到二十岁模样左右,对于这七个人,陆少游自然是认的,最前面一个,锦伏滑袍,正是死去陆少游原本那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陆少游小一岁,叫做陆少虎,平常可不把原本的陆少游放在眼中。 一侧的一个,青色锦伏,大眼浓眉,二十岁左右,乃是原本陆少游二姑的儿子,您叫做周海明,这二姑一家,也都是常年住在陆家。 紧挨着的一个,白色滑服,长发披肩,模样还算过得去,乃是原本陆少游四叔的儿子,今年应该也是十六岁,您叫陆少雄。 其他的几个少年,陆少游也是认识,都是陆家关系靠近的几个庞系族人子弟,陆家身为武道世家,一般少年过了八岁之后,就会挑选一些资质不错的,统一到陆家教导,只是陆少游却是从小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而那一众少女之中,陆少游定惊望去,却也是认识,左边一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一头如墨的黑发散在身后,几缕并发散落在耳边,一袭红色的长裙,勾勒出娇好的身材,白皙的手腕上戴着一个漂亮的镯子,一切的装扮并不奢华,却是无形中张扬出一众优雅和高贵,让人看着很是舒服。 此女陆少游自然是认识的,乃是原本陆少游的大伯收养的洋女,名字叫做不陆无双,深的大伯的疼爱,平常在陆家前院之中,也就是只有这陆无双对陆少游是最好的,偶尔还会送些吃的,穿的给陆少游。 旁边还有一女,十七八岁的模样,金色的头发大部分散落在肩膀上,脑后有着一个小小的发束,有着三种绚丽颜色缠住,显得高贵无比,头上带着一个金色香边,宝石香雕的发卡。 一看就觉得是一个富贵人家,金黄带棕色的瞳孔带有一丝傲慢,正是陆家老家主的一个养子的女儿,虽然是不是陆家之人,但也是姓陆,名叫陆妹。 这陆妹,平常可不会多看陆少游一眼的,也没有把陆少游放在眼中。 而随后还有着几个少女,陆少游也是认识一二,都是陆家旁系之脉的一些族人子女。 打量着这些陆家的人,陆少游除了对陆无双有着好感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多看一眼,单眼光却是不由自主的注视向了在陆家众人簇拥中,一位容貌娇美,衣着高贵的少女。 这少女浑身气质高贵,穿着打扮也是奢华富贵,加上那娇美的模样,让此时那几个陆家少年看的口水都是流出来了。 第十二章 宁听繁华屈不作繁华主 不过此时陆少游却是把目光注视在了这少女身边,一位穿着像是丫鬟的少女身上,这少女十七八岁的模样,脸色微红,就像刚刚开放的桃花,修长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蓝色的纯洁的大眼睛。 白嫩而红嫩的小脸上镶着一个挺直,秀美的小鼻子,黑色长发,梳在脑后,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际,一些并不张扬的浅色长裙,勾勒出全身已经是凹凸有致的弧线。 陆少游看着此人,却是忍不住有些遗憾,这少女的本应该是以为倾国倾城的家人才对,却是在右半脸上,起了一块婴儿拳头大小的红斑,简直就是大沙风景。 不过陆少游却是依然忍不住的注视着那少女,明明是丫鬟大扮,但身上却是有着一股无形的气质,这少女的眼中,也是有着不应该是丫鬟的目光,总而言之,陆少游感觉着,这少女绝对不是一般的丫鬟。 独孤小姐,你看,我们这后花园怎么样? 前面那陆少虎微微一笑,对那被簇拥在中间的少女说道。 不错,这应该是寒柳吧,可是极北平原之物,在这里可是少见哪。 那被叫做独孤小姐的少女浅浅一笑,注视着前面树牌柳树说道。 独孤小姐好眼光。 陆少虎,陆少雄还有那周海明,都顿时说道。 听闻独孤小姐文采非凡,此时时至深冬,我便献丑一二,请独孤小姐指教如何。 周海明借机说道,似乎是想在这家人之前表现一二。 指教不敢当,那就请周少爷让我欣赏一二吧。 独孤小姐美眸一笑说道。 那就献丑了。 周海明整理了一下衣巾,随即深呼吸了一下,注视着这后花园,随即道,圆城景贝特惊奇,东来春意畅旷仪,绿树红花有此外,楼台高企有客来。 念完,周海明还得意一笑,似乎是对自己刚刚所作满意不已。 扑吃,我在树上的陆少游差点就想吐了出来,心中暗道,这年头,还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此时,那一众少男少女之中,陆无双的神色之中,也是不露痕迹的抹过一丝无奈。 不错不错,没想到周公子,竟然是如此才华过人。 那独孤小姐却是微微一笑,甚是赞叹周海明,顿时周海明不由是无形之中得意了起来,走路都是多出了几分神气。 随即众人继续往前走着,却是缓缓的走到了陆少游所在之处不远,众人都是有说有笑,偶尔传起嬉笑声。 陆少游居高临下看得真切,那有着一股特殊气质的丫鬟,却是有所心事一般,一直是不苟言笑,眼眸之中,也是流露着淡淡的忧伤一般。 深冬几度,荣华泄后,风华流沙,苍老年华,繁华乱世,净水流深,苍生踏歌,三生圆缺。 此时,那丫鬟轻轻走着,注视着这深冬之色,似乎是有所感触,却是轻声吟诵了起来,声音宛若之澜,让人如玉春风,一旁正字嬉笑的少男少女,此时也都是把目光投注到了那丫鬟的身上。 只听那丫鬟继续轻声而道,汗墨琉璃那一世,激扬将长火狼烟,不愿是那一世锦色女子,乱是轻塌,流年飘飞。 青纱曼妙,动荡着整个盛世繁华,半生琉璃,点缀出一世残缺哀伤,不知几世千秋,轮回一道明媚的笑叶。 听着这丫鬟轻盈而道,陆少游发现这丫鬟的慈行之间,却是流露出了恨自己不是男儿身的意思,激扬将长火狼烟,不愿是那一世锦色女子,乱是轻塌,流年飘飞,这要是一个男子,绝对是一世英豪人物。 对于这丫鬟的才华和抱负,陆少游不由是刮目相看,自己要是以后有这机会,那也一定是要激扬将长火狼烟,不惜功成万古枯,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胸襟。 那丫鬟继续轻盈,渡口据点,荒凉将场,与剑纷飞,紧愁罗断,倾情天下,玉露穷之,蝶恋天涯,宁听繁华区,不作繁华主,静好容颜在灵花静如梦幻泡影般转瞬即灭。 三千青丝若缕,为谁点梦成吃?万丈繁华红尘,谁为红颜逐鹿群雄? 在听这丫鬟轻盈,男儿抱负之中,又带着女子情怀,刚柔相继,陆少游此时似乎是进入了一众空鸣状态,自己前世前途渺茫,大难不死穿越到了这一世,要的不就是这样一份归属吗? 鸡羊将长火狼烟,不惜功成万古枯,万丈繁华红尘,谁为红颜逐鹿群雄,罪卧美人兮,行掌天下拳,这简直就是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声音。 只听那丫鬟又在轻吟,一驱空喉,缠绕世间哀怨,一把琵琶,阴晕万世情怀,邪懒残销,失恋清明雨,繁华尽失,谁能许我一驱天荒地老? 只染浮华,谁能为我种下一世倾城绝恋? 此时,所有的人都是痴痴地注视着这丫鬟,这等才华,这等意境,就连刚刚那自命不凡的周海明也是不觉自行惭愧起来。 而就在此时,这丫鬟眉眸之中,却是眉头轻轻一皱起来,念到谁能为我种下一世倾城绝恋之时,似乎是感触一时无法连上,连不下去了,神色不由是微微一叹。 却是在这时,前方一道声音淡淡而出,空凌了雨夜,寒彻仪式轮回。 心灵琴弦拨乱三千红尘滚滚。 记忆灼伤往昔残伤,身负半生哀怨,奏响半生阑珊。 那一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狼烟四起,诸厚歌聚天下,君辟谁争天下? 力兵莫马,升旗翻滚,飞沙走石,精灵鸣动苍穹,厮杀震动天下,满城烟沙,血泪落下,残骑裂甲,扑红天涯,只盼转世燕还顾他,为你闲来二月的花。 我只能用一滴眼泪的时间为你舞动纲戈,因为我要用一生的年光为你去争天下。 那一世,桃园三千,若英缤纷扑红天涯。 锦色无涯,容颜倾国倾城区域风华绝代。 我只能用半炷香的时间为你弹奏半驱,因为我要用一生的韶花与你踏遍天涯。 那一世,矮矮白雪,幻树清纯,樱花四季分阳,花季为美舞墨流沙,残伤几世,青年花颜首宜余香,我只能用流星闪烁的时间和你共罪花前月下,因为我要用流年里的漏沙为你附化风雪。 那一世,半盏青灯,古佛相伴,月夕成绝,风亭楼阁,年华一卷清歌一居,烟暖出庄,三千青丝若缕缕,为清点化成痴。 积累一生痴狂,能托付给谁? 多少英雄浴血试杀,多少钟魂裂骨埋死他乡,一将功成万古枯,多少白发送走了黑发? 直到是一入江湖催我辈,残缘断壁,冰临池下,满城烟沙,苦涩了水等候的痴心。 不畏红颜沧桑,只怕花落断闲之意无人倾听。 陆少游情不自禁,想着自己前世蹉跎近半生,无情亦无成就,此生到了这意识,自己想要的,无非就是这两样,不知不觉中,竟然是接着这丫鬟的词,张嘴而出。 阁下好才华,好报复,可否下来让小女子一见? 听到这一段,此时下面的一众男女,亦是惊讶不已,这词,比起刚刚那丫鬟的词毫不逊色,而更加是能够体现出傲骨柔情,只到是一入江湖催我辈,残缘断壁,冰临池下,满城烟沙,苦涩了水等候的痴心。 不畏红颜沧桑,只怕花落断闲之意无人倾听,这简直就是千古绝句了。 第十三章 瞧你这点出息 此时所有的人,也都是注视着那一棵树上,不知道在上面的是什么人,一众少女中,最前面的陆无双也是神色惊讶的注视着上空,据他所知,陆家之中,年轻一辈之中,可没有这一号人哪。 不好意思,情不自禁的打断了小姐雅兴,还请赎罪。 陆少游此时在树上不由是苦笑了起来,没想到这一个不经意,却是把自己给暴露了,随即无奈之下,却是扶着那树干,畏畏缩缩的用着狗爬式爬了下来,那模样,看起来可是狼狈不已。 陆少游也想很潇洒的一跃而下,可是自己现在还不能够暴露自己舞者的身份,只能够装狼狈了,这在场的少男少女,可都是恋家子,据陆少游所知,这陆家的这些少男手女,都是陆家之中天赋极家之人,虽然是才十六七岁的年纪,但是经过陆家从小的培养,大半的实力,都是到了五十层次了,特别是陆无双,虽然不是陆家的血脉,但是从小大伯就疼爱有加,天赋极好。 此时方灵十九,却是不可思议的到了五十的地步,乃是陆家声明在外的年轻天才。 在这些恋家子的眼中,陆少游知道,自己收敛还好,要是施展真气,只怕是迅速就会让别人看出自己撑了舞者,到时候,对自己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陆少游,是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你能够来的吗? 见到竟然是陆少游,陆少虎神色顿时一沉,眼中露出不屑的目光,更是有着一股怒意,刚刚这陆少游,可是抢走了不少的风头。 少游,你怎么在这里? 此时见到是陆少游,陆无双也是神色大为惊讶,随即收敛神色,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无双姐,我看树上有只鸟,所以去看看,没想到你们来了。 陆少游无奈说道,在这众人之中,他也只理会这陆无双。 随即陆少游不动神色的打量着在场的人,自己的出现,似乎是让陆家的人都是吓了一跳,那陆妹的眼中,原本是有着一丝花痴的模样,见到自己后,也顿时面色难看了起来。 对于这些,陆少游自然是不在意的,反正自己和陆家也是不想扯上太多的瓜葛,等有一天有能力了,自己就带着母亲离开,陆家,在自己的心中可没有任何的地位。 笑话,这大冬天的,树上哪来的鸟? 周海明对陆少游可是不太呆见,此时见到竟然是陆少游在他的面前抢了风头,更加上神色难看起来,要不是有着这独孤小姐一行人在,他只怕是就想把陆少游揍一顿了。 树上本来是有鸟的,只是被你那人城景贝特惊奇,东来春意唱旷仪,给吓跑了。 陆少游轻道一声 听到陆少游的话,除了那脸上游红般的丫鬟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巧声而笑,就连陆无双也不例外,又是有些疑惑的看着陆少游,似乎是感觉到,今日的陆少游,和以前,似乎是有些不一样了。 抱歉打扰了小姐的雅兴,告辞了。 陆少游随即也懒得理会那周海明,再次对那丫鬟抱歉一声,随即那破旧的衣袖一甩,嘴角挂着不知道是对周海明是嘲讽还是不懈的浅浅糊涂,随即扬长而去。 此时,那丫鬟却是注视着陆少游,眼眸中忽然间有些莫名的恍惚。 不知刚刚的这位,是什么人? 看着陆少游的背影消失,那丫鬟轻声道。 他呀,一个仆人而已,也无法修炼,就是一个废柴。 陆少游顿时说道。 少游,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哥,少游怎么样也是你哥。 听到陆少游的话,陆无双神色微微一皱,随即一笑对那丫鬟说道,他乃是我三叔之子,名叫陆少游,只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所以,我们还是继续逛吧。 哼! 听到陆无双的娇斥,陆少虎也无可奈何,轻哼了一声,陆无双虽然不是陆家亲生的血脉,但是地位在陆家可是极高,就连老爷子也是疼爱有加,他也不敢怎么样。 陆少游,注视着陆少游背影消失的方向,那丫鬟再次注视了一眼。 陆少游从后花园一路回到了自己所住的庭院,刚好碰上了神色性冲冲而来的陆小白。 公子,我可是看到那独孤小姐了,还真是漂亮啊,和无双小姐也是差不多了。 陆小白兴冲冲的对陆少游说道。 嗯,一般般而已。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那独孤小姐虽然是也算是不错了,但是和陆无双相比较的话,陆无双可是多了一份气质和清幽,在气质上来比较的话,那独孤小姐可是无法和陆无双相比较的。 难道你看过了,我就觉得还真是不错,嘿嘿。 陆小白嘿嘿一笑说道,可惜,那样的千金小姐可是看不上我的,我倒是看着前院小翠不错,可是我是低级仆人,她根本不理我,要是你和小虎少爷一样,我跟着你的话,小翠肯定就会理我的。 瞧你这点出息,陆少游瞪了陆小白一眼,随即眼中精芒一闪,道,以后你跟着公子我,公子我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还给娶一个千金大小姐,不,给你娶七个,一星期一天一个,还不带重复的。 公子,什么是一星期? 陆小白疑惑说道。 就是七天的意思。 陆少游一摸脑袋,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星期这个词。 你说的好听,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你让我干什么都成。 陆小白微微一叹,这少爷都是自身难保了,自己又是从小卖到陆家的低级仆人,这辈子是没什么前途可言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注视着陆小白,自己在老家可以说是人丹力薄,这陆小白为人机灵,要是自己能够稍加培养的话,以后说不定能够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这陆小白的忠心,也是绝对不在话下的。 陆小白此时自然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不久后,他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若干年后,整个灵武大陆上的人,都知道,有着一个陆小白,乃是陆少游身边最器重的人之一。 后花园之内的一切只是插曲而已,入夜之后,陆少游再次悄悄的到了柴房的密室之中,老仆人南叔已经是早就到了密室。 随后的时间里面,陆少游就是每晚跟随这老仆人南叔学习炼制丹药和兵器,还有培育灵药,不过这一切,陆少游学的也都是纯粹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可是一次都没有过。 在灵者和武者这两者之间,陆少游也是有了完全的了解,武者,乃是修炼体内的力量,包括是筋骨肌肉心肝脾肺等等,修炼的初来真剂,则是储存在丹田气海之内,随着真剂的饱满,则是会突破层次。 而灵者则是不注重修炼本体,主修灵力,按照陆少游的了解,这所谓的灵力,也就是灵魂之力,或者说是精神力,靠着强大的灵力来对敌。 因为修炼灵者的条件非常的苛刻,首先一条就是修炼者,精神力要比起正常人墙上两倍才行,这一点,就让无数人望而窃步了,根本就不可能达到。 因为灵者的稀少,加上灵者的作用,所以就造就了灵者的地位,还要在武者之上一些。 第十四章 陆无双 至于是在实力上,同等级来说,但是各有所长,灵者舞者都是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至于灵舞双修,虽然是无数人都想,但是也只能够是想想而已,灵舞双修,这根本就不可能。 在舞者之中,却是还分为木系、水系、火系、土系、风系这五大系舞者,舞技也是分为木系、水系、火系、土系、风系舞技。 陆少游在详细的了解这些之后,也是得知,自己自己修炼的阴阳灵舞绝,乃是让自己可以成为全系舞者,何谓全系舞者,就是能够木系、水系、火系、土系、风系,这五大系全修。 得知这一切,陆少游惊讶不已,随着了解舞者越多,也知道,一般舞者,只是单系舞者,能够修炼双系的,便已经是天才了,至于修炼三系的,那只有天才中的天才。 在灵舞大陆上,双系舞者,凤毛麟角的也能够碰到一个,可是三系舞者,似乎基本上还没有人见到。 而自己可是全系舞者,想到这,陆少游都是会笑起来,难输可真是能人啊,这阴阳灵舞绝简直就是逆天了,直接吞噬腰丹,灵丹,或者是舞者,灵者就能够为己所用而突破,还有这全系舞者,这阴阳灵舞绝,虽然是稍前一点,但是这好处比起必处,这必处完全就可以忽略了。 在这一段时间之中,陆少游也是经常想办法找了一些老鼠之内的小动物也喂食手上的那淡黄色的小蛇,只要是那小蛇饿了,就会爬出陆少游的衣袖,两者之间,也是有着一丝莫名的联系一般。 同时这段时间之中,陆少游也没忘记了用阴阳灵舞绝炼化体内两颗灵丹的能量,第八天的晚上,陆少游盘膝而坐,周身弥漫着一片淡淡的雾气,隐约是有着光芒闪烁。 无形之中,陆少游周身自游一股气场一般,有着气息弥漫。 老仆人南叔注视着这一切,也是不停地点着头,眼中露出了微笑。 呼!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陆少游周身那看似雾气一般的气体,尽数从全身皮肤毛孔之中被收进了体内,随即呼出了一口浊气。 南叔,全部炼化,为什么灵者层次我感觉到了灵徒九重巅峰,可是五者层次,还只是武徒一重天? 陆少游睁开双眼,随即对老仆人南叔问道。 这很正常,因为你得到的那两颗都是灵丹,更多的是提高你的灵气,在真气上,让你突破到武徒一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老仆人南叔说道。 那我现在怎么办? 陆少游道。 这也是阴阳灵武决的一个必处,你现在只能够试找妖丹吞噬,妖丹主要是提高你的真气,你要想突破,那就只有等武者层次也到了武徒九重巅峰才行,我说过,除非是灵武共同突破突破,在你武者层次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你要是再继续吞噬灵丹提高你的灵气,那很可能会暴体而亡,经脉逆转。 老仆人南叔很认真地警告着陆少游。 陆少游吐了吐舌头,看来,自己现在只能够试提高武者层次了,妖丹啊,一颗妖丹,也可是贵了去了,自己现在,打死也买不起啊。 你明天把这上面的材料买齐,明晚,我教你亲手炼制丹药,顺便帮你提高一下真气。 老仆人南叔交给了陆少游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几样材料,看样子都是药名。 买材料。 陆少游结果这单子一看,随即试探着问道,南叔, 这需要多少金币啊? 这都是便宜货,炼制一品丹药的而已,大概二十块金币左右。 老仆人南叔说道。 二十块金币。 陆少游猛然之间就到吸了一口凉气,来到这灵武大陆,陆少游对金钱早就是有所了解,二十块金币是什么概念,陆家的一个低级仆人,一年才半块金币而已,高级仆人一年的工钱,也就是一块金币。 二十块金币,等于是四十个低级仆人一年的工钱,同时,这二十块金币在普通人家,能够娶二十个老婆了。 南叔,二十块金币,你一定有,你先借我好不? 陆少游面露南色说道,二十个金币,他现在身无分文,半个金币都没有。 没出息的东西,我不管你是偷也好,抢也好,反正明晚上你不把材料找齐,以后,我也懒得教你了。 老婆人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道,今天差不多了,回去吧。 陆少游神色暗淡,一路摇头暗探而回,难怪人家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自己现在这可是二十块金币啊,自己去偷去抢也没办法凑齐啊。 回到房间没有多久,天色便是已经亮了,陆少游这段时间也根本就没睡,因为炼化体内灵丹的关系,天天都是精神饱满。 三姨,你在吗? 庭院外,一道娇声传来。 是无双啊,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快进来,外面冷呢? 小厅中传来了罗兰师的声音。 不冷呢,我乃是修炼之人,可不会冷,三姨,这是我给你买的袍子,冬天冷,你快穿上,看看何不合身。 陆无双的声音在外说道。 你破费了,这很贵的,你每次都要带东西来,你这孩子。 陆无双,他怎么来了? 陆少游心中暗道。 少游呢,还没起床吗? 陆无双说道。 无双姐,早啊。 陆少游说道,推开房门,只见今天陆无双穿着的是一件红色的紧袍,那一头如墨的黑发还是散在身后,几缕并发散落在耳边,无形中显露出优雅和高贵,让人看着也是想亲近几分。 少游,我也给你买了一件长袍,你快穿上试试,看看何不合身。 见到陆少游,陆无双眼中似乎比起平常刻意的多注视了几眼。 多谢无双姐。 陆少游接过长袍,青色长袍,应该是一中动物皮毛所致,摸着很是柔软,也很暖和,看样子,可是价值不菲的。 不用谢,我是你姐,照顾你是应该的。 陆无双浅浅一笑说道,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看着陆无双这一笑,陆少游不又是心神一正,还真是美啊,不禁是多看了几眼来。 嗯,很合身。 陆少游随即穿上了长袍,还真是很合身,穿着很舒服,陆少游突然之间想到,前世今生,除了孤儿院的人之外,这陆无双乃是第一个给自己买衣服的人,还是女人。 合身就好,我带了早餐来,一起吃早餐吧。 陆无双提起了手上一个石栏,一股香气飘来,里面绝对是美味。 吴双,我刚刚已经吃了,今天洗衣房的事情比较多,你喝少游吃吧,我先去干活了。 罗兰是说道。 三姨,辛苦你了,我会想办法,让老爷子,陆无双轻道,眉目之中也只能够是露出无奈之色来,这是三叔那大夫人的吩咐,他虽然在陆家地位不低,但也无法改变。 傻孩子,我这样挺好的,何况,我本来就是一个丫鬟,只有丫鬟的命啊。 罗兰是微微一笑,随即离开了庭院。 陆少游注视着这一切,心中越发是不好过,暗暗道,娘,再委屈你一段时间,很快,儿子就不会让你再吃苦了。 少游,我们吃早餐吧。 陆无双轻道一声,随即打开石栏,把里面数样精致的糕点还有一些美食端到了桌上。 第十五章购买药材 恩?陆少游轻英一声,随即坐下,这糕点美食虽然是美味,但陆少游吃起来,可是没有半点滋味,想着娘还在受委屈,自己今天的二十块金币也还没有任何的着落,心中不由郁闷不已。 少游,你有心事? 见到陆少游的模样,陆无双问道。 没有,随便乱想而已。 陆少游回过神来说道。 少游,昨天在后花园,你觉得那翠玉的才华怎么样? 陆无双轻轻问道。 财情俱佳,似乎不像是一个丫鬟。 陆少游也没有多考虑,随即说道,原来那丫鬟叫做翠玉,不过陆少游感觉着,这丫鬟应该不像是一般的丫鬟。 看来,你也看出来了,不过,你的才华,似乎是还在他之上啊,只倒是一入江湖催我背,残缘断壁,兵临直下,满城烟沙,苦涩了水等候的痴心。 不畏红颜沧桑,只怕花落断闲之意无人倾听,你昨天可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陆无双轻轻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我只是一时痛快,张口而出,算不得什么。 陆少游轻道。 少游,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还有三姨的将来? 陆无双轻道一声。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将来吗? 陆少游轻轻一笑,反问道。 从你昨天来看,我知道你也是不甘心就这样下去的,可是,你无法成为武者,更加无法成为灵者,少游,要是你想好了以后,需要我帮忙的,就来找我。 陆无双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吴双姐,我还真是有一件急事想找你帮忙。 陆少游微微犹豫了一下,有些面露难色的说道。 说吧,能够做到的,我自然会帮你。 陆无双看着陆少游睡道。 我想借点金币,数目不小,需要二十块金币。 陆少游微微说道,都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钱是金生,这都是第一次找女人借钱呢。 在骨子里,陆少游可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张开问女人借钱,这可是极难为情的。 二十块金币,这不多,但也不少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拿来是做什么的吗? 陆无双微微问道。 以后再告诉你好吗,暂时还不能够说。 陆少游睡道。 这里有五十块金币,我相信你,不够的话,就去找我。 陆无双微微说道,同时手中递给了陆少游一个弥漫着淡淡香气的钱袋,里面正有着五十块金币。 吴双姐,谢谢。 见过金币,陆少游没有多说话,眼中看着一眼陆无双,心中暗暗发誓,这一份情,以后自己必须千倍万倍还之。 我先走了,有事就去找我。 陆无双说完,随即起身离去,看着陆少游的眼神,突然之间,有着一阵恍惚起来,从昨天在后花园中,他就觉得陆少游似乎是不一样了,所以,他今天是特意来的,却是更加感觉到,他看着长大的陆少游,无形中变了,从女儿的第六感中,他感觉得到,这一向老实窝囊的堂地,无形之中,体内多了一些什么,似乎是多了一份气质。 传道桥头自然直啊,五十个金币,什么麻烦都解决了。 陆少游看着手中的五十个金币喃喃道。 公子,你这是吃得够丰盛啊,亏我还给你带早餐了。 陆小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了庭院内,注视着一桌子的精美糕点和美食,手中的油饼迅速就丢到了一旁,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快吃,吃完了,陪我出去一趟。 陆少游说道。 去干什么,我可是低级奴仆,不能够随便出门了。 陆小白说道。 怕什么,走吧,从后面出去,没人会知道了。 陆少游说道。 好吧,我也想出去逛逛。 陆小白说道。 随即两人便是从陆家后门出了陆家,在后门见到老仆人南叔,陆少游不由是得意的一哼,二十个金币,自己现在有了,似乎是在告诉南叔,我这就去买材料去。 走到街上,按照脑海中的记忆,对于青云镇上的一切,陆少游也是比较熟悉了,这青云镇也算是不小了,随即陆少游和陆小白两人放慢了速度,悠闲的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游荡着。 看着街道两旁的商铺,琳琅满目的意识之物,让陆少游也是大开眼界,这也是来到这零五大路上,第一次出门逛街呢。 逛了数条街道后,陆少游也没有忘记了自己出来的正式,要买上南叔写好的药材,这炼制丹药的药材,可不是一般商铺有卖的,要到专门的商铺才有卖。 按照记忆,陆少游知道,卖这些材料的商铺在青云镇上,也是极少极少,分别是被几个家族掌控着,陆家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陆少游便是穿过了几条街道,钻进了一条巷子后,随即从另外一处街道口出现,这里就是整个青云镇武者聚集之地,要是仔细看的话,只要眼光够好,在这里,或许是能够看到一两个灵者混迹其中。 这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街上的人没有熙熙攘攘,但是也热闹不凡。 注视着两旁的商铺,这一条街道,则主要是贩卖药材,丹药,兵器的商铺。 这些商铺的装修,也是比起隔壁街的商铺要豪华阔气得多,出入这条街上的,主要都是武者和灵者,普通人,是很少钱来的。 这里商铺的随便一味药材,说不定就值上普通人家半年的口粮了。 在这街道上,陆少游远远望去,也是望到了一家名叫陆家药铺的商铺,装修豪华,远远看上去,门口还站着两个武图层次的族人。 这陆家药铺,也同样是有这单子上的药材买,陆少游却是并不会去陆家,注视着周围街道。 天宝门 陆少游看到了一家名叫天宝门的商铺,脑海中一想,这天宝门好像就是独孤家的商号,也是青云镇上,最强的一家商号了。 没有怎么犹豫,陆少游直接就是走进了天宝门,这商号大,自己要买的东西,估计也是要齐全一些。 公子,你这是要做什么,我们去天宝门干什么? 陆小白未未缩缩的跟在陆少游的身后,这天宝门可是武者和灵者出入的地方啊,他一个低级奴仆,可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这位少游是想购买点什么吗? 就在陆少游走进天宝门的大门口的时候,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听着声音,陆少游抬头望去,两个统一服饰的大汉,正站立在身前两侧,而说话者,则是左干一个大汉。 这两个大汉看着陆少游,眼中倒是有着尊敬,主要是陆少游,现在穿上的可是今早上路无双送来的青色长袍,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能够穿的,而陆小白跟在身边,刚好就是仆人打扮,陆少游无形之中,也被人等成了真的少爷。 我想买点炼制丹药的药材。 陆少游睡到。 这边请。 说话的大汉,顿时恭敬的带着陆少游往前走去,陆小白呆呆的跟在陆少游的身后,看着这天宝门之内豪华气派的装修,心中可说不出话来了。 陆少游则是淡淡的注视着这天宝门的一切,这里面面积可不小,怕是有着上千平方米大,里面的东西也是琳琅满目,一眼看上去,陆少游也是能够认出一些兵器,铠甲之类的东西来,都是武者,灵者所有之物。 此时这天宝门内,也是有着十几个武者在内挑选物品。 第十六章 再见独孤冰兰 就是这里了,武执事,这位少爷要买炼制丹药的药材,你给招呼一下吧。 穿过几个长长的柜台,那带陆的大汉,把陆少游交给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者,随即退了下去。 这位少爷,需要买点什么药材? 这武执事老者一袭长袍,眼中闪着几分精明之色来,注视着陆少游问道。 都在这里了,给我一样两份。 陆少游说道,本来是想要买一份的,可是现在有着五十金币了,足够买上两份,这多上一份,陆少游心中也是有些其他的想法。 好,少爷稍等,我这就去给您配其药材。 那武执事老者说道,注视着陆少游也是有些惊讶,这买炼制丹药的药材,或许这少年是灵者,不由是更加的客气了几分。 好。 陆少游轻音一声,随即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着整个天宝门来。 公子,你买炼制丹药的药材做什么,你哪来的金币,听说这些药材都是很贵的。 陆小白小声紧张的对陆少游说道。 你担心什么,又不用你出金币。 陆少游说道,目光注视着一侧,却是出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在陆家后花园之内见到的那独孤冰蓝小姐还有那叫做翠玉的丫鬟。 见过小姐。 两女缓缓走来,天宝门之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尊敬行礼,随即两女都是目光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再次看着那独孤小姐,陆少游心中倒也是多看了一眼,这独孤小姐,容貌倒是算不错了,神情中也甚是机灵有神,陆少游微微点头示意后,便是移开了目光,但目光却是在那名叫翠玉的丫鬟身上多打量了几眼。 两女神色似乎都是有些意外,随即两女低头在轻声说着什么。 陆少爷,没想到你也来天宝门了。 片刻后,却是那独孤冰蓝走到了陆少游的身边,一股淡淡的幽香传来,那天宝门之中的人看着陆少游和独孤小姐相熟,也都是有些惊讶。 此时在陆少游身后的陆小白,见到这独孤小姐走近,顿时紧张的全身颤抖站在了陆少游的身后,听着这独孤小姐的话语,这独孤小姐竟然是和公子相熟,这怎么回事,她可是丝毫不知啊,心中暗道,难怪昨天叫公子去看这独孤小姐,公子没兴趣看了,原本早就是相熟之人啊。 见过独孤小姐,我正好需要买上一些炼制丹药的药材,就来了,没想到还能够见到独孤小姐,真是荣幸。 陆少游轻道,这倒是奇怪了,陆少游为何不到自家商号前去拿药材你? 独孤小姐微微一笑,淡淡说到这一笑之间,但是也更加增添了几分美貌。 难道我要买药材,独孤小姐还不卖给在下吗? 呵呵。 陆少游不露声色微微一笑。 自然不是,欢迎之至啊。 那独孤小姐也马上陪笑一声,再次道,陆少游买炼制丹药的药材,难道陆少游是灵者吗? 这! 这位少爷,你的药材配置好了。 就在这时,那五执事已经是提着两包巴掌大小包裹好之物交到了陆少游的手中。 见过小姐。 这五执事随即见到了独孤冰兰,顿时行礼说道。 算账吧。 陆少游接过手中之物交到了陆小白的手中。 少爷,一共是三十八块金币。 五执事说道。 五执事,给陆少爷打八折吧,以后陆少游就是我们这里的贵宾了,要好声招呼。 独孤冰兰微微说道。 是小姐。 那五执事尊敬应道,随即对陆少游说道,原来陆少游是小姐的朋友,那就三十块金币好了。 多谢独孤小姐了。 陆少游微微对独孤冰兰点头一笑,随即从那弥漫着香气的钱袋中掏出了三十个金币交给了那五执事,便宜了八块金币,自己正是缺钱的时候,陆少游自然是不会客气。 陆少爷,这乃是我天宝门的贵宾牌,你收着吧,以后有需要之物,凭着这贵宾牌,天宝门一定会优先办到,价钱上也要便宜一些,一些天宝门知道的消息,也能够相告,要是陆少游有丹药之类之物要卖,天宝门也会给出一个最高的价钱。 独孤冰兰玉手中伸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牌,上面有天宝门三字,递到了陆少游的手中。 再次多谢了。 陆少游可不客气,接过了玉检,有好处不要,这可不是自己的性格,至于这独孤冰兰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拉拢,陆少游心中虽然是有些怀疑,但也没有理会。 有句老话说的好,所谓是无视献殷勤,非奸即道,自己现在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这独孤小姐好到的,那就只有奸了,这一条,陆少游倒是无所谓,心中想到这,反而是露出了一丝邪笑。 先告辞了。 随即陆少游微微点头,便是往外走去,经过那叫做翠玉的丫鬟身前,亦是微微点头一礼,随即挺身离去。 公子,你哪来的金币,还有,你怎么认识那独孤小姐的? 走出天堡门,陆小白对陆少游追问道。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快回去吧,还有别告诉任何人,我买药材之事。 陆少游睡道。 小姐,这人是谁,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太看重了? 天堡门之中,陆少游走后,那五直视眼眸之中,露出了几丝精盲来,对身边独孤冰澜说道。 此人不简单,你派人去调查一下此人的详细来历,以后好好招呼此人。 独孤冰澜说完,随即那那叫做翠玉的丫鬟离开了天堡门。 穿过街道,陆少游和陆小白一路而回,悄悄从陆家后门而进,出去一上午,也没有人知道,毕竟,一个低级奴仆和一个废柴少爷,陆家之中,也没有会想搭理这两人。 这小子,还真有些本事啊。 后门口,老仆人看着陆小白手中两包之物,神色微微暗道。 下午,陆少游和陆小白则是在陆家露了一次面,随即便是各自回去了,这大冬天得到,也没有多少事情做。 夜幕降临,陆少游已经是早早的准备,随即到了柴房密室之内,老仆人南叔也早就是到了密室之中。 南叔,你要的药材我都买好了。 见到南叔,陆少游得意的一笑。 你买两份做什么? 打开药材,老仆人南叔对陆少游说道。 我怕你万一失败,就多买了一份,要是成功,也多炼制一颗。 陆少游说道,这丹药应该是比起药材贵得多啊,到时候自己拿去卖,也能够赚上一点。 有我在,你要是炼制一品丹药也失败的话,那就去撞墙算了。 老仆人南叔注视着陆少游说道,你的开山掌也练习几天了。 施展一下,我看看怎么样了。 是。 陆少游收起笑意,开山掌自己也修炼几天了,自认为也算是小有成就,此时微微掉膝,运转口诀,双手变化着一道有些玄傲的手印,随即双掌之中,隐约是有着一道空气波浪泛荡。 吃。 一道清响,陆少游一掌披在了密室之内的石墙上,顿时石墙都是一颤,一片灰尘掉落。 陆少游见到自己这一掌都是有些惊讶,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掌,竟然是有着如此威力,这要是一条牛,自己估计都能够震飞出去。 第十七章炼制灌顶丹 也算是勉强了,不过还没有达到开山掌应该有的威力,记住,这开山掌要有开山之势,力从地起,脚与腰河,配合丹田七海之真气,全力积出,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威力。 老仆人南叔说道 是,南叔 陆少游点头道 好了,现在教你炼制丹药 老仆人南叔说完,手中衣袖轻轻一甩,凭空就出现了一尊大约是接近一米高的三足大顶 这大顶之上,弥漫着青红之色,带着一股浓郁的灵药气息,周围有着密密麻麻的一些图案,还有着一条火龙图案盘旋其中。 火龙的口上,有着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口,大顶的上面,则是有着一个圆形的顶盖,这大顶看起来有着一股古朴的气息,也很厚重。 这是叫做火龙顶,以后就送给你,别没事让人看见,否则的话,灵将,灵帅看见了,也会动心把你击杀的,这火龙顶有些奥妙,对你一个新手来说,倒是能够帮助你尽快的熟悉炼制丹药了。 老仆人南叔说道 多谢,南叔。 陆少游欣喜不已,这南叔每送的任何东西,都绝对是一件宝贝,陆少游甚至是有着一个想法,这南叔的身上,自己应该多挖出一点宝贝来,多得到一件,自己以后就会受益无穷啊,哪怕是以后拿去卖,都是能够卖个好价钱的。 当然,这个想法陆少游可不敢让南叔知道,否则的话,南叔可不会放过自己的。 南叔,这大家伙你送给我,我也带不走啊,你刚刚是怎么拿出来的? 陆少游无奈的对南叔说道,迫不及待的走到了这火龙顶旁边,弯腰微微一抱,这火龙顶最少是有着两百斤。 就知道你会这样。 老仆人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掏出了一个黑色的戒指模样之物交给了陆少游,道这是一个储物戒指,滴入你的血,带到手指上,就能够融入你的体内,你需要的时候,就催动真气或者是灵气,都能够使用,里面的空间,足够你用了。 老仆人南叔说完,随即再次说道,此物你也别在外人面前露出,要是碰上心术不正之人,杀人夺物也是正常的,这储物戒指,这世上也就只有三枚,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却是有些玄傲,能够融入体内,一枚,就是整个陆家,估计也换不到。 这么贵?陆少游顿时惊讶了,就这一枚储物戒指,竟然是价值整个陆家,这南叔的身上,还真是全身是宝啊,陆少游连忙接过了储物戒指,咬破食指,一滴鲜血滴入到了储物戒指上,随即戴在左手无名指上,这储物戒指还真是诡异的就融入到了手指内不见。 你可以用你的灵力检查储物戒指内的一切,以后有什么东西,就能够收进其中了,但是,这储物戒指之内,却是不能够放进活物。 老仆人南叔道。 陆少游施展灵力,顿时左手无名指上的储物戒指出现,同时,这储物戒指之内一片近百平方米的空间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脑海中。 宝物啊,发财了。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真是人品爆发,要不是遇上了南叔这样的贵人,自己哪有机会得到这等宝物。 一个储物戒指,就价值一个陆家,想着自己的手中就带着一个陆家,陆少游不游心中就是有些忐忑加上那个飘飘然来,这一切,也来得太快了一些。 发什么愣,以为很值钱吗,没出息的东西。 老仆人南叔等了陆少游一眼,道,陆家在青云镇上是不错了,可是在整个零五大陆上,连个屁都不是,你虽不是我的徒弟,但是最好目光给我看远一点,别给老子丢脸。 我知道了南叔。陆少游刚刚有些飘飘然起来,又是被南叔当头一盆冷水浇下来,看样子,自己和南叔可真是没法比啊,等以后有机会了,自己也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好了,你先熟悉一下这火龙顶,待会,就准备炼制丹药了。 老仆人南叔说道,是以陆少游好好的熟悉一下那火龙顶。 陆少游到了这火龙顶旁边,仔细抚摸打量,这做工,简直就是精美无比,就像是古董一般,轻轻抚摸,都是会发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响。 用你的灵气,从这火龙嘴中注入,就能够出现火焰了,你试试看。 老仆人南叔说道。 陆少游闻言,微微沉神,随即脑海中一股灵气猛然注入到了那火龙嘴中。 呼呼。 顿时,那火龙顶内,一片青红色的火焰呼啸而出。 慢一点,这要是炼制丹药,药材就全部被你毁了。 老仆人南叔大声说道,随即道,第一次就能够凝聚出火焰来,倒也是不错了,现在开始,我教你炼制丹药,你给我用心记好。 陆少游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下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随即点头,耳中已经是听南叔在道,我现在教你炼制的,乃是一品低级丹药灌顶丹,能够对武徒层次的武者,提高一些修为,先打开顶盖, 另外,把三星草,五叶莲,放进火龙顶内先炼化,控制灵力,火要小,也不要太小,火焰太小无法炼化,火焰太大,会伤害到药材的本质,这一步,只是将这些药材去砸流精,留下药材最精纯的一部分。 不要急,稳住,控制灵力,否则的话,你灵力消耗完了,丹药也无法炼制出来。 再放火气草一珠,凝露散一份。 你无法看到顶内的情况,就要用你的灵力去窥探,这要靠感觉,不是任何人能够教的。 老仆人南叔继续说道。 陆少游开始用灵力窥探着火龙顶内的一切,这炼制丹药,让陆少游又是兴奋,又是紧张,总之是心情复杂。 在南叔的指点引导之下,陆少游逐渐也是进入了状态之中,一旁的南叔偶尔也是微微点头不语。 小心,要稳住。 老仆人南叔突然喝道。 陆少游顿时心中一沉,自己灵力控制不稳,火龙顶之内的火焰,突然呼啸而大,连忙稳住火焰,心中吓了一跳,这控制灵力,看似简单,自己运用起来,却是极难。 找感觉,自己稳住。 老仆人在一旁继续说道。 密室之内,火龙顶中的火焰,反射在密室石壁之上,火焰不断跳动,密室之中的温度,也是逐进的升高,陆少游已经是开始汗流加倍。 一个时辰之后,陆少游感觉着,自己脑海之内的灵气正在急速的减少,这炼制丹药还真是一件极其消耗灵力的事情。 而此时,只是把所有的材料全部炼化成灵液而已,陆少游就感觉着自己无法支持下去了。 好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会。 就在陆少游想告诉南叔自己无法支持了的时候,老仆人南叔的声音已经是在陆少游的耳边说道。 顿时陆少游停止了往火龙顶之内注入灵力,随即神通犹如脱力一般,软软的倒躺在了密室之中,微微的喘着气,就像是刚刚跑完了马拉松一样,全身都不想动弹了。 第十八章三重武图 快吊息,此时对你的灵力有着不少好好处。 老仆人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说道,可没有丝毫客气。 闻言,陆少游也只能够是不情愿的爬了起来,随即开始吊息着,盘膝而坐,闭上了双眼,运转阴阳灵舞绝,顿时脑海之中,有着一丝明亮的光泽出现,灵力在缓缓的恢复起来,这阴阳灵舞绝虽然是正常修炼速度极慢,但倒也是不影响吊息恢复的速度。 看着闭目吊息的陆少游,老仆人南叔,神色之中,却是收起了那严肃的神情,露出了一丝带着慈祥安慰的目光。 两个时辰之后,陆少游缓缓缓的睁开眼眸,全身上下那股酸麻无力的感觉,也是随着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身上再次生龙火虎起来,感觉着脑海中,也是灵力充沛,比起之前,似乎是有所明显的长进,全身都是说不出的舒服。 吊息好了,那就继续开始吧。 老仆人南叔说道 恩 陆少游应道,双手交叉,骨头关节清脆而响,甩了甩头后,再次到了火龙顶之前,不急不徐一股灵气从火龙口注入,随即火龙顶之内,再次的出现了一股青红色的火焰。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药力融合承担,此时,你可不能够再休息了,融合承担,要是休息的话,这丹药就毁了。 南叔在身边说道。 陈神吸气,陆少游开始用灵力把这些炼化出来的灵液融合在了一起,随即在青红火焰的控制下,这些灵液已经是缓缓的融合着了。 控制好,这一步是最难的,有些药材相互之中,就有些抗拒性,一个失误,可能就会毁坏全部的药材。 陆少游丝毫不敢大意,对于炼制丹药的一些理论知识,也早就是熟记于心,此时加上南叔的指导,虽然是有些手忙脚乱的,但也是勉强能够应付过来。 又是一个时辰之后,火龙顶内,开始有着一些变化,一股灵药的气息从顶内扩散而出,这灵药气息很是浓郁,让陆少游闻着也是心神一宁。 当 顶盖打开,随着一股浓郁灵药气息扩散,一团青红色火焰包裹之下,一颗大拇指大小的圆形黄色丹药出现在了密室之中。 南叔神色微微露出了笑意,手中一弹,顿时一道光芒包裹着那一颗黄色的丹药收入了手中。 注视着手中的这黄色丹药说道,品质尚指能够算是差强人意,但这也是你第一次亲手炼制丹药,也算是不错了,接着,服下后,继续调息吧,这一颗丹药灌顶丹,应该是能够让你从武徒一重阶段,提升到武徒三重阶段了。 陆少游听着这丹药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心中还有一些郁闷,却是不知道,在老仆人南叔的眼中是差强人意,在其他人的眼中,已经是不错甚至是极佳了。 才提升两重。 陆少游一愣,这阴阳灵武绝,还真是烧钱呢。 还不满足吗,要知道,这要是一般人正常修炼的话,没有一年时间,怕事都不行,你就知足吧。 南叔说道。 也是,虽然是烧钱,但力大于弊啊。 陆少游接过自己刚刚亲手炼制出来的灌顶丹,心中也是有着一丝激动起来,自己以后也算是一名正式的灵者了。 从明天开始,你要接受一个月的训练,你自己做好准备,我先走了,你吊膝完后,自己回去。 南叔说完,便是打开密室离开。 特殊训练,什么训练? 陆少游难难道,随即盘膝而坐,张口扶下了手中的灌顶丹开始吊膝起来。 这灌顶丹入口,顿时化作一股温暖的热流散落在了陆少游的全身经脉之中,随即在阴阳灵舞绝的炼化之下,化作了一丝丝的真气流入丹田气海之内。 陆少游感觉着自己周身经脉之中,在这些真气的流动下,全身舒服不已,但经脉随着这些真气,意识会微微出现膨胀感,偶尔会带来一丝痛楚。 时间缓过,陆少游感觉到自己脑海之中的灵气也在急速的恢复着,在这些灵气之下,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最好的滋养,灵魂像是在成长一般,在不断的缓缓茁壮扩大,变得也是凝湿起来。 数个时辰之后,算到时间也差不多了,陆少游也感觉着那一颗灌顶丹的药力,自己也是炼化的差不多,此时自己的真气层次,已经是到了五图三重。 还真是快呀。 陆少游睁开双眸,呼出了一口浊气,炼化这一颗灌顶丹,立刻就提升了两重的修为,这种速度,也的确是变态了,不过就是太烧钱了一点,此时提高五图两重修为,就需要一颗灌顶丹,这要是以后到了五世,甚至是五十层次,这种消耗,怕是就是成倍的增加了。 该回去了,明天等着训练。 陆少游睡到,随即站起身来,灵气注入手中储物戒指,把那火龙顶收入到了储物戒指内,这一切让陆少游现在都还是惊讶不已,这灵五大陆还真是神异啊,以后,说不定还有更加神异的事情会出现吧。 收拾一番,陆少游离开了密室后,就直奔自己住的庭院,回到房间等着天亮,这一段时间,自己也根本就不用睡觉。 天亮之后,陆小白就准时到了庭院内,从陆少游的嘴中得知,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年关了,年关之时,陆家所有的人包括是陆家的庞系族人,都要回到陆家祭祖,所有现在开始,要把陆家从里到外打扫一遍。 特别是前院,更加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心才行,或许是因为陆少游这一位少爷,根本就无法进入前院,这打扫前院的工作,也没有人来通知,陆少游自然是弱得轻松,更加不会主动去打扫了。 陆小白离开后,母亲又去了洗衣房,陆少游一个人在庭院也无聊得很,反正自己这庭院之中也没有人来,便是打算乘着时间,还有一份那灌顶丹的药材,自己更好可以炼制成灌顶丹,把这灌顶丹拿去卖了,再换取材料回来,继续炼制,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维持手中有一点经费购买丹药材料。 否则的话,到了武士,武士层次,自己只怕是根本就买不起丹药材料了,至于妖丹和灵丹,自己现在,根本就不用去想。 至于自己身上这价值一个陆家的储物戒指还有那价值照样不凡的火龙顶,陆少游心想要是卖了,一定是能够换取不少妖丹灵丹的,但是也只是想想而已,要是难书知道了,非把自己活劈了不可,再说,这样的宝物,陆少游心中也是舍不得的。 决定了之后,陆少游就从储物戒指之内拿出了那火龙顶来,随即开始准备炼制灌顶丹,好在房间够大,也没有其他之物,足够炼制丹药了。 已经是炼制过了一次,但这一次,陆少游则是更加的紧张起来,昨晚上,毕竟是有着男叔在自己的身边掌控着,这一次,可就要完全靠自己了。 深呼吸,陆少游从储物戒指之中,又掏出剩下的一份灌顶丹药材,一道灵气注入火龙顶之内,随即火龙顶之内迅速出现了一股实质化的青红火焰。 按照昨天的步骤,陆少游开始先把三星草,午夜莲投入到了火龙顶之内炼化,一丝也不敢大意。 脑海内一丝丝灵气消耗后,随即陆少游又是放入了其他的药材开始炼化,房间之中,因为火龙顶内的火焰,迅速温度升高,陆少游再次汗流加倍起来。 控制着灵气,这炼化药材的过程,中间也是出现了几次的小意外,吓得陆少游冷汗直冒,幸亏是运气好,算是有惊无险。 第十九章 卖单 两个时辰后,这炼制灌顶丹的药材,终于是全部被陆少游炼化成了一股股的灵液,也在此时的时候,陆少游也是感觉到灵气消耗殆尽,无法再坚持,周身也是疲惫不堪。 随即陆少游开始吊息恢复起来,脑海内,灵气再缓缓的恢复,身上的疲惫也是尽数扫去。 恢复灵气后,陆少游感觉精神一阵,灵气似乎是又有些增幅,接着再次开始炼制丹药。 灵气注入火龙顶之内,火龙顶之内,实质化的青红火焰再起,这一次,陆少游则是开始要融合这些灵液承担。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每一种药材都是有些抗拒性,同时灵药相容也是会产生抗拒性,各种灵药适合的温度,也是不一样,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灵力控制,也等于是需要靠着强大敏锐的灵魂去掌控和感觉。 有句话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要是有任何的失误,这丹药也就是毁了,陆少游此时开始丝毫也不敢大意,没有难输的指导,这一次,就完全要靠自己完成了。 我一定行的,一定。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总要单独面对以后的一切的,自己也一定能够成功。 此时陈神在炼制灌顶丹的陆少游,自然是不知道,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的庭院,此时正有一人往庭院缓缓而来。 来人一袭紧袍勾勒出娇好的身材,双腿修长,黑发如墨,几缕飘荡在了耳边,周身也自有一股高雅气质,正是陆无双。 自从感觉到了陆少游有些无形之中的变化之后,陆无双心中便是起了好奇心在,心中也是想对这个堂弟多了解一些。 连不轻移,走进庭院之中,陆无双发现庭院之内并没有人,随即正要离去,突然之间,却是感觉到了一股灵药之气从一处房间之中传出,同时,这庭院之中,似乎是有着一股气息波动。 身为陆家年轻一辈之中少有的天赋极家之辈,十九岁的年纪,已经是一宠武师了,这等修为,在整个陆家,那也是属于不弱了。 此时陆无双顿时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美眸疑惑,随即缓缓沉神那气息波动的地方而去,体内真气,也是开始暗暗凝聚。 循着气息波动的方向,陆无双轻轻到了陆少游的门外,一股浓郁的灵药气息,和一股气息波动就在房间内传出。 犹豫了一下,陆无双轻轻的推开了一丝房门,瞬间神色顿时惊讶,玉手捂住双唇,眼前,却是他怎么样也无法想到的,这个一直是被视为陆家废柴的少爷,此时正在炼制丹药。 陆家也有两个灵者,陆无双也曾经是见到过灵者炼制丹药,此时见到陆少游的模样,自然是能够看出来,那周身的灵气波动,证明,陆少游已经是一个灵者,能够炼制丹药,那也已经是一个灵徒以上层次的正是灵者了。 注视着陆少游手中手印变化,一道道灵气打出,陆无双几乎是不相信这一幕,若非是亲眼所见,谁会想到,陆家的这一个憋屈的废柴少爷,竟然是一个灵者。 原来,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他竟然是一个灵者,他为何要暗中隐忍?陆无双美眸惊讶,心中暗道。 看来,他也是被逼的,竟然他要隐忍,还是不要让他发现得好,能够隐忍,看来,以后不用为他操心了。 陆无双随即淡淡露出了一丝微笑,轻轻关上房门,脑海中一想,自然是知道了陆少游为什么要隐忍的原因,陆家的一切,他自然是清楚的。 这家伙,要也不小心一点,这要是别人看到了,定会招来一些麻烦吧。 陆无双轻轻说道,随即走到了庭院中,却是站在庭院门口,一直静静的站着。 房间之中,月城手中全神炼制灌顶丹,自然是没有发现有人已经是刚刚到了门外,但凡是一个稍有经验的灵者,只怕是早就发现了陆无双,而陆少游却是全神在炼制丹药,心中忐忑着,这万一丹药失败,那可就是几十块金币不见了,经验也不足,自然也就是没有发现,自己这灵者的身份早就是暴露了。 当 又是两个时辰后,顶盖打开,随着一股浓郁灵药气息扩散,一团青红色火焰包裹之下,一颗大拇指大小的圆形黄色丹药跃出火龙顶,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全身消耗无力,但是精神振奋的陆少游露出了一丝微笑,自己算是从头到尾单独的炼制出了一颗丹药。 好了嘛,应该成功了吧。 身为一众武师,陆无双的感官也是到了一定地步,庭院内转来的响动,在他刻意的窥探之下,自然是逃不过他的窥探,露出浅浅一笑,回头注视了陆少游房间方向一眼,随即离开了庭院。 收起这一颗灌顶丹,陆少游有着马上服下炼化的冲动,这一颗灌顶丹也是一定能够让自己在武者的修为层次上,再次进步。 但陆少游也知道,自己要是把这一颗灌顶丹卖了的话,估计也能够卖上一个比起材料高许多的价钱,到时候自己再买上两份药材甚至是三份药材在炼制,如此循环,自己才能够保证有购买药材的金币。 打定主意之后,反正这下午也没事,陆少游便是打算下午就去卖了这一颗灌顶丹,再去买些药材回来。 收起火龙顶后,陆少游收拾一番,随即便出门而去,还是从后门而出,片刻走到了街市上。 小姐,查到了那陆少游的资料了。 一处摆设精美的房间中,独孤冰兰和那名叫翠玉的丫鬟坐在其中,那天堡门的武之士正在低头禀告。 说说看。 独孤冰兰说道。 武之士说道,据我们派出的人传回来的消息,这陆少游乃是陆家老三和一个丫鬟所生,后来受到原配赵氏的排挤,也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也无法修炼真气成为斗者,在族中的地位和仆人差不多,还经常受到赵氏一方的欺辱,陆家老三也不敢怎么多言,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那个赵家。 却是那丫鬟翠玉神色微微说道。 不错,就是那个赵家,陆家似乎是不敢得罪,所以那陆少游母子才落得现在的地位。 武之士说道。 从那天那陆少游的表现来看,那陆少游不应该是一个平庸之人,平庸之人,绝对是不由这有那般的气质,而且购买炼制丹药的材料,却是不在陆家拿,小姐,那陆少游,还是多关注一下吧,要是他再次来购买炼制丹药的材料,那证明他就算是不是一个灵者,背后也一定有一个灵者存在。 翠玉道。 第二十章挨打。 武之士,以后那陆少游要是再来购买炼制丹药的材料,就多多照顾一下吧,我们正是用人之计。 独孤冰岚说道。 是,小姐。 武之士应道,随即退出了房间。 陆少游再次到了那贩卖丹药,兵器等材料的街上,周围看了一下,陆少游没有犹豫,继续是走进了天堡门之内,在这里面自己现在可是贵宾了,陆少游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节省金币的机会,而且天堡门,也收丹药。 陆少游好,今天又是来购买炼制丹药的材料吗? 门口的两个大汉见到陆少游,昨日注意到这陆少游和自家小姐认识,今日自然是更加的客气了起来。 嗯,顺便来卖一颗丹药。 陆少游睡道。 陆少游这边请。 一个大汉顿时客气的把陆少游带到了里面昨天的柜台旁边,那武之士也是在其中。 陆少游,今天有什么帮忙的? 见到陆少游,那武之士微笑道。 我想把这灌顶丹卖了,再买些昨天的丹药材料。 陆少游掏出了早就是准备在手中的灌顶丹,对那武之士道。 咦,灌顶丹? 这武之士眼中目光一亮。 接过了陆少游手中的灌顶丹仔细的端向起来,道,这灌顶丹虽然是一品丹药,但是丹方却是很少有人知道,已经是接近二品丹药层次了。 效果对于增强武者真气,比起其他的丹药可是强上不少,这灌顶丹炼制的也算是到了上等层次。 不错,不错,陆少爷嘛,你是我家小姐的朋友,这灌顶丹在天堡门,我们的卖家乃是五十金币,这样吧,这灌顶丹,我们就收五十块金币就好。 那就多谢武之士了,这让我可是有些不好意思啊。 陆少游睡道,心中却是暗道,天知道你们是不是卖五十块金币,不过这成本算下来才十五块金币而已,却是卖五十块金币,这可是暴利啊,以后自己不愁没有金币了。 谁叫陆少爷是我们天堡门的贵宾呢,这灌顶丹也是稀少之物,以后陆少爷再有这灌顶丹,可要继续交给我们哦,我们天堡门全价收购这灌顶丹,也可以赚个人气,可不亏呀。 武之士说道。 没问题,下次有,一定交给天堡门。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再帮我购买四份昨天的丹药材料吧。 陆少爷稍等,我这就去配好。 那武之士尊敬的说道,随即走向了后台。 小姐,那陆家少爷又来了,还带来了一颗灌顶丹,又要购买丹药材料,估计就是灌顶丹的材料。 一处房间之中,武之士对独孤冰兰说道。 灌顶丹。 独孤冰兰接过手中的灌顶丹看了一会,随即交给了翠玉,道,翠玉,你看看这灌顶丹。 这灌顶丹虽是一品丹药,但是层次却是接近二品,知道灌顶丹单方的人,也绝对不是一般的灵者,看样子,这陆家少爷的身上,一定是有些秘密啊。 那名叫翠玉的丫鬟清道。 武之士,以后这陆家少爷,就是我们天宝门的真正贵宾,你应该会做吧,还有,告诉他,他来我们天宝门的事情,陆家绝对不会知道。 独孤冰兰说道。 我知道了小姐,我这就去安排。 武之士告退,忙着去准备了。 天宝门中,陆少爷微微的打量着天宝门内的一切,发现这天宝门内有些一品丹药的标价,都是四十金币左右,心中暗道,看来这天宝门倒也是没有黑自己,看样子这天宝门似乎是有着拉拢自己的意思啊。 陆少爷,你要的丹药材料都好了,还有这五十块金币,你点一点。 片刻,那后台的武之士提出了几个小包交给了陆少爷。 算一下这丹药药材多少吧? 陆少爷说道,估计这四份灌顶丹的药材也就是六十金币左右,自己的身上还有二十金币,加上这卖灌顶丹的五十金币,倒也是足够了。 这不用算了,陆少爷后要来天宝门拿任何药材,可以以后一次性结账,一次次的结账也麻烦,再说,我们还等着陆少爷再拿来灌顶丹呢? 武之士笑道。 这样,难道你不怕我赖账吗? 陆少爷说道,按道这天宝门对自己也太好了一点吧。 陆少爷可不是那种人。 武之士陪着一笑说道。 好吧,那就多谢了。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陆少爷才不会客气。 陆少爷慢走。 武之士说道,随即轻声一笑道,陆少爷道我天宝门的事情,陆家绝对不会知道,陆少爷大可放心。 陆少爷正打算离去,听着这武之士的话,心中顿然一惊,随即不露痕迹的说道,那我就先走了,告辞。 离开天宝门,陆少爷到了一处确定没人的地方后,这才把手中之物都收进了那神秘的储物戒指之内,随即往陆家而回。 一路上,刚刚那武之士的话,让陆少爷也是开始警觉起来,自己经常出入天宝门的话,难免会让陆家的人知道,同时,这天宝门,似乎是在暗暗的调查自己了呀。 天宝门,陆少爷心中微微道,随即一路回到了陆家。 身为一个废柴少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陆少爷现在认为这身份倒也不是一无是处,最少,到目前为止,自己在陆家有吃有喝乐不死,同时也没有人怎么管自己,要不然,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情,可就没有那般的容易了。 入夜,陆少爷再次潜入了柴房密室内,老仆人南叔,也早就是在内等候了。 男叔,今天要训练什么? 陆少爷问道,男叔昨天就说了,今天开始,为期一个月的修炼呢。 很简单,训练你挨打。 老仆人南叔不怀好意的一笑说道。 什么,让我挨打? 陆少爷脸色顿时一沉,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当然,还训练的的感官,和身上武器属性,要是你能够挺得住一个月,以后,就算是碰上实力比你强很多的人,也能够逃出一条命,否则的话,你的小命,很容易就会丢掉的。 老仆人南叔正色说道。 南叔,你放心,我挺得住,来吧。 陆少爷说道,既然南叔这么说,那就一定有其道理,为了自己以后的小命,这一个月的修炼,自己怎么样也是要坚持下来才行。 现在,训练你先挨打,我会用一众武士的实力攻击你,什么时候,您够坚持一个时辰了,就算是过关了。 老仆人南叔说道。 不公平,我才是三重武徒,这相差太大了。 陆少爷顿时说道,自己现在武徒三重的实力,怎么会是一众武士的对手,摆明了就是挨打。 公平,当有人要杀你的时候,要你小命的时候,你能够去要求公平吗? 老仆人南叔神色一沉,话音一落,手中也不知变化了什么手印,一道拳印随机带着一股气劲直掏陆少爷左肩。 我还没准备好,不带这样的。 陆少爷脸色顿时大变,身躯仓皇向后退去,虽然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三重武徒了,但是真正的对敌,陆少爷还是一张白纸。 喷!陆少爷话音还没有落,不管自己如何退,南叔那一掌就像是如影随形一般缠着他不放,只是刹那肩,肩膀上一道巨大的力量倾泻,随即自己整个人就被儿朝天像乌龟一般摔倒在了地上,好一阵生痛,骨头都要散架了一样。 还不起来。 男叔声音一喝,可丝毫没有客气,身躯回旋,一道脚印直踢而去,带起一道颈风波动,力量绝对是不容小觑。 妈呀!陆少爷吓得顿时往前爬去,这一脚要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只怕是骨头都要断几根。 砰! 可这速度太快了,陆少爷还没有爬开,这一脚就踢在了腹下,顿时身躯在密室内翻起一米高翻了一个圈,随即又摔在了地上,体内血气翻涌,喉咙之内已经是有着一丝甘甜了。 记住,别人要你小命的时候,不会和你讲公平,讲规矩,只会要你的小命。 男书再次直扑而上,拳印,掌印,脚印,不停落下,这密室又小,陆少爷根本就无法可躲,顿时身上肋骨都不知道断了几根。 半课中之后,陆少爷已经是鼻青脸肿的躺在了密室之中,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身上也为你不堪起来。 起来,现在好好的感受一下你阴阳之体内的武器属性,此时是最好的时候,以后,你修炼其他属性的武技,便是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仆人男书说道。 唯米不堪的陆少爷不得已只好是盘膝而坐,开始按照男书指导,感受着自己体内五种属性来。 第21章 洗髓丹 沉神静气,陆少爷缓缓的掉膝着,同时,脑海中感受着自己体内,那五种属性,一开始,陆少爷只能够是感受到自己体内那淡淡黄芒的一片光泽,正是土系属性,而自己修炼的开山掌,也是属于土系属性的武技。 放松,慢慢的感觉你体内的武器属性,等你熟悉了体内五种属性之后,以后修炼五种属性的武技,也是要容易的多了。 男书道。 陆少爷放松全身,感觉着自己体内的一切,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在自己的体内,分别是缓缓的出现了一片青色的光泽,随即片刻又是出现了一股白色的光泽和土黄色光泽,陆少爷心中一喜,这分别就是木属性和风属性,土属性了。 随即片刻,陆少爷再次感觉到,自己的体内,有着一片蓝绿色的光泽和一片火红的光泽,分别就是水属性和火属性了。 片刻之后,陆少爷周身之上,五种光泽泛起光芒同时笼罩在了周围,其中,又是以那土黄色光泽最为浓郁。 看着这一切,老仆人南叔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全系舞者,灵舞双修,此此以后,必定要震惊整个灵舞大陆吧。 好了,继续吧。 大约是有着两个时辰之后,老仆人南叔说道。 陆少爷睁开双眸,感觉着见过刚刚的掉膝,自己全身的酸痛感消失了不少,只是身上的淤青,依然是停留在皮肤上。 继续,什么时候你能够坚持一个时辰,就算是可以了。 南叔说道。 陆少爷这次学乖了,南叔刚刚说完,身躯顿时就避开了,经过刚刚的挨揍,陆少爷也知道,自己不能够一直挨揍下去,要懂得躲避才行。 只是这躲避对于南叔来说似乎是并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就算是陆少爷想反击,却是速度也没有南叔的快,招式还没有施展出来,南叔的拳掌就招呼到了身上了。 如此一夜直到五更,陆少爷中间休息了两次,全身上下除了脸之外,就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南叔似乎是有意没有打脸,否则还不知道要糟蹋成什么样。 今天差不多了,明天继续,这是我炼制的洗水丹,你每天用一颗泡水洗澡两个时辰。 南叔说完,手中交给了陆少爷一个玉瓶。 陆少爷接过玉瓶打开,这里面可是有着近三十颗青色丹药在内,一股扑鼻的浓郁药香传出,陆少爷不认识这丹药,也是知道这丹药比起那灌顶丹,可是要墙上不少的。 南叔,这是极品丹药,好像层次不低。 陆少爷说道,这是三品丹药,你别糟蹋了,每天泡澡两个时辰,一个月后,你应该也足够脱胎换骨了。 南叔说道,三品丹药,价值不菲了呀。 陆少爷心中暗道。 对了南叔,陆小白能够成为武者吗? 陆少爷问道,心中也一直是在打算着要好好的训练一下陆小白,以后自己总是需要人帮忙的。 陆小白,根骨一般,就算是能够成为武者,前途也不会太大。 南叔说道。 南叔,那你就帮帮陆小白吧,他对我也不错。 陆少爷微微说道。 这是火狼爵,陆小白应该也是火属性,只是根骨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这火狼爵,倒是应该能够让他成为武者了,至于以后的程度,那就要看他自己了。 南叔道。 多谢南叔了。 陆少爷接过预见,陆小白能够成为武者就可以了,至于以后的程度,以后再做打算就好。 好了,你快回去用着洗水丹泡澡吧,记住,一定要三个时辰,以后对你的好处可大着呢。 南叔说道。 南叔,那我先走了。 陆少爷离开了密室,随即回到了庭院中。 阴阳之体,又经过我的培养,以后,灵武大陆上,又会凭空出现一个让所有老怪震惊的强者吧。 密室中,陆少爷离去之后,南叔的眼中出现了一丝笑意,这笑意之中,竟然是带着一丝得意。 陆少爷回到了自己得到房间之后,天色刚刚微亮,随即就找来了一个洗澡的大木盆,倒上了一盆水,从玉瓶中拿出了一颗洗水丹扔进了盆中。 吃吃。 这洗水丹见水即化,顿时这一大盆水,便是变成了一片暗青色,一股药香弥漫的同时,这一盆水竟然是开始冒着一个个的热气泡。 三品丹要用来泡澡,要是卖出去的话,价钱应该是不错吧。 陆少爷心中微微一笑,也知道这丹药对自己有着巨大的好处,可不能够卖,随即三下两下的把自己脱了个精光。 看着身上淤青一片,陆少爷也是心疼自己不已,南叔下手还真是不客气啊,随即跳进了木盆中。 一进这木盆之内,陆少爷就感觉到了一股温暖的水温包裹住了自己浑身满是淤痕的肌肤,一股酥麻的感觉顿时爬上了全身皮肤。 好舒服。 陆少爷双眼闭上,深吸了一口气,就像是泡温泉一般,这水中,还有着无数股的温暖热气,似乎是在沿着自己的皮肤毛孔爬进了自己的体内。 这些温暖的热气,在滋润着自己的筋骨肌肉,就像是没按摩一般,深吸了一口气,陆少爷享受着这一切,也知道这应该是洗水单之内的药力作用。 如此这样,陆少爷享受般的将眼眸缓缓闭上,直挺挺的躺在木盆之中,动也不动,任由那些热气钻进了自己的身体之内,一夜的痛苦折磨,此时终于是得到了一种释放一般,已经是许久没有睡觉过的陆少爷,竟然是开始缓缓的睡了过去,似乎是还做上了美梦。 少爷,起床了没有。 清晨,罗兰是在小厅中喊道,随即喃喃道应该睡着了吧,这孩子,这次回来后,似乎是有些不一样了。 在陆少爷的沉睡之中,陆少爷并不知道,在这暗青色的水夜之中,他身上的淤青开始淡淡的退去,整个水面都是弥漫着一片淡淡的光泽,一切很是玄傲。 此时要是有着一些眼力不凡的人进来看到这一切,应该是会吓一跳,用三品丹药泡澡,增强肉体骨骼和五脏六腑,这种培养,就算是一般的大家族也是无法消耗得起的,至于陆家,那更加是不可能。 这一切时间缓缓而过,而陆少爷的身上,在吸收药力的同时,亦是有着一股恶心恶臭之物从全身皮肤毛孔排挤出来,这一盆暗青色水夜再变得透明的时候,随即就被陆少爷身上排挤出来之物,染成了粪池一般。 怎么这么臭,不知道这一觉睡了多久,陆少爷鼻子之中开始闻到了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随即张开缓缓睁开双眼清醒过来,顿时脸色大变。 天哪,怎么会这样?看着一盆子粪池一般的水叶,陆少爷吓了一跳。 咳吱。 公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在澡盆大小便。 房门推开,陆小白出现在了房间内,见到陆少爷澡盆内的一切,顿时露出了强烈的鄙视目光,双手捂住鼻子,看着陆少爷也是一脸的不屑。 第二十二章炼丹失败 屁话,我这是在排出体内杂志,什么大小便,你懂不懂。 陆少爷顿时说道,这一盆水自己也待不下去了,迅速跳出了木盆道,快去把这盆水倒了,给我打一盆水来,我要洗澡。 这么臭,你自己倒。 陆小白说道,随即注视着陆少爷那赤裸裸的身躯,又看着自己挡下一眼,有些疑惑道,你那玩意怎么比我的要大一些。 看什么,这就是本钱,你羡慕不来的,快去倒水,待会我有好处给你。 陆少爷拉起了一件衣衫围在了自己腰间,随即说道。 有好处,你会有什么好处给我? 陆小白喃喃说道,但随即也快速的把水换好了。 陆少爷迅速的重新洗了一次澡,把身上的那一股臭味洗得干干净净。 公子,你不冷啊? 陆小白问道,这可是大冬天的呀,自己刚刚打的水,似乎都是凉水。 这有什么冷的? 陆少爷睡道,从自己修炼了阴阳灵舞绝后,自己似乎是就是寒热不侵了。 洗去身上的一层臭气,陆少爷随即穿上了衣衫,感受到浑身上下那股说不出的活力与充实,也知道身上的那瘀青也早就是消失不见了,皮肤都是要白皙了不少,就像是婴儿皮肤一般,还有弹性了,知道这一切可都是那洗髓丹的作用。 随即陆少爷有些欣喜的将眼眸缓缓闭上,细心感应着体内真气的情况,此时,自己的真气似乎是都有很大的提高。 公子,你说给我的好处呢? 陆小白不客气的问道 少不了你的 陆少爷睁开双眼,神秘莫测一般的手中出现了一个预见,道,这是火狼爵,你修炼了这个后,就会成为武者了,以后跟在公子我身边,少不了你吃香的喝辣的。 我成为武者,公子,你开玩笑吧。 陆小白白了陆少爷一眼,根本就不敢相信,成为武者,他一个低级奴仆怎么可能。 谁有空和你开玩笑,拿着这个,滴血上去。 陆少爷注视着陆小白认真的说道,可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看着这陆少爷认真的神情,陆小白愣了一下,随即也就是接过预见,咬破了食指,一滴鲜血抹在了那预见之上。 吃! 这预见之上,顿时一股鸿芒钻入了陆小白的眉心之内,随即,化作了一股庞大的消息进入了陆小白的脑海之中。 记好口诀,慢慢修炼吧,能不能够成为武者,就要看你自己了,记住,尽量别被人发现了。 陆少爷说道。 公子,这火狼爵真的能够让我成为武者吗? 片刻之后,陆小白呆呆的站在房间之中说道。 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陆少爷说道。 多谢公子提携。 陆小白随即跪在了地上,对着陆少爷磕起了头来。 你这是做什么,快给我起来,瞧你这点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怎么能够随便下跪? 陆少爷说道。 公子,你这是哪来的火狼爵,你给了我,你自己怎么办,你难道已经是武者了? 陆小白起身对陆少爷道。 你问这么多干嘛,该干嘛干嘛去,最好是尽快给我成为正式的武者。 陆少游说道,要使陆小白成为了武者,自己的身边,也算是有这一个能用之人了。 是,公子。 陆小白应道,早就是感觉道公子和以前似乎是不一样了,而现在,他几乎是确定了眼前这一个在陆家的窝囊少爷,是真的不一样了,假以时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到时候,他跟在公子的身边,可想而知,公子的身边,除了他可就没有其他人了。 想到这,陆小白信冲冲的离开了庭院,找地方躲着修炼火狼爵去,等自己修炼成功火狼爵后,自己低级仆人的命运也要到头了,前途一片光芒,到时候,前院的小翠一定会看上自己的。 现在,该炼制那灌顶丹了。 房间中陆小游心中道,还有四份灌顶丹的材料,自己炼制出来,扶下两颗,卖两颗,这样除了能够增强自己武者层次外,还能够赚取一些金币,为以后打算。 随即,陆小游犹豫了一下后,便是决定到后山找一处地方炼制丹药,在这庭院中也还是有些不安全的。 收拾一番之后,陆小游随即匆匆到了后山一处隐蔽的山谷之中,周围都是参天大树。 到了一处巨大的岩石后,确定这地方也是应该安全,陆小游开始炼制准备炼制丹药。 从储物戒指之中掏出了火龙顶后,接着掏出了炼制灌顶丹的药材,沉神静气,陆小游开始炼制灌顶丹。 手中一道手印打出,一股灵力缓缓平稳从火龙嘴中灌入,一股实质化的的火焰随即从顶中出现。 一样样的丹药材料循序投入到火龙顶之内,陆小游开始沉神投入了炼制灌顶丹之中,想着一颗灌顶丹就是五十块金币,陆小游便是丝毫不敢大意。 一处山峰之上,一道有些苍老的身影出现在了其中,刚好注视到了那山谷下陆少游的身影。 这小子,到时候引起波动,以为到后山就没有人知道吗,陆家之中,有一两个人,实力也算是勉强的了。 那身影正是老仆人南叔,随即只见南叔手中手印变化,周身一片若隐若现的光芒扩散而出,随即笼罩在了数座山头之上,微微一笑后才离开。 有着炼制了灌顶丹的经验之后,陆少游再次炼制起来,无疑是得心应手的多,把所有的材料全部炼化了后,陆少游还是需要休息一会,只是明显没有以前吃力了。 最后,再次融合灌顶丹,如此继续,一个半时辰后,一颗灌顶丹出现在了陆少游的手中。 五十金币到手 陆少游微微一笑,随即道,继续。 再次掉膝完毕之后,陆少游再次开始炼制灌顶丹,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对炼制灌顶丹已经是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在融丹之时,一丝微小的失误,炼制灌顶丹却是失败了。 砰!的一声乍响,火龙顶剧烈的震动了一起,顶盖掀翻,一股焦臭味弥漫,注视着这一切,陆少游的心开始心疼得要低血了,脸上也是乌黑一片。 五十金币,完了。 陆少游哭丧着脸,看这火龙顶,还好火龙顶没破,要不然,想死的心都有了。 该去挨打了。 心疼的收拾一切,看着天色,今天也无法炼制第三颗了,这失败过一次后,陆少游才知道,就算是自己熟悉了也要万倍小心才是,这可是一个教训了。 第23章 增强实力 收拾一番回到庭院的时候,罗兰是意识回到了庭院,看到陆少游一脸灰头土脸的样子,少不了唠叨几句。 陆少游听在心上,心中不又是涌出了一种幸福感,心中也在暗道,自己一定要加快增强,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自己才能够让母亲脱离现在陆家的一切。 夜幕降临后,陆少游再次到了密室之中,自然是少不了再次挨揍。 如此时间慢慢而过,陆少游晚上就到密室中和南叔切磋,同时感觉着自己身上的武器属性。 第三天后,陆少游服用了一个灌顶丹,再次冲到了五重五折的地步,还有两颗灌顶丹,继续是拿到了天堡门卖了后,又要了六份灌顶丹的药材。 每天早上,陆少游就回到房间中用洗水丹泡澡,在洗水丹的作用下,增强着前身的筋骨肌肉和五脏六腑,中午之后,陆少游就会到后山去炼制灌顶丹,失败过一次之后,陆少游再也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还好后来炼制灌顶丹,陆少游也再也没有失误过,炼制的时间越来越快,品质似乎也是越来越好了。 如此第十五天的时候,陆少游早上泡澡的水中,已经是没有了任何的杂质,药力吸收干净后,水质清澈透明。 而此时,陆少游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进行着一种蜕变,从里到外的蜕变,自己的身体,此时已经是焕然一新,接近完美。 而在这十五天之中,陆少游也一共是炼制了近三十颗灌顶丹,在第九天又服用了一颗灌顶丹后,已经是到了六重武图层次,原本一颗灌顶丹能够增强两重的真气,到了后来,却是也只能够是增强一重的真气了。 这十五天之中,陆少游也卖了二十七颗灌顶丹发给天宝门,天宝门有灌顶丹的消息也逐渐的在青云镇上传开了,这灌顶丹虽然是才一品丹药,但是一般的灵者可并不知道详细的丹方,由于这灌顶丹对于武图作用不小,青云镇上一些有些家底的家族,更加是抢着购买给族中天赋不错的年轻一倍服用。 由于灌顶丹陆少游三天四天的才送几颗去天宝门,这灌顶丹在外面,竟然是炒到了六十金币一颗,还供不应求。 在这段时间中,陆少游也每天都要去找些小动物给那小蛇吃,这小蛇体积不大,食量却是不少,吃完了就睡,似乎是永远都睡不够一般。 夜幕再次降临,陆少游再次趁着夜色到了柴房密室之内。 陆少游刚刚一踏进密室,脸色露出了一丝诡异微笑,手中却是一个假人先扔了进去。 砰!的一声轻响,只见那一个假人迅速就被一道全印击飞在了密室石壁上摔成了粉碎。 老头子,我就知道你会偷袭,看我的开山掌。 陆少游轻笑一喝,早就是做好看来准备,手中手印一截,一道淡黄色掌印轰然拍出,掌印上,竟然也是带着一圈圈气劲。 小子,玩音的,你还愣着点。 南叔的声音说道,与此同时,密室中一道身影显现,随即一道全印再次挥出,一道气劲引起波动,随即狠狠地撞击向了陆少游的掌印而去。 砰!的一道撞击声之后,陆少游亮向退后数步才稳住身躯。 咦!老仆人南叔的眼中出现了一丝惊讶,他一拳轰击而出,自然是知道陆少游的实力,六重武徒的实力层次,却是能够接下他一拳。 他这一拳,可是用了武士一众的实力了,虽然是压制了修为,但施展出来的实力,趋势要比起一般的武士一众要厉害一些的,陆少游能够接下,的确是让人吃惊的。 老头子,全怕少壮,我就不相信今天我打不到你一下。 陆少游轻喝一声,主动展开了攻击,再也不像是一开始的前几天一样,完全就只有挨打的份,偶尔玩一下阴的,让老仆人南叔意识会有时候手忙脚乱一下。 经过这半个月的时间,陆少游此时已经是把这训练当做了一种乐趣,只要能够打上南叔一下,就已经是成功了,至于自己挨打,陆少游也逐渐的习惯了,反正每天有那洗水单给自己泡澡,自己的身上,已经是越来越不知道痛了。 以前自己挨上南叔一拳,那是痛入心非的痛,但是现在挨上一拳,却只是隐隐作痛了。 开山掌 趁着机会,陆少游弯腰沉气,随即一道掌印印轰然拍出。 小子,你还不是对手。 老仆人南叔微微一笑道,拳印甩手而出。 清零铠甲,防御。 陆少游邪笑一声,周身顿时布满了厚厚的暗黄色鳞片铠甲,铠甲之上,有着淡淡的一层光韵。 砰! 南叔的一拳直接落在了陆少游的肩膀上,陆少游感觉到肩膀上吃痛一下,却是咬牙挺住,一掌狠狠落在了南叔的腰上。 砰! 这一掌,陆少游感觉到劈在了石头上一般,自己的手震的发麻,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随即倾泻在了自己的身上,亮相一屁股跌落在了地上。 小子,学会出其不备了,不过,也要事先看看有没有作用。 老仆人南叔一笑说道,眼中却是露出了一丝赞赏的目光,这半个月来,陆少游的进步他最清楚,这半个月来,陆少游的对战技巧,和本体,都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哼,你耍赖,要是你用武士移众的防御力,我就不信没用。 陆少游迅速拍着屁股爬了起来,刚刚一掌的手还生痛啊。 又讲公平了,对战之中,往往会有许多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一切就要靠你自己去解决。 男叔脸色不露痕迹的一愣,要是刚刚自己只使用武图移众的防御,那自己还真是挨上了一击。 说什么你都有理,再来。 陆少游带着一丝委屈说道,实力不如人,就是憋屈啊,随即不由分说,反正自己就是找打来的,还怕什么,挥掌再次而上。 来得好。 男叔微微一笑,随即纵身相迎,这训练到了中途休息的时候,陆少游已经是再次满身瘀痕了,不过这一切,对陆少游的影响并不大了,此时陆少游的身体,加上防御武器清零铠甲,虽然是弄得浑身瘀痕,但都是平衡。 中途休息,陆少游掉膝的时间中,体内调动五种属性光泽围绕在自己的身旁,五种光泽,淡黄色最为明亮,按照男叔所说,陆少游知道,自己的最强属性还是土系,其次四种属性都是相差无几。 休息完毕,陆少游继续被男叔狂凑了一顿,五更天,才在男叔的满意目光下回到了庭院中泡澡。 中午时分,陆少游再次到了后山炼制丹药,在第十七天之后,原本要休息一次才能够炼制成灌顶丹的陆少游,确实能够一次性就炼制成功了。 现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陆少游已经是能够炼制出三颗灌顶丹了,这让陆少游也是心中高兴不已。 第十四章 张美男泡澡图 第十八天,就在男叔无奈的目光之中,陆少游坚持了一个时辰之后,硬是鼻青脸肿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得意的道,老头子,一个时辰了吧,我算不算是过关了。 哼!老仆人男叔瞪着陆少游一眼,随即毫不客气的道,明天加重训练。 陆少游一听,顿时瘫道在地,心中暗道,这实力不如人,就是憋屈呀。 五更天左右,拖着疲惫的身躯,陆少游却是心中欣喜的回到了房间中,按照男叔原本的预计,自己要一个月后才能够坚持一个时辰呢,而自己十八天就完成了,看样子,自己还是一个可造之才呀。 打好一盆水,放下一颗洗水丹,陆少游随即拖的精光继续泡在了水盆内。 感觉到了一股温暖的水温包裹住了自己浑身满是瘀痕的肌肤,随即那熟悉的一股酥麻的感觉顿时爬上了全身皮肤。 好舒服! 陆少游双眼闭上,深吸了一口气,那洗水丹的药力正在沿着自己的皮肤毛孔爬进了自己的体内,在滋润着自己的筋骨肌肉。 如此这样,陆少游享受般的将眼眸缓缓闭上,直挺挺的躺在木盆之中,动也不动,任由自己的身躯也得到一种释放,这种舒服的状态下,陆少游继续是沉沉的睡了过去。 少游 清晨,罗兰是在庭院小厅中叫了陆少游两声,见到无人应答,微微一笑,随即离开了庭院。 片刻之外,庭院外,一道倩影缓缓而来,正是陆无双,今天的陆无双,穿着的却是一件淡红色的紧身长裙,紧绷着勒紧了他惊人的好身材,少了一分高雅,却是多了几分妩媚的味道。 胸前弧线凹凸,隐约是能够看出有着一对呼之欲飞的巧辱,欠腰长腿,修长而高挑,配合这那精美的五官,水灵灵的大眼睛,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安静,纯明,有美的气氛之中。 连不轻移,陆无双此时手中意识提着一个石栏,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应该是一顿丰富的早餐。 少游 陆无双走进了庭院,喊了两声,见到无人回应,随即放下石栏,到了陆少游的房间外。 咚咚 少游 轻敲着门,陆无双再次喊了两声,见到无人应答,美眸微微一皱,难难道,难道这么早就出去了吗? 陆少游实在是太疲惫了,躺在木盆之中,根本就没有发现有人到了房间外,也是因为相信不会有人随便来庭院,所以才浑然不知,要使陆少游多留一个心眼,以自己现在的修为,庭院外有人接近,也早就会知道了。 少游 再次喊道一声,陆无双神情不由是有些失望起来,本来是打算拿着早餐来给陆少游的,现在人不在,心中有些恍惚起来。 自从上次在后花园中,从小在自己心目中那窝囊的堂地身影,却是恍然之中,完全不一样了,就连脸上的笑意,也不再一样,陆无双的心中,不由暗暗的对这个堂地好奇了起来,一有时间,就想来看看。 咯吱,一声,房门打开,陆无双不知不觉中就退开了房门。 顿时,出现在陆无双眼中的,却是一幅美男沐浴图,那结实的胸肌,宽阔的肩膀,还有那平滑的腹部,以及男性的特征,皆是清清楚楚的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这一切,陆无双顿时猛住了,注视着这一幕,没有眨眼,仿佛是吓着了。 陆少游此时听到门声,也醒了过来,睁开双眸,首先却是见到了陆无双出现在了自己的房间后,那一双明眸大眼,此时正直勾勾的注视着在自己挺拔的身躯之上。 我叫你吃早餐的,以为你不在,所以,陆无双没有大声尖叫,注视到陆少游双眼目光的时候,回过神来,话还没有说完,一张娇脸,已经是红如熟透了的水蜜桃一般,随即匆匆离开了陆少游的房间。 我被偷看了。 陆少游此时也是愣了一下,随即匆匆跳出了水盆穿好了衣服,犹豫了一下后,走向了小厅中。 小厅内,陆少游看到,陆无双正低着头,红着脸把石栏内的早餐端到了桌上,一直是低着头,头也不敢抬一下。 吃早餐吧。 感觉到了陆少游过来,陆无双轻轻说了一句,此时根本就不敢注视陆少游的目光,一颗心一直是在扑通扑通的跳着。 哦! 陆少游也有些尴尬起来,虽然说自己来自前世,但是这一份尴尬还是免不了的,坐下后,低头吃着东西,那美味此时在嘴中也没有了特别的味道。 两人就这么相对坐着,谁也没有说话,陆少游偶尔偷瞄着陆无双,陆无双一直是低着头,脸红到脖子上,低头吃着东西,估计也是心不在焉。 吴双姐,我吃完了。 片刻,陆少游率先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尴尬。 我也吃完了,这我来收拾吧。 陆无双低着头站了起来,开始收拾起来。 那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尴尬的气氛有点让陆少游不太自然,趁机就走了,微微苦笑一下,心中也是暗道,其实,这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吧,不就是看了一下身体吗? 我竟然,怎么办?注视着陆少游的背影,陆无双红着脸颊,脸上流露出几分羞涩来,长这么大,他哪里见过这一幕? 离开庭院后,陆少游再次到了后山之内,这白天的任务,自己就是炼制灌顶丹,自从上一次失败过一次后,陆少游也没有再失败,同时现在,已经是可以一次性炼制一颗灌顶丹了。 今天一天的时间,到了快入夜的时候,陆少游竟然是超常发挥,炼制出了四颗灌顶丹来,这让陆少游心情可是大好。 这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陆少游还发现,自己在对灵力的掌控方面,已经是越来越熟悉,同时,灵力在这过程中,也是变得更加的凝实起来。 离开后山后,陆少游又是要准备去密室修炼挨打了,这段时间,一切都是很充实,陆少游也是乐在其中,这种机会,可是别人求也求不来的。 时间就在这样的日子中再次缓缓过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时间中,陆小白来找陆少游的时间可少了很多,几乎是没有时间来找陆小白了,每天干完活之后,陆小白还要找地方偷偷修炼火狼爵。 在第九天的时候,陆小白来找过陆少游一次,那时候陆小白已经是成功了修炼了火狼爵,但是离成为正式舞者的时间,可还早着呢。 接下来的时间中,陆少游也再次的去了天堡门三次,每一次,都是拿出了十几颗的灌顶单,而现在,天堡门的灌顶单,也是供不应求,一些家族给族中年轻一代弟子买了之后,服下后效果极佳,便是再次来购买。 第三十天下午,后山之上,陆少游经常炼制丹药之地,陆少游盘膝坐在地上,此时的陆少游脸上微微付出了一丝微笑,今天,自己可是来冲击五十层次的,在武图层次上,自己早就是和灵徒一样,到了救九重的巅峰。 而今天,陆少游就是准备要灵武同时突破了,这一次,陆少游可是心中很有把握,在这后山之上,应该也不会被人中途干扰。 第25章突破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陆少游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随即一颗灌顶丹出现在了手中,心知,自己要使真气再有所突破,就能够突破五十了,到时候,自己的灵者层次也一定是会跟随突破。 看着手中的灌顶丹,陆少游微微一笑,此时的自己,要炼制灌顶丹,已经是不在话下,嗅了嗅那股令人心旷神疑的异乡,没有丝毫迟疑,陆少游把灌顶丹扔进了嘴中。 灌顶丹一入口,陆少游顿时感觉到了一股温热的精纯能量从自己的体内冲散开来,顿时,陆少游运转阴阳零五绝。 这一股精纯的能量,陆少游也早就是习惯了,一开始,这一股精纯的能量,能够让自己突破两重的层次,但是到了后面,就只能够增强一重,到了再后面,已经是只能够增强半重了。 加上这一颗灌顶丹,从五徒一重到现在九重,陆少游记着自己一共可是服用了七颗灌顶丹,也就是三百五十金币,还好自己现在有办法赚到金币,要不然的话,那可就是惨了。 三百五十金币,可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但要收别人知道这三百五十金币,就能够让族中年轻一代的弟子从五徒突破到五世,估计每个家族都会舍得把所有的年轻一代突破到五世层次吧。 神色缓缓平静下来,陆少游双手重叠出了一个手印,呼吸逐渐变得平稳,体内真气,此时意识对那灌顶丹的能量开始了炼化。 前空一处山峰之上,老仆人南叔的身影出现在了其中,注视着陆少游,难难道,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再次突破五世了,阴阳之体,还真是不可思议。 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三个时辰,或者是四个时辰,周围平静的空气忽然泛起了波动,一圈圈的波纹之气,从空气中渗透而出,最后围绕在了陆少游的周身。 陆少游感觉到自己造炼化那灌顶丹能量的时候,这些能量随即化作了一股真气,有了这些真气,自己体内真气的规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膨胀着,而在自己的丹田气海之内,也是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一颗灌顶丹的能量在不断的化作真气,从全身经脉中流串而过,最后进入了丹田气海之内。 如此这样,到了最后,陆少游感觉着自己丹田气海之内,真气已经是到了一种饱满的状态了,就连自己全身经脉之中,也是充满了真气。 那灌顶丹的能量还没有彻底的炼化,炼化依旧在持续,当灌顶丹能量已经是炼化接近尾声的时候,陆少游也发现,自己体内的真气,已经是饱满到了一个顶点。 陆少游脸色随即开始抽搐起来,体内真气的膨胀,让陆少游体内经脉轻轻的抽搐着,一股股剧烈的疼痛,让得陆少游剧痛不已。 这一切,陆少游在正式成为舞者的时候,就已经是尝试过了一次,深吸了一口凉气,手中手印变化,催动阴阳灵舞绝,体内饱满的真气顿时澎湃起来,犹如受到一阵狂猛的犀利一般,猛的向小腹处丹田气海的位置急速收缩。 这一股股的真气,随即冲进了本来就已经是到了饱满状态下的丹田气海之内,顿时丹田气海急剧的扩张着,一股剧烈的疼痛也是让陆少游顿时冷汗直冒。 而陆少游则是忍着这一切,知道这正式开始突破了,与此同时,控制着经脉之内所有的真气收缩,随即狠狠的压缩而进。 嘭!轻轻的闷响声,在体内丹田气海之内悄悄的响起,与此同时,陆少游亦是感觉到全身说不出的舒服,一股比起原有真气庞大数倍的力量从丹田气海之内,轰然再次充斥在了经脉之中。 感受着此时体内的真气,陆少游露出了一丝笑意,在这变态的阴阳灵悟觉之下,自己终于是突破到了五十一中的地步了。 也要突破了吗? 也在此时,陆少游再次嘴角一扬,感受着自己脑海中那已经是盘旋许久的灵力,也开始起了波动来。 随即,陆少游手中手印略微变化,脑海之内那活跃的灵气,正在开始变化着,似乎是变得越发的凝食起来。 片刻之后,陆少游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脑海中的灵力,和周围空间都有着一种无形中玄奥的波动。 周围空间之内,一股无形的能量开始注入到了脑海之中,陆少游能够感觉到,这无形的能量似乎是天地间的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自己脑海之中的灵力正在急速地扩张着。 在这灵气的扩张之下,陆少游感觉到自己的脑袋都是有点眩晕起来,但也在此时,自己的全身感官也在进行着一种蜕变一般,周围的一切,隐约自己无形中也能够窥探得清清楚楚一般。 吃! 陆少游脑海中一阵清响,随即一股磅礴的灵力包裹着周身身躯,最后尽数收敛而回,也在这同一时间,陆少游感觉到自己脑海中的灵力已经是扩大了数倍,全身说不出的舒服。 呼,长长的从自己体内呼出一口浊气,感觉着体内充沛的真气和脑海内的灵气,陆少游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突破了,还真是快呀。 远处山峰之上,老仆人南叔微微一笑,随即消失在了原地,这一切,陆少游根本就不知道。 陆少游继续盘膝而坐,闭起双眸,沉神静气,随即窥探着自己周身体内,自己的丹田气海之内,此时里面的面积已经是大为扩张了,在丹田气海之内,有着一片光泽气体正在缓缓旋转,正是自己的体内真气。 而心神窥探脑海,陆少游发现自己的脑海之中,也是有着一片气海一般的空间存在,一股比起以前来,要磅礴数倍的灵力正在盘踞着。 窥探着这一切,陆少游随即心中移动,心神控制着体内丹田气海真气,一道土黄色的的真气迅速凝聚在了自己的右手掌上,而同时,左手掌心上,灵力凝聚成一丝淡淡的火焰跳动着。 终于突破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漆黑的眼瞳中,一道精芒露出,数秒之后逐渐消散。 第26章 以后的路 老家伙,今晚上,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陆少游看看天色,微微露出了一丝邪笑,随即收拾一番后,离开了后山。 入夜,陆家柴房密室之中,昏暗的灯火之下,一老一扫两道身影竟然是虎虎声微的交战在了一起。 一个月的时间,陆少游的进步,已经是出乎了南叔的预计。 开山掌在陆少游的手中施展出来,此时也是到了娴熟的地步,一掌一招,都是有板有眼,同时,驾驭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老头子,你小心了。 陆少游轻道一声,纵身一跃,身躯无比矫健的扭过一条弧线,随即躲过南叔的一拳,手中开山掌带起一片颈风,直扑腰间而去。 此时,老仆人南叔也是眼中露出了一丝赞赏之色,身躯不可思议的往左翼翼,随即手印变化,一道拳印轰然挥出。 青灵铠甲,老头子,来吧。 陆少游微微一笑,周身顿时一片淡黄色的鳞片铠甲出现,直接硬抗南叔一拳,手中猛然之中,一道掌印拍出。 也在此时,陆少游周身气息陡然一掌,已经是催动到了武士一众的层次,这一道开山掌上,气劲呼啸而出,也是带起一片风声。 砰。 顿时,南叔一道拳印落在了陆少游的肩膀上,一股距离倾泻而下,陆少游肩膀吃痛,但随即清灵铠甲就将力道卸去,此时陆少游武士一众的实力催动清灵铠甲,清灵铠甲的防御力也是强上了不少,那一片片的鳞片铠甲,也是凝实的多了。 还小子,你以为你突破了武士我就不知道吗? 老仆人南叔目光中露出一丝细血,身躯不可思议一转,在陆少游的那一道开山掌前化作了一道残影直接消失了。 砰。 随即南叔意识不可思议从侧面一道拳印落在了陆少游的掌印上,两道力量相撞,密室中传出一道闷响,随即陆少游的身躯瞬间被震飞亮枪退后。 老头子,你上当了。 与此同时,陆少游左手之上,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是用灵力凝聚出了一道石质化的火焰,随即挥击而去。 呼呼,这一片火焰顿时呼啸而起,足足是暴掠出树米,带着一片炽热的温度,瞬间就把南叔包裹在内。 吃,就在陆少游得意的神色中,却是只见,南叔的周身之上,包裹着一层石质化的水层,随即水层倾发而下,这一片火焰瞬间熄灭。 雕虫小记 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但脸色上,似乎是有着一层黑色的污迹,应该是被火焰所扫到。 记住,灵力最强的攻击是直接攻击人的灵魂,而不是外体攻击,灵者近距离交手,一个不注意,或许就会被对方有机可衬,以后可以注意了。 南叔正色对陆少游睡道。 知道了南叔。 陆少游应道,自己灵魂双修,也很清楚,在近距离攻击上,灵者可是要落下风的。 不过,有时候出其不意,倒也是能够施展一下的,但是记住,你有多少实力,一定要有所隐藏,当你完全暴露在别人眼中的时候,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老仆人南叔继续说道。 陆少游微微点头,南叔无疑是说的对,完全将自己的实力暴露在外,这对自己绝对是最危险的举动,不管在什么时候,自己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底牌。 今天就一个月了,你算过关了,以后,就不用来这里了。 南叔随即注视着陆少游与众心肠的说道。 南叔,我还差着呢,还有很多要你交的地方。 陆少游睡道。 记住,一个强者,是靠自己磨练出来的,而绝对不是交出来的,你现在已经是灵士和武士,也算是正式步入了灵者武者行列之中,以后你的路还有很长,就只能够靠你自己去走了。 南叔语重心长的说道。 南叔,我知道了。 陆少游道。 你虽然不是我的弟子,但这一本丹经也交给你吧,这乃是我半生所学以及整理好的丹方,还有药材资料,对你以后,应该有不少的帮助。 南叔说完,随即交给了陆少游一个御检。 多谢南叔。 陆少游见过御检收进了储物界之内。 以后在后山炼制丹药,还是小心一点的好,陆家之中,有一两个人的实力也算是过得去,你经常去,难免会被发现,除非,你是不打算隐忍,但现在,你的实力也还远远不够,最好还是先隐忍一段时间,至于天堡门,后面的来头可不小,也不简单,你与之交往,也要多留一个心眼。 南叔再次说道。 陆少游心中一惊,原来,自己的一切,竟然都是在南叔的眼皮下。 微微点头,心中对那天堡门,自然也是留着心眼的。 好了,以后你的一切就和我无关了,你做你的少爷,我做我的仆人,记住,不准来打扰我,否则,我就废了你一身修为。 南叔神色一沉,正色对陆少游说道。 可是南叔,陆少游还打算说些什么,却是被南叔打断了话语。 我先走了,以后你就要一切靠自己。 南叔说完,随即往密室外走去。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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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少游跪在了地上,真真切切的磕了三个响头,道,老头子,你虽然不收我为徒,但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我师父。 老仆人南叔看似苍老的背影微微停顿,随即走出了密室之外,却是此时每人看到,老仆人的眼中,有着安慰的目光。 在密室中待了片刻之后,陆少游随即关上密室,意识回了庭院,今天回来的也早,只有一更天左右。 想着从穿越到现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发生的事情,绝对是不少,陆少游完全没有睡意,自己现在也已经是如愿以偿的成为了舞者,更加是灵武双修,以后的路,也就只有靠自己了。 陆家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和陆家,迟早是要有所正面相对的一天的吧,而现在,自己也该安排母亲脱离这一切了,只是,也还需要一点点时间,自己应该有所安排才行。 随即陆少游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起来,这阴阳灵武绝也是玄傲无比,能够同时修炼真气和灵气,天地间,顿时一股股能量钻进了陆少游的体内,化作了真气和灵气。 这自己修炼的到了真气和灵气,和炼化灌顶丹香比较的话,无疑是大屋见小屋,现在陆少游才真正明白南叔所说的,正常的修炼,自己一百年能够到舞师就不错了,这自己修炼起来,增加的真气和灵气,这速度简直就是蜗牛一般缓慢。 如此一夜到六更左右,天色大亮,陆少游听到了母亲前去洗衣房的声音,才停止修炼,从丹田中缓缓的呼出一口浊气,这一夜的修炼,虽然是慢,丹道也是有些细小的收获,聊胜于无啊。 今天该干嘛呢? 陆少游微微说道,发觉自己这一段时间,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事情做了。 第27章 与美同行 公子 陆小白的声音有些急促的传来,似乎是有什么着急的事情一般。 什么事? 陆少游声音落下的时候,陆小白已经是匆匆忙忙的从房间外冲了进来,气喘吁吁的。 陆少游看着陆小白的模样,却是有些惊讶,此时的陆小白,身上穿的哪一件破旧的长袍已经不见,换成了一件蓝色的新袍子,肩膀上还有一个标志,那可是代表着已经是陆家一个小总管的身份了。 公子 我被发现了,怎么办? 陆小白一进房间,就匆匆忙忙的说道。 什么被发现了? 陆少游问道。 陆小白道,我昨晚上修炼火狼爵的时候,突破到了武图,可是也引起了大爷的注意,大爷可是审了我一晚上。 陆小白说道。 陆少游知道陆小白口中的大爷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伯,也是陆无双的养父,为人还不错,小时候,也会经常照顾自己一二。 审问你什么了?陆少游连忙问道,担心自己可不要暴露了才好,要不然倒是有些麻烦了。 陆小白道,大爷审问我怎么成为武图的,谁教我修炼的,不过我没说,我才不会出卖公子呢? 我就说,我无意中遇到了一个贵人,他教我修炼,但是让我一定不要告诉别人。 说完,陆小白还微微一笑,似乎是对于自己的反应能力相当满意。 陆少游也送了一口气,自己还不到暴露的时候,要是自己暴露了,说不定就会有什么麻烦。 后来呢? 陆少游问道,一个本来无法成为武者的低级仆人突然之间成为了武者,这陆家的人,一定会多问一些的吧,不可能就不怀疑的。 后来家主和二姑爷,四爷他们都来了,都问起那我那贵人是谁,最后我没办法了,我就说他来去无踪,每次都是他来找我的,所以,大爷和家主他们也没有多问了,最后还生我成为了小总管,让我搬到前院去,不过我说不搬了,就住后院挺好。 陆小白说道,住前院不是挺好吗,再说了,你那小翠不也是在前院吗?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这陆小白成为了武者,陆家自然是会看重的,身为一个小总管,也是正常,陆少游心中却也是在想着,看来,自己以后修炼倒是要小心一点才行了,现在也不是被陆家之人知道的时候。 公子你都是住在后院,我怎么能够住前院,除非一起搬,那小翠,我刚刚已经见过了,他还和我打招呼了呢。 陆小白说道。 听到陆小白如此说道,陆少游没多说什么,随即道,以后小心一点,这里有两颗灌顶单,你服下后炼化,对你的修炼有不少的好处,要是万一被人发现了这灌顶单,不要向任何人说这是我怕给你的,就说是你那贵人吧。 陆少游心中微微一笑,这给陆小白两颗灌顶单,一来也是真心让陆小白尽快进步,这二来,陆家这段时间,一定是会对陆小白多加注意吧,要是发现了陆小白有了灌顶单,相信一定会对陆小白更加的感兴趣,到时候,陆家也就没有几个人会注意自己了,自己这边可就是要安全一些了。 公子,这单要挺贵吧。 陆小白接过单要说道。 五十金币有价无事,你说贵不贵? 陆少游白了陆小白一眼,现在自己炼制的灌顶单的行情,陆少游也在天宝门得知,外面都是炒到了六七十金币一颗了,陆少游正在打算,让天宝门涨价了呢。 这么贵? 五十金币对于陆小白来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你还是好好修炼吧,可别偷懒。 陆少游道。 对了公子,家主还让我去藏五格去挑选一套武器呢,那我就先去了。 陆少游说道,虽然是成为了武徒,可是没有武技,也是不行的。 去吧。 陆少游示意道,陆家的家主,亦正是自己这具身躯的父亲,在记忆中却是对于此人并没有太多的记忆,陆少游也是有些好奇,难道,还真有人对于自己亲生骨肉能够不闻不问不关心不成? 陆小白离开之后,陆少游微微的发呆了一会,然后收拾了一番,刚刚走出庭院,正打算去那天堡门一趟,却是看到了陆无双到了庭院而来。 吴双姐,你怎么来了? 陆少游神色微微一愣,上次的尴尬想通了也就不尴尬了,自己一个老爷们,被女人看了又怎么样,反正也不吃亏。 可是陆无双却是不一样,似乎是见到了陆少游就免不了想起那天的事情,顿时双眼又爬上了红晕,连头了也滴了下去。 少游,还有七天就要过年了,你有没有空,陪我去买些东西吧? 陆无双轻道。 有空,我们走吧。 陆少游想起正是快要过年了自己也该给母亲置办一些衣裳之内用品,至于金币,自己现在倒是不怎么缺,这一个月,除了天保门的药材外, 自己静断的也不少。 恩。 陆无双轻音一声,连不轻疑,随即两人就往陆家之外走去,这一次,陆无双带着陆少游,走的却是陆家正门,有着陆无双在前,门口几个仆人也不敢说什么。 陆少游心中本就是无所谓,陆家前门和后门,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几个奴仆的眼光,自己也根本不用在乎,等那一天他们知道自己成为了武者,到时候,自然是会谄媚的围上来, 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前世到处都是这种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离开陆家后,两人便是到了镇上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热闹非凡的景象,让陆无双暂时忘记了尴尬,心情似乎不错,穿留在人海之中,一袭长裙之下,勾勒出玲珑凸凸的弧线,加上那精美武官和出众的气质,在人群中顿时让周围的不少男性都是忍不住流起了口水。 陆少游注视着陆无双,也是心中一正,这每次见到陆无双都是不一样啊,此女要是在前世,那什么港姐什么的,那根本只有靠边站了。 少游,你看看这一双靴子怎么样。 走进一间商铺之内,陆无双拿起了一双黑色的靴子对陆少游问道。 陆少游微微点头,不过看这靴子,似乎是男人穿的。 你喜欢吗,这你穿应该差不多。 陆无双打量着手中的靴子,随即道,店主,帮我包起来,待会给我送到陆家。 是,陆小姐。 陆无双似乎是这里面的常客了,一个稍微肥胖的中年胖子顿时走了上来,这胖子可是一直盯着陆少游在看,见到陆无双是在给陆少游买靴子,那看着陆少游的眼神都是羡慕了几分来。 陆少游想说什么的,又没有说出来,自己似乎是还真是需要买一双鞋了。 我们走吧。 陆无双对陆少游道,两人离开了这家店铺之后,又去逛了好几家店铺,又给罗兰氏买上几件衣裳物品,每次陆少游想要买单,却都是被陆无双抢先给了,弄得陆少游也是无奈不已。 天宝门,少游,我正想买一件兵器,你陪我去看看吧。 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是走到了天宝门。 无双姐,陆家不又是有卖兵器的吗? 陆少游问道。 陆家在兵器上,可不如天宝门,我们去看看无妨。 陆无双说道,随即走进了天宝门。 两位需要买些什么? 天宝门前的两个汉字见到陆少游和陆无双,点头问好,这两人以前陆少游一个人前来的时候,可是会恭敬的称呼陆少爷的,今日,却是装作了不认识。 陆少游心中也猜测着,估计是这天宝门的人早就是收到了吩咐,不能够暴露自己经常来天宝门吧,经过这一个月时间,陆少游也知道,这天宝门的确是有着想拉拢自己的打算,每次都是有意无意的在试探着自己是不是灵者,也在有意无意的问着自己的背后是不是有灵者存在。 对这天宝门,陆少游已经是很熟悉,两人走到了一处专门买卖兵器的地方,陆无双已经是拿起了一把淡青色的长剑。 当,拔剑出窍,一声悠扬阵鸣声传出,三尺长剑之上,顿时寒光战战,剑身之上,反射着一串耀眼光芒滑向了剑尖,不错。 陆少游好歹和南叔也讨论了不少兵器方面的知识,虽然是还没有亲自炼制过兵器,但看也是看得出来的,这笔兵器绝对是不错。 这剑,我要了。 就在这时候,一道娇声传来,随即一道倩影出现在了陆无双和陆少游的身前,看着这一道倩影,陆无双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第28章 1-8600斤 陆少游此时也是注视向了这说话的一道倩影,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年纪和陆无双相差无几,明知白玉般的肌肤,容貌也算是美貌。 一袭紧袍之下,勾勒出那阿娜多姿的身体曲线,看起来娇艳成熟风韵十足有些诱人,和陆无双相比较的话,这女子更性感一些,更丰满一些,特别是这女子此时似乎是带着一丝怒意,嘴角上扬,那风鱼的嘴唇,带着香艳与红润的气息,这一道怒意之下,却对男性简直就像是一种欲望腾空的挑逗。 陆少游都是看着一愣,这女人虽然是不是那种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之貌的人,但是其性感的程度,却是让所有男人都会多注意几眼,也会是让所有的男人,心中都会不由自主的一吟一下,这种女人,一看似乎就像是专门为了男人而存在的一般。 陆少游忍不住都看了两眼,特别是这女子的腿,虽然说没有多高挑修长,但是却看起来,如蛇一般带着圆润软绵的飘然,满月般的玉屯,玉屯挺得异常的高桥,与她的丰满雪峰山巒,形成了最致命的诱惑。 妖孽呀 陆少游按道一声,这女人年纪也就是十八九岁,没想到竟然是能够妖孽到这种程度,这绝对是游物级的女人了,要是再过两年,估计就更加让男人欲罢不能了吧。 再看这女子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华服青年,年纪二十二三左右,身材高瘦,模样白皙,倒是有几分俊朗,但给陆少游的感觉,这男子,长的就是一张吃软饭的脸。 杨曼,这件是我看上的,我要了。 此时,陆无双见到此女,神色微微一沉,两女似乎早就认识了。 你看上了,可你还没有买下,我先说买的,这件我要了,你就另外选吧。 那被叫做杨曼的妩媚女子说道,眼眸中,神色带着一丝冷血的目光,似乎是可以来为难陆无双的。 这件拿在我的手里,那自然就是我要了的。 陆无双道。 无双小姐竟然也喜欢这件,那就看谁出的价钱高好了,这件好像是一百六十金币吧,那我就出两百金币好了。 此时,那华浮青年淡淡上前说道,目光却是一直在陆无双的身上打亮着,没带什么好眼神。 王良,你爱出多少出多少,这件,我不要了。 陆无双注视着那华浮青年,咬牙道。 陆小姐,杨小姐,王少爷,原来是你们哪,招呼不周,招呼不周。 一道声音传来,陆少爷不用回头也知道,说话的就是那天堡门的武执视。 话音落下,武执视已经是弯腰到了众人身旁,见到陆少爷,武执视只是不露痕迹的打了一个招呼,随即没有多看一眼。 武执视,你来得正好,这把剑,给我抱起来,我要了。 那王良说道。 这,武执视看着众人,刚刚的一切,似乎是也都是看在眼里,正一时间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少爷,我们走吧。 陆无双轻道一声,放下了手中的剑在柜台上,看着那一把长剑,眼中有些失望起来,但似乎是有顾及,并不想和王良杨曼两人相争。 陆无双,你拾去就好,想和我争,做梦,上次你赢了我,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杨曼轻笑一声,顿时得意了起来,随即注视了一眼陆少爷,道,这不是你陆家的那个废柴少爷们,一个陆家养女,一个陆家废柴。 还真是绝配呀。 杨曼,你说什么? 陆无双顿时脸色一红,注视着杨曼赤喝道。 我说什么,难道我说错了吗?一个陆家养女,一个陆家废柴,哼。 杨曼冷哼一声道。 陆家的事情,你也喜欢上心吗?这好像不关你什么事情吧?杨小姐,你不是喜欢这把剑吗?那就拿着你的剑走吧,不管你怎么剑,我们也不会管你。 陆少爷微微上前,拿起刚刚陆无双手中放下的那一般长剑,随即扔向了杨曼,轻道一声,好剑哪,真是好剑。 小子,你什么意思,你敢骂我? 杨曼不由自主地接过了陆少爷扔去的长剑,回过神来,顿时焦怒无比,陆少爷这一语双关的话,特别好似那剑字说的特别重,谁都能够听出来话外音来。 我怎么骂你了?陆少爷注视杨曼,那原本不亦为然的淡淡表情,此时莫得一股冷意弥漫。 你说我剑,杨曼话音落下,顿时止住,才知道上当了,更加是陆使着陆少爷,但目光注视着陆少爷,却是不由自主地回避了一下。 剑不是在你手里吗,拿着你的剑回家吧。 陆少爷轻道一声,随即指着柜台后面一把青色长剑对身旁舞指示说道,那一把清月剑我要了,算我账上。 是,陆少爷。 五指示没有多说话,却是迅速地拿起了那挂在墙上的青色宝剑交给了陆少游,这青色宝剑所挂的墙壁之上,标着几个字,清月剑,灵魄灵者用千年金石炼制,售价八千六百金币。 而刚刚陆无双看的那把剑,才是灵士用百年寒铁炼制,售价才一百六十金币而已,两者所差,已经是五十倍有余。 无双姐,这个送给你,那把破剑,可配不上你。 陆少游把手中青云剑递到了陆无双的手中。 见到这一幕,那王良和杨曼顿时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青云剑的价钱,他们自然是看在了眼里,要说几百金币,或者是上千金币他们还能够付得起的话,可是这八千六百金币,却绝对是他们无法付得起的。 陆无双也是神色惊讶,这件他早就是看到了,可是因为价钱,他也负担不起,这青云镇上,舍得买下这件的人,也绝对没有几个,有也是各大家族的当家,但青云镇上的各族当家,怕也是没有人舍得买,八千六百金币,绝对是一笔大数目了。 而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一辈来说,谁那更加是买不起,虽然是陆家最为的宠的后辈之一,陆无双平时能够所用的金币,也不会超过三百金币,三百金币,也已经是很大一笔数目了,那可是六百奴仆一年的工钱。 少游,算了,我们回去吧。 陆无双注视着陆少游,这把青月剑,他不喜欢那是假的,身为武者,哪有不爱兵器之理,何况,他修炼的,又是武技之中的剑技,对于这青月剑,则是更加喜欢了,灵魄灵者炼制,这在青云镇上,能够拥有灵魄灵者炼制的兵器,那也绝对是没有几个人。 吴双姐,拿着吧。 陆少游把青月剑交到了陆无双的手中,随即回头对武执事说道,武执事,这仗我过几天来算可以吗? 没问题,陆少游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武执事回道。 吴双姐,我们走吧。 陆少游满意的一下,心中刚刚也是有些紧张,八千六百金币啊,要是这天宝门不愿意赦账给自己,那这脸可就是丢到姥姥家去了。 第二十九章 云阳宗 陆无双愣了一下,拿着手中的青月剑,看着陆少游已经是往外走去,随即也只好是带着疑惑跟在了陆少游的身后而去。 陆无双,明年我会让你知道。 到底是谁比谁强? 注视着陆无双,那杨曼眼中露出了一丝冷意。 少游,你为什么要买这青月剑,这太贵了,你到时候怎么? 出了天宝门,陆无双担心的对陆少游说道,这青月剑可是八千六百金币,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连他也买不起。 无双姐,我会有办法的,上次你借了我五十金币,这次我送你青月剑,算是还了哦,其他的,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这青月剑,你喜欢就好。 陆少游淡淡一笑,上次心中就发誓,陆无双借给自己五十金币的人情,自己一定要还,不过嘴上淡然,陆少游此时的心中,却是也无奈起来,欠下了八千多金币,自己这要还到何年何月才行了呀。 可是这态,陆无双看着手中的青月剑,随即注视着陆少游,心中欢喜,但却是无法不替陆少游担心。 只是陆少游这说了有办法,陆无双的担心就轻了不少,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堂弟,已经是灵者,不再是以前那个窝囊的少爷了。 无双姐 陆少游打断了陆无双的话,道,刚刚那两人,是不是王家和杨家的人? 在记忆中,陆少游似乎是记得,刚刚那王良和杨曼,分别是青云镇上王家和杨家的人,这两个家族和陆家一样,在青云镇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家族大户,比起陆家来,也不会逊色。 不错,就是王家和杨家的人,现在也都是云阳宗的弟子,过了年后一段时间,我就要回云阳宗了,到时候,就要很久才能够回来一次了。 陆无双说道 云阳宗,陆少游想了一下,脑海中对于云阳宗的印象似乎是很少,所得知的就是,云阳宗是方圆之内最大的门派,就连这青云镇,也都是云阳宗的地盘,陆家,王家,杨家等家族,每年都要往云阳宗交上不少的金币。 少游,年后,族中祭祖之后,会有一场比武,你会参加吗? 陆无双微微说道 我怎么参加,再说我也没资格参加吧。 陆少游微微一笑,这陆家每年的年后都会有一场族中年轻弟子的切磋,成绩好的,那就会受到族中的特别照顾,每年的年后,陆家各直系,嫡系的的年轻一辈,都会跃跃欲失一番。 不过陆少游现在可没有这个兴趣,自己还是自行修炼的好,尽量别太暴露了自己的实力。 我们进去吧,到家了。 陆无双淡淡一叹,自己倒是忘记了,此时这个堂弟似乎是并不打算公开自己领者的身份,那自己也就装作不知道吧。 恩? 陆少游轻音一声,两人一路已经是走到了陆家大门口。 注视着陆家这厚厚的大门,陆少游心中一笑,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此时时间还早,刚过翔武。 搜。 陆少游手臂上,一条淡黄色的小蛇从衣袖内爬出,那圆溜溜的小眼睛,注视着陆少游,嘴中伸长着信子。 小龙,你又饿了呀,好吧,我给你找东西吃。 陆少游注视着手中的小蛇,帮他取名叫做了小龙,这名字至少也是威风一些。 小龙似乎是能够听懂陆少游的话一般,微微点头,亲密的在陆少游的手心中磨蹭着。 带着小龙,陆少游来到了后山上,小龙的嘴可是狠挑的,死去的动物尸体根本不吃,只吃活的,陆少游只有带着他到后山,让他自己去觅食。 去吧。 到了后山,陆少游把小龙随手放在了地上,小龙身躯虽然是小,但是速度却是极为的快速,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陆少游知道小龙自己会去找到吃的,吃饱了就会回来,也不担心,随即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盘膝而坐,掏出了一颗灌顶丹来。 炼化 自己修炼的的阴阳灵舞绝根本就没办法正常修炼,陆少游只有靠着丹药来提高自己的修为实力。 丹药入口,顿时化作了一股能量散开在了全身,陆少游运转阴阳灵舞绝,开始炼化这灌顶丹所化的能量。 突破到了武士后,陆少游明显的感觉到,此时这灌顶丹给自己的冲击已经是小了许多,灌顶丹对自己的帮助也大大的降低了。 炼化这能量化作真气进入丹田七海之内,陆少游花了只是两个时辰的时间,而所增加的真气,却是对自己的作用,几乎是起不懂实质化的进步,自己还是武士一众的修为实力层次。 呼,陆少游轻轻的从丹田七海之你呼出了一口浊气,睁开双眸,眼中露出了一丝苦闷,一颗灌顶丹,五十金币,但此时对自己,根本就没有多大的作用。 陆少游虽然是早就算到了到了五十层次后,自己想要进步,所要消耗的丹药,就要提高一个层次才行,但此时,也免不了苦闷,丹药层次提高,那就代表着自己需要更多了金币,加上自己现在还欠下了天宝门八千六百金币,这下,自己可有的辛苦了。 嗖嗖,一道嗖嗖声传出,瞬间小龙从陆少游背后窜出,落在了陆少游的手心中,亲密的在看着陆少游。 你吃饱了呀。 陆少游轻到,小龙的嘴上,此时还有着一丝淡淡的血迹,看样子刚刚是吃了活物。 小龙点了点头,随即又爬进了陆少游的衣袖内,缠在了陆少游的手臂上。 收拾一番,陆少游也离开了后山,打算明天去把身上剩下的灌顶丹卖了,自己现在身上留着这些灌顶丹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就应该想办法炼制二品丹药了,自己现在的修为,也只有二品丹药才能够起到效果,只是二品丹药。 自己也没有炼制过,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功。 再次从后门回到庭院,平常这时候,母亲都已经是从洗衣房回来了,今天怎么还没有回来,陆少游心中有些疑惑。 去看看吧。 陆少游决定去洗衣房看看,顺便去接母亲,想着母亲还要在洗衣房干活,陆少游就心中一痛,自己这要隐忍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母亲脱离这一切。 陆家洗衣房,就在后院左侧角落,整个陆家前院的人,所有的衣衫都是拿到洗衣房来洗,陆家前院的族人,人数也是有着两百多人,而洗衣房的人才十人,在洗衣房做事,也相对要辛苦一些。 罗兰,少虎少爷的这长袍,你可要洗干净了,要是洗不干净,或者是洗破了,有你好看的。 一处广场上,一个趾高气扬的丫鬟注视着正蹲在地上搓洗这衣衫的罗兰是说道。 第三十章 剑壁你以为我不敢吗? 小兰,这少虎少爷的衣服,一向都是你洗的,我今天还有这么多,你能不能自己洗,要不然的话,我就要洗到明天早上去了。 罗兰是抬头带着恳求的眼神注视着那一个趾高气扬的丫鬟说道。 费什么话,让你洗就洗吧,洗不完,你今晚就别回去了,还真以为自己是少奶奶呀,你就是一剑壁而已。 那丫鬟冷笑一声,手中一件华服长袍直接扔到了罗兰是的头上。 周围几个丫鬟模样的人,此时也都是低头不语,注视着罗兰是,眼中有着同情,可是也不敢说话,这小翠可是夫人的贴身丫鬟,他们可不敢招惹,再说了,罗兰是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越得看热闹。 罗兰是拿起盖在头上的长袍,只见双手上,此时已经是一片红肿,这大冬天,应该是在冷水中泡久了的缘故。 小兰,我这实在是洗不完了,不如下次,我帮你洗好吗? 罗兰是恳求的说道,自己的身边,可还有一大堆的衣服要洗,要是全部洗完,已经是要到很晚了。 罗兰,让你洗就洗吧,不洗也可以,那就离开陆家好了,要留下,那就要老实点做事,别把自己当夫人。 此时,一个身穿高级仆人装束的汉子走了过来,这人乃是负责洗衣房的小总管。 赵总管,我洗,我洗。 罗兰是微微点头,带着一丝委屈,却是不得不洗,要是自己离开了陆家,那还可以去哪儿,少游也无处落脚。 这才像样嘛,给我洗干净一点,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那赵总管冷笑一声,随即微笑讨好的对身边那丫鬟说道,小兰姑娘,你天气冷,你就到我哪里休息一下吧,烤烤火,热呼热呼。 也好。 那叫做小兰的丫鬟满意的一笑,随即就要离开,莫得,却是神色顿时一变,对罗兰氏大怒道,贱臂,少虎少爷的衣服要单独放在一起,你竟然和其他衣服放在一起洗,你欠打是不是? 小兰,我不是故意的。 罗兰氏连忙说道。 你就是找打了。 那小兰注视着罗兰氏,眼中怒意一闪,仰手就是一巴掌刮向了罗兰氏而去。 贱臂,给我助手。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那赵总管露出了一丝冷笑,却是在这时候,一道呵声传开,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罗兰氏的身前,握住了那丫鬟小兰的手腕。 啊,小兰惨叫一声,疼得脸都抽搐了起来,而在这突然之间握住她手腕的,正是陆少游。 陆少游本来是来找母亲的,却是见到了这一幕。 哪里还能够忍得住? 贱臂,给我滚开。 陆少游大冷喝一声,仰手一甩,顿时把那丫鬟小兰甩到了两米外的地上,亮呛退后,那小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娘,你没事吧? 陆少游没有理会那丫鬟小翠,担心的蹲在了罗兰氏的身边问道,目光之中看到此时母亲的手一片红肿,心中顿时犹如刀脚。 少游,你怎么来了,我没事,你快走吧。 罗兰氏顿时说道,见到陆少游把那小兰催到在地,首先想到的是这赵总管和小兰,都是不会罢休的。 陆少游,你要造反了不成,竟然敢动手,看样子,上次教训的你不够。 此时,那赵总管已经是大怒道。 赵三,你说什么? 陆少游见到母亲的手一片红肿,心中怒意正盛,回头注视着那赵三,眼中冷意弥漫,这人陆少游自然是记得,就是上次措手打死原本的陆少游,然后偷偷把陆少游扔进了万丈悬崖的人之一,那大夫人从娘家带来的仆人,武徒修为,上次在后门,也见到了此人还有一个大总管和另外一个武徒修为高级奴仆。 默得注视到陆少游眼中的寒意,这赵三心中不由是一阵,无形中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心迹一般。 小子,你敢推我,你这个剑壁声出来的咋种,你造反了不成。 那小兰此时爬了起来,似乎是忘记了刚刚的疼痛,陆氏着陆少游道。 此时,周围数个丫鬟仆仆人都是退到了一边,这场面,他们可不敢掺和进来。 小兰,少游不是故意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这就洗衣服。 罗兰是顿时紧张担忧的拦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娘,你退下吧。 陆少游把罗兰是轻轻的拉到了一旁,随即注视着那小兰说道,你刚刚说的话,有本事再说一遍。 怎么,你这咋种还想动手呢,废物,见你胆子你敢吗,你这个剑壁声出来的咋种? 陆氏着陆少游,这小兰冷道,从小跟随在他家小姐的身边,也是学了一些东西,虽然是没有天赋成为武者,但是一般的大汉,他都不拒。 陆少游怒了,要说自己被骂,那倒是能忍,可是这丫鬟竟然是敢辱骂自己的母亲,这是自己所不能够容忍的。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陆少游注视着眼前那小兰,淡淡的一笑,道,你觉得我不敢吗? 搜。 啪。 陆少游身躯瞬间就到了那小兰的面前,同时一巴掌落在了那丫鬟小兰的脸上,清脆的一声响,数颗牙齿樱声带着血迹而出。 你看我敢不敢,你个贱壁,你以为你是谁呀,陆家的一个丫鬟而已。 啪啪。 陆少游拳打脚踢,左右开弓,一道道落在了那小兰的身上,顿时把那小兰打倒在地。 啊,啊,那丫鬟小兰一道道的惨叫声不断传出,此时周围的人已经是惊呆了,就连罗兰氏和那兆总管,都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起来。 你个贱壁,你现在看看我敢不敢。 陆少游并不解气,直接用脚不停地踹着,一脚脚可是丝毫没有客气,最后狠狠地跳在了那惨叫连连的丫鬟小兰身上。 刚刚是你这只手想动手的吗? 陆少游冷笑一声,弯腰而立,拖着那小兰的一只右手,随即淡淡一声冷笑中,用力一扭。 咔擦。 手臂应声而断,与此同时的时候,那丫鬟小兰惨痛之下,声音已经是接近哀嚎,那凄惨的声音回荡在了洗衣房。 是你嘴巴在骂人吧。 陆少游接着顺手捡起了地上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块,狠狠地砸在了那小兰的嘴上。 咔擦。 牙齿断裂,那小兰嘴上血肉模糊,连凄惨的哀嚎声都已经是只能够在喉咙内呜呜出声。 贱壁,今天饶你一命,下次再敢惹我,要你贱命。 陆少游丢了手中的石块,拍拍双手,整理了一下衣冠淡淡说道。 母亲,我们走吧。 陆少游到了正惊讶慌张的罗兰氏面前,淡淡地说道,扶着母亲往外走去,似乎刚刚的这一切,并不是自己所做的一般。 第31张狗奴才找死 而此时,地上的那丫鬟小兰,疼痛的满地打滚,身上血迹斑斑,喉咙中发出呜呜的凄惨之声,看起来让所有人心中后怕。 远处的那几个丫鬟早就是被吓着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注视着地上的那小兰,他们那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就在洗衣房之外,此时也是提到了丫鬟小兰的凄惨哀嚎声,聚集了不少的奴仆围在了洗衣房外,探头注视着里面的情况,一个个也都是惊骇不已。 小子,你还想走吗,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这是找死。 此时,那姓赵的洗衣房总管回过神来,看着躺在地上的丫鬟小兰,随即恶狠狠地注视着陆少游,拦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狗奴才,你再不给我滚开,看看谁死。 陆少游冷视一眼那赵三,到了这时候,陆少游也不想再顾及什么,不能够让母亲再受这种苦了。 小子,好大的口气,就你这废材,赵三冷笑一声,手中还直接一拳轰击而出,带起一股进风。 原本想吃些再和你这狗奴才算账,现在,这是你自己找死的。 陆少游冷到一声,赵三一出手,陆少游就看出,此人也就是五徒二重的实力而已,心愁就恨一起算,陆少游眼中顿时含义斗射。 狗奴才 弯腰侧身,就在那赵三一全息来的时候,陆少游身躯瞬间躲避。 同时,手中一道掌印闪电般拍出,带起一股强劲的进风。 砰! 赵三一全落空的时候,正在惊讶,悟得一道掌印却是落在了自己的胸膛上,这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意外,体内请客一股距离倾泻而下,他能够感觉到,体内五脏六腑都在瞬间破碎一般。 狗奴才,去死吧。 陆少游掌印一收,冷到一声。 那赵三眼中惊骇过后变得一片空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他从不放在眼中的废柴,此时却是突然之间变成了武者,实力还要在他之上不少,可已经晚了,对方根本就没有留给他活命的机会。 你竟然是武,赵三话还没有说完,便已经躺在了地上,临死之前,他总算是知道了,眼前这一个他们从小欺负到大的废柴小子,竟然已经是武者了,实力还远在他之上。 这一幕,让所有的奴仆目瞪口呆,这赵三可是武者呀,竟然一招就被杀了。 陆家的奴仆,就要做好奴仆的事情,以下犯上,下场就只有死。 陆少游冷视了周围的奴仆一眼,随即回头对已经是惊骇莫名的罗兰氏说道,母亲,我们先回去,以后,这洗衣房,我们也不要来了。 罗兰氏没有说话,已经是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在陆少游的搀扶下,离开了洗衣房。 死人了,快通知大管家。 洗衣房剩下的奴仆回过神来后,开始慌乱起来,不想惹麻烦的,趁早就离开了洗衣房。 庭院中,陆少游扶着罗兰氏坐下,一路上,陆少游眉头微皱,看样子自己要想好退路才行,估计不用多久,陆家就会闹翻天了吧,不过自己反正暴露了,那就看看陆家会怎么样吧,大不了现在就脱离陆家,凭着自己现在,也能够养活母亲了。 少游 罗兰氏一路从洗衣房回来,此时也是稍微的喘过气来了。 母亲,没事的,你放心好了。 陆少游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顿时安慰道。 罗兰氏自然是担心了,顿时着急道,少游,你快走吧,要不然,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里还有娘在,你快走吧。 娘,我走了,你怎么办,放心吧,他们奈何不了我的。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 都是娘不好,是娘没用,少游,罗兰氏轻轻抽气起来,要是她背后也有着一个强大的家族势力,这一切就不会成这样了。 娘,这不关你事,放心吧娘,儿子现在已经是武者,他们无法奈何我的。 陆少游一笑说道,心中却是在想着,这一切,要怪就要怪陆家,自己这身份好歹也是陆家的血脉,可陆家竟然是看着自己这样,这陆家,还真是狠啊。 舞者,少游,你不是不能够成为舞者吗? 你怎么会,罗兰氏抬起头来,惊讶的注视着陆少游,从刚刚陆少游在洗衣房杀了纳赵三,他就已经是惊讶了,纳赵三可是舞者,虽然他不是舞者,但是在陆家这样一个舞道世家呆着,对舞道中的一些事情,也是明白的。 这以后我再和您说,反正儿子现在已经是舞者,不会有事的。 陆少游道 那也不行,少游,你更加要走了,他不会放过你的。 罗兰氏一愣,随即更加担心起来。 陆少游自然是知道母亲说的是谁,看来,母亲也心中清楚,父亲那个原配,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 少游 一道娇声从庭院外传出,随即陆无双的身影出现在了庭院中。 吴双姐,你怎么来了? 陆少游道 我刚刚听到有人在说,你杀了纳赵三,打了小兰,这是不是真的? 陆无双注视着陆少游问道 恩,他们欺负我娘,我才动手的。 陆少游没有隐瞒,对陆无双说道 少游,这下你麻烦了,纳赵三乃是赵家的人,要是杀了其他奴仆,倒也没什么大事。 陆无双有些担忧的说道 吴双,你一定要帮帮你弟弟,你和老爷关系好,去求求老爷吧,一定要帮帮你少游。 罗兰是起身对陆无双说道 三姨,没事的,你放心好了,有我在,我不会让少游出事的。 陆无双扶住罗兰是说道 罗兰是微微点头,以陆无双在陆家的地位,要是能够帮少游,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大事了,心中也稍微的宽心了一点。 少游,你有什么打算? 陆无双对陆少游问道,至于陆少游杀了那老三,陆无双根本就没有多问,因为他早就知道了陆少游可是灵者,不再是当初那手无腹肌之力的窝囊堂地了。 没有打算,大不了离开陆家。 陆少游微微说道 离开陆家? 陆无双一愣,随即道,绝对不行,一定不能够离开陆家。 第32章冲我来就好 少游,你有没有想过,你离开陆家后,会更危险,至少在陆家,有人要对付你,还要有所顾及。 陆无双继续说道 公子,公子 陆无双话音一落,陆小白的声音从庭院外传来,随即气喘吁吁的出现在了庭院外。 小白,你怎么了? 陆无双问道 无双小姐 陆小白见到陆无双,顿时行礼,随即对陆少游道,公子,不好了,我刚刚看到,前院大总管带着人来对付你了。 赵大 陆少游神色一沉,一股冷意顿时弥漫,那赵大正是当初措手打死原本陆少游的为首之人,也是那原配从娘家带来的得利奴才。 赵大 哼,这可是我陆家,少游,你不用担心,今天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动你。 陆无双哼道一声 来了吗? 庭院外,一片吵杂,陆少游微微窥探,便是知道那赵大带着十几个奴仆过来了,突破到武士和灵士后,自己感官灵敏了许多,附近有什么动静,自己只要窥探,就能够知道得清清楚楚。 大胆陆少游,竟然敢在陆家杀人,好大的胆子,快跟我走。 只是片刻,一道呵声传来,随即十几个奴仆走进了庭院之中,为首的两人,正是陆少游见过的那赵大,还有一个陆少游记得,叫做赵二,家伤被自己击杀的赵三,三人就是当初措手打死原本陆少游的三个。 赵大,你好大的胆子。 陆少游还没有说话,陆无双便是冷哼一声。 原来无双小姐也在这里,见过无双小姐。 那赵大神色微微一变,自然是知道这陆无双和陆少游母子关系一向是不错的。 你们这是做什么,什么意思,还不给我退下? 陆无双注视着那赵大说道。 无双小姐,陆少游杀了赵三,我们是奉夫人的命令,前来抓陆少游的,要是无双小姐有疑问,可以去问夫人。 赵大脸色阴沉说道,他可是夫人的人,自然是不会真的把陆无双放在心上。 哼,这里可是陆家,少游是陆家的少爷,我动也看看,谁敢以下犯上,我绝不客气。 陆无双冷哼一声,目光在那赵大一行十几人的身上扫过。 这十几个奴仆倒不是赵家的人,只是在前院做事,属于赵大馆,此时看到陆无双眼中的目光,不由是低下了头,面面相去着,不敢乱动。 无双小姐,你这样会让我难做的,人我一定要带走,其他的事情,无双小姐去问夫人好了。 赵大神色阴沉说道,目光随即注视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陆少游注视那赵大,这赵大的实力层次应该是五十二重,自己倒也是不惧,此人,自己也必杀无疑,竟然已经是闹翻了,那就干脆杀了以绝后患,有机会,那就将此人除去。 我倒也看看,你要怎么带走人。 陆无双冷哼一声,随即浩万一扬,青云剑抽出,嗡的一声剑鸣,三尺剑身寒光战战。 你猜猜,我敢不敢杀了你。 陆无双剑指赵大,冷道一声。 无双小姐自然敢杀了我,可是,赵大脸色顿时大变,微微退后几步,她的实力可没有陆无双的高,陆无双现在可是五十层次,她才五十而已,在地位上,陆无双可是陆家天赋最强的年轻一辈,她一个管家可惹不起,到时候,夫人都难以护住自己。 微微退后两步,赵大道,无双小姐,你可要想清楚了,就算你杀了我,到时候,也会有不少的麻烦吧,我好歹也是赵家的人。 你也知道你是赵家的人,别忘记了,这里可是陆家,给我滚。 陆无双赤道一声,要是真杀了这赵大,她也有所顾忌。 这里是陆家,可是杀了人,自然是要受到处罚的,无双,难道你要护着陆少有不成? 就在此时,三道身影出现在了庭院口。 三人之中,当先一人,一袭锦袍,梳着发际,看起来贵气十足,眼中有着淡淡的阴冷,给人一种冷气,左右则是两个丫鬟,都是一袭长裙装束。 见过小姐。 赵大,赵二顿时行礼,其他的奴仆见到这贵妇人也是弯腰行礼,口称,见过夫人。 赵慧 陆少有眼中含义闪过,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父亲的原配,那赵家的小姐,原本的陆少有不能够修炼,就是拜他所赐。 三神,少有乃是陆家少爷,杀一个奴仆怎么了,就算有什么,那也是要到陆家祠堂接受处罚吧。 陆无双轻轻说道。 陆家少爷,陆家的少爷中,好像没有陆少有吧,无双,你忘记了不成。 赵慧微微说道,神色之中,一股冷意注视在了罗兰氏和陆少有的身上,并没有多注意陆无双。 陆无双一时语色,陆家的少爷的确是没有陆少有这一号人,这一直是陆家没有承认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陆无双也不清楚。 罗兰,你这贱臂,我让你留在陆家,你却叫那缩剑种杀人,这次,我看谁还能够护着你。 赵慧注视着罗兰氏冷道。 赵慧,你这贱货有什么资格骂我母亲? 杀了赵三的人是我,有本事,冲我来就好。 陆少有冷道一声,站在了母亲的身前。 赵大,给我抓住这杂种。 赵慧怒视着陆少有冷道一声。 是,小姐。 赵大应道,顿时扑向了陆少有而去,伸手上前,右手之中,握掌围爪,一道爪印抓向了陆少有而去。 陆少有眼中杀意抹过,这赵大,自己根本就不惧,正要出手,却是见到,陆无双已经是率先出手。 给我退下。 陆无双娇斥一声,手中青云剑画出,一剑直挑向了赵大而去,剑影在上空一画,三道剑影同时击射而出,分别是挑向了赵大胸膛和小腹。 赵大脸色顿时一变,手忙脚乱顿时纵身往一侧闪避,剑影却是太快,避开小腹和左胸膛各自一剑,却是右胸膛之上,一道剑影划过。 吃。 赵大衣衫应声而破,胸膛之上,已经是出现了一条淡淡的血痕,吓得赵大脸色大变,冷汗直冒。 这是警告,下次,别怪我出手无情。 陆无双冷道一声。 吴双,你好大的胆子,不要仗着是云阳宗的弟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赵会脸色一沉,冷道一声。 三神,你何必咄咄逼人,你要为南少游和三姨,陆家都一清二楚,何不得饶人处且饶人。 陆无双对赵会说道。 好大的胆子,赵大动手,我倒要看看,你在云阳宗学了点什么。 赵会脸色一沉,注视上了陆无双。 赵大脸色一收,有着小姐挡住陆无双,便是没有了顾虑,纵身再次扑向了陆少游而去。 公子小心。 陆小白大喝一声,意识扑向了那赵大而去。 陆小白,你还不够资格。 那赵大身边的赵二,似乎是一直在注意着陆小白,瞬间拦向了陆小白而去。 第33章单独对敌 陆无双,再次拦向赵大的时候,那赵会脸色一沉,双手之中手印结出,一却是一道炽热的火焰墙瞬间挡在了陆无双的身前。 武师实力,你还不是我对手,老实待着吧。 赵会冷喝一声。 陆无双青云剑画出数道剑影,带起一股股净风。 却是落在了这火墙之上,瞬间就消失不见,脸色大变,他知道自己的实力,还不是赵会的对手,这赵会,已经是五破层次,自己相差的太多。 小杂种,我看你谁还救得了你。 注视着陆少游,那赵大冷喝一声,冷笑之中,手中一股土黄色的真气迅速凝聚。 身影扑向陆少游的同时,赵大双掌猛然驱卷成立爪般的模样,再次抓向了陆少游胸膛而去,指尖之处,土黄色的真气,凝聚在指尖,就像是戴着一副尖锐的手套一般。 找印之前,带着一股破风之声,速度也是极快,瞬间就扑向了陆少游而去。 此时一旁的罗兰氏早就是吓得神色大变,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着赵大的一爪,感受着那股隐隐有着撕裂空气的尖利声响,陆少游眼睛微眯,这赵大也是土戏舞者,这赵大二重武士的层次,自己倒也不惧,在和南叔的交手训练之中,南叔虽然是把实力层次控制在了武士一重左右,但发挥出来的实力, 可是比起这赵大二重武士的实力还要强上一些的。 自己在南叔的手中,都能够支撑,何况是这赵大,赵大和南叔相比较的话,那可是差得远了。 随即,陆少游眼中冷一抹过,手中手印结起,身影一侧的同时,略微曲卷的左手猛的挥出落在了地面之上,一股无形劲气击打在地面,借力而起,陆少游迅速避开了赵大的这一爪。 找印就在陆少游的鼻尖前而去,带起一股剧烈的颈风,让陆少游的头发顿时吹散开来。 就在避开这一道找印的那一刹那,陆少游手中一道掌印毫不停滞地脱手而出,犹如离弦的利剑,带起一片淡黄色的针迹,掌印轰然落在了那赵大的小腹。 那赵大一道找印落空,就预感到了不妙,从洗衣房目击者的口中,赵大也猜测出,陆少游或许是成了武者,否则,陆少游怎么可能击杀赵三,赵三可是武徒,正式的武者了,一般大汉,五六个也不是对手。 只是陆少游是武者,赵大心里根本就有些不太相信而已,一个多月前,他们还好好的修理了陆少游一次,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陆少游怎么可能成为武者呢,可是到了现在,赵大相信了,所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自己一道找印落空,赵大已经是预感到了不好。 感觉着附下一掌,赵大脸色大变,身影急速暴退,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什么武技,身影之前空气略微波荡,几个淡黄色的波动波纹圈,凭空出现。 陆少游掌印瞬间落下,穿过这几个淡黄色的波动波纹圈之后,力道似乎是泄掉了不少,但剩下的力道,随即狠狠的落在了赵大的小腹之上。 赵大刹那间,身躯亮相向后倒退而去,这要使赵大稍微注意一点,陆少游要一掌击中那也是不太可能,只是这赵大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把陆少游这个废柴放在心上,这才吃亏上的。 而此时,陆少游神色一沉,早就是有所准备,在男书的训练下,搏斗技巧和经验连男书都说过关了,此时沉神静气,手中手印变化,手腕转过四十五度,淡黄的真气猛的涌出,然后带着一往无前的凶悍气势,狠狠再次挥向了赵大而去,陆少游此刻,已经是用上了全力。 武士修为 乔卓陆少游周身气息,远处的赵会脸色也是大变,就连困在火墙之前的陆无双也是惊讶不已。 小杂种,去死吧。 赵会脸色大变,手中手印一变,猛然之间撤去了陆无双之前的火墙,双手之间一个半米大小的火球凝聚,瞬间爆射向了陆少游后背而去。 一片炽热的破空声响起,这赵会的实力已经是到了极其强悍的程度,这一个火球而过,庭院之中的植物都瞬间枯萎泛黄起来。 弟妹,用得着出手如此之狠吗? 就在此时的时候,一道低沉之声传出,随即庭院外一道身影跃出,手中一片水墓瞬间包裹在了那火球之上。 而在此时,陆少游掌印骤然而落,一股强猛之力狠狠地砸在了赵大胸口之上,胸口受到这巨大劲气的攻击,赵大身影迅猛直接被反射而出,脸色突兀变得一片惨白起来。 扑斥 赵大嘴中一道鲜血喷出,鲜血中似乎是还带着一些破碎之物,似乎是破碎的内脏。 陆少游下手可是没有丝毫客气,在难输的训练下,也是出手就是杀招,绝对是不会给对方任何的机会,加上对这赵大本来就有必杀之心,陆少游下手,更加是全力以赴。 而赵大和陆少游的实力相比,本来是还要略胜一筹的,但是一开始大意,就一直是被压制住,加上这根本才一个回合,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挨上了这一记杀招。 鲜血带着破碎的内脏喷出,赵大无力的亮枪退后。 随即倒在了地上,眼中不可思议的注视陆少游,抹过惊骇的眼神,尽管陆少游已经是出来全力,却是并没有完全击杀这赵大。 赵大也是武士修为,陆少游要击杀,似乎是还差上一些实力,出其不意之下,也只能够是彻底重创。 砰砰。 庭院中,一道爆裂声响起,一片火焰和水雾在上空倾洒而下,落地之前,这水雾和火焰就已经是化作能量消散在了空中。 随即在一角,陆小白和纳赵二,也是停止了交手,刚刚的交手中,陆小白却一直被赵二压制着,身上还挨上了一掌,主要是交手经验不足,实力也是要相差一丝,不过倒是没有受什么伤。 第34章安排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赵慧脸色一沉,注视着刚刚出现的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中年男子说道。 大伯。 陆少游也注视着此人,一袭长袍,大眼宽额,隐约是有着一股鹰气逼人,周身气息鼓荡,实力可并不在赵慧之下,正是陆家老大陆东。 陆少游打量着,这大伯的实力,应该是到了五破地步了,五破修为实力,在整个灵武大陆上,都已经算是强者了。 弟妹,你可是记得你答应过什么事情,现在你要杀少游,这是何意? 陆东神色微微一沉,对那赵慧说道。 他杀了赵三,打了我丫鬟小兰,难道不该惩罚吗? 赵慧说道。 哼,赵三和那贱婢欺辱我母亲在先,难道不该死吗? 陆少游冷道一声。 弟妹,赵三和小兰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是他们两人有错在先,陆家会给他们补偿的,就这样吧。 陆东说道。 赵三小兰都是我赵家的人,难道就这样算了,这杂种,今天一定要死。 赵慧注视着陆少游冷道一声。 弟妹,少爷怎么样也是我陆家的血脉,你说他是杂种,这是什么意思,别忘记了,你现在是我陆家的人,开口闭口赵家,难道我陆家就要这样不被你放在眼中了? 陆东神色也是一尘,淡淡说道。 赵慧一时间,无话可说,冷冷的注视着陆少游和罗兰是两人,随即道,难道你们现在是打算让这小子认祖归宗呢? 别忘记了,当初你们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也别忘记了,你答应过什么,要是少游出了什么事情,这就说不过去了。 陆东说道。 哼,我们走。 赵慧脸色一沉,随即转身离开了庭院,那照大在赵二还有几个奴仆的搀扶下,亦是离开了庭院。 好了,没事了。 陆东转过头后,注视着罗兰是和陆少游睡道。 谢谢大爷了。 罗兰是感激的说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你们受委屈了,陆家欠你们不少。 陆东说道,目光随后注视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陆少游没有多说话,刚刚听着这个大伯和赵慧两人的话,似乎是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一般。 少游,你什么时候成为了舞者? 陆东微微注视着陆少游,随即说道。 忘记了,有一段时间了吧? 陆少游轻轻说道,对这个大伯倒是没有什么抵触,在记忆中也知道,这个大伯从小就比较照顾自己。 以后,要注意一些,留在陆家吧,至少在陆家,没有外面危险,有些事情,或许以后你会明白。 陆东对陆少游睡道,似乎是猜测到了陆少游要走一班。 有些事情,或许,我不会想明白,我只知道,是谁欠我们母子的。 陆少游微微说道,前陆少游已死,因为陆家而死,这一笔账,或许以后有机会,自己也要帮前陆少游讨回来,自己用了他的身躯,这就是自己的责任。 看样子,你一直在隐忍,那为何不继续隐忍,这对你更加有利。 陆东脸色微微一变,随即说道,注视着自己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子,似乎是感觉到了一些异样。 有些事情无法隐忍。 陆少游道,看着母亲被几个奴仆欺辱,自己怎么忍得下去? 好了,我先走了,有些事情,并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你自己多注意一点,记住,别离开陆家,有人心中或许就是希望你离开陆家。 陆东说完,随即变叹了一口气,微微离开了庭院。 少游,你不要离开陆家,爹不会害你的。 陆无双到了陆少游的身边说道。 吴双姐,我知道了。 陆少游道,心中也有所打算,这并不难判断,听着刚刚大伯和赵慧的话,似乎是陆家和他有所协议,他不能够对自己下手,要不然的话,估计以前的陆少游,也早就是被杀了吧,也活不到现在。 公子,我们现在怎么办? 陆小白说道。 不用怎么办,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陆少游睡道,随即对身边罗兰氏说道,娘,以后就不要去洗衣房了,儿子能够养你,等再过一阵子,我们就离开陆家,离得远远的。 夜幕不知不觉中降临很久了,陆少游回到了房间中,盘膝而坐,脑海中想着以后该怎么办,自己现在暴露了舞者的身份,估计这以后的日子中,一定是会多出点什么变故吧? 而自己要想安全,那就一定要尽快突破自己的实力,只有实力强了,才能够解决麻烦,靠着修炼,自己的实力突破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去了,只有靠炼化丹药才行。 我需要金币,需要很多很多的金币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陆少游难难道,自己的手中现在还有着十几颗灌顶丹,明天该去一趟天宝门卖了,再换些二品丹药材料来,自己该炼制二品丹药了。 决定好一切之后,陆少游随即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起来,这正常的修炼虽然是慢,但是了剩余无,总比没有来的要好。 一处庭院之内,赵慧身影在其中,还有着赵二,赵慧此时的神色,已经是极度的难看起来。 赵大怎么样了? 赵慧问道。 受伤太重,离死不远了,刚刚服下了一颗丹药,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对以后的修炼,估计是影响巨大,没有一年半载的,估计是好不了的,小姐,难道我们就这么轻松的放过那小子不成? 赵二说道。 哼,那杂种竟然是武者,还到了武士的修为在,这些年,竟然没有人发现,真是没想到啊,这杂种一定要死,我绝对不允许这杂种再活在世上了。 赵慧说道。 可是小姐,这要杀了那小子,只怕也麻烦,那小子现在已经是武者,要是在陆家杀他,只怕是不容易了,陆家其他的人也会知道的。 赵二说道。 你明天派人去回一趟赵家,这边的事情,告诉族中,族中自然是会有所安排,除非那小子,一直是待在陆家不出去,否则的话,哼,赵慧目露凶光,他绝容不下那母子二人。 陆家一歼十世之外,一道长袍身影出现在了世世外,正是陆东。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十世中,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传出。 父亲,少游竟然是武者,还到了武士的修为,至于其他的,估计名里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暗中,就不知道了。 陆东说道。 十世中久久没有声音,片刻之后,那有些苍老的声音再次说道,竟然是武者了,看来,少游隐藏了很久了吧,懂得隐忍,不错,估计有所机遇在身,陆家欠他们母子不少,现在,只怕是他更加危险了。 第三十五章 平化 父亲,我们怎么办? 陆东说道。 赵家所图,连我现在也不知道,至于赵慧,倒是不足为虑,为了陆家,我们只能够先看看才行,我们欠那母子不少,这一次,一定要护着他们两人。 十世中那有些苍老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知道该这么做了。 陆东说道。 去吧,尽量多帮帮他们母子。 十世中说道。 第二一早,天色微亮,陆少游停止了修炼,睁开双眸,从丹田气海中呼出了一口浊气,整个人的身上,一层土黄色的光芒收敛进入体内。 一夜的修炼,对于陆少游现在来说,却是并没有得到多少的好处,不过倒是神清气爽。 该去天宝门一趟了。 陆少游心中道,自己昨天在天宝门奢账了八千六百金币,也该去有所交代了。 吃完早餐之后,陆少游在母亲面前找了个借口,便是离开了庭院往天宝门,一路上也没有忘记了多注意一番。 陆少爷,你今天来得可真早。 天宝门之前的两个大汉,见到陆少游,顿时打招呼道。 武执事呢? 陆少游问道。 陆少爷请随我来吧,武执事在二楼呢。 左侧一个大汉说道,带着陆少游走上了二楼。 这天宝门的二楼,陆少游倒是第一次来,平常的时候,都是到楼下,拿些药材就直接走了。 打量着这二楼,装潢也是豪华阔起,连地上铺的,也是一种名贵的光滑地板,走进了一间小厅中,这里面的装潢摆设,更加是让陆少游惊讶。 小厅中摆设的都是贵重之物,有字画,古董,小厅中的树把长椅,一看也知道是价值不菲。 陆少爷,你稍等,武执事马上就到。 领路的汉子说完,便告退了下去。 陆少游打量着小厅,注视着小厅中一幅壁画,这壁画和前世的山水画倒是有些相似,这个世界上,倒是有很多的元素和前世很像。 陆少爷对话还有研究不存在,不如点评一下这话如何。 就在这时候,独孤冰蓝的声音传了进来,随即三道身影出现,正是那独孤冰蓝,丫鬟小翠,还有武执事三人。 不敢,小子才疏学浅,哪敢大言不惭。 陆少游微微一笑,自己在前世,倒是学过一些现代化,对这种类似于山水画的作品,可就不懂得,哪里敢乱说。 陆少爷就不要客气了,就请不吝嗣叫吧。 独孤冰蓝微微一笑,似乎非要陆少游睡上几句。 这,陆少游犹豫了,自己是真的不懂这一类话。 怎么,陆少爷是看不起我不成。 独孤冰蓝美眸注视着陆少游,微微一笑,但神色却很是认真,大有让陆少游非说不可的意思。 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两句吧,独孤小姐可别笑话。 陆少游微道,看着独孤冰蓝的眼神,似乎是容不下自己拒绝一般,也只能够是说上两句了,这话也是一里通,万里名,估计自己也不至于说的牛头不对马嘴吧。 陆少爷请指教。 独孤冰蓝说道,此时那丫鬟小翠,也是紧紧的注视着陆少游,眼中有所期待。 陆少游打量着身前的壁画,这画上乃是以为少女站在和堂之前,遥望着远方,片刻后,陆少游道,这画技法高明,下笔变幻莫测,可以说是独标一致,看得出来,下笔不起高,愁愁更易,笔画描勾,笔下直取,鱼指肉搏,才能够有这种效果,在形上,绝对是大作了。 听到陆少游的话,那丫鬟小翠微微一笑后,随即神色疑惑道,陆少游如此说道,应该还有下文吧。 陆少游轻轻一笑道,在形上,这画是大作,但是也有些美中不足,让人遗憾哪。 哦,陆少爷请赐教。 独孤冰蓝微微一正,注视了身边的丫鬟小翠一眼,随即问道。 这画上女子人物的面部点染拘谨,空有形而无神,而这和堂用笔太过尖利,不够圆厚,所以笔墨没有精神,疏密欠妥,构图上面好像有点欠妥上青上重在就是勾得好像不够细腻,看得出来,作画之时,这作画之人,一定是满怀心事,加上画中少女神色,我看这作画之人定是女子。 陆少爷轻道,小子乱谈,还请独孤小姐不要见怪。 陆少爷好眼力,真是让我开眼界了。 丫鬟小翠轻道,神色带着一丝惊讶注视着陆少爷。 现丑了。 陆少爷轻道,悟得见到了身前壁画一脚上,有着几个细小的题字印章,仔细一看,上面写着独孤冰蓝几个小字。 原来这画还是独孤小姐所作,小子放肆了。 陆少爷心中一惊,这画竟然是处子独孤冰蓝之手。 这还真是让人意外。 陆少爷客气了,请坐。 独孤冰蓝说道,神色之中也是带着惊讶。 陆少游这么早就到天宝门来,可有事情。 众人坐定,武执事说道。 欠下了天宝门这么大一笔债,自然是要来还的,不过,可没法一次性还清,只能够慢慢还了。 陆少游微微苦笑说道。 几千金币和足挂齿,陆少爷不必放在心上。 武执事说道。 可是这欠着账,我心中不安啊。 陆少游笑道。 要是陆少游愿意,不如加入到我天宝门如何。 独孤冰蓝微微一笑说道。 这,陆少游不露痕迹神色一变,随即再笑道,我加入天宝门,那只能够浪费天宝门的粮食,就不给天宝门添麻烦了。 陆少爷说笑了,要是陆少爷想来,我天宝门随时欢迎。 独孤冰蓝道。 对了,这还有一些灌顶丹,武执事计一下账吧,我可是用来还账的,再给我两份这丹药除了,和以前的丹药材料五十份。 陆少游把神色的十几颗灌顶丹交给了武执事说道。 没问题,陆少游稍等。 武执事看了一眼陆少游接过来的药丹,随即离开了小厅。 陆少爷,这丹药可是自己所炼制。 独孤冰蓝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你看我,像是灵者吗? 这注视独孤冰蓝一眼,陆少游睡道。 今天这独孤冰蓝穿着一席长裙,身材曼妙玲珑,配上精致的五官,倒也是一个绝对的美貌女子。 不过陆少游却是不由自主的注视向了那丫鬟小翠,欲言之上雕刻着绝美的五官,双眸清澈见底,似乎能看透一切,小巧精致的鼻子,如樱桃般轻薄如意的小嘴,配在一起,本是绝美容颜,只是因为脸上的那红色胎迹,却是让人叹息,如此女子,要是没有这胎迹,该多好啊。 陆少爷让人看不透啊。 独孤冰蓝轻道。 陆少爷,你要的都准备好了。 片刻之后,五执事已经是提着两包药材到了小厅中。 多谢,那我就先告辞了,下次再过来海涨。 陆少游睡完,便起身离去。 陆少爷慢走。 五执事说道。 五执事,你怎么看? 陆少游离开后,独孤冰蓝说道。 我们昨晚得到的消息,陆少游击杀了赵家一个武徒奴仆,重伤看来一个武士奴仆,让所有的人都是吃惊不晓。 五执事说道。 第36章 增援丹 看样子,此人的背后,一定是有秘密,我们以后多加注意。 独孤冰蓝道。 这天宝门一直在拉拢我,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一路上,陆少游都是在想着这件事情,南叔也说过,这天宝门的来头,可不简单的。 算了,还是好好还账吧。 陆少游看着手中两包药材,要炼制出五十颗灌顶丹,自己可是用来还债的,还有两份丹药的药材,却是二品丹药的药方增援丹,乃是南叔最后给自己上面的预检所记载的丹方。 陆少游也打开了南叔送给自己的那个预检,里面记载的可都是丹方,还有其他的一些药材知识,那预检,简直就是丹药全使,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这二品丹药增援丹,也是有着提高真气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增强一些灵力,这正是陆少游所需要的,自己修炼的阴阳灵武绝,必须要灵武同时突破才行,否则,就算可是一个麻烦。 这接下来的日子中,陆少游也是想好了,自己就留在陆家炼制丹药,至于地方,柴房密室正好,反正南叔也不用密室,自己占用一下密室,应该没有问题,在密室中,自己也可以放心的炼制丹药了。 小龙,我要闭关几天,这几天,你就在后山待着吧,免得你饿了我也没办法。 回陆家之前,陆少游却是把小龙放到了后山去,现在这小龙每天的食量都大得很,可不能够一天不吃东西。 吃吃 小龙似乎是听懂了陆少游所说的话,伸缩着信子,昂起小脑袋,亲了的注视着陆少游,随即从陆少游手掌中爬进了后山。 看着小龙消失,陆少游随即一路回到陆家,在后院之中,却是遇到了不少的仆人,平常这些仆人见到自己当作透明人一样,不带用正眼瞧的,可是今天,这些个仆人一个个见到自己,顿时退后让自己先过,有的,还弯腰点头慌张不已,似乎是生怕自己对他们动手一般。 听说那赵大总管重伤了。 何止呢,小兰被打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赵三总管直接被打死了。 没想到他是武者了,竟然一直没人知道。 看样子他迟早会搬到前院去,成为真正的陆家少爷。 还好,我以前没有惹过他,你看看那小兰,被打的那个惨啊,估计连他妈也不认识他了。 我以前好像嘲笑过他,他会不会报复我呀,这下我惨了。 听着这些陆家仆人的谈论,陆少游微微一笑,典型的奴仆心里呀,难怪只有做奴仆的命,和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回到了庭院,陆少游却是有些意外,陆无双和陆小白都到了庭院中,陆小白似乎还在搬着大包小包的。 小白,都搬好了没有? 陆无双说道。 吴双小姐,都搬来了。 陆小白大汉淋漓的说道,要不是成为了舞者,非累死不可。 吴双姐,你这是做什么? 陆少游到了庭院中有些疑惑的问道。 少游,这里还有一间空房,吴双飞要搬过来。 罗兰是从里面走了出来道。 搬过来? 陆少游惊讶道,吴双姐,你搬过来住,大伯知道吗,这里可没有钱院好,你搬来做什么? 爹知道,我想搬过来看着你呀。 有我在,要是有人想对付你,可没那么容易。 陆无双美眸一眨,轻道。 放心吧吴双姐,我能够照顾自己的,你还是搬到前院去吧,这里不适合你住的。 陆少游睡道。 什么叫做不适合我住,我看这里挺好的,陆小白,帮我把东西都搬到房间里面来吧。 陆无双轻轻一笑,从陆少游身边走过,带起一股淡淡的幽香,走进了庭院内。 是,吴双小姐。 陆小白应道一声,搬起一个大箱子就进了庭院。 陆少游站在庭院中,微微苦笑了一下,随即心中也是放心了一件事情,自己这正要闭关,放不下母亲一人在,这有陆无双在庭院内,自己就不用担心什么,可以放心闭关炼丹。 陆少游,你无双解住过来也好,对你,你肚子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罗兰是对陆少游睡道。 娘,我有事情要出去一下,估计要五六天才能够回来。 陆少游睡道。 要出去,还这么久,这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罗兰是担忧问道。 少游,你要去哪里,我陪你去吧。 陆无双走了出来,听到陆少游要出去几日,也是心中担心起来。 吴双姐,我出去不远,也不会有危险的,有些事情要办,过几天准时回来,这几天你就帮我照顾一下母亲吧。 陆少游道。 可是这时候你出去,说不定这会有危险的。 陆无双说道。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陆少游睡完,便离开了庭院,这密室和灵者的事情,自然是不会暴露。 少游,你这孩子,罗兰是担忧不已。 三姨,少游有安排,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了。 注视着陆少游的背影,陆无双心中虽然是担心,但无形中却是对陆少游非常的信任。 陆少游穿过数条走廊之后,到了后院柴房附近,做贼似的打量了很久, 确定柴房周围没人之后,闪身就进入了柴房中。 这柴房本来就平时没有人来,陆少游松了一口气,随即打开了密室,进入了密室之中。 陆少游,你来做什么? 陆少游进了密室,却是一道声音瞬间传来。 南叔,你怎么在这里? 陆少游吓了一跳,这密室中的,正是南叔。 我还问你呢,看见你在这鬼鬼祟祟的,想知道你想做什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密室你不要再来了。 老仆人南叔瞪着陆少游睡道。 南叔,我需要一个地方炼制丹药,只有你这个地方合适。 陆少游睡道。 那是你的事情,你自己找地方去。 南叔没好气的说道。 老头子,我就用一下你这密室而已,不用这么小气吧。 陆少游注视着南叔说道。 你小子还有理了不成吗,昨天不是挺威风的吗,让你保留实力,怎么现在着急了,急着增强实力了吗? 南叔淡淡说道。 第37章 闭关炼丹 我那也是没办法。 陆少游早就想到陆家的事情可瞒不过这南叔,知道昨天的事情,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你现在可要多注意一点,别稀里糊涂就死了,浪费我时间教你。 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也没有理会陆少游,就离开了密室。 陆少游看了南叔背影一眼,随即盘膝而坐,心中微微一笑,看来南叔是特意来提醒自己要做注意的。 从储物戒指之中掏出了火龙顶,一阵嗡嗡之声传出,火龙顶出现在了密室之内,散发着一股古朴气息。 随即陆少游又是掏出了两大包从天宝门奢账来的药材,犹豫了一下,决定先把那五十份灌顶丹给炼制了,然后再炼制增援丹。 增援丹可是二品丹药,陆少游现在可是没有任何的把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炼制出二品丹药来,先炼制完灌顶丹熟悉一下感觉也好,估计对最后炼制增援丹也有些帮助。 手中手印一截,一股灵力从火龙口注入,火龙顶内,顿时一股实质化的火焰凝聚,陆少游掏出三星草,五叶莲,放进火龙顶内鲜炼化,接着放入了火气草,凝露散等药材。 这炼制灌顶丹,陆少游是越来越熟悉了,只是当初出现过一次意外,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意外。 此时尽管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也炼制成功了数十次灌顶丹了,但陆少游依然是小心翼翼,这炼制丹药,真是容不得有半点大意。 此时陆少游,一次性已经是能够轻易的炼制出了一颗灌顶丹来,灵气比起一开始可是增强了不少倍。 在速度上,意识要快上了很多,随着炼制丹药,每次消耗殆尽吊息恢复的时候,陆少游就能够感觉到,自己无形中灵气就要变得凝实一些。 大概是一个半时辰左右,火龙顶上声波动而响,一颗丹药弥漫着浓郁的飞出了火龙顶,随后被陆少游收进了手中。 五十金币到手,继续。 陆少游满意的一笑,随即继续开始投入了炼制灌顶丹之中。 当炼制出第二颗灌顶丹的时候,陆少游也要开始吊息起来,体内灵气消耗过大,吊息过后,陆少游继续开始了炼制灌顶丹。 如此时间缓缓而过,陆家之中一如以前一般,没有太大的波澜,但陆家废柴少爷这几天在陆家的仆人之中却是传得沸沸扬扬的,一时间,所有的仆人,都是惊讶不已,有些人,也开始暗暗为自己担心了起来。 至于陆少游,则一直是继续在柴房密室内炼制丹药,转眼间,已经是五天过去了,密室之中一片炽热,呼呼的火焰照耀的密室一片光亮。 砰! 顶盖打开,又是一颗丹药被陆少游收进了手中,浓郁的药箱弥漫着整间密室,闻着都是让人心旷神疑。 第五十颗,终于炼制成功了。 陆少游注视着手中丹药一笑说道,五天不停的炼制,自己总算是炼制出了五十颗灌顶丹来。 五十颗灌顶丹,两千五百金币,除去本钱,自己也能够赚上一大半了,可是离还债,可还远远不够。 陆少游苦笑了一下,随即收起灌顶丹,掏出了剩下的两份药材,这都是炼制增援丹所需要的材料,现在,自己也该炼制二品丹药了。 微微掉息做好准备之后,陆少游手印打出,一股灵气注入火龙顶之内,灵气注入,瞬间转化成十字化火焰,火龙顶之内顿时呼啸弥漫出炽热的温度。 白竹草,七星叶 陆少游一样样药材丝毫不差的投入到了火龙顶之内,靠着此时精准灵力感应,掌控着药材的炼化。 此时炼制二品丹药,陆少游也是心中紧张着,二品丹药和一品丹药,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炼制起来,可是困难的多了。 时间缓缓过去,片刻后,陆少游再次投入了其他药材进行炼化,丝毫不敢有任何的大意,手中手印不停的变化着,一样样的药材,不断的在炼化成增援丹所需要的灵液。 此时的炼化,需要几位庞大的灵力支撑,陆少游脑海中的灵力,也是在急速的消耗着,还在此时,灵力也不是当初那般的弱小。 火龙顶之内,这些药材被火焰焚烧的支离破碎化作灰烬,而药材中,一些精华化作了灵液被包裹在一旁。 陆少游灵力控制着火焰的强度,按照南书给自己的预检上所记载,这火焰温度可不能够太高,也不能够太低,必须做到分毫不差才行。 此时在火焰的掌控上,陆少游倒也能够勉强娴熟,可以做到这一步。 全部炼化了。 炼制增援丹材料终于被再度完全提炼,陆少游微微呼了一口气,丹甜一沉,感觉着脑海内的灵力,随即双眸之中一道金光斗射,手中手印一变,火龙顶之内,火焰再次翻涌起来。 火龙顶之内,足足是有着近二十种的药材灵液,在火焰的包裹之下缓缓的融合起来。 这融合之中,陆少游感觉到自己脑海的灵力,正以一种恐怖的的速度在消耗着,这融合灵液,更加是需要精准无误的一种感觉来控制,这种感觉,陆少游一时间也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力量,似乎是自有灵力转换而来,自己体内的真气,也能够转化,只是没有灵力转化的庞大。 这感觉力量,陆少游估摸着,大概就是自己的灵魂力量吧,此时这融合灵液,灵魂力量显得是特别重要。 时间再次缓缓而过,火龙顶内内,浓郁的药香越来越浓郁起来,二人陆少游的脸色也是越发的苍白,额角之上,痘大的汗滴直流。 该死,这种消耗还真是可怕呀。 陆少游眉头一皱,这炼制二品丹药的消耗,比起自己想象着还要恐怖一些,自己已经是感觉到有些吃不消了。 而现在要是吃不消的话,那增元丹的炼制就前功尽弃,这是陆少游最不愿意看到了,咬牙手中手印打出,调动脑海内的灵力暴涌而出。 第38章年后比试 火龙顶之内,火焰没有增强,但无形中火焰凝食了许多,也在此时的时候,火龙顶之内,也开始嗡嗡作响起来。 当 火龙顶打开,一颗圆溜溜的青色丹药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浓郁的药香顿时弥漫整个密室。 给我去。 陆少游手印在变,手中灵力凝聚两股火焰,瞬间爆射而出,包裹在了那青色丹药之上,而在火龙顶内,一是冲出一股火焰将青色丹药包裹在内。 随着这三股火焰的包裹,那青色丹药开始在火焰中颤抖起来。 陆少游脸色越发的苍白起来,这种消耗也是要命,但此时,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一有失误,那就前功尽弃了。 给我凝聚。 陆少游轻喝一声,三股火焰包裹下,灵魂力分毫不差掌控着一切,密室之内,一股药香尽数压制到了丹药之内。 呼呼。 青色丹药在三种火焰包裹下,随即越发的狂暴起来,丹药的表面,开始出现了丝丝的裂缝,似乎是要分裂了一般。 该死。 陆少游心中一沉,可不能够失败呀。 拼了。 陆少游咬牙,手中手印一达,脑海内灵力尽数暴涌而出,连同灵魂力也是倾巢暴涌。 灵魂力量风操控之下,顺时间,三股火焰的温度开始了迅速提升。 某一刻,终于是在陆少游如泻中淡的眼神中,将那枚青色丹药包裹了进去。 青色丹药上的表面裂缝开始慢慢的融合消失,火焰在火龙顶上呼啸的跳动着,陆少游此刻却是并不知道,在某一处房间之中,老仆人难书盘膝而坐,神色一直是在担忧着,此刻终于是睁开了双眸,眼中抹过了一丝惊讶,最多的是欣喜。 这小子,本身天赋也极佳呀,没想到灵魂双修后,灵魂力会大增,这么快就能够单独炼制出二品丹药,整个灵魂大陆上,如此天赋者,怕是也没有几个吧。 南叔轻轻一笑,随即恢复了那老太龙中的模样。 密室中,联手手印变化,青色丹药在三股火焰中开始旋转起来,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光泽。 给我成。 陆少游手中手印变化,灵力围绕在了周围,周身无形之中,有着波纹泛起,与此时,三股火焰尽数压制收敛,随即包裹着那一片淡淡的光泽融入到了青色丹药之中。 吃,一颗青色丹药泛着淡黄色的光泽落入到了陆少游的手中,陆少游握着手中的丹药,整个人也是虚脱的倒在了密室之内,大口的喘着气,整个人胸膛也是不停的拨动着。 成功了,增援丹。 躺在地上,注视着手中的青红色丹药,陆少游露出了笑意,二品丹药增援丹,这一般的二品丹药,价钱也都是在近两百金币左右,比起一品丹药可是贵上了数倍。 还有一颗,继续。 陆少游爬了起来,收起了手中的增援丹,随即盘膝而做吊膝起来,这接近虚脱的消耗,此时吊膝,陆少游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气不仅是有些增强,还更加的凝实了。 数个时辰后,陆少游睁开双眸,眼中双眸比起以前更加的漆黑清澈了一些。 继续炼制。 陆少游苦笑了一下,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还债,自己现在必须拼命才行。 青云镇上,年关已至,家家户户灯笼高挂,处处张灯结彩,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陆家之中也是如此,各处庭院之中打扫得干干净净,庭院中也是挂满了不少的红灯笼,显得是喜气洋洋。 而在陆家之中,除了年关这次就迎新一大喜事外,也还有着另外的一件喜事,那就是年关祭祖之后,族中的年轻一辈,将要参加族中的一场比试,最强的两人,到时候就能够代表陆家,参加青云镇上,各大家族之中三年一次的比试,前五名者,到时候就能够进入云阳宗之内成为云阳宗的弟子。 云阳宗三年才收一批新弟子,刚好也就是年后,这也是让不少人期待。 要是成为云阳宗的亲传弟子,那可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云阳宗的亲传弟子,那地位比起一般的弟子,可是要强得多了,云阳宗亲传弟子,这要是在青云镇上,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也是要以礼相待不敢怠慢。 临近年关,陆家之中,各直系和庞系族人之中的年轻一辈纷纷赶回陆家,年纪大的,也都是全被赶回来了,一来计阻,二来也都是想看看热闹,不知道这次,雷两人能够代表陆家参加比试。 各大庞系族人回来,陆家之中的仆人也都是忙得昏头转向,陆小白此时已经是生为了总管,倒是轻松了不少,也成了原本一众仆人的羡慕对象,前院的不少丫鬟,都按送丘波,让陆小白一时心痒痒的,不过倒是不敢乱来,自己成为了舞者,陆小白的眼光也高了不少,突然觉得以前的小翠已经没有自己原本看着那般的漂亮了。 密室中,陆少游周身围绕着一层光泽,双手手印不停的变化着,胸膛起伏,呼吸也越来越平稳。 但此时密室之中,却是在陆少游周身光泽的照耀下,空间便是犹如被忽然投入的石头打破了平静的湖面一般。 小然拨了起来,一缕肉眼可见的能量气流从光泽中渗透而出,然后化为万千能量丝条,对着陆少游涌贯而去。 这万千能量丝条,缠绕在陆少游的身边,看着让人说不出的玄傲莫测,而此时在陆少游的体内,这些能量在阴阳灵舞绝的炼化下,化作了真气和灵力分别进入了陆少游丹田气海和脑海中。 但这能量化作的真气远比其灵气要多得多,只是能够少量的增强灵力而已。 这些能量,在陆少游的体内经脉中流串,经脉在此时也在急速的扩张着,就连经脉之上,陆少游感觉到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缝,裂缝中,都有光泽渗透而出,这其中的疼痛,陆少游也只能够咬牙抗衡着。 这一切,男叔也早就是和陆少游说过,吞噬丹药炼化,丹药越强,能量就会越强,经脉承受不住,就会扩张,但能量超过经脉的最终承受程度之后,就会经脉寸断而死。 所以,现在就算是拿着一颗五品丹药,六品丹药的,陆少游也不敢服下,这完全就是拿着自己的小命在开玩笑,再说,这五品丹药,六品丹药,在整个零五大陆上,那也都是宝物级的存在,他也得不到,自己要炼制的话,也还不够实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陆少游的表面的皮肤之中,无数的毛孔之内,和那千万条能量丝相连在了一起,尽情的吞噬着那些能量,整个人此时的气息,也在无形中慢慢的长起来。 第39章 陆家祠堂 呼 如此持续到了第二天清晨,陆少游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浊气,周身的光泽已然是消失不见。 阴阳零五诀,还真是强悍啊,一颗增援丹,竟然已经是到了三重武士的层次了。 陆少游睁开双眼,眼中笑意盎然,照这样下去,自己只要有足够的金币购买药材,就能够不停的突破。 炼制完第二颗增援丹之后,陆少游便是直接服下了一颗增援丹炼化,此时手中还有着一颗增援丹,陆少游却是不敢炼化了,炼化一颗自己需要消耗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再服用可就效果大打折扣。 简直就是浪费。 这还有一颗增援丹,自己大可以卖了,然后再换取一些药材继续炼制,陆少游估计着,自己这样下去,早过三个月,也能够把欠下的债给还清了。 今天好像是过年了吧。 陆少游算算日子,自己这在密室中,可是足足的待上了七天,刚好今天就是这个世界上过年的日子。 这个世界上,和前世的一些风俗,倒是很接近,陆少游此时也不禁是想起前世来,不过前世自己也无情无怪,这过年在自己的心中,也并没有多少的分量,只是一个日子而已。 母亲该担心了吧。 陆少游心中暗道,收拾一番之后,把火龙顶收进了储物戒指中,随即离开了密室。 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怎么还不回来? 庭院中,罗兰是担忧不已,七天了,陆少游还没有回来。 三姨,少游不会有事的,估计是有什么耽搁了? 陆无双说道,但自己的心中也是担忧不已。 公子回来了。 陆小白注视着庭院外说道,远远的看到了前面陆少游正缓缓而来。 你这孩子,怎么现在才回来,今天可是大年第一天。 见到陆少游,罗兰是一直是紧皱得眉头一松,但嘴上免不了说上几句。 一时间耽搁了,所以回来晚了。 陆少游看着母亲的神色,却是心中顿时感觉到了一种温暖,这才是家的感觉。 少游,吃饭吧,三姨一直在等你呢,吃完饭,爹让我带你去祠堂。 陆无双对陆少游说道。 去祠堂做什么? 陆少游问道。 去祭祖啊,待会陆家所有人,都会去祭祖。 陆无双说道。 祭祖,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过吧,我不去。 陆少游顿时一愣,随即轻笑了一下,在记忆中,自己从小到大,可没有进去过祠堂,现在让自己去就去,自己可没有用兴去。 少游,你必须去。 罗兰是顿时说道。 娘,他们让我去我就去,这算什么,我不去,陆家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陆少游说道。 少游,你怎么能够这么说,你身上比较流着的是陆家的血,你是在陆家长大的,听话,你可以进祠堂,这是娘一直的心愿。 罗兰是道。 娘,那你去吗? 陆少游问道。 三姨不去,少游,有些事情,你应该懂得,需要慢慢来。 陆无双倾道。 那我更加不会去了。 陆少游道,眼中已经是出现了冷意,这陆家估计是看到自己现在成为了舞者,这才让自己进祠堂了的吧,可自己还真不稀罕。 少游,你听不听话的,是不是要娘求你呢,你必须去。 罗兰是说道,神色中,已经是有些微怒,同时带着恳求的眼神注视着陆少游。 娘,陆少游心中一颤,在母亲的心中,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够进去陆家祠堂吧,然后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朝一日认祖归宗,可是自己还真是对陆家没有太多的好感。 好了,娘,我去。 看着母亲的神情,陆少游却是无法拒绝。 那就好,先吃饭吧,吃完饭,就去祠堂。 罗兰是见到陆少游答应了,顿时高兴不已,脸上洋溢出了笑意。 众人坐下,桌上已经是摆满了一大堆的美食,丰盛无比,至少在陆少游的记忆中,是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东西。 吃饭时,看得出来,罗兰是心情大好,一直是在给陆少游和陆无双加菜,还有陆小白也在做。 少游,祭祖之后,族中会有一个年轻一辈中的较量,你要不要去试试。 吃晚饭,陆无双带着陆少游前往陆家祠堂而去。 不用了。 陆少游睡道,族中的鄙视,自己可没有什么兴趣。 我知道你对陆家有些隔阂,但是我想说的是,要是你有机会进入云阳宗,到时候,要是有人要对对付你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了,也会有所顾及。 陆无双说道。 吴双姐,我记得你好像是在云阳宗啊。 陆少游道。 上次不就和你说过了吗,年后,我就要回云阳宗了,这次也是三年一次云阳宗招收弟子的日子,你要是能够代表陆家参加比试的话,就有可能进入云阳宗,到时候,也可以和我一起前去云阳宗了。 陆无双说道。 云阳宗怎么样? 陆少游问道,听说过这云阳宗,却是并不了解。 云阳宗乃是整个中土之上三宗四门之一,宗中强者入云,进入云阳宗,也能够得到最好的锻炼和学习,所有的人,都梦想着加入云阳宗呢。 陆无双道。 那进入云阳宗应该很难吧。 陆少游问道。 那是当然,天赋平庸者云阳宗是不会收的,就那青云阳来,整个青云阳也就只有五个名额,每次也有着我们陆家,王家,杨家,秦家,罗家这五大家族争夺,另外其他还有一些实力相对要弱上一丝的家族也会参加,每个家族之中,都只能够是选出两人,到了最后,这五个名额,也是从三四十人中挑选出来的。 陆无双回道,随即注视着陆少游微微一笑,再道,当然,要是灵者的话,可以直接进入云阳宗中,并且都是成为亲传弟子。 看来,灵者就是不一样啊。 陆少游微微一笑道。 少游,你决定要试试了吗? 陆无双问道。 我没有兴趣,我还想陪在娘身边,不想去那云阳宗。 陆少游回道,心中对于这云阳宗是有些好奇,能够接受最好的锻炼和培养,的确是让所有的人心动,但是自己修炼的阴阳灵武绝却是不方便留在云阳宗内修炼,还是自由一点的好,到了云阳宗,自然是免不了受到一些限制。 小子,云阳宗你去一趟也可以,云阳宗内,有一样好东西,你要是得到,应该有些作用。 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进了陆少游的耳中。 第四十章 准备记组 你在看什么? 陆无双疑惑的对陆少游说道。 没什么。 陆少游道,吴双姐,这今天族中的比试,是怎么样的?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吗? 陆无双微微一笑,随即道,今天家族中会先测验,修为到了五十层次以上,就能够参加比试,最后的两人,会代表陆家前去青云镇上和各大家族较量,而族中其他一些年轻一辈,天赋较好的,就会留下来。 陆少游在族中培养。 哦! 陆少游轻音一声,此时两人已经是到了一处宽阔的庭院前,这一路上,现在有仆人见到陆少游,都是会点头,那眼光神色,和以前,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我们到了。 陆无双对陆少游说道。 陆家祠堂。 陆少游注视着庭院外的四个青色大字,字体浑厚有力,不像是一般人所写的,倒是有些好奇。 吴双小姐。 庭院外,两个仆人尊敬行礼,随即好奇的看着陆少游。 少游,我们进去吧。 陆无双对陆少游说道。 跟随着陆无双,陆少游走进了祠堂之内,而在祠堂之前,却是一块宽阔的院子,此时,正有上百人已经是到了院中,陆少游一眼望过去,也能够认出,这上百人都是陆家直系弟子和庞系弟子,都是年轻一辈者。 而陆少游也一眼就注意到了前面,被一众人簇拥在其中的陆少虎,周海明等人,神色不变,陆少游也理会。 看到陆无双和陆少游两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神色一变,对于陆少游,在场的陆家弟子自然是非常的熟悉,这陆少游的身份也一直是陆家的一个笑话。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陆家的人,不是不能够进入祠堂吗? 听说这陆少游竟然是舞者了,还有了五十层次的实力,估计这样才能够进祠堂了吧,家主可能想把他认祖归宗了。 五十十历,天赋不错了,当初无双小姐,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十历而已,现在已经是云阳宗的弟子了。 你知道什么,这一次陆少虎,周海明听说都是五十层次了,陆妹和陆少雄,都已经是快到了五十层次地步。 还是直系弟子好啊,我们这些旁系的,一开始就输了。 一些人已经是开始在悄悄地议论起来,对于陆少游最近是舞者的事情,陆家族中之人,几乎也全部都知道了。 这祠堂之内,不是陆家之人最好离开,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够进来吗? 一道嘲讽之声传来,说话的却正是那陆少虎。 陆少游神色微微一沉,这陆少虎自然说的就是自己,还真是有其母就有其子啊,从记忆中陆少游得知,这陆少虎,平时也没有少欺辱原本的陆少游。 陆少游,说的就是你,你来祠堂做什么? 周海明嘲笑道,上次在后花园中,被陆少游抢走了风头,他可是一直在记着呢,心中一直也是记恨不已。 那你来做什么,周家什么时候改成陆家了? 陆少游淡淡一笑,这陆家祠堂要不是母亲让自己来,自己还真是不想来,至于这周海明,陆少游在记忆中所知,也好不到哪去,就算是自己那二姑和二姑父也是如此,也用不着给面子。 你,周海明顿时一怒,随即冷道,我懒得和你这小杂种一般见识。 周海明,你够了,少游可是我爹让他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陆无双一声娇斥。 周海明狠狠不已,在陆无双的面前,却是不敢多说什么,狠狠地看了陆少游一下。 吴双姐,大伯也没有这个权利让他来吧,他可不是陆家的人。 陆少虎注视着了陆少游一眼,随即说道。 陆少虎,这是爷爷的意思。 你要是有事情,和爷爷说去。 陆无双说道。 听到陆无双的话,陆少虎神色微微一变,随即也不再多说话,陆家老家主,可没有人敢去说什么,乃是陆家最高地位的人。 吴双姐,你怎么才来? 人群中,一袭华扶紧袍的陆妹走到了陆无双的身边,年纪虽小,但全身却是已经有了五妹气息,曼妙地身姿化起诱人弧线,胸前那少女微微融线的胸脯散发着清纯青涩的气息。 陆妹到了陆无双的身边,却是也目光注视在了陆少虎的身上,眼神中少了平常看陆少虎的那瞧不起的神色,多了一些其他之意。 陆少虎微微看了这陆妹一眼,从此女的眼神中看来,应该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小小年纪就如此,长大了何得了,自己还是远离得好。 恩,现在来,也不值得。 陆无双说道。 大爷来了,四爷来了,快看。 人群中一道轻轻的骚动,只见此时庭院外,数道身影走了进来,当千亿人鹰气逼人,身穿长袍,陆少游认识,正是陆家老大陆东。 而在陆东身旁,一素衣女子中年女子,模样雍容气质,乃是陆东之妻皇室,也是陆无双的养母。 此外,陆东的左侧,是一个蓝色尽装的中年汉,模样和陆东有着三分相似,虎背雄腰。 目光锐利,陆少游也不陌生,此热乃是原本陆少游的四叔,叫做陆西,身旁的,是四婶陈氏。 至于最后的一个锦袍中年妇女,一身富贵模样,头发梳着发际,脸上擦拭了一些胭脂水粉,亦是原本陆少游的二姑,陆家老二陆南。 陆家加上一个养子,一共是五人,分别就是陆东,陆南,陆中,陆西,陆北,陆少游的父亲就是老三陆中。 此时在陆南的身边,一个锦袍中年男子,则是陆南的夫君周立星,注视着这一众人,陆少游却是神色微微一变,那赵慧也在其中,一身华服,带着傲慢之气,也正在狠狠注视了陆少游一下。 陆少游心中思索着,这赵慧应该是不会让自己进祠堂的吧,可是此时没有多说什么,估计是因为大伯或者是自己那所谓的爷爷说话了,容不得他反对。 而这陆家之人中,陆少游却是没有见到自己那所谓的父亲,还有四叔和陆妹的父亲陆北。 除了这些人外,陆少游还认识几个都是陆家的一些长者,在陆家的地位也不低,算是陆家的长老,一些陆家大事,都是要长老决议通过才行。 陆东众人来道,其他的人不敢作声,都是安静的站在原地在。 都进来吧。 陆东注视了在场众人一眼,目光在陆少游的神色停留了一下,随即对众人说道。 众人依次跟随在了陆东等人背后走进了祠堂之中,陆少游则是最后一个进入了祠堂内。 这祠堂比起陆少游想象中还要大上一些,祠堂内足以是融下众人,祠堂的中央,有这一排灵位,上面写着的,是陆家历代仙人的名字。 陆少游稍微的打量了一些,倒是没有多大兴趣,这祠堂内,也是有着上百蒲团,众人依次站列,直系弟子排在最前面,旁系弟子则是排在后面。 第41章检测 陆少游最后一个进来,也是站在了最后一个角落,注视着前面,陆无双和陆妹等人,此时都是到了最前面。 此时,陆家众人的神色也都是庄重了起来,注视着前面先祖灵位,大气也不敢出,而陆东,陆南等人,此时都是到了最前面。 众人战好好,陆东排众而出,目光之中带着威严,随即开扫式了一眼全场,请客间,陆家弟子鸭雀无声。 略微沉寂片刻之后,陆东的声音,缓缓的响了起来,陆家先祖落根青云镇以来,我们陆家一代代就留在了青云镇上。 陆东浑厚低沉的声音徐徐传开,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每一名陆家子弟都是仔细的听着,而陆东此时说的,也就是陆家一些先祖的事迹。 陆少游听着,倒没有觉得什么,这只是祭祖的程序而已,倒是陆东所说,先祖之中,曾经有着一位陆家先祖,竟然是大陆之上的武王强者,这倒是有些惊讶,武王实力层次,在整个大陆上,也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呀,没想到陆家的先辈之中,竟然还有着这么一号人。 一众的陆家子弟,此时听着陆东所说,倒是一个个为之热血沸腾,为之心神激荡,这些都是陆家的先祖,他们作为陆家的子弟,听到陆家先祖的一些光荣事迹,自然是觉得是一种荣耀。 陆少游则是不然,这陆家许多代了,自然是有些先祖有英雄事迹,自己作为一名穿越者,这和自己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现在,拜祭祖先,愿我陆家传承不惜。 陆东最后一句话说完,声音却是大上了不少。 祭祖 陆东环顾四周,一双蕴含着威严的双瞳,未有丝毫的波动,随即率先跪了下去,身后一众人,包括纳赵慧,周立星,周海明等人,也都是老实的跪了下去。 陆家子弟,跟随跪下,开始三拜九寇起来,至于陆少游,在最后一个,只是跪在了地上,拜上了一拜而已,陆家祖先,和自己和甘,这拜上一拜, 也是替以前的陆少游拜的。 好了,起身吧。 三跪九寇之后,陆东起身对身后的一众陆家子弟说道。 众人起身,随即神色之中都是有些期待和期盼起来,接下来的,才是陆家年轻一辈等了许久的事情。 现在,去阎武场吧,先去检测。 陆东注视着众人说道。 去检测了。 一众陆家子弟,顿时兴奋起来,陆家族中的比试终于开始了,这才是陆家年轻一辈真正期盼的。 陆家子弟兴奋的夺门而出,陆少游不露神色,心中却是也在想着,难书让自己去云阳宗内,那自己也要去参加这族中的比试才行,否则可禁不了云阳宗。 少游,你也去参加族中的检测吧。 就在此时,陆东的声音也传到了陆少游的耳中。 少游,我带你去吧。 一道娇声传来,让陆少游意外的是,竟然是陆妹走到了自己的身前。 此时陆妹微微一笑注视着陆少游,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陆少游却是心中奇怪不已,这陆妹竟然也对自己是好。 少游,我们走吧。 陆无双此时也到了陆少游身边。 恩? 陆少游没有拒绝,竟然南叔说话了,那自己就要想办法进去云阳宗才行,不知这云阳宗内,究竟是有什么宝物,让南叔也放在心里,以南叔的目光,看在眼中的东西,一定是宝物才是。 大哥,陆少游怎么能够参加检测? 陆少游,陆无双等后辈离开之后,祠堂之中,赵慧脸色难看的注视着陆东直问道。 三妹,这是爹吩咐的,有疑问的话,就去问爹吧。 陆东说道。 我让那小子来祠堂,已经是极限了,难道陆家是故意为难我吗,欺负我娘家无人不成? 可记得当初陆家是怎么答应我的。 赵慧说道。 三妹,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陆家是答应你永不认少游回陆家,但是你也答应过,不得为难他们母子吧,可这些年,你有没有为难他们两人? 你自己心中清楚,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我们先去看看他们检测怎么样了,少虎的天赋也不错,很有希望进入到云阳宗去,你就不要多说什么了。 陆东说完,随即便是离开祠堂。 弟妹,你就被多想了,至少,那小子想要真正的认祖归宗也不会那么容易的。 陆南到了赵慧的身边说道。 我看陆家就是想让那小子认祖归宗了吧,认祖归宗,我坚决不同意。 赵慧冷哼一声,气冲冲的出了祠堂。 陆南和周立星两夫妇相识一眼,随即也出了祠堂,往阎武场而去。 陆家阎武场面积可不小,平常乃是陆家的禁地,只有陆家的得到批准的族中弟子才能够进来,没有得到批准的族中弟子和仆人,是严禁进入阎武场的。 此时阎武场确实也早就搭建好了一个高台,聚集了不少的陆家族人还有仆人在周围,今天陆家的仆人,也是能够进来和阎武场的,同时,今天过年,陆家也给了所有仆人一天假期和可观的红包,一个个仆人此时也是笑开了花。 而众人聚集在阎武场外,就是想看看陆家一年一次的比试较量和检测,特别是今年胜出的两人,可是能够代表陆家去参加云阳宗的比试,要是进入了云阳宗,那可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陆少游随着陆无双和陆妹到了阎武场,这阎武场还是自己第一次来,就算是以前的陆少游,也都是没有来过。 一路上,陆妹都是向陆少游示好,陆少游都是淡然一笑,不知道这小女人的心中在想些什么。 此时,陆少游三人到了阎武场的时候,那祭祖的一众陆家子弟已经是到了阎武场上,一个个跃跃欲试,这可是一次大好的机会,要是能够大放异彩,就算是无法代表陆家去和青云镇上各大家族决战,那也是能够受到陆家之中的培养,这对自己的前途可是大大有利的。 陆少游目光注视着全场,这一众陆家的仆人和一些族人相加,围在阎武场外面的恶,也有四五百人之多,老远,陆少游却是见到了了陆小白和自己的母亲也在场,陆小白还在不停的挥着手呢。 都排好吧,准备检测了,你们这帮小子,使龙是从一检测就知,都给我全力,这一次还是往前一样,大到五十层次的,到时候都会有一颗二品丹药奖励,最后获胜的两人,各自有两千金币的奖励。 此时,那高台之上,陆东,陆西,陆南,赵汇等人已经是在座,还有几个陆家之中的长辈老者。 两千金币,二品丹药,可惜我不是武士。 不少陆家子弟已经是在哀声叹气起来,这上百人的陆家年轻一倍中,达到武士层次,可是说是寥寥无几,但此时,确实也有几人笑意盎然起来,正是那周海明和陆少虎。 少游哥,你好像已经是武士了吧,要加油哦,我看好你。 陆妹五妹一笑对陆少游说道。 第四十二章 天赋极佳 陆少游微微点头,陆妹故意放电。 小小年纪,就已经是让人把持不住,要是再过几年,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呢。 陆无双此时却是神色有些疑惑,陆家之中现在都在说陆少游乃是武士层次武者,可是据他所知,陆少游可是灵者。 接受检测的,都到这边来吧。 前面传来了一道声音,不少准备接受检测的陆家子弟已经是围笼笼过去了。 少游哥,我们过去吧,我也要接受检测呢。 陆妹对陆少游说道。 少游去吧,我就不用接受检测了。 陆无双对陆少游说道。 陆少游随着陆妹到了一众陆家子弟的身后,透过人群间隙,看到前面一些陆家子弟已经是在接受检测了,一个陆家身穿灰色长袍的长老拿出了一颗青色的水晶球,巴掌大小,一个陆家子弟正闭目沉神,右手五指按在了那青色的水晶球之上。 随着那陆家子弟运工,青色的水晶球上,瞬间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光芒。 陆涛,火系三重武徒,天赋普通,下一个。 陆家长老大声宣布着,下一个陆家子弟已经上前开始接受检测。 陆少游注视着刚刚那接受检测的陆家子弟,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三重武徒,似乎是天赋一般,看那少年的脸色,似乎是也有些失望。 此时第二个陆家子弟已经是上前,右手五指按在了那水晶球之上,顿时那水晶球之上,一片土黄色的光芒出现。 陆青,土系五重武徒,天赋中等,下一个。 陆家长老再次说道,又是下一个陆家子弟上前接受检测,而刚刚这陆家子弟明显是比起上一个要强上一些。 陆明,水系四重武徒,天赋中等,下一个。 陆漏,火系八重武徒,天赋上等,下一个。 陆白,土系六重武徒,天赋中上,下一个。 陆云,水系二重武士,天赋极佳,下一个。 陆家长老一正,随即说道,一个身穿蓝色长裙,年纪十七八岁的美貌青春少女,引起了所有陆家之人的注意,突破武士,这天赋已经是极佳了。 一个个陆家子弟接受着检测,这陆家旁系之中其中也不乏是有着一两个天赋上等之辈,让一众陆家之人都是惊高兴不已,年轻一辈中的天赋上等之人,就是陆家以后的前途。 陆少游注视着前面的检测,随后看出了,这天赋并不是单纯的从实力修为上来看,而是从实力和年纪上一起来看,一个是六岁的六重武徒和二十岁的六重武徒,那天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年纪越小,证明天赋就越高。 半个时辰左右后,前面终于是检测的差不多了,剩下来的,就只有那周海明、陆少虎、陆少雄、陆妹这几个陆家直系子弟,当然还有陆少游在其中,而这陆家直系子弟的检测,向来也是备受所有人注意的,毕竟在培养上,陆家直系子弟从小就要占不少便宜的。 高台上,那陆东、陆西等人此时也是面色一正,陆家几个直系子弟的实力层次,他们心中本就是清楚,比起庞系来,可是要强上不少的,当然,那庞系陆家子弟中,那陆云却是让陆东几人也惊讶了,不过更多的是欣喜,这怎么样也是陆家的人才呀。 老四,少雄的天赋可不错了吧? 陆东侧身对身边虎背熊腰的陆西问道。 是不错了,只是还没有突破到五十层次,就差一点了。 陆西微微叹道,但神色中却是露出了笑意,他的儿子陆少雄虽然是没有突破到五十,但年纪却是只有十五岁不到,九重武徒的修为层次,这天赋绝对是极佳的,放眼陆家,这天赋也是数一数二,生智是比起当初陆无双也不差分毫。 少雄才十五岁不到,三年后,云阳宗再次招人的时候,少雄一定是没问题的,这天赋,比起无双都不差了,好好培养,我陆家现在的年轻一辈,可是比起其他几个家族都要强啊。 陆东孝道,一个家族,除了是靠着族中的强者外,另外就必须靠着族中源源不断的新鲜血脉才行,这才是一个家族的根本。 老大,你看这一次,哪两个才能够最后代表陆家去和那王家,杨家争夺一番。 陆西道,这,现在还有些不好说,少虎也早就是武士层次了吧,海明也是,本来应该是这两人的,只是现在,陆云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加上少游,可以说我陆家这一辈年轻人,算是人才积极了。 陆东孝道,大哥,陆少游不算是陆家之人吧? 赵慧神色微微一沉说道。 少游好歹留着的是我们陆家的血脉,听说一个人不知不觉中都到了五十层次,这种天赋应该也是含有的,三嫂为了陆家考虑,也不应该太过于计较吧。 陆西此时淡淡说道,似乎是对于赵慧有些不太待见,直话直说,也不管弯抹角。 好了,这件事情以后说,快看少雄这孩子开始检测了。 陆东神色不露痕迹微微一笑道,众人的目光此时也投在了场上。 场中,陆少游此时也是见到了陆少雄一席华服,带着几分英气,右手放在了水晶球上,缓缓一会,水晶球上,便是出现了一片蓝色光芒。 陆少雄,九重水系武图,天赋极佳。 那陆家长老都是有些兴奋起来,这要是十五岁不到突破到武士的话,那就更加不得了了,这从某一方面也是代表着以后的前途。 随着检测结果一出,陆家之中,不少的庞系少女和丫鬟都是双眼注视这陆少雄,一个个都是出现了一副花痴样。 这天赋,真不差呀,三年后,这云阳宗是去定了。 陆东也是高兴不已,这也是他侄子啊,陆家的前途。 陆夕和陈氏两人此时都是一脸的微笑,这天赋,是真的不错了。 下一个。 面陆家长老倾道,随即周海明大步一跨走了上去,神色中一片傲然,似乎是有着几分自信写在脸上。 二姐,二姐夫,海明的实力到哪一步了? 高台上,陆夕问道。 最近我也没有问他,不太清楚。 陆南微微一笑,似乎是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有着几分自信。 海明今年十九了吧,我听说早就是突破到了五十层次。 陆夕清道。 是啊,三年前海明刚好不在陆家,要不然,上次就和无双一起去了云阳宗了。 周立星笑道。 此时,周海明右手五指已经是落在了那水晶球之上,神色之中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运功注入真气, 顿时那水晶球之上,开始有光芒出现。 陆少游此时也是有些好奇的注视着,感觉着周海明身上的气息,陆少游也能够知道,在众人之中,周海明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 一片耀眼的土黄色光芒从水晶球上释放而出,光芒比起所有认读要耀眼一些,对于这水晶球,陆少游确实看不懂。 周海明,七重土系武士,天赋极佳。 陆家长老大声宣布道,往年能够检测出一个天赋极佳之辈已经是了不起了,今年却是检测出了这么多,足以使让他兴奋了。 第四十三章一鸣惊人。 七重武士了,还真是不错呀。 陆东也是感叹不已,这要是当初能够进入云阳宗内,此时的修为,只怕也是突破武士了吧。 恭喜二姐了,看样子这次,海明要进入云阳宗并不难。 陆西说道。 这也还难说,不知道其他家族之中,这次有没有强者。 陆南一笑道,担心的已经是其他家族之中有没有冒出天才来,至于陆家之中的人,他已经是没有放在心上,按照往年来看。 这四重武士左右,就能够进入云阳宗了。 随着检测结果一出,顿时陆家之中,不少的少女又是投去了关注的目光。 周海明也是得意一笑,这在陆家之中,年轻一辈中可没有人的实力强过他,这次云阳宗他去定了,到了云阳宗,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下一个。 灰袍长老继续说道。 此时一袭华服紧袍,神色之中带着傲然之色的陆少虎到了前面,眼中抹过一丝笑意,似乎是有所屏障。 看台上的照会,此时脸上也是笑意抹过。 开始。 那灰袍长老说道。 陆少虎把右手放在了水晶球上,笑意收敛,一股真气开始注入,顿时周围空间之中,有着无形风浪而过。 土系属性,还有木系属性。 身为全系武者,陆少游顿时灵敏的察觉到了周围空间之中,此时竟然是充斥着两者属性元素存在。 难道是双系武者? 陆少游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念头。 水晶球上一片耀眼的光芒出现,这一片光芒却是半青半土黄色,争相交辉,而此时看台上的陆东、陆南、陆西还有那一众的长老都是惊讶了。 陆少虎、土系、木系、双系武者、三重武士、天赋特辑。 灰袍长老顿时惊讶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双系武者,在灵武大陆上,那绝对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特别是现在陆少虎才是十六岁不到,就已经是三重武士,这本身的天赋就不得了,比起陆少雄还要好得多,如此天才,绝对是属于特辑之类了,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天哪,双系武者。 一众的陆家之人也是惊讶不已,双系武者,对于陆家这样的武道士家中人,自然是知道所代表的意义。 三位,你瞒了我们这么久啊,少虎竟然是双系武者,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们? 陆东此时也是惊讶的目瞪口呆,双系武者,这在陆家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是啊三嫂,少虎竟然是双系武者,怎么能够不告诉我们? 陆西此时也是惊讶不已。 我也没什么。 现在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 赵慧微微一笑,目光有意无意的注视着陆少游看了几眼。 我们陆家,这次真是出现了一个天才了,这要是爹知道了,也一定是会高兴的。 陆南说道。 还真是双系武者呀。 陆少游微微有些惊讶,不过也是没有什么吃惊的,自己可是全系武者,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下一个。 此时那青袍长老继续收起惊讶之色,随即继续说道。 陆妹神色一正。 淡淡走上前去,身材曼妙,走起来全身凹凸玲,露出那诱惑的青色曲线,也是让不少的少男眼光炽热,只是在陆家,谁都知道陆妹的眼光极高,能够近他身的,可没有几个。 陆少游微看了一眼,这陆妹应该还还只是武徒层次,天赋不错,但比起陆少雄和陆少虎,那是要差上一些的了。 陆妹千千玉手放在了那水晶球之上,随即片刻后,水晶球之上,出现了一片蓝色光芒。 陆妹,水系巴仲武徒,天赋极佳。 那青袍长老说道。 陆妹这孩子,天赋也不错了。 看台之上,陆东等人也是赞赏道,这中天赋,在刚刚一众的茧子弟中,也能够排名进入前五的。 而陆妹此时似乎是对于自己并不满意,有些神色沉重,主要是陆少虎和周海明,已经是夺去了她的光环。 最后一个,陆少游,上来吧。 青袍陆家长老说道,注视了一眼陆少游,神色中有些疑惑,至于陆少游,在整个陆家,认识的人可不少。 陆少游没有怎么犹豫,轻轻上前而去,自己好歹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在这帮少年少女的面前,自然是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哼,看台之上,赵慧冷哼一声,倒是没有其他的反应。 少游一个人能够修炼到了武士,这天赋应该是不错的。 陆希说道。 没有人指导,能够强到那里去。 陆南轻道一声。 小白呀,你说少游天赋怎么样? 外围,罗兰是在人群中有些紧张起来,儿子能够参加技组,此时还能够参加组中的检测和较量,罗兰是已经是很开心了,但此时也是紧张起了儿子的天赋来。 夫人就放心吧,公子一定没问题的。 陆小白说道,他能够成为武者,都是公子帮忙的呢,公子自己那自然是不用说了。 是吗? 罗兰是抱紧双手,神色依然是紧张不已。 注入真气,脑海中什么都不要想,勾动你体内的属性。 那陆家长老轻轻对陆少游说道。 提起右手,陆少游放在了那水晶球之上,随即沉神静气,缓缓注入真气,体内开始勾动属性,这对于陆少游来说,也是轻而易举。 顿时,青、红、黄、白、蓝五种光则开始围绕在了陆少游的身边,以陆少游为中心,五种光芒形成了一圈小小的龙卷风一本,空间开始泛起波动来。 这是。 见到这一幕,看台之上,几个陆家长老陆东,陆熙等人都是脸色一变。 小子,你收敛一点,全系舞者,你现在还不是曝光的时候。 此时,南叔的声音再次传进了陆少游的耳中。 倒是忘记了。 陆少游回过神来,倒不是想表现,只是一时忘记了而已,顿时连忙控制着自己的属性来。 怎么回事? 陆少游惊讶地发现,自己右手上的水晶球就像是一个吞噬机器一般,能够吞噬自己的属性之力,直接想收起其他的属性都难以办到。 给我收。 陆少游神色一沉,心中暗道,在属性的控制上也是娴熟,瞬间急忙收起属性之力,但是匆忙之间,确实也只是收起了两种属性。 周身的五种光泽之上顿时削淡了两种,还有三种光泽营绕,而此时在那水晶球之上,亦是出现了三种光泽,其中土黄色光泽最为耀眼,另外还有白色光芒和一片红色光芒。 天哪,那灰袍长老道退了两步,眼中惊骇的注视着陆少游,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似乎是喘不过起来了。 而此时在一旁不远处的陆无双,也是神色惊讶,他似乎是能够看懂这水晶球所代表的含义。 陆少游车回了右手,刚刚一时不注意,竟然是够大了自己全系属性。 陆少游,土系,火系,分系三系五世,三种五世。 那青袍长老注视陆少游,随即注视向了看台上陆东等人,道,天赋,顶级。 天哪,竟然是三系五世。 传说中的三系五世都是天才中的天才,陆少游竟然是三系五世。 所有的人都疯狂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注视着陆少游,这一刻,谁也不再用怀疑和废柴的眼光去看陆少游,要是三系五者,天赋顶级的人也是废柴的话,那他们就是废物,是垃圾了。 第四十四章 陆云vs陆少虎 夫人,公子是三系五者,这下好了,公子好厉害。 陆小白跳了起来,比起自己是三系五者还要开心。 三系五者,这孩子。 罗兰是在陆家这么久,自然是知道三系五者代表着什么,此时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一刻,似乎是以前所受的委屈,也统统不见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陆东,陆西还有几个看台上的陆家长老都是已经站了起来,眼中惊讶到不可置信的注视这路少游,可刚刚他们也是亲眼所见,这一切不会有假。 三系五者,传说中的三系五者,我陆家竟然是出现了三系五者。 陆东惊讶莫名,但脸上却是兴奋的大笑了起来,双系五者是天才的话,那三系五者就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远不是双系五者能够相比的。 要是此时有大家族知道陆家出现了三系五者的话,一定会千方百计的过来拉拢,三系五者呀,真的是比起凤毛麟角还要稀少了,这只有传说中才会存在的五者。 而此时,只有那赵慧的脸色极度的难看起来,要是说陆少虎暴露出双系五者让他的心情得意的上了天堂的话,那此时陆少游是三系五者的事情,便是让他的心情从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 围观之中的人也是一片哗然,似乎是此时众人已经是完全的忘记了,刚刚陆少虎双系五者引起的轰动,此时这三系五者的风头,可是完全的盖过了双系五者。 双系五者是天才,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可是在三系五者的面前,那就什么也不是了。 罗兰,不,罗夫人,你真是好命,少游竟然是三系五者。 罗夫人,你总算是苦净甘来了,以后有福祥了。 此时,围观的人之中,也是有着不少的人围到了罗兰市的身边,一个个羡媚的笑着。 三系五者,没什么吧? 陆少游看着众人的反应,微微一叹,自己可是匆忙收起了两种属性,自己实际上可是全系五者,三系可不算是什么。 少游哥,你好厉害哦,竟然是三系五者。 陆妹到了陆少游的身边,本来是一直在看着陆少虎的,此时双眼已经是直勾勾地注视向了陆少游。 陆少游浑身一颤,这小妮子还真不得了啊,简直就是一个发电机。 三系五者,可以和云阳松之内的那个妖女相抗衡了,只是在实力上,少游还差得太多了。 陆无双看着陆少游,三系五者,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大家静一静,实力到了五十层次的,现在准备动手较量吧,陆少虎,周海明,陆云,陆少游,你们四人准备,其他人退下吧。 灰袍长老注视这此时已经是低声议论一团的陆家子弟说道。 这一众陆家子弟,此时都是目光惊讶的注视着陆少游,没有人再敢轻视,听到灰袍长老的话后,都缓缓的退了下去,整个场中,就只有留下了那陆云,赵海明,陆少虎,陆少游四人在场中,也只有四人的实力都到了五十层次。 陆少游感觉着三人的实力,陆少虎土系,木系双系三重五者,周海明乃是土系七重五世,陆云乃是水系二重五世,加上自己,实力最强的无疑是周海明,实力相对要弱上一丝的,就只有那陆云了。 你们四个抽签吧,一人对战一个,最后获胜的两人,就能够地表陆家去和青云镇上各大家族增多云阳宗的名额,这抽签有四个号码,抽到一号的和四号较量,二三号较量,各按运气吧。 灰袍长老注视着四人道,手中端来了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千条。 陆少虎微微冷视了一眼陆少游之后,毫不犹豫的伸手从木盒中拿出了一根千条,随即周海明和陆云两人都是伸手拿起了一根千条。 陆少游心中早有盘算,难书让自己进去云阳宗,那自己就要进前两名才行,但要是自己遇上周海明的话,那就有些麻烦了,周海明乃是土系七重武士,自己才三重武士层次,这相差四重,可是相差的有些大,绝对是不好对付。 自己要是碰上陆少虎和陆云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陆少游伸手从灰袍陆家长老手中的木盒之中拿出了最后一根千条,只见上面写着的,乃是一个三号。 现在,一号和四号的上千开始较量吧,胜者就可以代表陆家参加云阳宗的名额较量,同时获得两千金币和一颗二品丹药,输的也能够得到二品丹药一颗,记住较量中不准下杀手,否则,取消资格关进陆家密室思过。 灰袍长老注视着四人说道。 灰袍老者话音一落,只见那陆云和陆少虎两人已经是到了前面一处宽阔的石台之上,而剩下了陆少游和周海明两人。 运气还真是倍啊,竟然是遇上了周海明。 陆少游顿时神色不露痕迹一变,这三人之中,最难对付的当属周海明了。 你们两个可以开始了。 随着陆少虎和陆云两人上前,那灰袍长老说道。 我可就不客气了。 陆少虎轻说一声,周身顿时一股真气萦绕在身,发出淡淡的光泽,就像是在体外形成一片光照一般。 来吧少虎少爷。 陆云淡淡说道,周身一股真气鼓荡,在身前意识形成一圈淡淡的蓝色光泽。 陆少游注视着这陆云,这陆云乃是陆家旁系弟子,只有小时候见过一两次的模样,倒是没有想到此时这女大十八遍。 此时这陆云身穿一袭大红丝裙,领口开得很低,能够看到那若隐若现的小胸部正挺起一片圆形的弧度,面似芙蓉,眉如柳,肌肤如雪,一头黑发挽成高高的美人计,鲜红的嘴唇微微上扬,和陆云相比完全是两种风格的女生,但这陆云明显是要看起来文静几分,没有陆云那般的诱惑人。 那你注意了。陆少虎眼中神色收敛,体外真气还是鼓荡,两人争夺名额,赢了的,就可以有机会拿到云阳宗的名额在,自然是不会客气。 两人在陆家,似乎也是都有些名气,特别是陆少虎,名气更大,顿时不少的仆人和族中子弟都在外围替两人加油呐喊起来。 陆少虎打量着两人,陆少虎可是双系舞者,少见的木属性和土属性,两属性又是相生相辅,更加是如虎天意,在实力层次上,陆少虎乃是三重舞者,更加是要比起陆云要强上一些,看来,陆云很危险。 第四十五章 陆少虎 BS周海明 就在陆少游这一分神之中,陆少虎和陆云两人已经是交手在了一起,两人一交手,只见那陆云便是便是化为一道蓝影,似乎是知道硬拼之下自己得不到任何的便宜,只有靠着机会才能够获胜。 而陆少虎则是轻松得多,知道自己的实力强,完全已经制动,两人偶尔交手一次,也都是谁也奈何不了谁,两人都是选择了最准确的攻击法门,让看台之上一众陆家长老和陆东等人都是点头微笑。 倒是台下,不少人的吆喝的助微声,不断的互相汇聚着,回荡在了演武场之上,让这演武场上也是热闹非凡,就连陆少虎心中也是感觉着血液加热了几分,自己今天,也终于是要正式的面对自己的对手了。 陆少虎微微注视着场中,也是看着两人的每一招每一事,男叔一开始就说过,对战中,仔细看的话,就能够看到对方的弱者,只要出手,就会有弱点,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完美无缺的武技。 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找到对方的弱点,就赢了一半了。 这怒云不妙吗?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怒云虽然是借着灵敏的速度在找机会,可是也消耗了不少的真气,而陆少虎则是一直练脚步都没有怎么移动,偶尔交手一两招,也是靠着土系属性的特征,把攻击力传到了地下,这方法虽然是有些不太高明,但是却很有效。 这陆少虎,还有些心机?陆少游轻轻在心底暗道。 而此时陆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切,似乎是脱下去对自己更加的不利,脸色已经是一变,毕竟是年少,有些忍耐不住了,娇喝一声,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什么武技,只见手中手印变化,周身真气暴涌而出,带起一种灵力的感觉。 陆云周身之上,蓝光营绕,随即真气暴涌而出在身前化作了一片巨大的水浪,轰然笼罩向了陆少虎而去。 大地土盾 陆少虎一声大喝,手中手印变化,周身真气,诡异的形成了一片沙尘土盾,周围的巨大水浪竟然是无法淹没而过,水浪高一分,这土盾就也高一分。 木枝藤 土盾之中,瞬间出现了十数条青色的大拇指粗细树藤,速度极快,瞬间穿过水浪,轰然暴涌向了陆云而去。 陆云脸色大变,郊区顿时暴退,手中手印仓皇变化,术道水箭直射而出。 水箭暴掠而出在,撞击在了青藤之上,青藤顿时微米了几分,但此时剩下的青藤却是已经包裹在了陆云的身上,严严实实的缠住了陆云,让他无法动弹。 陆云姐,得罪了。 陆少虎轻道,神色中一片傲然,一切消失,一甩滑服长袍出现在了众人之中。 双戏武者,两种完全不同的武技相互配合,威力大增,让对手也是防不胜防。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陆少虎还真是有些本事,这陆少虎有着土戏武技,又有着木戏武技,可惜自己却是只有土戏武技开山掌,身为全戏武者,却是没有其他任何的武技了,这让陆少游也是心中郁闷不已。 自己也曾经是问南叔要过其他属性的武技,南叔却是让他自己去找,还说此时还并不是修炼其他属性武技的时候,杂而不惊,一切都是废话,多也没有用。 陆少虎获胜,陆云落败。 灰袍长老大声宣布道,这一切的结果,他似乎是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此时陆少虎获胜,顿时那些支持陆少虎的人吆喝声一浪打过一浪,不少的丫鬟已经是两眼花吃起来。 看台上,赵慧本来是神色阴沉,此时也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台上在灰袍陆家长老宣布陆少虎胜利之后,心情截然不同的两人便是在数百道目光注视下,退出了场地,而下一轮比赛,则是有陆少游赵海明两人了。 周海明,陆少游,你们两人上来吧。 灰袍长老说道。 周海明轻笑一声在,而随即纵身跃上了前面石台上,干净利落,顿时让不少少女发出了阵阵欢呼。 陆少游却是不拘不及,双手背后,一步一步,缓缓上了石台,这比试又不是杂技,不是跃得漂亮就赢的。 少游这孩子,老气沉稳,性格磨练得不错呀,以后作为一定不低。 见到陆少游的神态,陆东倾道。 陆南和周立星正在为刚刚儿子的那一跃高薪不已,听到陆东的话,顿时脸色就不太自然了起来。 陆少游走上了石台上,微微的注视了一眼陆少游,在实力上,对方可是要比起自己墙上不少的,自己除了出奇制胜之外,其他的机会简直就是渺茫,至于武技,自己也就只有开山掌。 陆少游,哼,三系舞者又怎么样,我会让你知道惹我的后果。 周海明注视着陆少游,眼中神色分不清楚是妒忌还是忌恨,或者此时对陆少游这两种心态都有,完全就是羡慕极度恨,正想找机会好好地教训陆少游一顿呢。 陆少游根本就没有看周海明一眼,自己对泼妇骂街可没有什么兴趣,但心中却是没有丝毫的大意,自己这可是第一次正面对敌,而对方在实力上还要强过自己不少,自己已经是处在了劣势,根本就容不下半点大意。 你们可以出手了,记住,不准下杀手,否则的话,取消资格。 灰袍陆家长老目光环视了场中一圈后,最后朗声道。 随着灰袍陆家长老的音落,喧闹的外围一众人顿时安静了一会,随即不少目光刷的一声便是转移到了陆少游身上,那些目光中好奇的目光占据了大半。 陆无双,罗兰氏,陆小白等人都是有些紧张起来,而上手看台上的陆东等人,也是仔细地看着场中。 公子,你千万要赢啊,这可是面子问题。 陆小白握紧双手,心中咬牙道。 陆少游,我让知道我的厉害。 周海明脸色一沉,周身真气抖动,随即手印之中带出一道土黄色的掌印,轰然就拍向了陆少游胸膛而去,下手又快又狠,可丝毫没有任何的客气。 感受着这周海明身上的雄魂真气,陆少游神色一沉,纵身瞬间一跃,在难书的训练下,这反应速度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难道你就只会跑吗? 见到陆少游纵身避开,周海明冷到一声,随着话语落下,一股强横气息,也是自其体内抱涌而出,最后化为一团淡黄色的光芒,身躯包裹其中,速度在同时也快上了不少,一道掌印迅速尾随陆少游而至。 第四十六章圣 陆少游宁神心静,体内真气暴勇,身躯暴闪而起,却是根本不直接硬抗,自己的实力直接硬抗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在武技上,自己才会开山掌而已,绝对是吃亏的。 砰!周海明一道掌印轰然在陆少游身后爆裂开来,强悍的力量,把石台直接是劈开了一个深坑,一时间尘土飞扬。 两人的速度都是极为快速,周围围观的大部分人都是只看到两道身影穿梭在石台上,强悍的力量撕裂空气,带起尖锐的破风声。 罗兰是在外围心中紧张不已,双眼眨都不敢眨地注视着上面,生怕陆少游出了任何的意外。 小子,有本事站住。 周海明大怒道。 来,我等你,你快点。 陆少游故意冷笑,站在前面说道,陆少雄现在可是体会到了难书的用心良苦,自己现在的反应速度可是比起这周海明强上许多,在这一点上,自己是占据了优势的。 哼,我让你好看。 周海明大喝一声,一掌狠狠砸了过去。 你还是太慢了。 陆少游轻笑,故意激怒这周海明,身影瞬间又一次暴掠而开,瞬间离开了原地。 撕裂空气的声响尖锐无比,随即落在了陆少游刚刚落脚之地在,掌印未接触到地面,灵力的劲气便是将石板压碎出了裂缝,看得陆少游在远处也是惊讶,这力量绝度是不容小觑。 好机灵的小子,稳重中不失机灵,好样的。 陆东微微赞道。 只会跑,难道也算好吗,真是丢陆家的脸。 陆南愤愤说道。 二姐,这话不能够这么说,海明实力是不错,但是却烦躁了一些,对家族之人,下手也是不留情面,这要是让爹知道了,心中也是会不高兴的。 陆希淡淡说道,谁都是看得出来,此时周海明对陆少游可是没有丝毫的客气。 这较量之中,要是完全相让的话,那就不用较量了。 陆南脸色抽搐了一些,随即倒是不敢多说什么。 场中人影闪略,真气狠狠交轰,一道道土黄色真气匹炼偶尔从周海明手掌中凝聚而出而出,最后都是直接轰击在了地上,将广场上的石板,踢出了不少的深坑和裂缝来。 陆无双的眉头一直是微微紧锁,也看得出来,陆少游的实力比起周海明却是要差上不少,相隔四重,这实力已经是相隔不小了。 别跑。 随着时间过去,周海明已经是越来越急躁起来,只是一直也追不上陆少游,也只能够是无奈的大喝。 有本事就来追,你速度太慢了,像乌龟一样。 陆少游回头一笑道。 哈哈。 顿时周围不少围观的人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周海明哪里受得了这个,顿时大怒,一道手印诡异的变化着,周身真气此时也是抱拥抖动。 终于要用全力了吗? 陆少游脸色不露痕迹一沉,一直就是在激怒这周海明,自己只有找机会,才能够获胜,而且要一击集中才行。 穿山掌 周海明轻喝一声,一道道掌印带着土黄色的真气在面前浮现而出,与此同时,脸色也是苍白了几分,最后数十道掌印封锁了整片空间。 手臂陡然一抖,这数十道掌印也是暴掠而出,强悍的气息划破空气,带起一片飞沙走石和破空声。 星级五计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周海明施展的穿山掌明显也是到了星级五计的层次了。 数十道掌印封锁空间,随着一片破空声,周海明神色之中露出了一丝冷笑,这数十道掌印,狠狠对着陆少游挥击而去。 来吧。 此时此刻,陆少游反而是眼中抹过了一丝笑意,身躯不退反进,体内一直是被压制的真气,此时如同倾泻的洪水一般暴涌而出。 随即,整个人身躯之上,也好被一片淡黄色的鳞片铠甲包裹,身形拖出一片残影,速度暴涨闪电般的直扑而上。 此时周海明顿时一脸错愕,见到陆少游周身的变化,无疑是惊讶莫名。 而陆少游身影与一脸错愕的周海明的交错而过,在交错而过的刹那,陆少游手中手印瞬间结出,一道淡黄色掌印凝聚成形,狠狠砸在周海明的小腹之处。 肉眼可见,此时只见陆少游一道掌印之上,那淡黄色的掌印直接破开周海明身前一片淡黄色光圈,随即倾泻在了小腹之上。 而在此时,陆少游自己的身上,也是在左肩和胸膛之上,挨上了周海明的两道掌印,身躯亮枪顿时后退十来步左右,左肩和胸膛之上,已经是开始麻木了起来,体内血气翻涌,传来一阵剧痛,说不出的难受。 扑吃,陆少游无法忍住,顿时喷出一丝鲜血来,嘴角一甜,心中才好受一些。 三系舞者,实力相差四重,终究是输了。 一些人已经是开始暗叹和可惜了起来,都是替陆少游惋惜不已,还有些看热闹的在其中。 砰! 就在这同一时间,前方周海明的身躯若然震飞,狠狠地落在了数十米之外,身体重重地砸在石板之上,一口鲜血喷射而出,惺惺点点地洒满地面。 啊,的一声惨叫,周海明又是一口血溅喷出,爬都爬不起来了。 竟然赢了,陆少游赢了。 众人回过神来,此时才看清楚,陆少游受了伤,但是这周海明的伤势可是更加严重,这一场,明显就是陆少游赢了。 海明! 陆南和周立星此时实在也无法忍住了,从看台之上快步走下,到了周海明的身边。 小子,你下手还真是狠啊。 陆南扶起周海明,严重充满了怨恨,确实忘记了周海明一直对陆少游没有留守过。 和你们学的? 对着二姑,陆少游心中有数,用不着客气。 二姑,一直都是周海明下手不留情,你难道看不见吗? 陆无双迅速到了石台上陆少游的身边。 这一场,陆少游胜。 那灰袍陆家长老见到陆少游胜了,正在惊讶之中,此时回过神来,顿时大声说道,这陆家之中的斗争,和他可没有太大的关系,陆家之中此时有着一个三系舞者出现,加上他本来就同情陆少游,此时心中自然也是格外的高兴。 原来少游少爷才是最厉害的,我原来一直都是没有发现。 其实少游少爷才是最英俊的,你看那眼神,真的好迷人。 一众的丫鬟和陆家旁戏几个小姑娘片子,顿时欢呼起来,随即不少的仆人也是开始吆喝着。 远处刚刚在陆少虎手中落败的陆云,也是目光打凉向了少游而去。 少游哥,你真是厉害呀,刚刚那是什么武技,好强啊。 陆妹也是不失时机的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老二,带海明下去疗伤吧。 陆东此时也到了石台上,目光注视这陆少游,眼中充满了惊讶,三重武士一招击败七重武士,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陆少游刚刚施展的那铠甲武技和攻击武技,都不是陆家所有,特别是那防御武技,连他也看不出层次来。 哼! 陆南,周立星愤愤地搀扶着周海明下了石台。 第四十七章 倒霉孩子 无双,你先带着少游下去休息一下,这有一颗龟真丹,给少游扶下疗伤。 陆东交给了陆无双一颗丹药说道。 少游,我们走吧。 陆无双对陆少游睡道,随即扶着陆少游下了石台。 其实陆少游伤势并不重,并没有到要人扶的地步,但是陆无双扶住了自己,也不好拒绝。 少游哥,你没事吧,伤得重不重。 陆妹也是迅速在另外一旁掺住了陆少游的胳膊,两女一左一右把陆少游掺扶在了中间,顿时两股幽香扑鼻,两种浑然不一样的少女体香飘荡在了陆少游的身边。 加上近在咫尺的身躯扭动,两女一个高贵清雅,绝美无比,一个妩媚诱惑,算得上是女中游物,陆少游不管前世今生都是属于正常的男性,还是阳刚之年,受到这一幕,也是有所反应,这简直就是双飞诱惑呀。 公子,好样的,你伤重不重。 陆少游下了石台,陆小白已经是冲了上来。 还好。 陆少游微道,要是说自己伤得轻,这两女不掺住自己了怎么办,自己心中还想占点便宜呢? 我来看看。 陆小白顿时着急起来,对陆无双说道,无双小姐,我来背公子回去吧。 好,你小心一点。 陆无双和陆妹两女把陆少游交给了陆小白。 公子,我背你回去。 陆小白自告奋勇的说道。 好了,我自己能走。 陆少游瞪了陆小白一眼,好事都被这倒霉孩子全黄了,恨不得踹上他几脚。 少游,你怎么样,伤得重吗? 罗兰是担心无比的到了陆少游的身边,看着陆少游可是心疼不已。 娘,我没事的,放心吧。 陆少游睡到,这点伤势根本就没有大碍。 随即众人回到了后院的庭院之中,陆妹也是第一次跟随到了庭院,看着后院,还有些不习惯,她可没有来过后院。 少游,这归真丹,你服下疗伤吧,还有这是两千金币和提气丹,是你赢的,拿着。 陆无双交给了陆少游一百亿青两颗丹药,那白色丹药正是陆东交给陆无双的。 还有一张黄色的玉卡,陆少游却是并不陌生,这乃是05大陆上通用的一种玉金卡,里面有多少金币都能够放里面存着,出门在外,就不需要带上众多的金币了。 两千金币,陆少游可不会客气,自己现在缺的就是金币啊,自己可是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在,两千金币,还不到四分之一,不过也算是不少了。 规真丹,二品疗伤丹药,价值三百金币左右。 陆少游看着大伯陆东所给的那规真丹,也算是不错了,还有那提气丹,也都是二品丹药层次,提气丹也是有着增强真气的功效,但比起自己炼制的增援丹,似乎是又要差上一个些了,自己炼制的增援丹,除了能够增加真气之外,还能够增强灵气呢,而这提气丹可就没有了那个功能。 有伤势在身,陆少游回到庭院之中后也立刻遮回去了房间准备疗伤,盘膝而坐在床上,手中掏出了那颗龟真丹,张嘴伏下。 丹药入口,顿时化作一个能量往四肢百孩之中散落而去,陆少游运起阴阳灵舞绝,开始吊息起来。 片刻之后,周身营绕在了一片光泽之中,显得是玄傲难测,陆少游的体内,伤势正在缓缓的恢复着,本来靠着阴阳灵舞绝,陆少游就感觉到要恢复伤势没有太大问题,这阴阳灵舞绝在修炼上速度其慢无比,但是恢复伤势和真气上,却是快的惊人。 加上此时服用了硅真丹,陆少游感觉到自己本来就不是太重的伤势,更是在快速的恢复着,身上说不出的舒服。 夜幕降临,一处陆家的时势外,陆东恭敬的助力在外。 这一次的结果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天赋不错之辈? 时势中一道低沉苍老的声音传出。 这一次陆家天赋极佳的年轻一倍不少,陆妹那丫头已经是水系八重武徒,周海明乃是土系七重武士,陆云那丫头也是让人意外,是水系二重武士了,最让人意外的是少虎,木土双系三重武徒,天赋特辑。 陆东说道。 双系五者呀,我陆家竟然是出现了双系五者,一定要好好培养。 时势中苍老的声音说道,听得出来,声音都是有些激动起来。 孩儿知道,不过还有这次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发生。 陆东说道。 是少游那孩子们。 苍老低沉之声说道。 不错,少游这次检测出来,乃是三重武士了。 陆东说道。 那低沉苍老的声音道,一个人能够修炼到这程度,天赋极其不错了,年纪也才十六岁吧,还不到十七岁。 爹,问题是,少游这孩子,陆东沉了沉气,随即道,少游检测出来,乃是三系五者,土系,火系,还有难得的风系,天赋顶级,就连周海明,也被他一招出手击成重伤,身上还有一种我也看不透的防御武技。 时事中,顿时一片寂静,久久没有说话。 爹,陆东神色疑惑,随即轻道一声。 马上给让少游认祖归宗,三系五者,我陆家的三系五者,一定这要好好保护和照顾,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 时事中,那苍老的声音激动的颤抖说道。 可是三弟妹那边怎么交代,当初我们可是答应过他的。 陆东轻道。 他不也答应过陆家吗,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却知道,他要是不同意,就让他来找我,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话说,以前为了陆家,我不识破他,而现在少游乃是三系五者,为了陆家在,我这老骨头怎么样也要挺上一挺了。 时事中那苍老之声继续说道。 可是,我怕少游会有危险。 陆东说道。 让少游马上搬到前院来。 时事中苍老之声继续说道。 少游那孩子似乎是对陆家并不待见,还有意离开陆家,只怕是认祖归宗心中都有些不愿意啊。 陆东和陆少游接触过,自然是知道陆少游的性格。 这孩子,是我们陆家欠他们母子的,只要他认祖归宗,能够接受的条件都答应他,实在不行的话,从罗氏身上说吧,以他的性格,一定会说服少游的,只是这样,我们陆家就欠他更多了。 那苍老低沉的声音说道。 爹,我知道该这么做了。 陆东说道。 对了,我猜测少游的背后,应该是有高人存在,少游其他的一切,你就不要太管了。 有高人,这不太可能吧,少游没有离开过陆家呀。 陆东惊讶道。 少游能够成为武者,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至少我都办不到,这后面的高人不简单啊,或许这也是少游的机缘吧,对方看样子对我们陆家也没有恶意。 我们就不需要管了。 那苍老身影道。 是。 陆东惊道,心中也是免不了惊讶不已。 第四十八章暗杀。 还有陆家藏五格,从现在开始,少游可以随便进去,这孩子,没有我们照样能够到现在的地步,所以一切,我们就不要干涉了,但这段时间,却要保护好他的安全,直到进入云阳宗,他的实力,估计要进入云阳宗内问题并不大,就算实力不够,三系五者,云阳宗都会抢着收入宗中,到了云阳宗,少游就算是安全了。 时事之内,那低沉苍老的声音道。 爹,我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陆东说道。 对了,老三知道了吗? 时事中,苍老之声问道。 知道了,我刚刚已经和老三说过,老三这些年,也一直是在闭关之中,从来没有出来过。 陆东说道。 这孩子,也真是为难他了。 时事中轻轻一叹,随即寂静无声。 第二天一早,陆少游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眼中目光之中,两道金光若隐若现久久不散,周身萦绕的光芒尽数收敛,整个人气息恢复到完好无缺,这伤势在阴阳灵舞绝和归真丹的帮助下,一夜的时间,已经是完全康复了。 这归真丹倒是不错。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要是没有归真丹,自己的伤势也绝对是无法恢复的这么快的。 收拾一番之后,陆少游出了房间到了小厅中,陆无双和陆小白,罗兰氏三人都在小厅之内。 少游,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陆无双最先看到陆少游,问道。 已经好了。 陆少游睡到,现在伤势已经是完全康复了。 这么快? 陆无双惊讶起来,昨天陆少游的伤势他可是亲眼看见的。 虽然说不是太重,但也不是说太轻,这伤势恢复的还真是让人意外。 公子,原来你是三系五者,真是太好了。 陆小白兴奋不已,以后跟在公子的身边,前途可是一片光明啊。 少游,你大伯让我们搬到前院去,你怎么看? 罗兰氏说道。 搬到前院,为什么? 陆少游这神色微微一变,自己在这后院可是住得好好的。 少游,族中商议过了,同意让你认祖归宗,搬到前院去。 陆无双说道。 同意让我认祖归宗。 陆少游顿时冷笑一声,道,那我是不是还要感恩戴德,认祖归宗,我不欠陆家什么,对陆家也没兴趣。 少游,可是,陆无双眉头一皱,似乎是早就猜测到这结果了。 无双姐你不用多说了,要是我不是三系舞者,陆家会这样吗?陆家,我不感兴趣,我先出去一趟,晚一点回来。 陆少游睡完,随即便离开了庭院。 这孩子,罗兰是叹了一口气。 陆家之人,还真是当别人都是傻子啊,认祖归宗,老子又不是陆家的人。 一路上陆少游心中暗暗想着,随即也没有多在意什么,反正自己对陆家可没有什么兴趣。 出了陆家,陆少游便是往天堡门而去,身上还有五十颗灌顶单和两千金币,加上一颗增援单,还有昨天得到的提气单,陆少游都想卖了用来还债。 三系舞者,没想到还有三系舞者出现。 天堡门之内的一处小厅中,独孤冰蓝惊讶说道。 小姐,这路少游隐藏的时间估计不短,陆家之人也一直没有发现,看来,这路少游应该是舞者而不是灵者了。 五直是道。 但这路少游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灵者存在,自身又是三系舞者,看样子这次青云镇上云阳宗的名额,他也一定会去的。 丫鬟翠玉沉思了一下,眉眸流转,随即轻轻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独孤冰蓝似乎是在问丫鬟翠玉的意见。 五直是,你去安排一下,这次云阳宗的名额,让小姐也去一趟吧,没事去云阳宗看看也好。 丫鬟小玉说道。 是,我会安排好的。 五直是说道。 小姐,五直是,那路少游来了。 一个天堡门汉子在门外说道。 快请陆少爷进来。 独孤冰蓝和那丫鬟翠玉注视了一眼,随即说道。 陆少游缓缓到了天堡门,这今天还是大年第二天,天堡门的生意却是依然不错,柜台上有着不少的人正在挑选着物品。 陆少爷,我们小姐有请。 一个天堡门壮汉呆夺陆少游再次到了二楼那装潢豪华阔气的小厅之内。 独孤小姐,五直是。 陆少游一眼就见到了那独孤小姐和五直是,还有那丫鬟翠玉跟在身边。 陆少游还真是早啊,快坐,先恭喜陆少爷了。 独孤冰蓝一笑道。 恭喜我什么,我可是还欠你们一屁股债。 陆少游一笑,随即坐下。 五直是道,现在整个青云镇都知道了,陆少游乃是三系舞者,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呵呵,运紧而已。 陆少游轻道,看样子,这天堡门的消息还真是灵通,随即掏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那五十可灌顶单和一颗增援单,一颗提气单,还有那一张玉金卡道,这里的先还债吧,麻烦五直是,再给我一百份我第一次拿到的药材,还有十份上次拿的药材。 没问题。 五直是说道,随即注视着陆少游拿出的一颗增援单,神色一愣,拿到了手中仔细的端向着,最后神色惊讶的说道,陆少爷,这可是增援单。 不错,正是增援单。 陆少游说道。 陆少爷手中的单药都是好货色呀,这增援单虽说是二品单药,但是层次却是接近三品单药,而且在增强真气的效果上,比起提气单可是好上不少,甚至是有着增强灵气的作用,这提气单一般的卖价。 才两百金币左右,但是增援单却是可以达到三百五十金币,一般商铺,也极难有增援单买。 五直是惊讶道。 陆少游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炼制的增援单,价值比起一般的二品单药药贵上一小半左右。 陆少爷稍等,我这就去给你准备药材去。 五直是说完,便是离开了小厅去帮陆少游配置药材去了。 陆少爷,这次看来,是要参加青云镇上云阳宗的比试了吧。 独孤冰蓝道。 独孤小姐知道的不少啊,正是,据闻云阳宗可是三宗四门之一,我也想去看看。 陆少游睡道。 独孤小姐这么叫,可是有些见外了,以后陆少爷就直接叫我冰蓝就好。 独孤冰蓝轻道。 冰蓝小姐。 陆少游也没有客气,不过心中却是有些别扭,这小姐的称呼,在自己前世,如此称呼一个女人的话,运气不好,说不定要挨上一巴掌的,但是在这里,却是不一样,自己也只能够入乡随俗了。 那我以后也就叫陆少爷的名字少游吧,显得没那么生疏,陆少爷不会介意吧。 独孤冰蓝微微一笑说道。 请便。 陆少游轻道,这自己自然是不会介意的。 陆少爷,你要的药材都准备好了。 五值是拿来了两个大包,里面包裹的都是一堆药材。 那我就不打扰了,下次,再来还债。 陆少游说完,提着两大包药材,就离开了天宝门,刚刚自己交了五十颗灌顶单,还有两千金币,家伙说那个增援单,提气单,还有上次的十几颗灌顶单,现在自己所欠天宝门的债,应该是不多了算下来,扣下本钱,最多也就是只有四千金币了,加上这次自己在炼制完手中的药材, 估计就能够还得干干净净。 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陆少游迅速把手中的药材收入到了储物戒指之中,随即直奔后山而去,小龙在后山可是待上了不少时间了。 直奔后山,陆少游似乎能够感觉到小龙的存在,一处山谷树林之中,陆少游正往前眺望,末的,周围空间之中,无形波浪涌动。 第四十九章小龙显微 小子,你死定了。 一道身影从上空瞬间落下,来人一袭黑衣,就连脸上也是围着一块黑布,眼中目光伶俐的盯着陆少游,一股冰冷的强横气势,从来人体内扩散而开,从声音中猜测,来人应该是中年年纪。 好强的实力 感受到对方的强悍实力,陆少游顿时觉得自己体内的真气也受到了压制一般。 你是谁? 陆少游退后术步,看来者的气势模样,也知道此人应该是对付自己而来,至于来人是什么人,陆少游却是这不用猜测,也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了,不管是以前的陆少游还是自己,都没有任何的仇家,除了那赵慧之外。 要你命的人? 那黑衣人冷道,周身气息寒冷无比。 难道连名号也不敢留吗? 陆少游问道,对方的实力自己看不透,但明显不是对手,只有拖延时间,找机会逃走了,对方修炼的,应该也是水属性武技,能够把真气转化成寒冰之气,其修为也是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了。 你还不配知道,难道你还想拖延时间,哼。 黑衣人眼中浮现一抹饥讽的笑容,冷笑道。 走 陆少游第一时间往后而逃,除了逃,自己现在想不到任何办法,脚尖一蹬,身形暴退向后。 想逃,做梦。 瞧着陆少游的举动,黑衣人周身煞气闪过,眼中冷意斗射,脚掌在地面一踏,身形闪电般的对着陆少游狂射而去。 在这黑衣人闪略追向陆少游之时,手中一道手印打出,周身的冰寒之气迅速弥漫,淡淡的雾气,也是缭绕其中,笼罩周围空间,就像是大雾天气一般,带着一股刺骨的寒冷,将陆少游的视线完全的遮掩。 被周围的冰寒雾气遮掩了视线,陆少游脸庞微微一变,他知道,这次恐怕真是有大麻烦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是这黑衣人的对手,要逃都没有机会。 在这寒冰雾气之中,陆少游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方向,心头便是闪过一抹不妙,此时自己的速度也被克制,无法向前迈进一步。 对方实力太强。 陆少游心中惊骇,一股死亡感在心头弥漫。 乳臭未干的小子,让我来对付你是大财小用了,不过也好,以除后患。 黑衣出现在了陆少游身前,身前刻起寒冷无比,一股无形之中的压迫之力笼罩在了陆少游的身上,陆少游此实体内的真气也像是凝固了一般,根本无法凝聚。 陆少游神色暗沉,这就是层次压迫,自己和对方实力层次相隔太大了,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 去死吧。 黑衣人一声冷笑,手中手印淡淡一变,一道掌印拍出,周围空气顿时凝固,一股凌厉的寒冰之气瞬间压制向了陆少游而来。 嗖,就在这时,浓郁的白色雾气之中,一道淡黄色光芒暴掠而出,正是在后山待了数天的小龙。 小龙娇小的身躯,此时身上光芒耀眼,随即在小小的脑袋上,一股炽热的火焰无形凝聚,这火焰喷出,周围空间之中的寒冰之气顿时化作了一片虚无。 咦,突然见到一条小蛇,那黑衣人也是眼色惊讶,随即冷笑一声,一道掌印翻飞,一条小妖兽,一起死去。 掌印之下,寒冰之气再次汇聚,闪电般笼罩空间,狠狠拍向了小龙而去。 吃,小龙信紫直冒,小嘴一张,娇小的身躯就像是一道耀眼的黄色闪电一般,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瞬间脱离了黑衣人的攻击,张嘴直接咬向了那黑衣人的脖子而去。 什么妖兽? 那黑衣人都是惊讶到了,眼神一沉,瞬间暴退,手中瞬间一道寒冰爪印直接抓向了小龙鹅而去,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啪!小龙娇小的身躯身躯瞬间被拍飞,狠狠砸在了数十米开外的地上。 小龙 陆少游心中一惊,也不知道小龙怎么样了,而此时那黑衣人已经是再次扑来,一道寒冰掌印轰出,小子,死去吧。 青灵铠甲 陆少游急速凝聚出青灵铠甲来,到了这时候,自己也只能够拼了,尽管知道自己不会是对手。 嗖,一道破空声再次响起,却是小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次到了黑衣人的身后,小小的脑袋上露出了猙獰之状,淡黄色的身躯之上,带起一片金色的火焰。 这到底是什么妖兽? 黑衣人彻底惊讶了,自己刚刚出手就算是一个武师也难以活命,这小小的妖兽竟然没有死,还有这般诡异的变化,真是奇怪。 黑衣人身躯暴退,不得不是放弃攻击陆少游提防着这诡异的妖兽小蛇,手中手印变化,一道爪印,再次再拍向了那淡黄色小蛇而去。 嗤嗤 爪印落下,却是在小龙背上那金黄色的火焰下坚持了片刻后,就化作了虚无,小龙身躯一缓,随即又是直扑向那黑衣人。 寒冰拳 黑衣人惊骇起来,手中手印变化,右手一道上数米的拳印瞬间从周身寒冰之气中暴掠而出。 狠狠落在了小龙的身上。 砰 拳印落下,小龙身躯再次被轰飞,重重摔落在了远处。 小子还不给我死去。 黑衣人神色一沉,手中手印变化,身前一束寒冰之气瞬间化作一道冰锥暴掠而出,穿过空气,瞬间到了陆少游的身前。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瞬间这一道冰锥就到了陆少游的身前,一股寒冰之气扑鼻压空而来,陆少游顿时感觉到自己周身刻气凝固,温度急剧下降,空间都要被冰封了一般,自己根本躲无可躲。 何方鼠辈,来我陆家放肆。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道清喝传出,随即一道白色身影凭空而出,这白色身影出现,屈指轻弹,手中之中一道火焰猛的自掌心中浮现,随即凝聚成一片火焰脱手而出,瞬间包裹住了那一道冰锥,那冰锥顿时全部消融而去。 这时,陆少游已经是做好了不死即伤的准备,注视着来人,此人一袭白袍,见眉星目,无形中一股鹰气逼人,但神色之中,却是有些压抑的感觉,看着此人的模样,陆少游心中顿时一沉,从记忆中也得知,此人正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父亲,陆家现在的家族,陆家老三陆中。 嗖,这一愣肩,小龙却是瞬间出现在了陆少游的手上,心腻的在陆少游的身上磨蹭着。 小龙,你没事吧? 陆少游仔细的检查着小龙,刚刚小龙可是被那黑衣人击飞了两次,此时看小龙倒是没有什么伤痕,身躯比起七天前也是要大上一丝的模样了。 陆中 黑衣人注视着陆中,眼中神色顿时一沉。 鬼鬼祟祟的,阁下也太没胆量了吧。 陆中注视着那黑衣人轻道。 哼,好个陆家。 那黑衣人冷哼一声道。 既然阁下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那我就自己动手了。 陆中轻道一声,身影纵身化作一道白影猛然暴冲而出,几乎是犹如一抹闪电一般,接近了那黑衣人而去,速度之快,快如闪电。 那要看看你的实力够不够了。 黑衣人说道,身影意识顿时暴退,周身寒冰之气不停抖动起来。 第五十章一个条件 嗡,的一声, 陆中的手中一把暗红色的长剑出鞘,剑芒划破一片寒冰之气,毫不客气的狠狠对着面前的黑衣人劈了过去。 望着那夹杂着压迫风声而来的剑影,黑衣人双手快速的截出一个手印。 青鹤道,寒冰雨 黑衣人其面前的白色寒冰雾气忽然急速翻涌,带起整个空间抖动,随即身前一片冰雹铺天盖地暴掠笼罩向了路中而去。 冰雹带起尖锐呼啸的破风声,空间温度急剧在降,周围伤骨之上,顿时被结成了一片寒冰。 哼,给我破。 路中眉头微皱,随即脚掌猛然一踏地面,随着一声能量乍响,身体暴冲而上,带着一股炽热的气息,手中长剑在半空一道剑决打出,随即长剑脱手而出。 剑芒撕开寒冰之气,随后在上空化作数百上千道芒,剑芒撕破空气,隐隐淡着一片淡淡的火焰在其中,瞬间暴射笼罩向了那黑衣人而去。 羞羞! 一片冰雹和剑影像撞击的声音传出,上空中火光击射,随即无数冰雹和剑影都消失在了上空之中。 不愧是陆家老三,再来。 黑衣人手中手印再次变化,看着陆中已经是有些惊讶起来,手中长印交错,瞬间打出无数碎冰铺天盖地的笼罩向了陆中而去。 碎冰之中,在光芒照耀下显得是五颜六色梦幻无比,但此刻却是杀人的粒粒气,碎冰的周围,都是锋利的棱角,在真气的控制下,都是强悍无比。 来得好,只是你还差点。 路中轻喝一声,周身温度瞬间暴涨,与此同时,一片火焰笼罩在了周身,整个火焰笼罩的空间周围,寒冰之气化作虚无。 火焰跳动,最后化作一片火海,尽数笼罩空间,这火焰跳动腾烧而去,空间一片痴痴声响不断,整个空间冰火重叠,煞事奇妙。 路中手印变化,周身火焰更加炽热几分,寒冰之气尽数焚烧成了虚无,化作一块块巨大的云团飘散在了上空。 去! 将碎冰尽数清除之后,路中身影带起一片火焰圈猛然冲天而起,剑影暴略披向了那黑衣人而去。 黑衣人身躯抱退术部,手中手印退出,周身寒冰之气散发而出,与此同时的时候,身前凝聚成了一片巨大的寒冰盾牌。 破,路中挥剑直披而下,剑影之下,有着炽热的火焰在挑动。 当! 寒冰盾牌之上响起一阵清脆的声响,而与此同时,几块细小的冰块瞬间掉落,随即却是整个寒冰盾牌均裂破碎,碎冰落地后,瞬间化作白雾消失不见。 扑齿! 也在此时,那黑衣人一道鲜血喷出,脸上蒙住的黑纱也染成了红色,身躯亮枪退后竖部。 路家老三名不虚传,告辞。 黑衣人说完,身影瞬间纵身离去。 路中注视着黑衣人的背影,也没有再追的意思,他的实力只是墙上一些而已,要追杀绝对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光随即注视向了陆少游,也怕这是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你还好吧? 路中注视着陆少游,久久才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还好,死不了。 陆少游轻道,为了死去的陆少游,陆少游对自己这父亲也印象好不到那里去。 下次出门要小心一些,最好不要离开路家。 路中轻叹一声,似乎是对于儿子的反应,已经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没事了吧,那我走了。 陆少游睡完,带着小龙直接离开了后山,这种父亲,不要也罢,根本就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自己何必认他。 注视着陆少游的背影,路中神色一片黯然,片刻之后,看着陆少游走远,这才纵身消失在了后山。 小龙,你没事吧? 抱着小龙在手心,陆少游担心不已,生怕小龙受伤。 痴痴。 小龙信子亲密的在陆少游的手上伸缩着。 小小的脑袋上,漆黑的圆溜溜眼睛高兴的看着陆少游,微微点头着,似乎是能够听懂陆少游的话。 没事吗? 陆少游都是怀疑起来,那黑衣人的实力,至少都是到了五破层次,小龙被两次击飞,竟然没事,这防御力也真是强。 少游少爷。 见过少游少爷。 从后院中回来,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仆人,此时这些仆人都是尊敬行礼,一个个口称少爷,陆少游在族中祭祖,所有的仆人也都是心中认为这原本的废柴少爷,此时已经是任祖归宗了。 陆少游微微点头,和这一众仆人自然是没有什么好计较的,随即回到了庭院之中。 快搬,给我用力点。 这是公子以前最喜欢的,可别弄坏了。 陆少白的声音陆少游在庭院外就已经听到了,心中一震,随即走进庭院,却是看到了正有十来个仆人在庭院中搬出了不少的东西。 小白,你这是做什么? 陆少游神色一沉惊讶问道。 公子,夫人说要搬到前院去。 陆少白说道。 搬到前院,都给我助手,把东西给我搬回去。 陆少游睡道,随即快步走进了庭院。 娘,我不想搬到前院去,我们就住这里挺好的。 陆少游进了小厅,见到此时小厅中母亲和陆无双正在收拾着一些杂物。 少游,我也觉得这挺好的,可刚刚你大伯来找过我了,他说的对,你必须搬到前院中去。 罗兰师说道。 娘,我们就住这里就好。 陆少游扶着罗兰师坐下,心中暗道,看样子是自己不认祖归宗,陆家可是想尽了办法,开始说服自己母亲了。 你这傻孩子,你大伯说了,你很危险,在前院中你会安全的多,你不能够住在后院,还有,你知道的,让你认祖归宗,一直都是娘的心愿,你听话吧,就算是为了娘好吗? 罗兰师拉着陆少游的手说道。 娘,陆家这么对你,你还帮着陆家,我们不要靠陆家,儿子以后也能够养你。 陆少游睡道,看样子,陆家可是在母亲耳边说了不少话。 少游,我知道你心中有些责怪陆家,但是这里面,有些事情很复杂,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就搬到前院去吧,还有,你身上流着的,始终是陆家的血,认祖归宗也是应该的,就当是完成三姨的心愿吧。 陆无双被齿轻启道。 那娘的名分呢? 陆少游注视着陆无双问道。 这,陆无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爹还没有说过三姨的事情,心中也知道这个很难。 少游,娘无所谓,娘只要看见你好就可以了,再说娘这次也和你一起搬到前院去,娘以后也跟着你享福了。 罗兰师轻轻笑道,眼中已经是一片满足。 娘,陆少游不知道陆家和娘说了什么,看着母亲的神色,也不想让母亲失望,随即注视着陆无双,道,吴双姐,麻烦你和大伯说,要想我认祖归宗,那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第五十一章 有些寒沉 说吧,陆家能够做到的一定没有任何问题。 陆无双说道。 陆少游注视着陆无双,道,要想我认祖归宗,先要让我娘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不能够是二房,否则的话,谁来说都没用。 这,陆无双犹豫了一下后,随即道,这件事情我要和爹去说说才行,少游,你就先搬到前院去吧,也安全一些,还有陆家藏五阁,你现在也可以进去了,还有一个月,就是青云镇上各大家族之中的鄙视,进去看看,说不定对你有所帮助。 陆少游心中也是在琢磨着,自己在后山遇到了暗杀,要不是命大,自己就死瞧瞧了,这在后院之中确实是不太安全,到了前院之中,一有风吹草动,陆家之中的强者也会立刻知道。 犹豫再三,陆少游也是考虑到,除了自己的安危之外,还有母亲的安危,在这后院之中,自己母亲的安危也没有保证,你照会要对付自己,说不定也有可能到时候对付母亲。 而那赵会,陆少游心中充满了怒火,却是也没有办法,那赵会的实力很强,自己现在也根本不是对手,否则的话,自己怎么样也要立即击杀以绝后患。 好,我可以先搬到前院,但是刚刚那个条件,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陆少游睡到,母亲的名分,自己怎么样也要争取,这是属于母亲应得的。 好,我会和爹说的。 见到陆少游同意去前院了,陆无双露出了笑意。 这庭院好大呀,真漂亮。 一处宽大的庭院之中,陆小白兴奋说道,这庭院的院子内,还有这一座假山鱼堂,不少金鱼正在里面欢快的游着。 陆少游打量着这庭院,倒是有点像是别墅一般,周围都是脸色植物,客气清新,比起后院可是天壤之别了,看样子陆家也是家底丰厚啊。 少游,这里怎么样,是我帮你挑选的,我就住在隔壁。 陆无说道。 恩,这里不错,多谢无双姐了。 陆少游说道。 对了少游,你待会去挑选几个仆人吧,平时打扫一下庭院,还有照顾你和三姨。 陆无双说道,按照陆家的直系少爷的仆人配置,可以有一个小管家,五个仆人的。 小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就留在这吧。 陆少游说道。 是,公子。 陆小白应道,跟在公子身边,自然是要好得多。 对了母亲,我要闭关十天左右,要出去一趟,你就在这住着吧。 陆少游说道,安排好母亲之后,有着陆小白在照顾,又在前院中,陆少游也没有了其他的担心。 要闭关,那你小心一些。 罗兰是没有阻止,儿子已经是舞者,闭关修炼是正常的,马上就要参加青云镇上的较量,自然是要做好准备。 少游,你去哪里闭关,陆家中有公闭关所用的地方。 陆无双道。 吴双姐,我自己有地方闭关的,这里就麻烦你照顾了。 陆少游说道,自己闭关就是炼制丹药,还是在南叔的密室中好一点。 那好吧,你要注意一点。 陆无双也没有多说说什么,还有一个月就是青云镇上的笔试,确实是要做好准备才行。 夜幕降临之后,陆少游才前往后院柴房密室而去,十天时间,自己拼命一下,就能够把债给还清了。 确定没有人在周围后,陆少游闪身进了密室之内,顿时目瞪口呆,南叔算准了自己一般,又在密室中。 怎么还没死啊,算你小子命大。 老仆人南叔微微说道。 南叔,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陆少游轻道一声,随即疑惑道,你怎么知道我被人偷袭的? 我怎么不知道,以后你出去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次算你命大。 老仆人南叔说道。 南叔,你知道我有危险也不出手,太不近人情了。 陆少游道。 你那个父亲不是出手了吗,要我出手做什么,再说,我和你可没关系,你还来我这做什么? 老仆人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说道。 我找个地方炼制丹药,就只有你这个地方了,别小气嘛。 陆少游邪笑说道,知道南叔不会真的赶自己走的。 你这次显露出三系舞者,只怕是有利也有弊,你自己小心一点,以后出去也注意一点。 老仆人南叔说完,随即往外走去,停顿了一下后,道,到时候你去陆家之中找些武器修炼一下,你只有开山掌,是有些寒沉。 你才知道。 陆少游嘀咕一声,做了一个鬼脸,却是不敢大声,自己全系舞者,却是只会开山掌,这确实是有些不够。 南叔离开之后,密室关闭,陆少游便是掏出了火龙顶来,储物戒指之中的两大包药材也放到了密室,接下来的时间,自己就只有拼命的炼制丹药了。 先炼制灌顶丹吧。 灌顶丹虽然是价格低上一些,但是自己炼制出来的速度却是极快,失误基本上也不会有,陆少游还是决定先炼制灌顶丹还债。 盘膝而坐,手中手印一截,灵力从火龙口注入,顿时火龙顶内火焰出现,陆少游熟悉的投入了炼制灌顶丹的药材。 炼制灌顶丹,此时对于陆少游来说,已经是很轻松,只是现在陆少游是要炼制出一百颗来,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算着这一百颗灌顶丹,陆少游也猜测着,自己的账就应该是还得清楚了。 一处庭院之中,赵慧脸色盛怒,眼中目光凌厉,怒道,没想到这都杀不了那杂种,该死的,一定不能够让他上云阳宗,否则就更加不好对付了。 小姐,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了,陆家一旦决定让他认祖归宗,看样子这次陆家是准备和我们撕破脸也要让那小子认祖归宗。 身边赵二说道。 那是当然,那小子走运竟然是三戏五者,陆家绝对不会松手,只可惜这次失去了机会。 赵慧冷道。 小姐,当初我们和赵家有协议在,不能够让那小子认祖归宗的。 赵二道。 可是,我们当初在那小子的身上做了手脚,却是被陆家那老家伙看了出来,他那这件事情堵我的嘴,我也没有办法,可恨,那小杂种一定是有什么机遇才能够解开我们做的手脚,否则怎么会成为武者。 赵慧冷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那小子已经是搬到了前院,我们更加不好对付。 赵二说道。 等机会,一定不能够让那小子活着,否则的话,对我们的全盘计划都有影响。 赵慧神色一寒说道。 夫人,大爷在大厅有请。 一个贴身脸上红肿的丫鬟缓缓缓走了进来,正是被陆少游暴打了一顿的丫鬟小兰,此时脸上淤肿未消,嘴角也是红肿的老高,眼睛一黑一青,这模样让赵二冷不防吓了一跳。 知道什么事情吗? 赵慧神色一收,问道。 大爷连夜在赵开族中长老会议,似乎是有大事。 小兰轻道一声,声音和以前相比,都是有些变化,应该是被陆少游暴打一顿后,声带受到了影响。 大事,赵慧神色微微变化着,随即一步出了房间。 陆家大厅之中,此时端坐着不少的人,估摸着有着二十多人左右,陆东、陆西、陆南、周立星等人在座之外,还有不少老者,在祭祖之时,也是有所见过,都是陆家的一些族中长老。 第五十二章一百零八颗灌顶单 赵慧到了大厅的时候,收起疑惑之色,端坐在了上手一侧的空位上,道,大哥,这么晚赵开族中长老会议,莫非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不错,你既然已经同意了少游认祖归宗,我刚刚也和族中的各位长老商议过了,罗兰也该有个名分了,以后罗兰就是二夫人吧,你们两人不分大小,你应该也没有意见吧? 陆东淡淡的注视着赵慧说道。 什么,这不可能,那剑必要和我平起平坐。 还要成为陆家夫人,我坚决不同意。 赵慧顿时怒道起来,他怎么样也无法接受这个。 罗兰已经受了不少的委屈了,现在少游是三系武者,认祖归宗,罗兰是应该有一个名分了。 下手,一个陆家青袍长老说道,从气息上来看,这陆家长老,其修为似乎是也到了舞破边缘的层次。 这也是少游的条件,三系武者,如此天赋,我陆家不能够不在乎。 一常山陆家长老负义说道。 放屁,别忘记了当初你们陆家答应我的条件,难道是欺负我赵家无人不成,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 赵慧怒视着那两个陆家长老说道。 三弟妹,这件事情你不同意也要同意,我陆家是答应过你,但这样事情老爷子亲自同意了,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找老爷子谈,至于其他的,我们已经决定了,哪怕赵家和陆家对峙起来,这事情也不能够更改,希望你能够理解。 陆东说道。 好你个陆家。 赵慧大怒,却也是无可奈何,他有把柄在老爷子的手上,当初他在陆少游的身上下了暗手,此时根本就无法多说什么。 弟妹,这就算了吧,就算那罗兰和你平起平坐又怎么样,他还只是一个丫鬟而已。 陆南轻道。 哼。 赵慧冷哼一声,道,陆中呢,他怎么说,为什么出关也不来见我。 三弟已经再次闭关了。 陆东轻道。 赵慧神色极度难看起来,随即注视着大厅中众人,为了足中的计划,他只有人,现在还不是和陆家闹翻的时候。 哼。 赵慧再次冷哼一声,随即道,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了,又何必让我来,你们陆家自己决定就好。 说完,赵慧就离开了大厅。 时间如流沙一般,缓缓流逝,转眼间陆少游闭关炼丹已经是五天过去了。 而此时在青云镇上,却是热闹了起来,附近的几个城镇之中的舞者,还有小家族中的人都是到了青云镇上,一时间青云镇上热闹飞凡起来,大街上人流熙熙攘攘,比起往常还要多得多。 而在大街上,九四商铺里面,大家谈论的也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三年一次云阳宗的招收新弟子,提到云阳宗,这青云镇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身为舞者和灵者的话,那就更加是如雷贯耳了。 云阳宗,三宗四门之一,门中弟子成千上万,势力庞大,这青云镇就是云阳宗的地盘,而云阳宗也是附近所有舞者的圣地。 云阳宗三年才招收一次弟子,而且是非天赋即家者不收,每一次招收新弟子,青云镇上都只有区区的五个名额,为了这五个名额,整个青云镇上的人都在争夺,尤其是以青云镇上的五大家族争夺得更加厉害。 每三年一次的云阳宗新弟子名额,基本上都是落入了这五大家族的囊中,其他的小家族很少能够争夺到名额,在族中弟子的培养上,小家族和这五大家族又是有些差距。 而青云镇上的五大家族,分别就是杨家、秦家、陆家、罗家还有王家,这五个家族的势力在青云镇上也是相差无几,也都能够相互制衡着,但都是一直在暗暗的想超过其他的四大家族。 这次不知道能够进入云阳宗的是那些家族中的人。 这还用说,一定是五大家族中的人,其他人想进去,只怕是不容易啊。 这也不一定,只要是天赋不错,也是有实力进去的,毕竟到时候,云阳宗会有强者亲自前来挑选弟子。 但是五大家族中的年轻一辈,从小就培养,其他人怎么比,除非是天才中的天才还差不多。 就是,按照往年来看,这五个名额都是五大家族之中的人。 据说这次陆家可是运气啊,出了一个双系五者,还有一个三系五者,都是到了五十层次,这天赋吓人啊。 据说那三系五者叫做陆少游,以前可是陆家的废柴少爷,从小被检测出来无法成为五者,没想到现在突然就成了三系五者。 总之,陆家这次运气可是不错呀,双系五者,三系五者,不久后,陆家的势力可就要大涨了。 大街小巷内,到处都是在议论中云阳宗这次招收新弟子的事情,而陆少游这个陆家的三系五者也被传开了,不少的人也是知道了陆家有着一个三系五者出现,这几乎是让所有人都是惊讶莫名。 陆家柴房密室之内,陆少游继续在不停的炼制着丹药,灵力注入火龙顶内化作炽热的火焰,整间密室也是炽热无比。 八天时间过去,陆少游灵气耗尽,就会掉膝恢复,然后接着炼制丹药,这八天时间的拼命,终于是把灌顶丹都炼制得差不多了。 砰,火龙顶打开,一股浓郁的药箱扑鼻而来,一颗丹药弥漫着淡淡的光泽出现在了密室中。 收! 陆少游轻喝一声,丹药出现在了手心之中。 第108颗 陆少游轻到,脸上露出了一股笑意,这一次,这一百份灌顶丹的材料,在自己的炼制下,却是炼制出了108颗灌顶丹,在药材的控制上,自己无疑是进步不少,可节省了不少的材料,而在丹药的品质上,比起以前来也是只好不差。 陆少游却是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百份的灌顶丹药才炼制出了108颗灌顶丹来,要是被其他的一些灵者知道了,一定会惊讶的目瞪口呆,这无疑是在炼丹技巧和掌控上,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一般来说,就算是灵魄层次的灵者来炼制这二品丹药,也难以做到这一步,而陆少游此时才灵溼层次,却是无形中做到了这一步,这除了极佳的天赋之外,还要在灵魂力上有着过人的长处才行。 嗖嗖 小龙从陆少游的衣袖内爬出,注视着陆少游手中的灌顶丹,性子贪婪的伸缩着,眼神紧紧的注视上了那一颗灌顶丹。 小龙,我倒是忘记你饿了,可是这里没有你吃的。 见到小龙,陆少游才想起来,小龙已经是八天没有进食了。 痴痴,小龙扭动着身躯,贪婪注视着陆少游手中的那灌顶丹,似乎是在说着什么。 第53章四重五事 你说你要吃灌顶丹? 陆少游问道,和小龙有着联系,无形中似乎是知道小龙心中所想。 吃吃 小龙微微点头,扭动着尾巴,闻着药香味,已经是有些忍耐不住了一般,目光紧紧的注视在了那一颗灌顶丹上。 你看样子也饿了,你能吃的话,就吃吧。 对于小龙,陆少游就像是对着自己的亲人一般,一颗灌顶丹,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吃 小龙示意,顿时张嘴就把这一颗灌顶丹吞进了嘴中,那小脑袋本来和那灌顶丹一般大小,但这一张嘴,却是把灌顶丹轻易吞进了嘴中,随即就钻回了陆少游的衣袖内不见。 陆少游疑惑了一下,随即一笑,小龙身为灵黄兽,说不定吃了这灌顶丹也是能够得到一些好处,现在一颗灌顶丹对自己也算不得什么。 还有十颗增圆丹。 陆少游继续开始炼制丹药起来,掉膝完毕之后,手中手印结出,灵力注入火龙顶之内,火焰顿时弥漫而出。 炼制增圆丹的材料在陆少游的掌控下,开始一样样的投入进去,这增圆丹可是二品丹药,陆少游是更加不敢大意,完全是全新投入炼制之中。 这增圆丹也已经是成功过炼制了两次,陆少游相对的有了些经验,炼制起来比起一开始炼制的灌顶丹,却是压力大上了不小。 时间再次缓缓过去,这炼制丹药的日子中,外界的一切,陆少游可是完全不知道,一心就在炼丹上。 陆家,最近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罗兰氏终于是被陆家承认,成了陆家的二夫人和大夫人不分大小,这件事情让不少仆人都是奇怪不已,这大夫人竟然是没有出来反对,这可不是大夫人的性格呀。 也有好事的仆人猜测着,这少游少爷可是三系舞者,舞者中的顶级天赋,就这一条,母瓶子贵,大夫人就算是反对都没有用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罗兰氏都是成为了所有仆人羡慕的对象,终于是苦尽甘来了,这些年,吃了不少哭,收了不少的委屈,终于是熬出头了,不像是他们,这一辈子都是无法熬出头了。 与其羡慕罗兰氏,不少的仆人更加是现实一点,羡慕起了陆小白,无缘无故成为了舞者,又和少游少爷关系亲近,这前途已经是摆放在哪里了,前途无量啊。 砰! 三天之后,火龙顶打开,一股浓郁的药箱扑鼻而来,一颗丹药冲出药顶,正是陆少游炼制的增援丹。 丹药之上,淡淡光泽营绕,药箱诱人,陆少游手中手印结出,一道土黄色的光芒包裹助增援丹收入手中,丹药之上,那淡淡的光泽这才消失隐去。 终于搞定。 陆少游脸色苍白,体内灵气消耗机会殆尽,这三天的时间,终于是炼制出了十颗增援丹来。 看着手中的十颗增援丹,陆少游露出了一丝笑意,不知道这十颗增援丹,能够帮助自己的实力突破到哪一步,自己现在迫切的需要实力增强。 先扶下一颗丹药再出关吧。 陆少游轻道,随即手中的一颗增援丹扔进了嘴中,丹药进入腹中,顿时化作了一股惊人的能量。 陆少游甚至是能够感觉到,这一股惊人的庞大能量就在自己的体内奔腾起来,连忙催动着阴阳灵武诀开始炼化。 一股股能量顿时在陆少游的炼化下,化作了一股股精纯的真气,同时,脑海中的灵气也在增加着,只是和以前一般,这增援丹虽然是能够同时增强灵力,但比起增强的真气来,却是要弱上了不少,这增援丹只是相对的增强灵力而已。 片刻之后,陆少游的周身营绕在了一片淡黄色的光泽之下,周身围绕着一片光芒气体,看起来甚是玄奥。 这增援丹的能量不小,陆少游缓缓有序的炼化着,这炼化的过程,也着急不得,不可能一时间就能够炼化完毕。 而在这炼化的过程之中,也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那便是这丹药的炼化,首先要将丹药炼化成能量,最后从力量中炼化出真气灵气来,这在体内还有着一个过程。 上次已经是炼化过了一颗增援丹,此时再次炼化,这些能量充斥在了周身经脉之内,陆少游周身经脉没有了当初那般疼痛,但也是有些充斥的经脉膨胀,在这些能量的充斥下,全身经脉再次受到了扩张。 在陆少游的体内丹田气海中,一道道的真气正在进入丹田气海内,陆少游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丹田气海,正在缓缓的增强着,这种速度,不是自己单纯的正常修炼能够相比较的。 时间缓缓而过,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陆少游周围的光芒气体,都是逐渐的变成了一层淡淡的能量膜,体内周身经脉,此时的痛感也轻了许多,经脉中的疼痛也已经是到了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随着经脉在经常吸收丹药之中庞大的能量充斥锻缓造之下,经脉吸收真气的程度也是强上了不少。 也可以这么说,陆少游此时周身的经脉,要是一般舞者的经脉,一秒钟能够通过一根婴儿指头大小的真气的话,那陆少游的经脉,就能够通过双倍,真气运转速度快,这在某一种情况下来说,那就代表着实力,在战斗中可是要占据不少便宜的。 在炼化这丹药能量之中,陆少游也是不敢大意,南叔也曾经说过,这要使炼化的能量过大,那全身经脉就很有可能承受不住,到时候经脉就有被毁的危险,同时也可能自己的神智都会受到影响,那时候自己绝对是危险的。 对于有危险的事情,陆少游一直都是牢记在心,不敢有任何的差错。 这增援丹中的能量,在陆少游的炼化之下,化作真气在体内经脉中运行一周天之后,最后都是直接源源不断的进入了丹田气海之内。 这时间缓缓过去,陆少游丹田气海之内的真气已经是越来越多,此时陆少游感觉着,自己体内的丹田气海之内,就像是一个单独的气体旋风海洋一般,真气越饱满,旋转速度就越快,自己周身的气息,正在缓缓的增强着。 如此这样,一直是到了第三天清晨,当最后一丝能量化作真气钻进了陆少游的丹田气海之后,陆少游体内的能量膜瞬间抖动起来,最后再次营绕在了陆少游的身前旋转。 小腹丹田气海之处,陆少游瞬间感觉到了一股能量调动,泛起巨大的波浪,最后狠狠的呼啸而起。 与此同时,密室中,双眸紧闭的陆少游,双眸骤然睁开,双眼之中,各自一道几乎是刺眼的精芒从眼中爆射出了,片刻后,这精芒才从眼中收敛不见,陆少游的眼中,那漆黑的眼眸,此刻似乎是再次深邃了一些,无形中,整个人的气质都是有些变化。 四重武士了。陆少游感觉着自己体内浑厚的真迹,此时比起以前三重武士的时候,又是要强上好几倍,难怪当初自己硬抗之下,根本就不是周海明的对手,周海明七重武士的实力,自己当初三重武士,相差得太大了。 第五十四章 梅川内衣 每一众相差都大,何况是相差了四重,而且越是往上,这相差就越大,自己当初要不是金木纳周海明,消耗的他差不多了,最后屏障着清零铠甲才侥幸胜出,否则自己可没有任何的机会。 才突破一重。 虽然是实力突破了一重,单路少游却是眉头一皱,自己当初服用第一颗增援丹的时候,一口气突破到两重,从一重武士突破到了三重武士,而现在这第二颗增援丹,却是刚刚勉强够自己突破一重的实力,照这样下去,越是往上突破,所要的要消耗就越大。 自己现在要是再服下一颗增援丹的话,也是难以突破到五重武士,而且自己刚刚才炼化一颗增援丹,体内炼化消耗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接着服用一颗增援丹,无疑是在浪费增援丹。 而自己要是想靠着增援丹一直突破到武士的话,这绝对是需要不少的增援丹,这对自己来说,也绝对是一笔巨大的金币消耗。 同时,陆少游也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是四重武士了,但是在灵力上的修为层次,依然还是在一重灵势而已,增援丹再在灵气的增加上,可没有真气庞大,自己要想增强灵气,那就只有在炼制丹药才行,靠着增援丹,可是绝对无法灵武同时突破。 也该去准备了吧,云阳宗内,到底有什么宝物,忘记问南叔了。 陆少游心中轻道,南叔让自己去一趟云阳宗,可自己却是并不知道要去拿什么,改天要问问南叔才行。 收起火龙顶和丹药,陆少游离开了柴房密室,随即往前院而去,这闭关一下就是十三天,估计母亲也该着急了吧。 见过少爷 一路上,陆少游遇到的仆人都是尊敬行礼,眼中再也不敢轻视这以前的废柴少爷,不少的丫鬟甚至是眼中放电,要是能够被少爷看上,他们的命运就会从此改变了。 一路回到前院自己所住的庭院中,一进门,陆少游也就看到了几个仆人和丫鬟正在打扫庭院。 见过公子 一个是五个仆人,两男三女,女的都是二十来岁左右,见到陆少游,顿时行礼,在陆小白的安排下,称呼少爷的一律要改成公子。 陆少游微微点头,陆小白倒是机灵,这别人叫自己少爷,自己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够逢人就说让对方别叫自己少爷吧,但自己庭院之中的丫鬟还是可以改的,这少爷的称呼,让陆少游听起来也实在是别扭得很。 公子,你终于回来了,夫人都担心死你了。 陆小白闻声而出。 小白,我娘呢? 陆少游并不意外,就知道母亲会担心的。 我再收拾一些东西呢,你这孩子,一出去就这么久,担心死我了。 罗兰是从内院走了出来,这些天可是担心的不行,此时见到陆少游,才松下气来。 娘,让仆人收拾就好了,自己就被动手了。 陆少游轻道,此时见到母亲。 气色可好了不少,同样是一身素衣,但气质已经是隐约中发生了变化。 我自己还没有老呢,还能够活动一下,再说我再收拾你小时候的东西,其他人收拾我不放心。 罗兰是说道。 随后,陆少游也听说了陆家同意了自己的要求,让母亲成为了陆家的夫人,看着母亲现在的模样,陆少游的心中也涌出了一种幸福感,倒不是那什么陆家夫人。 这陆家夫人陆少游自然是不会放在眼中,但对母亲来说却是非常的重要。 而让陆少游心中高兴的是自己终于改变了母亲的处境,让母亲不用再受委屈和吃苦了。 陪着母亲聊了一会之后,陆少游打算去一趟陆无双那边,自己打算去陆家藏五阁,却不知道陆,让陆无双带着自己去才行。 陆无双,这藏五阁,在脑海中也没有任何的记忆,只知道是陆家的绝对禁地,就算是陆家的子弟,没有经过允许,也绝对是不能够进去的。 陆无双所住的庭院就在隔壁,陆家前院之中,这种庭院有着不少,直系陆家子弟,都是单独的一座庭院。 到了陆无双住的庭院中,陆少游却是并没有见到仆人,陆无双这次从云阳宗回来并没有多久,平常都在云阳宗内,这庭院便是没有仆人照料。 吴双姐 陆少游到了庭院中,喊了两声之后,见到没有人应声,犹豫了一下后,便走进了庭院。 吴双姐,你在吗? 陆少游轻喊一声。 少游,你怎么来了,你在外面等一下吧? 一处房间内传出了陆无双有些慌张的声音,随即嘻嘻嘻嘻的传来了一阵阵水声。 难道是在洗澡? 听到这嘻嘻嘻嘻的声音,陆少游顿时按道,心中顿时想起了自己在后院之时。 可是被陆无双看光了,要是自己现在开门去看一下的话,算不算才对自己公平。 无耻。 陆少游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声,随即在小厅中坐了下来,脑海中却是不由自主的在想着美女出玉图,腹下都开始有些反应起来。 少游,你怎么来了? 片刻后,一道倩影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这是火上浇油啊。 瞧着这一道倩影,陆少游顿时心中暗道,只见此时陆无双穿着一件蓝色宫装,满头黑发湿漉漉的挂在肩后和身前,显得是妩媚动人。 胸前发尾刚刚到前肩下胸脯之处,发尾上的水迹浸湿了蓝色长裙,水迹之下,蓝色长裙若隐若现,胸前那两只玉兔半饮半现,显得是更加诱人,那两颗小草莓,可以隐约看出,正在骄傲的挺立着。 没穿内衣 陆少游顿时想到,或许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前世那样的内衣吧,这春色正好被自己看到。 此时的陆无双一身清爽,没有多余的装饰,但却是越发的迷人性感,陆少游真是没有想到,陆无双竟然会有如此性感的一面,凝脂般的肌肤上,还有着发肩上滴落的水迹,细细的腰,浑圆的臀部,精致的小脸,无不再诱惑着这正处在血气方刚年纪的陆少游。 陆少游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这也太诱惑人,忍不住轻道,相连半开交以你,当停计,欲人欲出心装喜,造化可能偏有意,顾搅明月隆隆地,供赏金尊审律义,莫辞罪,此花不与群花比。 你说什么呢?陆无双娇羞一声,低下头来,无意中看到了陆少游的目光一直是放在自己的胸口出,低头望去,自己胸口正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两颗小草莓,娇脸随即从脖子红到了耳迹,羞涩地跑进了房间中。 陆少游,你真无耻。 看着陆无双的反应,陆少游又一次的暗骂了自己一声,随即微微一笑,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吧,反正自己也被他看光了。 想起那若隐若现的小草莓,陆少游心中好不容易压制下邪念,那玩意,还真是诱人哪。 第五十五章 陆燕泉 少游,你刚刚看到什么了? 片刻之后,陆无双再次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已经是换好了一件淡色锦袍,头发也擦拭到了磅干,一股发香弥漫在身上,清香无比,红着娇脸,小声地对陆少游问道。 看到什么,没有看到什么呀? 陆少游轻道。 对了,你来找我有事吗? 陆无双半信半疑地看了陆少游一眼。 吴双姐,我想去一趟藏武阁,可是没有去过。 陆少游睡道。 陆无双道。 那我陪你去一趟吧,还有十几天就要参加云阳宗内的名额,你是该好好的准备一下了。 随着陆无双,陆少游穿过了几条长长的走廊,到了一处看起来年份有些长久的庭院前,这庭院之前,还有着两个陆家之人在看守,中年模样,陆少游观察着两人身上的气息,似乎都是在武士层次。 庭院的上方,有着几个楷书大字,上写着藏武阁,看起来有着一种古朴的气息,这藏武阁应该是年数已久了。 吴双小姐在,你怎么来了? 见到陆无双,一个中年汉子顿时问道。 我陪少游来藏武阁,把门打开吧。 陆无双说道。 另外一个中年汉子道,吴双小姐,要进藏武阁,要大眼和族中同意才行。 开门吧,我爹说了,以后少游可以随便出入藏武阁。 陆无双手中掏出了一块青色玉碱,似乎是陆家的一件信物。 是,吴双小姐,少游少爷,两位请进吧。 最先说话的中年汉子打开了庭院,是一两人进去。 跟随着陆无双,陆少游走进了藏武阁,到了一处宽阔的房间之中。 少游,这就是陆家藏武阁了,但是这里只有陈级和星级层次的武技,至于黄级武技,都在陆家长老手中,这里还有不少陆家先辈留下来的一些武技心得,要是用心体会,倒也是能够受益匪浅。 只有星级和陈级武技。 陆少游一愣,不过倒也没什么惊讶的,这武技可是极为珍贵,特别好似到了黄级武技的地步,更加是珍贵无比,陆家自然是不会把它放在藏武阁中,万一失窃,损失可就大了。 少游,这里的武技你可以随便选,但是每次只能够选一样,这是陆家的规矩,一年只能够选一次,但是这里面陆家先辈的一些心得,你可以随便来看,武技多了,杂而不惊,也不是一件好事。 陆无双继续说道。 无双姐,这里面有没有灵者的资料? 陆少游问道。 陆家现在一共才两个灵者,其他家族都只有一个,现在也都在外地商号,至于灵者的资料,实在是没有,灵者本来就稀少,一切都是需要靠着自己去领悟,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料存在,不过在云阳宗内,倒是有些过于灵者的资料。 陆无双说道。 哦。 陆少游轻音一声,随即注视着周围,周围摆放着一些预检,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抄资料。 另外,还有一些对于武者,各系属性的介绍,这些东西南书也没有详细的说过,各种属性的优势和劣势,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有着详细的介绍。 还有一些资料,甚至是对各种层次的武技都是有着详细完整的介绍,武技一共有着天、地、玄、黄、星、陈六种,这灵无大陆上,到了玄级层次的武技,就已经是价值连城了,玄级武技一出手,威力已经是能够移山到海翻云覆雨了。 至于,地级武技,这上面的资料注视记载,地级武技只是凤毛麟角一般无比稀少的存在,并没有完整的介绍,而天级武技,更加是只有传说中才存在的东西,这也没法记载。 武技武者之中,又是一封系武者最为稀少,木系刺织、火系、土系、水系这三系武者相差无几,武技武者中,封系武者明显是要在速度上占据不少的便宜,也是最难以对付。 而在这些资料中,陆少游还看到,竟然是有着一些对妖兽、灵兽的介绍,生智是一些武者,能够在灵者的帮忙之下,收服一些妖兽当作做起,而灵者一般来说,则是收服灵兽为己所用。 只是要想收服妖兽和灵兽,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复杂的程度,超乎陆少游的现象,但这一切,陆少游都是用心的记在心中。 少游,还有十几天就是云阳宗的比试了,你也再选一样武技吧,其他家族之中,据说这次也有着几个天赋不错之辈,你可要小心一些。 陆无双说道。 选什么武技? 陆少游一时间也有些犹豫,不知道该选什么好。 吴双姐,有没有风系武技? 陆少游问道,刚刚也看到了各系武者的详细介绍,风系武技在速度上可是要占据不少的便宜。 没有。 陆无双微微摇头,道,风系武者本来就少,武技也是相对要少许多,陆家之中,并没有风系武技。 没有风系武技? 陆少游不由是有些失望,要是自己能够有着风系武技的话,激战中,可是要占据不少便宜和优势。 陆燕泉 陆少游拿起了身侧一个预检,在预检前面有着介绍,星级武技木燕泉,和自己的开山长道也是一个层次,也是自己现在比较适合修炼的。 随即陆少游也看到了不少水系武技和木系武技,但是自己在陆家暴露的只是火系、风系、土系这三系属性,要是修炼木系和水系,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 犹豫了一会后,陆少游这也是打算就修炼那怒焰泉了,目前来说,修炼这怒焰泉,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坏处,至于好一点的武技,以后想办法再次南叔身上弄一点,南叔的身上一定有。 无双姐,我们走吧。 拿起了怒焰泉武技,陆少游对陆无双说道,至于藏武阁那些陆家先辈留下的心得,陆少游则是没有太多的兴趣,在这一方面,南叔应该是比起他们来要强一些的,自己有着南叔的教导,已经是足够了,什么东西看得多了,杂而不惊,并不是一件好事。 走吧,以后你可以随时来藏武阁,不过你要是能够进云阳宗的话,云阳宗的万五楼可是比起陆家大的去了。 陆无双说道,拿着怒焰泉离开藏武阁,两人直接往庭院而回,还有十几天就是青云阵上的比试,南叔让自己去一趟云阳宗,陆少游也是不敢大意,这云阳宗,自己一定要去才行。 无双姐,这次云阳宗的名额较量比试,其他家族的人实力怎么样? 一路上,陆少游对陆无双问道。 第五十六章 神秘武技 出现了灵者。 陆少游心中都是有些惊讶,看样子。 这秦家自然是一直有所隐藏,到了这时候,才宣布出灵者来。 青云阵上,这次可就是热闹了,有你们这几个人在,据说,云阳宗内,会来一个长老亲自挑选这次的新弟子,以往,都只是来一个执事而已。 陆无双一笑说道。 看来这次将有一场剧烈争夺呀。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一定要尽快修炼成怒燕泉才行,要不然要想进入前五,怕是难度不小啊。 回到房间之中,陆少游和母亲罗兰氏说了一声后,便和陆小白交代,不准任何人到自己的房间之中打扰自己,同时交给了陆小白两颗灌顶单,让其好好修炼。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陆少游盘膝坐在房间之中,手中手印一打,截出了一道手印加注了怒燕泉武剂预检,眼眸缓缓闭上,有些半生疏的运用灵魂力的感知,一股灵魂力注入到了预检之内。 在真气和灵气的掌控中,陆少游已经是到了娴熟的地步了,但是这灵魂力,乃是灵力和真气所产生而来,陆少游也很少碰触到,便是没有那般熟悉,丹男叔曾经可是千叮嘱万嘱咐的,这灵魂力可是无比重要。 随着陆少游呼吸的平稳,房间中,一切平静了下来,与此同时的时候,怒燕泉预检之上,一股光芒瞬间注入到了陆少游眉心之内。 一股关于怒燕泉的信息,此时也是在陆少游的脑海中出现,陆少游迅速熟记着这一切。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某一刻,盘膝而坐的陆少游双眼猛的张开,手中手印一达,又长变化,握成拳头,体内一股真气抖动而出,随即诡异化作了淡红色,房间之中的温度,此时也是突然之间炽热上了不少。 吃吃 陆少游的拳头之上,顿时真气围绕,一股淡淡的火焰弥漫而出,这不是灵力凝聚出的火焰,而是真气通过火属性凝聚出来的火焰。 只是此时这火焰刚刚出现,随即就在陆少游的拳头上消失不见。 继续 陆少游继续手印变化,开始认真的修炼起了这怒焰拳来,一次次的失败也是正常的,武技可不是一炼就会的玩意。 时间缓缓而过,三天之后,陆少游盘膝在了房间之中,手印变化,体内真气抖动,周身都是萦绕在了一片淡淡红色光泽之下。 随着陆少游的控制,一股真气迅速的穿过身上一条特定的经脉,最后在右手拳头上轰然凝聚,随即一股火焰猛然喷发。 砰! 拳头直直向前挥出,拳头之上,一道包裹着火焰的拳印带着一股强劲的气劲,轰然落在了墙壁之上。 墙壁之上,顿时传来了一阵巨响,厚厚的墙壁上,已经是轰出了一个小坑,沿着小坑,墙壁上均裂出了不少的裂缝,如同蜘蛛网一般弥漫在了墙壁上。 公子,你怎么了? 并没有多久,房间外露小白已经是着急的在外喊道,这巨大的响声就像是拆房一样,整个庭院的人都立刻听到了。 没事,我在修炼武技。 陆少游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自己这一拳还不是完全的成功,否则的话,庭院崩塌,自己非被活埋了不可。 那怎么惊天动地的? 陆小白嘀咕着走开了,隐约是传来了和其他仆人的说话声,没事,都退下吧,是公子在修炼武技呢? 还是找一处安全的地方修炼好一些,这里修炼可不方便呢。 陆少游按道,这房间可没有南叔建造的那密室牢固。 先休息一下吧,这怒焰拳总算是有所小成了。 陆少游轻道,这三天的修炼,在怒焰拳上,也勉强算是有所成就,休息一下再练习好了。 吃。 手臂上传来一阵蠕动,小龙缓缓地爬出衣袖到了陆少游的手心上。 吵醒你了吗? 陆少游抱起小龙到了身前,神色随即有些惊讶,小龙的身上,此时拖着一层薄薄的鳞片,身上原本淡黄色的皮肤此时要光亮了几分。 在身躯长度上,小龙元宝呢也就是十二厘米左右,此时有着上十五厘米了小小的眼睛更加的漆黑了起来,正瞪着陆少游亲了的注视着。 你又饿了? 陆少游能够感觉到小龙的心中的感受一般,小龙似乎是还想吃上次吃的那罐顶丹。 好吧,再给你一颗,以后可没有了。 陆少游想着也没有给小龙准备吃的,似乎是感觉着小龙伏下罐顶丹也是得到了一些好处,便是从储物戒指中再次掏出了一颗罐顶丹出来。 嗖! 见到罐顶丹,问到那诱人的药箱,小龙张嘴,迅速就把罐顶丹吞进了嘴中,满足的伸了伸信子。 随即小龙再次爬进了陆少游的衣袖内,缠在了陆少游的手臂上。 怎么会掉皮,难道是突破了吗? 小龙退去的一层薄薄的鳞皮留在了陆少游的手心,似乎是刚刚才退去,上面还有一层淡淡的血迹,粘得自己手上都是。 陆少游拿起这鳞皮,才发现薄薄的鳞皮却是牢固无比,自己怎么用力都无法撕破,陆少游把这鳞皮收进了储物戒指中,小龙身上之物,应该也不是一般之物才对。 把这鳞皮收进了储物戒指中,陆少游无意中感觉到了当初南叔教给自己的那神秘武技,自己也试过了许多办法,一直也是无法打开。 陆少游一时间再次把那玉碱拿到了手中,仔细的端向着,这玉碱带着一丝古朴的青涩,很是古旧,玉碱边缘,甚至还有着不少的泥土痕迹,也不知道这玉碱是南叔从哪里这挖来的。 要不是相信南叔,陆少游甚至是怀疑,这玉碱是南叔从那个古墓中到来的。 陆少游再次用灵魂力想打开这玉碱,尽管已经是早就这样试过了,灵魂力注入,陆少游发现还是没有用,这玉碱根本就打不开,南叔也说过了这武技悬傲,南叔都打不开,陆少游也只能够是再次无奈了。 拿着这玉碱把玩了一下,陆少游却是并不知道自己手中刚刚沾染到小龙退下鳞皮之上的血迹,此时无意中沾到了玉碱之上。 随着一丝血迹沾上这玉碱,顿时只见玉碱之上,有着一股淡淡的光泽显现。 怎么回事?陆少游看着玉碱中的变化,也是顿时疑惑起来,随即再次一道灵魂力注入玉碱之中。 古朴的青色玉碱之上,此时一道耀眼夺目的光芒瞬间注入到了陆少游的眉心之中,随即化作了一股庞大的信息进入了陆少游的脑海之中。 第57章 四神诀 整个房间此时都是笼罩在了一片刺眼的光芒之中,光芒之内,隐约是有数道兽形之物在奔腾咆哮,一切神奇不已,如此片刻之后,光芒才收敛,房间之中也是恢复了正常。 陆少游睁开双眸,眼中此时惊讶一片,这青色玉碱之上传来的信息,完全超乎了他的意料。 原来,这是四神诀。 陆少游难难道,从脑海中的信息之中得知,这武技叫做四神诀,是一套深奥无比的武技,而自己这青色的玉碱只是一份残缺的武技而已,只有四分之一,叫做朱雀诀。 这四神诀一共有着四诀,分别是青龙诀,白虎诀,玄武诀还有朱雀诀,要是汇聚四神诀于一身,就能够媲美天极武技。 没想到竟然是能够媲美天极武技。 陆少游激动的颤抖起来,南叔身上的东西还真都是宝物。 但随即陆少游则是苦问起来,从青色玉碱的消息中得知,单独的这朱雀诀,只是能够媲美黄极武技而已,只有四神诀于一身,才能够媲美传说中的天极武技,而其他的三诀,自己去哪里找,或许这辈子都找不到也是正常的。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能够媲美黄极武技,比起星级武技可是要强了。 陆少游随即一笑,这朱雀诀也不错了,至少是比起自己现在的怒雁拳,开山掌都是要好上一个层次。 修炼这朱雀诀 陆少游暗道,这朱雀诀可是不凡,自己要是修炼成了这朱雀诀,十几天后的较量也是更有些把握,以后自己也多些屏障和实力。 没有任何的犹豫,陆少游开始修炼朱雀诀,片刻之后,手印变化,周身萦绕淡淡的光泽,身前真气不停的波动起来。 时间缓缓而过,随着云阳宗在青云镇上挑选新弟子的时间越来越临近,青云镇上越发的热闹起来,街上随处都是人山人海,酒寺,商旅等落脚的地方,生意都是爆满。 还有一样生意也是热闹非凡,街上不少的地方,都是有投注的地方,较量的临近,青云镇上各大家族也都是给族中弟子报上了名额,青云镇上的大小家族加起来,参赛的也一共有着五十二人。 随着这些名字的曝光,投注也正式开始,其中有这四人的投注赔率是最低的,那便是陆家之中的陆少游,陆少虎,还有秦家之中的秦天昊,杨家之中的杨妙,这四人的进入前五的赔率,只有十比一,虽然是大热门,但却是根本没有庄家愿意接受这四人的投注。 理由很简单,因为四人的底细这些庄家早就是调查得清清楚楚,陆家陆少游,陆少虎,一个三系五者,一个双系五者,杨家杨妙也是双系五者,秦家的秦天昊,更加是灵者,这四人的天赋都是摆在那里,就算是不参加较量,估计云阳宗都会把四人收入宗中吧。 尽管这四人的赔率低,投注的人也是不少,再毕竟这四人可是现在的大热门,其中又是以秦天昊,陆少游这两人人最热。 两人一个灵者,一个乃是三系五者,这天赋都是万中无一,比起陆少虎,杨妙来还要强,进入云阳宗,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也有些人并不相信,这天赋的好坏,最后要云阳宗亲自检测过才能够算数,各大家族说了也没有用,有的人甚至是担心,使各大家族在背后操纵堵住,故意放出消息说族中有着如此天才出现。 青云阵上,一次性出现这么多的天才,也是让不少的人开始怀疑真假了。 而时间就在陆少游的修炼朱雀诀中再次过去,朱雀诀比起怒艳全还要难以修炼得多,一次次的失败之后。 陆少游总结经验,再一次次的修炼。 如此在房间中十天之后,陆少游都是没有修炼成朱雀诀,而据云阳宗在青云阵上的比试,已经是只有三天时间了。 还真是难以修炼呢,欲速则不达,陆少游苦笑了一下,收拾一番,决定休息一下,给自己透透气,虽然是朱雀诀没有修炼成功,但到时有了不少的新心得,或许机遇到了,一下就能够修炼成功的。 出了房门,陆少游便是先去看了母亲,免得母亲担心自己,随即却是不得不吩咐陆小白把自己房间的墙壁给修补好,这说不定那天崩塌了可不是好事。 随即犹豫了半天,陆少游还是决定去一趟天堡门,把自己身上的丹药卖了之后,先把账给还了才好。 虽然是担心会再次有人暗中对付自己,但想着也不可能会有人会不吃不喝一直就在等着自己离开陆家吧,再说,上次那黑衣人暗杀自己失败之后,估计那赵慧也会有所收敛了。 陆少游找了一个借口,便出了陆家,这要是直接和母亲说要出去,自然是会让母亲担心的。 一路上陆少游也是稍加注意,感觉到此时青云镇上的人山人海,都是大为惊讶,这热闹的程度,还真是不一般啊。 天堡门之内,随着这人流熙熙攘攘,生意也是火爆不已,在里面购买挑选的人也是多上了不少。 看着这一切,陆少游心中也是在想,自己之炼制丹药,也没有天堡门赚的多,生产阶级永远是不可能比过资产阶级的,自己修炼的阴阳灵武绝,又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看样子,自己有机会,也必须走上这一条路才行,自己一个人的实力哪怕是变得再强,势力也是有限的,不管在哪里,这孤胆英雄可都不好做。 陆少爷,您来了呀,二楼请吧。 天堡门的人早就是对陆少游熟的不能够再熟了,下面人多,便是把陆少游带上了二楼。 还是那一间小厅之中,陆少游坐下后没有多久,两道剑影飘然而至,闻到两股淡淡幽香扑鼻,陆少游不用看也知道是那独孤冰岚和叫做翠玉的丫鬟。 少游,还有三天就是云阳踪逝的时间了,你不好好的准备一番,还有空到天堡门来,难道这么自信? 独孤冰岚被齿轻起,一抹微笑划过嘴角。 没办法,我这个人,一欠债,就浑身的不舒服。 陆少游轻道一声,随即掏出了早就准备好体在手中的几个玉瓶,里面正是一百颗灌顶单,道,帮我算算吧,我还欠多少债。 不急,我只是一会就来,陆少爷稍等一会吧。 独孤冰岚说道。 没问题,反正我也不忙。 陆少游睡道。 陆少游,这次我家小姐,可是也要参加云阳宗的在青云镇上的比试,到时候陆少爷可要多多照顾才行。 那丫鬟翠玉说道。 第五十八章投注 冰岚小姐也要参加云阳宗的比试。 陆少游看着独孤冰岚,这倒是让人意外,陆少游记得南叔说过,这天堡门后面可是来头不小在,这独孤冰岚还要去云阳宗做什么? 不错,我也想去见识一番,到时候能够和你一起进入云阳宗也不错,难道你不欢迎吗? 独孤冰岚篮窝浅笑,注视着陆少游睡道。 小姐,陆少爷,我来了。 正在这时,五执市走进了小厅之中。 五执市快帮我算算吧,我还欠多少债。 陆少游把手中的一百颗灌顶单交给了五执市,随即问道。 五执市接过灌顶单一点,随即说道,除掉购买丹药材料,陆少游原本购买清月剑是八千六百金币,但陆少爷是我们天堡门的贵宾,购买任何物品都能够八折,也就是只需要六千八百八十金币,陆少游也一共拿来一百六十六颗灌顶单,一颗提气单,还有一颗增援单,扣除成本,现在天堡门还需要付给陆少游三百金币。 这么说我现在终于不用欠债了。陆少游微微一笑,顿时感觉道全身一清,难怪以前别人都说无账一身清啊,还真是不错。 陆少游,这是你的三百金币。 五执市掏出了一张玉京卡递给了陆少游,随即微微问道,陆少游,能不能够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陆少游接过了玉京卡,道,五执市请说。 上次陆少游拿来的增援单,不知道还有没有,听说天堡门有增援单卖,镇上不少家族中的人都到了我天堡门来预定,一般的人,我倒是好拒绝,但是又三颗熟客,实在是无法拒绝,不要多了,只要三颗增援单就好,不知道陆少游身上有没有,这价钱方面,我卖给他们现在是四百五十金币一颗,陆少游给我天堡门,也自然是这个价。 这,陆少游微微犹豫了一下,自己炼制了十颗增援单,服用了一颗,还有九颗,都是给自己预备的,可现在这天堡门问自己要,似乎也不好拒绝。 这没问题。 陆少游随即说道,掏出了三颗增援单,这天堡门对自己也算是很好了,自己这也不亏什么,倒是没想到自己炼制的增援单这么受欢迎。 多谢陆少游了。 五直视接过增援单,随即再次交给了陆少游一千三百五十金币,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陆少游也算是发现了这丹药的暴力,这增援单的药材成本还不到八十金币,但此时却是能够卖到四百五十金币,这种暴力简直就有些吓人了。 以后有机会,自己卖丹药。 陆少游在心中暗道。 少游,那我们就三天后再见了,到时候,可要多照顾我一些哦。 独孤冰岚说道。 我看冰岚小姐的实力,足以进入云阳宗了吧。 陆少游轻轻一笑说道,这独孤冰岚的实力,自己竟然是一直无法看透,但绝对不会是弱者的,陆少游感觉着这独孤冰岚进入前五,不会有问题。 离开天堡门后,陆少游一身轻松,一身债终于是全部还清了,一路往陆家而回,陆少游也没有忘记注意自己的周围,免得再次被偷袭。 快来投注了,三天后就要揭晓了,买得大赔的大呀。 大家快来投注啊。 陆家陆少游,十五赔一,秦家秦天昊十五赔一,王家王光一赔八,快来投注了。 一道吆喝声引起了陆少游的注意,右手边一处商铺内,正有着数十个人正在低头看着什么,听到还有自己的名字,陆少游也是好奇的走进了商铺。 这位少爷,来投注们,随便看看,我们这里有这次各大家族参赛之人的详细介绍,随便看,买得多包你赔得多。 一个二重五屠修为的大汉见到陆少游衣着工整,顿时围了上来。 陆少游注视着这商铺之内,四周的墙壁上挂上了不少的资料,首先正面一处地方写着秦家秦天昊,年纪十八岁,四重灵士,进入前五,十五赔一。 陆家陆少游,年纪十六,三重五世,三系五者,风系,火系,土系,进入前五,十五赔一。 杨家杨妙,年纪十七,三重五世,双系五者,火系,水系属性,进入前五,十赔一。 陆家陆少虎,年纪。 这墙壁上却是有着这次参赛所有人的资料,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拿来的,陆少游按道,这还真是鼠有鼠道,蛇有蛇道,自己在这里都是找到了不少的资料,看样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还是有不少的。 独孤冰蓝,年纪十八,实力不详,属性不详,一赔十。 在这些资料的最后一个,陆少游见到了独孤冰蓝的资料,资料并不详细,也代表着这些人也无法查到独孤冰蓝的资料。 一赔十。 陆少游微微一笑,别人不知道这独孤冰蓝,自己可是知道的,这不是在送钱给自己吗,独孤冰蓝要进入前五,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独孤冰蓝进入前五,就买一千五百金币吧。 陆少游到了商铺之内的柜台之上,掏出了身上的玉金卡。 买一千五百金币。 顿时周围不少的人都是惊讶的注视着陆少游,这来投注的,免不了也有一些豪赌的主,往年之中,有些人输得倾家荡产恶也不在少数,但这一千金币,也不算少了,算得上是能够进入豪赌行列了,一般人那里有这么多金币投注的。 没问题,这是凭据,这位少爷拿好。 一个肥胖的中年汉子对陆少游睡到,给陆少游开了一张凭据,随即拿出了一个玉箱模样之物,在陆少游的玉金卡上换了一下,取出了一千五百金币。 一赔时,三天后就是一万五千金币了吧。 陆少游微微一笑,随即离开了投注的商铺,心中没有太多的担心,以天宝门的实力,独孤冰蓝没有实力进入前五,就绝对不会上去。 一路回到陆家。 倒是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而陆少游这次也是直接从前门而进。 见过少游少爷。 门口两个仆人一见是陆少游,顿时慌张行礼,有些紧张的颤抖起来。 哼。 陆少游轻哼一声,这两个正是当初自己穿越之后回到陆家,不让自己进前门的狗奴才,陆少游虽然是心中认为和这些仆人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但心中也还是有些微怒。 陆少游道也没有为难这两个狗奴才,随即回到了庭院之中,母亲已经是准备好了晚饭再等候,这让陆少游顿时感觉到了一股温暖,饭后,陪母亲也是聊了不少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陆少游的办事速度倒是不慢,军裂的墙壁早已经恢复好了,回到房间,陆少游再次掏出了一颗增援丹服下,上次炼化一个增援丹突破到了四重武士,现在也完全消耗,可以再次炼化了,实力越高,到时候进入前五的机会就越大。 第五十九章 陆无双的实力 丹药入口,顿时化作了一股能量散在体内,陆少游驾轻就熟运起阴阳灵舞绝,开始炼化着这些能量转化成真气,片刻之后,周身营绕光泽,整个人包裹在一片光泽之下。 第二天一早,陆少游周身光泽收敛,呼出一口浊气来,撞开双眸,轻道,果然如此,一颗增援丹,却是无法突破到五重武士了,越晚后,这所需要吞噬的能量就越大。 走出房门,吃完早餐,却是陆无双和陆妹两女到了庭院内。 少游,还有两天就是较亮的日子了,准备得怎么样了? 陆无双对陆少游问道。 没什么准备,到时候再看吧,随遇而安。 陆少游轻道。 你倒是轻松,不如我今天陪你练练手怎么样? 陆无双笑道。 陆少游道,如此正好,那就要辛苦无双姐了。 有人练手,陆少游自然是不会拒绝,自己的怒焰拳确实是需要好好的熟练和练习一下才行,免得到时候在和对手的较量中吃亏。 陆家演武场内,陆少游,陆无双,陆妹,陆小白四人出现,要练手,陆家的演武场才是适合的地方。 少游哥,你可要小心一点,无双姐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陆妹一笑说道,从见到陆少游,就一直是黏在陆少游的身边。 陆少游,你用权力就好,不需要有所顾忌,这样才能够发挥出你应该有的实力和状态。 陆无双说道。 陆少游姐,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陆少游轻道一声,陆无双实力层次到了武师,自己拼尽全力,只怕也不是对手,所以,用不着顾忌什么。 真气抖动,陆少游身影瞬间暴掠而起,手中一掌带起破风声轰然席卷而出,响起一片破空声,周围空气顿时排挤而开。 陆无双神色微微变化,身躯柔软扭过,预警微偏,却是不可思议的避开了陆少游的这一掌,能够感受到掌风就在他的鼻尖前一闪而过。 也在此时,陆无双手中手印一截,脸部轻移,瞬间玉手牵牵,周身一片青色的真气抖动,十肢之中带起尖锐劲气披向了陆少游而去。 好强 陆少游没有任何的犹豫,身躯瞬间暴退,真气暴涌而出,速度更加是快了几分,感觉着陆无双的实力,要是硬抗的话,自己绝对要吃亏的。 速度快,但也要预防对手提前有准备,能够算到你闪身的方向。 陆无双的声音传进了陆少游的耳中,同时,曼妙的倩影也是瞬间出现在了陆少游的前方,似乎是算到了陆少游的躲避的方向。 陆无双巧妙的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脚尖一点,纵身而起,一脚狠狠踢向了陆少游而去。 陆无双的反应,让得陆少游眼中飞速的闪过一抹惊诧,看来陆无双的交手经验比起自己可强上不少,身躯猛然一沉,手中猛然一眩,手中一缕红色火焰。 浮现了拳头表面。 陆燕拳 陆少游一拳凝聚,砸向了陆无双的脚尖而去,随即一脚一拳狠狠的撞击在了一起。 砰! 凶猛的劲气对撞,从两人拳脚接触间暴射而出,交手的中心,空间排挤扩散,火焰击散开来,陆少游身躯瞬间亮枪退后了数步,拳头之上是出现了一股痛感,陆无双的明显没有用权力,但也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陆燕拳才十几天就修炼到了这种地步,不错了。 陆无双似乎是对陆燕拳并不陌生,才十来天,陆少游能够把陆燕拳修炼到现在的状态,明显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陆少游身躯亮枪退后,却是稳住身躯之后,第一时间纵身而起,体内雄魂的真气自体内暴涌而出,真气翻腾间,却是布置起了清灵铠甲来,淡黄色的清灵铠甲随即出现在了体表。 对于陆少游的这淡黄色铠甲,陆无双一脚在陆少游和周海明的较量之中见识过了,有些惊讶却是并不意外。 布置起清灵铠甲,陆少游再次暴掠而出,右脚跺地,身影快速闪过,开山掌直接劈去,右脚之下,地面都是弥漫出了一片细小的裂缝,带起呼啸的静风,吐戏舞技,本来就是偏重于力量。 来得好。陆无双娇声一道,手印变化,浩腕猛然伸出,手中意识同时凝聚了一道掌印,掌印之上,却是如同仙人掌一般,出现了不少的尖刺。 砰!陆无双似乎也是决定了硬抗陆少游,两道掌印瞬间交错在了一起,力量横扫周空,空气激荡,如同狂风扫过一般。 陆少游色和你去再次亮枪退后,手掌一道剧烈的疼痛,就像是被针扎了一般,陆无双的掌上门竟然是还有着如此手段。 怎么样,痛吧?陆无双微微一笑说道,我是木系舞者,有这点手段并不奇怪,你以后要是碰上木系舞者,可要小心一点。 再来。陆少游道,看来自己要学的还不少,真气抖动,身影再次扑向了陆无双而去。 来吧,尽你的全力。 陆无双道,身影闪电般消失在了原地,速度比起陆少游来,明显还要快上不少。 瞬间,陆无双再次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千千玉纸轻轻轻一弹,手中无缕但青色的钢风瞬间在指尖之处浮现而出,随即暴掠向了陆少游而来。 青色钢气划破空气,犹如将空间撕裂了一般,五道破风声刺耳响起。 陆燕泉 陆少游轻喝一声,画掌围全,手中全印之上火焰弥漫。 全印周围温度急剧升高,带起一片强劲的炽热径风,轰然和陆无双的五道青色钢气交错在了一起。 砰! 随着一道响声炸起,陆少游的拳头之上,火焰击散,亮墙再次身躯倒退,每一步的落脚。 都会在石板之上留下深深的脚印,手背之上,五道钢气攻击之下,顿时都有些红肿了起来。 真强! 陆少游暗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就连速度也没有陆无双快。 我刚刚用的是速度五计,配合攻击力威力更佳,你两天后,也要注意这一点,虽然他们不太可能有速度五计,但是也怕万一。 陆无双每次出手后,都是会和陆少游解释一番。 第六十章 杨家王家 恩! 陆少游微微点头,随即再次纵身而上,再来。 陆妹和陆小白两人看着陆少游和陆无双之间的切磋,就只有在一旁看着的份了,就算是陆妹的实力,也还远远不够,她的天赋虽然是极佳,但实力毕竟还是武徒而已。 如此三个时辰之后,陆少游已经是气喘吁吁起来,终于是消耗殆尽有些吃不消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至于陆无双则是惊讶不已,按照道理,武徒曾次,可无法支撑这么久的,可陆少游似乎是体内有用不完的真气一般,一直是支撑到她都是感觉到累了。 好了少游,休息了吧,两天后就是较量的日子了,你不宜太过于劳累,要养精蓄锐准备才行。 陆无双说道。 恩! 陆少游轻音一声,自己也无力再战了。 休息了片刻之后,陆少游则是回到了庭院,随即开始吊息着,恢复着自己体内真气。 第二天,陆少游接着到了演武场和陆无双切磋了三个时辰,陆燕泉和开山掌这两样武技都是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特别是陆燕泉,也开始在掌控上娴熟了起来。 少游,好好准备吧,明天就是较量的日子了。 陆无双略显疲惫道。 恩! 陆少游轻道,明天对于自己也是重要。 我收到消息,这次云阳宗来的是一个外围长老,还有数个执事一起,已经是到了青云镇上,我正要去问候一生,看来这次云阳宗也是很重视青云镇上的较量,或许,你们很有机会成为云阳宗的亲传弟子,一定要努力,在较量中尽量表现得好一些,这样的话,你要成为云阳宗亲传弟子的机会就会大上许多。 陆无双说道。 亲传弟子和其他弟子有什么区别吗? 陆少游问道。 这区别可大了,一时间说来话长,等你到了云阳宗后,自然是会知道其中的好处的。 陆无双说道。 陆少游没有再多问,竟然陆无双这么说了,那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这其中的好处自然是很大的,云阳宗普通弟子的名额都是让不少人争破头颅,那亲传弟子自然是更佳了。 回到庭院之后,陆少游再次掉膝了一番,便是陪着母亲说了一会话,但是对于明天的较量没有太过于紧张。 入夜,吃完饭后,陆少游回到了房中开始闭目养神,迎接着明天这个有些特殊的日子来,至于其他的一切,陆家早就是安排好了。 而这一夜,对于青云镇上不少的人来说,注定是紧张的一夜,一处幽静的庭院之中,房间内有着三道身影,其中一人,要是陆少游在的话,应该是能够认出来,正是那天在天堡门内和陆无双有所争执的杨家杨曼。 另外的两人,一个是身穿长衫的中年汉子,目光深邃,周身无形中有着一股气场,一看就知道不是弱者。 另外一个,身穿一袭浸装,全身勾勒出青色的曼妙曲线,年纪十六七岁左右,脸淡鼓鼓的,红红的,就像刚刚开放的桃花,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修长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水灵大眼睛,嘴角隐约是还有着两个酒窝,垂直的黑色长发,如同瀑布一般自然的披散在肩上,十足的一个美人披子。 妙儿,明天你可要注意一点,你隐藏了这么多年,这次,一定要进入前五,要是能够成为云阳宗的亲传弟子,那就更加好了。 中年汉子说道,眼中注视着那美貌少女,目光之中露出了一股骄傲之色。 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青云镇上,五大家族之一,杨家的家主,杨相丰,在青云镇上,也是属于跺跺脚,整个青云镇也要抖三抖的人物。 爹,我知道了,进入前五,不会有问题的。 那美貌少女娇声道,微微一笑,模样中带着三分清纯,三分可爱,三分风情,外带着一分的妖媚。 而此女不是别人,就是最近风头正静的杨家天才二小姐杨妙,双戏舞者,十七岁就到了三重舞室的地步,加上双戏属性,无疑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妹,你也不可大意,这次陆家冒出了那陆少游,陆少虎两兄弟来,秦家又有秦天号,可都不好对付。 杨曼说道。 姐,我知道,我会多注意的。 杨妙青笑道。 青云镇上,一处偌大的大宅之中,一处房间之内灯火通明,房间之内有着数道身影,其中就有那王梁在其中。 光而,明天你可要多注意一点,这一次,没想到其他家族都出现了天才,你隐藏了这么久,明天一定要把他们都压下去。 一个黄袍汉子青道。 爹,明天我会用全力的,不会给王家丢脸。 一个模样和王梁有着三分相似的少年说道,年纪估摸着也是十七八岁左右,淡淡的眼色中,一抹自信抹过。 哼,陆家,秦家正在得意呢,明天二帝出手,估计他们都会目瞪口呆吧。 王梁轻笑一声说道。 这一夜,对于青云镇上许多人来说,注定就是紧张的一夜,晨曦刚起,青云镇上就陆续有人前往镇中的广场而去,今天的各大家族较量,就在镇中心的广场举行,这去的晚了,到时候可就没有位置了。 天色刚刚微亮的时候,广场上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一眼看上去,少说也有,数万人之多,男女老少都有,还有不少的人正在继续赶来。 呼 陆少游从体内呼出了一口浊气,手印一收,睁开双眸,眼中目光闪烁。 能不能够晋云阳踪,就看今天了。 感觉着体内浑厚的气,陆少游倾道。 时间缓缓而过,半空中,有着阳光照射而下,蔚蓝的天空,今天万里无云,阳光温暖而不显炽热,偶尔清风拂过,带起一股浓郁的春意,严冬刚过,大地开始复苏,一股清香气息也是弥漫在了整个空间中。 广场周围人山人海,却是并不喧哗,随着时间的过去,众人都是在期待着这次参加较量的人入场,特别是那些倾家荡产投注了的人,也是在紧张的期待着结果。 在这围观的人群之中,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就能够看到有着不少的舞者混杂其中,就连灵者也有着一些。 第六十一章出发 一般的普通民众,注视着舞者和灵者,眼中都是充满了敬畏和羡慕,成为这两种人,那便是注定是人上人了,一个实力再低的舞者,都比起普通人来要过的好很多,这个世界,完全就是实力为尊。 今天青云镇之中的所有商铺,开门都是比以往更早,一大早,青云镇上的五大家族,秦家,陆家,杨家,王家,罗家,这五大家族之中,便是一起出动了不少的人到了广场维护治安。 今天这场面也无疑是青云镇上最热闹和火爆的日子了,密密麻麻的人汇聚在青云镇上,这可是三年才有一次的。 少游,快吃早餐,娘特意帮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陆少游走出房间,便是见到母亲罗兰氏正在忙着弄早餐。 谢谢娘。 陆少游睡到,一股幸福感从心中弥漫,这无疑是自己穿越后在这世界上收获最大的。 今天较量,你可要小心,娘相信你可以的,你和你爹一样,以后都会成为强者。 罗兰氏说道。 陆少游没有多说什么,看来母亲的心中,一直是爱着父亲啊,这种事情,自己身为后辈,倒是不好说什么。 公子,今天你可要加油啊,你要是不进前五,我就完蛋了。 陆小白说道。 我不进前五,关你什么事情了。 陆少游疑惑问道。 我和院中不少的仆人说了,公子的实力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两百人一共凑齐了三百金币买你进入前五的,你要是进不了,你说我是不是完蛋了。 陆小白说道。 你个二百五。 陆少游瞪了陆小白一眼,两百仆人凑出三百金币买自己赢,这应该是这两百人的全部身价了,但这要是三百金币买独孤冰蓝赢的话,就能够赢上三千金币,买自己,这根本就划不来。 公子,什么是二百五? 陆小白不解,瞪着小眼睛问道。 陆少游道,二百五就是说你英明神武。 陆小白顿时不好意思一笑,摸了摸后脑勺,道,我可比不上公子二百五,公子才是真正的二百五。 你,陆少游顿时一口早餐喷了出来,脸上憋成了猪肝色。 少游,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该出发了。 两道倩影走了进来,闻着一浓一旦两股淡淡的香味,陆少游就知道是陆妹和陆无双两女。 两女今天看得出来都是精心的打扮了一番,陆妹更加是诱惑无比,身材若隐若现的勾勒出火辣的曲线,陆无双则是浸显气质,角色容颜,高贵气质,给外人的感觉有些难以接近,只可远观不可亵渎。 恩,差不多了。 陆少游轻道,打了一个宝格,吃的已经是差不多了。 少游哥,你可要加油哦。 陆妹娇柔的到了陆少游的身边,那浓郁的香味,让陆少游的鼻子差点过敏。 少游,去吧,娘等着你的好消息。 罗兰是对陆少游说道。 随着陆少游和母亲说了几句,随即离开了庭院,陆家之中的其他人,此时似乎也都在陆家大门等候了。 陆少游和陆无双,陆妹,陆小白三人到了陆家大门的时候,便是看到了数十人正在陆家大门等候了,一眼看上去,那赵慧,陆少虎,都在其中,另外大伯陆东,四叔陆西。 还有二姑陆男,周立星,周海明和几个陆家长老也都在场,其他的都是陆家之中的族人。 哼。 见到陆少游,陆少虎从鼻孔中冷哼一声,而周海明注视着陆妹在陆少游的身边,也是神色阴沉,从眼神中来看,这周海明对陆妹似乎是有些爱慕。 少游,放轻松一点,不用太紧张了。 陆东对陆少游说道,看着陆家这次陆少游陆少虎两人,心中也是暗自高兴不已, 这次陆家两人进入前五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陆少游微微点头,自己本来就没有紧张,好歹自己也是两世为人,这点心态还是有的,就算进不了前五,大不了再想办法就好。 把这个带好吧。 陆东掏出了两个玉牌,上面有着一根白色袋子,递到了陆少游的手中,上面写着的正是陆少游的名字和年纪。 我们走吧。 随即陆西说道,随即陆家众人缓缓行了出去,走在大街之上, 一路上,不少人都是往陆家众人投来了敬畏好奇目光。 而在街道两旁,则是不少身姿婀娜的窈窕少女们,目光注视到了陆少游和陆少虎的身上,低声的议论着什么,而偶尔抬头,目光中带着娇羞和崇拜。 看着这些少女,陆妹顿时挺胸抬头,紧紧的靠着陆少游走着,几乎是贴在了陆少游的身边,让街道两旁不少的少女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他们的姿色,确实是无法比得上陆妹。 街道上,也还有不少的少男羡慕的注视着陆少游和陆少虎两人。 这次来的人,可比起以往更多呀。 一路上,陆东说道。 那是,这次青云镇上出现的天才可不少,所有青云镇附近的一些城镇也来了不少的人。 陆西说道。 不知道这次较量,会不会有黑马出现,要是有的话,可就好玩了。 一个陆家长老说道。 已经是有这么多的天才了,再有黑马出现,怕是不太可能的,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陆东说道。 陆少游嘴角轻轻露出一丝微笑,据自己所知道的,这独孤冰蓝就是一匹匹黑马了吧,相信到时候,一定会让不少的人惊讶的。 片刻之后,陆少游随着陆家众人已经是走到了广场入口,走进广场,看到那几乎是被堵塞的广场门口,陆少游不由得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世界上和前世一样,到哪里都是看热闹的人最多呀。 我们从这后面进去吧。 陆东说道,身为青云镇上的五大家族之一,又是参赛的家族,这后面一早就是留下了入口。 见过大爷。 到了后门之后,早有陆家的子弟出来相迎。 众人穿过后门到了广场边缘,这后门倒是安静得多,但注视广场之外的人山人海,陆少游本来是淡定的心中也淡定不起来了,这来的人实在是有些多,一眼看上去,前世的明星演唱会,这人数都没有这么多呀,足足有好几万人。 陆东,你怎么才来呀? 就在这时候,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陆家众人的前面,来人中年模样,身材粗犷,身穿长袍,气度不凡,特别是眉毛引人注目,眉毛竟然是纯白色的,此人的身后,还有着三男一女四人,都是中年模样,五人身上的气息都是不凡。 第六十二章 天才会剧 白眉长老,你这么早就到了呀。 陆东微微一笑说道。 是你来得晚,这就是你陆家的陆少游还有陆少虎吗,陆中的儿子,果然不简单。 那叫做白眉的汉子注视着陆少游和陆少虎两人说道。 弟子见过白眉长老。 此时,陆无双顿时到了那白眉身前欠身行礼。 吴双啊,这几个月有没有偷懒呢,这次回去,你可是很有机会成为亲传弟子,要好好努力,我看好了。 那白眉汉子微微一笑说道。 弟子不敢偷懒。 陆无双回道。 少游,少虎,快叫白眉长老,这是云阳宗的白眉长老,也是这次负责接你们去云阳宗的。 陆东顿时说道。 见过白眉长老。 陆少游顿时行礼,原来是云阳宗的长老,难怪一个个气息不凡啊。 陆少虎此时也是尊敬行礼,陆家其他的众人也是不敢拖大,纷纷见礼,在云阳宗的长老面前,他们可是不敢得罪的。 你就是陆少游吧,三系五者,不错,这天赋,也只是和那丫头差一点了而已,我看好你。 白眉注视着陆少游睡道,小子尽力。 陆少游轻道,气度不卑不亢。 乔卓陆少游的气度神态,那白眉长老心中暗自点头。 听到这白眉长老夸赞陆少游,陆少虎和赵慧两人的脸色都是有些不好看,但也不敢说什么。 白眉长老,其他家族都来了吗? 陆东问道。 白眉道,来了一些,但你们这五大家族倒只是你陆家来了。 陆少游打量着周围的广场,此时的广场之外,有着五大家族的不少人在维持着秩序,这么多人,其中不乏还有着不少的舞者在其中,若是一旦骚乱起来可是麻烦,所以五大家族也是不敢大意。 这些维护秩序的人,实力都是到了一重舞图以上,都是真正的舞者,陆少游还看到了陆家和其他的家族之中,都有着好几个舞师在其中,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五大家族的势力。 少游,少虎,你们进去吧,记住不可大意。 陆东对两人说道,在前方有着一处狭窄的小入口,那里只有参加较量的人才能够入内。 陆少游点头进入小入口内,随即已经是正式的到了广场之上,一眼扫视全场,广场绕成圆形,在广场的两边,还有着数千席位,此时也都是坐上了大半的人,定睛望去,陆少游不难猜出都是青云镇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剩下的席位,应该就是给五大家族之中的人所留的,而在自己的后方,一处石台之上,有着十来个装饰明显要豪华许多的贵宾椅,应该就是裁判席的位置了。 一路上,陆无双也是和陆少游睡了,这次的裁判将是有云阳宗的长老,直视还有青云镇上五大家族的人组成。 在此时的广场中,已经而三十个少男少女正站在广场一处特定的角落之中,都是安静的盘坐在安排好的石椅上,等待着较量的到来,陆少游,陆少虎两人的出现,也只有少数人睁开了眼眸微微看了一眼而已。 陆少游注视着这些人身上的气息,一大半的人都是有着一众武士的实力,小部分甚至才是八众九重的武徒实力而已,那些有武士实力的,也都是年纪到了十九二十岁左右,都是一些小家族之中的子弟。 就在这时候,入口处又是出现了几个近来的少男少女,应该都是来参加者这次较量的。 陆少游没有理会身边的陆少虎,到了前方的角落,找了一处地方先坐了下来。 来了吗? 目光之中,陆少游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长裙之下,身躯曼妙,正是那天堡门的独孤冰岚。 少游,你来得还真是早啊。 独孤冰岚离窝浅笑,直接到了陆少游的身前,一股幽香弥漫,对着陆少游扑鼻而去。 独孤小姐,你怎么也来了,这边坐。 见到独孤冰岚,陆少虎顿时惊讶在,随即羡媚的站了起来。 陆少爷不必客气了,我坐少游这边就好,正好可以说说话。 独孤冰岚淡然一笑,客气的说道,随即在陆少游的身边一处空位上坐了下来。 陆少虎瞪着陆少游,似乎是疑惑陆少游怎么和独孤冰岚认识了,神色中有着冷意弥漫。 冰岚小姐,翠玉呢? 陆少游微微问道,那丫鬟翠玉和独孤冰岚一向是不离左右的,今天奇怪倒是没有看到。 他在前面,就在那。 独孤冰岚微微一笑,眼神是以这前面一处席位上,陆少游目顺着望去,只见最前面的席位上,那丫鬟翠玉和武之士两人都在其中。 也在此时一道身影引起了陆少游的注意,只见入口之外,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青年正注视着自己所在的这一边角落,那青年的身后,陆少游认识,似乎是秦家的人。 那就是秦家的秦天昊,可是灵者,平常连秦家大门也不出。 独孤冰岚在陆少游的身边说道。 陆少游打量着这秦天昊,模样白皙,身材轻瘦,但是目光深邃,应该是不好惹的人物,此时那秦家之中的几个人在秦天昊的耳边说了什么,随即秦天昊和另外一个少年走进了入口来,那另外一个少年,从气息上看,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了。 独孤小姐,听说你也参赛了,我原本不相信,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这秦天昊直接是走到了独孤冰岚的身边,微微一里说道。 秦少游消息还真是灵通。 独孤冰岚微微点头一笑道,对秦天昊的态度比起陆少虎来可是要好上不少。 独孤小姐说笑了。 秦天昊淡淡一笑,随即目光不失风度的看了陆少游一眼,随即和身后的秦家少年也是在附近坐下。 入口处,再次有着两道身影而来,一女一男,陆少游目光注视着,那女的十六七岁,五官精致,一身淡红色浸妆,全身勾勒出青色的曼妙曲线,大眼黑发,身上散发着一个鹰气,十足的一个美人披子。 第六十三章 黑马出现 那男的则是十八九岁年纪,一身华服,眼中带着一丝傲慢之色,但修为实力却是不怎么样。 少游,那就是杨家的小天才杨妙了,双戏舞者,也是你的竞争对手哦。 独孤冰岚轻道。 冰岚,你怎么在这里? 那小美人披子见到独孤冰岚,意识迅速上前。 我也是来凑凑热闹的,来,我给你介绍,这就是陆家的陆少游少爷。 独孤冰岚拉着杨妙笑道。 你就是陆家那三系舞者吗,今天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识一下三系舞者的实力。 杨妙轻道,目光注视着陆少游,大眼一眨,并没有多少的变化。 要是有机会,我不会客气的。 陆少游轻道,暗自觉得这杨妙和那天的杨曼,性格倒是不一样。 片刻之后,入口处,再次有着两道身影而来,两个少年都是十七八岁的模样,一身华服, 脸色中带着一些紧张。 这是罗家的人,都是罗家的庞系子弟,一个叫做罗金,一个叫做罗飞。 独孤冰岚再次介绍道。 陆少游对两人也只是微微的注视了一眼,心中暗道这独孤冰岚对五大家族的人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这可不简单。 这是王家的人,前面一个是王光,后面一个是王清。 独孤冰岚再次说道。 此时入口处,在罗家的人身后,两个少年出现,陆少游目光此时却是不由自主的注视在了那王光的身上,这王光见眉大眼,一袭黑衣之下,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气息,但陆少游却是感觉到这王光的眼中神色却是没有丝毫的紧张,周身也无形中有着一股淡淡的气场,有意无意的也在看着这边众人。 这王光,似乎是有些不简单。陆少游心中暗道,这只是自己的直觉。 此时,上手的裁判席上,缓步走来了十来道身影,最前面的正是云阳宗的那白眉长老还有四个云阳宗的执事,随即则是陆家陆东和其他家族之中的首脑人物。 陆少游注视了一眼,这些人自己也认识,此时其他的家族之中,都是来的各大家族的家主,陆家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父亲才是家主,却是并没有参加。 开始吧。 裁判席上,青云阵上各大家族巅峰人物坐定之后,那白眉长老扫视了广场之上众人一眼倾道。 是,长老。 云阳宗之中,一个中年执事硬道一声,随即拿着一个水晶球走下了了裁判台。 较量现在开始,参赛的各族子弟都听好了,都上来吧,第一轮验证,不是验证你们的实力,而是验证你们的天赋,天赋上等以上的,才能够进入第二轮。 云阳宗的那中年执事说道。 众位才赛少年顿时往前走去,大部分的人之中,都是有着紧张之色。 外围的观众席位上,此时已经是有着不少的声响,各大家族的人都是在为本家族的参赛者呐喊着,形成一阵阵的尖叫声。 在这种细分下,陆少游都是有些心中火热起来,这较量的规则,陆少游也有所知晓,第一轮就是验证,云阳宗对门中的弟子要求极为严格,最少也要天赋上等才能够入门,而这第一轮,就是天赋验证,按照年纪,实力来判定天赋,天赋不够者,那就无缘第二轮了。 参赛的众人,此时都是站了起来,依次往前而去,一个个少男少女都是斗寇年华,加上能够来参加较量的,背后的身份也是不小,顿时就让周围围观的不少少男少女都是大声的尖叫起来,似乎都是追随者。 而这尖叫声中,呼声最大的,无疑是杨妙,不少小家族中的少爷们都是在呐喊起来。 众人上前到了那云阳宗直视的身前站定,只听那中年汉子继续道,现在开始验证你们的天赋。 天赋上等以上的,就可以留下,天赋上等之的,就退下吧,云阳宗不收天赋差的弟子。 第一个,来吧。 云阳宗的直视倾道,手中的水晶球放在了一个石台之上。 第一个排在最前面的蓝依华服少年有些紧张的上前,右手放在了那水晶球上,随着真气灌入,水晶球上顿时出现了一片土黄色光芒。 陈涛,土系一众武士,年纪二十岁,天赋中等,退下吧。 云阳宗直视说道,第一个验证的,却是无法过关,一众武士,但是加上年纪,这天赋就只能是一般了。 这蓝依华服少年微微的摇摇头,只好是无奈的走了下去。 此时第二个青衣少年已经是开始验证了,水晶球上,一片红色光芒出现。 狄青蜂,十六岁,火系九重武图,天赋上等。 白少青,十八岁,水系二众武士,天赋上等。 一个个参赛者开始接受验证,能够来参加的,基本上都是天赋不错之辈,但也有一些天赋一般者混在其中,验证之后,就只能够是性性退场。 陆少游看着这云阳宗的验证,比起陆家的验证要严格了上了不少,片刻后,那秦家的秦天昊走到了水晶球前,伸手放在了水晶球上,闭目合眼,一股灵力注入到了水晶球中。 顿时水晶球上,出现了一片神异的耀眼光芒,周围一股灵力在不停的抖动。 秦天昊,年纪十八,三重灵士,可以直接进入云阳宗。 云阳宗只是大声说道,眼中对秦天昊的目光都是有些不一样了,按照云阳宗的规矩,只要确定是灵者,就能够直接进入云阳宗,同时还能够成为云阳宗的亲传弟子。 这一切,就是因为灵者无比的稀少,灵者在各大灵武大陆上的势力中,都是争相拉拢的对象。 哇,直接为进入云阳宗,还是成为亲传弟子。 顿时周围无数人开始疯狂的尖叫起来,特别是女生,有的直接大声示爱,陆少游不得不是按道这世界上的女生还真是比较性格外向。 罗家主,恭喜了。 裁判席上,其他的家族的首脑顿时对罗家道喜,能够成为云阳宗的亲传弟子,罗家以后壮大已经是失实了,以后有着云阳宗作为后台,罗家壮大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杨妙,十七岁,水火双系三重武士,天赋特辑。 观众席上,再次涌出了骚动,不少人呼喊着,特辑天赋,这在往年可是难得一见的。 王光,十七岁,土系九重武士,天赋特辑。 第六十四章变故 随着云阳宗直视这一道声音传出,顿时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注视着那一直不太引人注意的王家王光。 十七岁的九重武士,李武师也只是一重之隔了,这种天赋,虽然是没有灵者,三重武者那般的耀眼,但起天赋却是不折不挠的。 天哪,十七岁的九重武士,这天赋也是吓人哪。 在场的,只怕是这王光的实力,是最高的吧。 周围围观者一片哗然和惊讶,十七岁的九重武士,绝对也是少见的了,这种实力,要进入前五,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王族长,你王家隐藏的还真是深啊。 裁判席上,其他几个家族首脑顿时惊讶地注视着一个中年黄袍汉子说道。 王族长,你可真是让我们惊讶呀。 杨家家主杨相风说道。 杨族长,杨妙隐藏得也深啊,现在才显露出双系武者出来,我这也是没办法,诸位见笑了。 黄袍汉子一笑说道,神情中却是有些自傲起来,自己的儿子收敛锋芒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天。 这王光应该算是这次较量之中的一匹黑马了吧,九重武士,这实力,可没有几个人会是对手啊。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在场的人中,表面看来,这王光的实力无疑是最强的一个。 陆少虎,十六岁,土系,木系双系三重武士,天赋特级。 陆少虎随即接受了验证,和陆家检测出来的并无差别。 双系武者,特级天赋,顿时也引起来不少的轰动,不少陆家之人在外围,也是尖叫不已,赵慧,陆南,周立星等人在外围的席位上坐着,也露出了笑意。 陆东,你陆家这次也是不简单啊。 裁判席上,众人少不了说上几句。 终于是轮到了陆少游,陆少游缓缓上前,右手放在了了水晶球上,这一次陆少游可是做好的准备,没有把武系属性全部调动,只是调动了已经是暴露了的风属性,火属性还有土属性三种属性之力,真剂注入水晶球上,顿时水晶球上也是出现了三种不同光泽的光芒。 还是隐藏一些实力的好。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现在是四重武士层次,上次陆家测验的时候,自己才是三重武士而已,自己现在完全可以隐藏实力,三重武士和四重武士,相差也是不小的。 控制着手中的真剂,陆少游只是把真剂控制在当初自己三重武士层次左右,反正南叔说过,修炼阴阳灵武绝,一般的人是无法看出自己的修为的。 陆少游,十六岁,土系,火系,风系三系武者,三重武士,天赋顶级。 云阳宗的中年职士也不禁是动容说道,三系武者,他毕生也就只是知道一个而已,云阳宗内,也就是只有那个妖孽般的天才才才是三系武者。 三系武者呀,还是顶级天赋。 围观之中的人,再次轰动起来,这轰动,甚至是比起秦家的灵者来,也是不会低的,三系武者,这可是难得一见的。 陆东,这次你们陆家真是不得了啊,陆中的两个儿子都是天赋惊人。 裁判席上,各大家族之中的首脑也是惊讶,三系武者,他们最清楚代表着什么。 乔卓陆少游再次引起了一次轰动,一旁不远的陆少虎满脸阴沉,眼中一直是有着冷意弥漫。 最后一个,独孤冰兰。 那中年职士说道,此时就只有最后一个独孤冰兰没有验证了。 陆少游也是有些好奇,这独孤冰兰自己也看不透,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层次。 独孤冰兰连部轻移,缓缓到了水晶球之前,浩腕伸出衣袖,牵牵御手随即倾放在了水晶球之上,随即,水晶球之上,顿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蓝色光芒。 独孤冰兰,十八岁,水系九重武士,天赋极佳。 云阳宗的直视说道。 九重武士。 陆少游只是稍微惊讶,早就是感觉到了这独孤冰兰不凡,九重武士,和那王光无二,在场众人的实力,没有几个会是对手。 又是一个九重武士,这次前五名,似乎是有些剧烈呀。 不少人议论起来,这一次,出现的天赋极强之辈可不少,而现在,这云阳宗中五个名额之中,秦天昊已经是占据了一个,也就是剩下的只有四个了,而众人中,现在天赋和实力极强的,可不止四个,这争夺已经是免不了的了。 白眉长老,这往年天宝门都没有参加,这次独孤冰兰怎么会参加较量了? 裁判席上,杨家家主阳向风问道。 我也不知道,天宝门独孤小姐参加,是宗中交代下来的,这次青云镇上的好苗子不少,不枉我亲自来一趟了。 见到这次如此多的天赋极强之辈,白眉长老目露笑意,特别是这次还有一个灵者,一个三系舞者,两个双系舞者,这可都是万中挑一的苗子啊。 陆少游注视着此时在场的参赛者,一轮下去,此时陆少游注视着周围,原本五十二个参赛者,此时已经只有三十八个,有着十四个一轮就淘汰下去了。 这剩下的三十八人,天赋最少都是上等之上,但实力倒是并不一样,有高有低,天赋高,不代表实力也强。 现在开始第二轮,我身后的石台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们上去就可以随便出手,但是切记不可下杀手,否则会被取消资格,最后留下八人,进入第三轮,现在上去吧。 云阳宗那指使说道。 众人早就是注意到了,这云阳宗指使的身后,有着一处高越两米的石台,面积并不是很大,只有两百米左右的面积。 嗖嗖嗖。 随着这云阳宗指使的话音一落,顿时数道身影纵身而起直扑石台上而去,这第二轮的规则,众人似乎是都早就知道了,说要是占据靠近中央的位置,那要留到最后的机会,可是要大得多的。 冰蓝,我上去了。 杨妙轻道一声,顿时纵身而起,一身淡红色的浸装之下,包裹着曼妙的青春玲珑身躯,跃上了石台,在即将落地之时,周身包裹着一片红色真气,身躯划过一个九十度的弧线,最后在无数炽热的目光之中,落在了石台之上的中央。 王光注视着杨妙,神色微微一沉,周身真气抖动,纵身一跃,直接跃身上上了石台,身体宛如雪花一本,最后旋转落下,姿势飘然如无物一般,落地之时,石台上没有任何的动静,让围观之中不少的少女惊讶尖叫起来。 少游,我们也上去吧。 独孤冰蓝微微一笑,真气抖动,身躯意识瞬间而上,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人在半空之上,长发飘扬,长裙翩翩起舞,宛若天仙一般,顿时获得不少的掌声。 这石台也没有走廊,落少游也只能是打算跃上去,真气抖动,脚下一蹬地面,顿时跃上石台而去。 而就在这时候,只见落少虎眼钟寒意一闪而过,身影闪电般纵身而起,故意是狠狠撞向了落少游而去。 第六十五章 完美掌控 身在半空,落少虎和自己擦肩而过,落少游顿时感觉到一股无形的气劲朝着自己扫来,这一刹那的时间,落少虎已经是一掌拍向了自己胸膛。 落少游措手不及之下,又是身在半空,顿时只能够凌空侧身闪避,但是这措手不及之下,速度太亏,一道净风顿时落在了肩膀上,好在落少虎只是暗中下手,不敢出多大的力,只是希望落少游出丑而已,这一道净风也只是把落少游拍下地面而已。 该死! 落少游骂了一句,身躯顿时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猛然坠落。 这石台本来就不高,才两米而已,这一刹那之间,外人见到的,只是落少游一时失误,从半空掉落,眼看就要倒投灾,来个四角朝天了。 也在这时候,落少游就在脑袋要落地的一瞬间,一道掌印轰然击出拍在了石板上,一股肉眼可见的淡黄色真气暴涌而出,顿时,一道裂缝,从石板上蔓延了开去。 也在此时,一股反弹之力涌出,借助着静气的反推力,落少游骤然下降的身躯顿时一停,随即第二道掌印轰然拍出,石板上再次出现了一片裂缝,身躯顿时到头向上跃去,随即身体在半空猛然三百六十度转身,恢复正常姿势。 再在此时,落少游双臂伸展,周身真气直接抖动,利用双臂的平衡力,身躯如同鹰一般附身而下,灵力的目光注视在了落少虎的身上。 但这也只是一刹那的时间,落少游利用双臂和真气完美的控制身躯到了石台最中央,在这满场惊异目光的注视下,谁也没有想到,此时落少游身在半空,意识凝聚了一道淡黄色掌印。 给我让开吧。掌印的目标,却是一个小家族之中才有一众武士实力的少年而去。 这少年正在卫露少游的身法姿势感觉到了惊讶,猛然见到对方朝着自己出手,这才感觉到不好,措手不及之下,一道掌印意识轰然相迎。 砰!的一声碰撞声传开,静风激荡而来,那小家族的少年瞬间踉跌倒退时数步跌倒在地,而那原本占据的好位置,此时却是被露少游潇洒的落下,轻拍了一下声。 手中的灰尘,随之淡然站立。 对真气的掌控到了精妙的地步,此此不简单啊。 瞧着这一幕,白眉长老都是称赞不已。 裁判席上,陆东也是微微一笑,陆少游的表现,他自然是看在眼中。 而其他的三十几个参赛者,也是惊讶不已。 好厉害! 太棒了! 好帅呀! 看着这一幕,围观中的不少人都是舞者,也都是石货之人,顿时大声吆喝起来, 一些少女也是跟随着尖叫连连。 陆少虎没想到自己本来是想让陆少游丢脸一下,没想到却是又让陆少游大出了一次风头,脸色无比难看起来。 不过这一切也只是瞬间而已,就在此时的时候,整个石台上,已经是有着不少身影开始移动了起来。 出手! 顿时数十人已经是开始动起手来,那云阳宗的执事已经说过,到了石台上就能够随便动手,众人没有多余的迟疑,最后只留下八个人,说先动手就会有更多的把握。 武徒实力也上来,自不量力,给我退下吧。 杨妙一声娇喝,身躯穿梭在石台上,御手之中亦都带着火焰的掌印披向了一个九重武徒实力的少年而去。 这少年那是对手,凝聚一掌抗衡,确实瞬间就被杨妙阵飞出去,离石台边缘本来也就没有多远,顿时身躯重重的摔落在了石台之下。 武徒和武士,两者之间,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少年的天赋也算是不错了,但是天赋并不代表实力。 砰砰! 石台上已经是身影混乱,不少参赛者都是交手在了一起,一道道的气劲破风而起,瞬间就有人再次落下台去。 而这混战之中,确实也有着一个奇怪的现象,独孤冰蓝,王光,陆少虎,陆少游,还有杨妙这几人却是没有人会主动前来招惹,验证天赋的时候,众人都知道对方的实力层次,实力不够对方,哪里还敢主动去招惹。 只是这杨妙却是别人不招惹他,他却是喜欢招惹别人,片刻的时间,第二个对手,一重武士层次的一个少年,似乎是罗家的人,顿时被他一脚踹下台去。 砰! 整个石台上,气劲碰撞声不绝于耳,混乱之中,好几人怎么飞出石台的连自己也不清楚,一个个只能够是暗自大叫倒霉。 陆少游一上场就把一个一重武士给震退,所有人也都知道陆少游是三系武者,三重武士,此时也没有人敢来主动的招惹陆少游,陆少游子在一旁也是乐得清闲,刚好自己保留实力到第三轮。 砰!又有人掉落下台,这围观的人之中,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大骂不止,有的人投注在了其中一人的身上,这人落台,那自然就是输了。 混战之中,谁也别想截然一身,没办法,最后陆少游,独孤冰斓,王光等人都是被卷进了这混战之中。 随着陆少游,王光等人的加入,却是那些实力较低的修为者不停的跌落到了石台下,陆少游穿梭在人群中,却是一味的闪躲,并没有怎么出手,目光注视着王光和独孤冰斓两人,也是如此,并没有怎么出手,也不会有人硬是要招惹他们。 片刻之后,混乱的石台之上,已经是只剩下了十人,这十人之中,有卓陆少游,陆少虎,独孤冰斓,王光,杨妙还有着罗家的两人罗飞和罗金,还有着王家的王青,最后两个则是两个小家族中的少年,也都是武士层次,一个一众武士,一个二众武士。 还多两个,下去吧。 一直是冷眼旁观的王光微微的注视了杨妙,陆少游,陆少虎等人一眼,身躯却是到了那一个二众武士的少年身前。 你的实力太弱了,下去吧。 王光冷峻的眼神一抹,手中手印一截,一道掌印直接轰出。 那少年神色惊骇,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根本就没有打算抗衡,身躯第一时间暴退而下。 只是这少年却是没有预料到王光的速度,一阵破风声尖锐响起,掌印随即到了他的身前,随即身躯震飞而下。 第六十六章 独孤冰蓝的实力 你的实力也不够,给我下去吧。 杨妙娇喝一声,目标却正是那一众武士的少年。 我自己下去。 那少年早就是看到了杨妙的实力,知道自己实力根本就不够,再说在场中现在剩下的都是强者,他也无法留到最后,还不如聪明一点直接下去的好,说完,这少年还真是直接跳下了石台。 算你识相。 杨妙拍了拍双手,微微一笑。 这第二轮还真是简单啊。 陆少游都是有些惊讶,自己刚刚可几乎是没有出手,独孤冰蓝也都是在混乱之中闪避着,算不上是真正的出手,但现在就只是留下了八人在石台上,这要是说起来,也只能够是说因为这其他人的实力相差不小,才会有这个结果。 好,剩下八人,你们下来吧。 云阳宗的那只是对剩下的八人说道。 八人纵身跃下石台,八道身影几乎是同时落地,倒也是平添了一份美感。 现在你们八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将会只有四人留下,四人将会淘汰,最后哪四个能够进入云阳宗之内,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实力和运气了。 云阳宗的中年只是说完,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过,随即道,我身前的盒子里面现在有八个玉牌,分别是你们的名字,我会每次拿出两个出来,我拿出的两人,就到石台。 抬上较量,赢的就能够进入云阳宗,至于碰上你们最不愿意遇上的对手,那也别怨天尤人,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因为我也只是随便拿出两块玉牌而已。 这一次青云阵上的天赋不错年轻一倍不少,只是遇到了一起,这要是换在平时,有些落败的人都是有机会进入云阳宗的。 裁判席上,云阳宗的白眉长老道。 不错,这一次,天赋极强之辈确实不少。 各大家族之中的首脑也是暗自点头,这一次的年轻一辈,是往常无法相比较的。 第一轮,独孤冰兰,罗飞。 此时,场中那云阳宗只是已经是从身前的小盒子中拿出了两块玉牌,要上场的,却是独孤冰兰和罗家的罗飞。 顿时裁判席上的罗家家族脸色都是一变,罗飞才是二重武士的实力而已,独孤冰兰已经是九重武士,这种相差,绝对不是一般的大。 你们上去吧,掉落石台未书。 云阳宗的指示说道。 嗖,那罗飞神色有些无奈,却随即纵身上了石台,身为罗家的的人,他就算是名之道不敌,也不能够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示弱于人。 独孤冰兰神色没有多大的变化,曼妙身躯之身真气抖动,意识跃到了石台之上,带出一条优美弧线,让不少少男的心中泛起涟漪。 开始吧。 独孤冰兰注视着罗飞微微说道,周身真气抖动,身躯包裹在了一片若隐若现的真气刚照之中。 独孤小姐,得罪了。 罗飞轻道一声,手中已然是握上了一柄青色长剑,真气透过剑身弥漫,凌厉的剑刃土线,也是让人不敢大意。 来吧。 独孤冰兰倾道,周身真气生腾,随着两人都是真气抖动而起,整个石台上的空气都是凝结起来了一般,周围围观的数万人也是开始变得安静起来,目光投注在了两人的身上,谁都想知道这第二个进入云阳宗之中的会是谁。 陆少游注视着台上的独孤冰兰和罗飞,这结局应该是并没有多大的悬念,随即陆少游的目光却是远远的注视着向了那远处的翠玉身上,那丫鬟翠玉似乎也正在注视着陆少游,瞧着陆少游的目光微微点头,对于自家的小姐,也似乎是没有任何的担心。 呼。 罗飞深呼吸了一下,手中长剑之上,一片剑刃扩散,早石台上拖出一片不浅的痕迹。 带着一片火花,随即便是扑向了独孤冰兰而去。 独孤冰兰神色没有太多的变化,这罗飞身影接近到了五米的距离之时,身躯便是有了动作,脚尖倾点地面,身体犹如狂风中的落叶一般,飘荡闪烁着,瞬息间,便是与那罗飞的身影交错而过。 这一刹那间,独孤冰兰手中手印结出,周身蓝色光芒大胜,浩腕优美伸出衣袖,牵牵玉手扬起,随即极其自然地横销而出,手中五道水柱形成五道细小的水刃,割破空气,对这那罗飞暴掠而去。 罗飞神色一沉,手中长剑仓皇之中画出五道剑影,分别就向五道水刃撞击而去,剑影割破空气,也是带起一片破风声呼啸,周围空气排挤而来。 羞羞羞! 罗飞神色再次一沉,手中长剑拔出石台,单手印绝一达,真气贯注,剑身嗡嗡作响,随即咬牙纵身而起,手中长剑暴刺而出,长剑在无形的空气中留下一道耀眼狐影,锋利的剑尖之上,一片剑影光刃似乎是穿透了空气阻碍。 随剑剑尖变化出树十道光芒,晚出一道剑花,随着羞羞的一片清脆声响,这剑影和水球轰然相撞在了一起,两者相处,顿时两股强悍气劲碰触,剑尖之上剑刃却是被水球吞噬一般,罗飞手中长剑根本就难以动弹了。 随即水球推动,剑身竟然是被压成了一个极为弯曲弧度,就像是要从中折断了一般,罗飞目光惊骇,瞬间一退再退。 见到这一幕,不少人也是为罗飞捏起冷汗来,罗飞在实力上相差得太大了,明显不是对手。 吃! 就在这时候,独孤冰蓝身影鬼魅般的再次出现,浩腕青阳,御掌举起,一道蓝色掌印毫不犹豫挥出,狂暴的水属性真气从掌心中暴涌而出,轰然落在了罗飞右肩之上,强悍力量倾泻而出,罗飞身上护身钢气轰然军裂破碎,御掌落下,罗飞身躯瞬间宛如断线风筝一般掉落地上而去。 砰! 的一声落地声,罗飞身躯没有任何的悬念落在了石台下。 独孤冰蓝胜 云阳宗的执事说道,按照规矩,掉落到了石台下就算输了,第一场,独孤冰蓝成功的拿到了一个名额,能够进入云阳宗之内。 第六十七章 陆少虎胜 独孤冰蓝随即倩影若瞬间落下了石台,到了陆少游的身边微微一笑,似乎这一切早就在他的预计之中,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一万五千金币啊! 陆少游此时心中却是微微一笑,独孤冰蓝获胜,自己投注的一千五百金币三天就赚了十倍,早知道凑点钱多投注一点。 第二场,陆少虎,杨庆 云阳宗的中年只是再次从小河中掏出了两块玉茧,这一场,乃是陆少虎和杨庆两人。 陆少游注视着那杨庆,正是杨家之中,开始跟随在杨庙的身后,年纪十八,一身华服,眼中带着一丝傲慢之色的青年,修为只有二重五世,但也算是不错了,不过在众人之中,和刚刚那罗飞也没有什么区别而已。 陆少虎微微一笑,心中暗自高兴,自己碰上这杨庆无疑是运气好了,要是碰上那王光的话,那就是倒霉了。 纵身一跃,陆少虎动作干净利落的上了十台之上,自己三重五世的修为可是要要占据不少便宜的。 此时那杨庆的脸色却是不太好看了,心中也知道自己有些不妙,但也是动作优美的上了十台。 杨庆,你给我下去吧。 杨庆一上十台,陆少虎一道冷喝声夹杂着真气,身体微颤,一股土黄色的真气迅速覆盖身体,在身前形成一片真气钢圈,从其喉咙中低沉吼一声,大地满拳。 随着陆少虎喝声的落下,手印凝聚,双手在身前交叉画出,一道拳印正开空气,响起破空声,携带着强悍的气劲,轰然袭击向了杨庆而去。 杨庆感觉到对方的实力,不由心中一惊,脸色微微变化,手中一弹,手印打出,右手猛然向后挥出,一股凶猛的无形劲气从掌心中喷勃而出。 两股力量都是不弱,带起一片狂风浮现刮过十台,最后这两道力量强悍对轰在一起。 喷! 两股凶猛劲气的对撞,两人周身顿时包裹形成一片气劲漩涡,如同一个小型的龙卷风一般,随即杨庆似乎是有所示弱,身躯亮相退后,相差一众的实力层次,在实力上就要吃亏不少。 杨庆,你不是我的对手,下去吧。 陆少虎微微一道冷喝,脚掌瞬间一踏地面,身形纵身而起,再次一道拳印轰击而出。 哼,陆少虎,你用不着嚣张。 杨庆大喝一声,身躯往一侧暴退,侧身显显避开陆少虎一拳。 嚣张又怎么样,谁让你的实力不够? 陆少虎再次一道冷喝,杨庆刚刚暴退,陆少虎再次脚掌猛然一踏地面,身形狂射而出,手中手印变化,十数到树藤从身前青色光芒之中暴涌而出,穿过无形的一片空间波纹,随之缠向了杨庆而去,带起一片尖锐的破风声。 感受到面前那尖锐的破风尽气,杨庆脸庞一片凝重,双系舞者就是比起一般舞者要强上不少,双系属性让人防不胜防。 不愧是双系舞者,发挥出的实力,要比同级舞者强上不少。 裁判席上,杨向峰说道,族中杨庆被克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杨族长,你杨家不是也有一个双系舞者吗? 陆东微微一笑说道。 那也比不上你陆家呀,你陆家还有一个三系舞者呢? 杨向峰轻道。 而此时,场中十台之上,在十数条树藤的包裹之下,杨庆身体微侧,脚步急退,体内真气急速涌动,右手之中却是不知不觉中握上了一柄大刀,刀芒之上寒光战战,随即劈向了了一根树藤。 咻! 的一声,树藤应声而断,随即收起刀落,又是数条树藤被横中砍断,但剩下的数条树藤已经是尽在咫尺了。 给我断。 杨庆大喝一声,周身一股真气暴涌而出,手中大刀抖动,瞬间一片火焰包裹向了刀身,肉眼可见,一股无形波动顿时在杨庆的周身波动起来,体内真气疯狂灌注到了刀身之内,脸色也是顿时苍白了几分,这一招似乎是底牌,威力不小。 不小,但需要消耗不少的真气。 与此同时,刀芒画出,周围空间捂出一团痴人刀芒火焰,滴水不漏的护注在了杨庆的周身。 树藤划过空间,瞬间被刀芒火焰吞噬,瞬间化作一片白烟消失在了上空。 哼,现在,你该下去了。 确实在这时候,陆少虎身影到了杨庆的身前,身前一道掌印退出,周身空间真气肆虐,掌印划过空间,然后对着面前满脸震惊的杨庆轰击而出,掌印之前,空气化作狂风击散,破空声呜呜作响。 杨庆此时瞳孔收缩,神色惊骇,根本就有无法躲避,心头的震撼闪掠而过,周身真气急速暴涌,火属性的真气灌注在手中大刀之上,刀芒顿时大作,但也是慢了一步。 此时这一瞬间,陆少虎手中掌印直接穿过杨庆护身钢圈,随之砸在了其右肩之上。 轰! 空间乍响,声音落下之时,一道身影倒飞而出,随之重重地摔在了石台之下,嘴中一口鲜血喷出众人目光一望。 这狼狈落地的自然就是那杨庆了。 陆少虎胜。 杨庆落下石台,已经是败下阵来,云阳宗的直视顿时宣布着结果。 围观之前的席位上,赵慧和陆家不少人都是露出了笑意。 裁判席上,陆东也是笑意盎然,终于是顺利进入云阳宗一个了,但心中随即却是有些担忧起来,剩下的四人之中,要是陆少游遇上了那王光的话,那就有些麻烦了。 此时杨家的家主杨相风,此时脸色就有些难看起来了,自己族中的子弟输给了陆家,这自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哼! 陆少虎从十台上一跃而下,目光冷视了陆少游一眼。 小子,你给我再得意一阵子,等机会到了,小爷我完惨你,这仗以后一起和你好好算。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虽然是和他同父异母,但那时以前的陆少游,现在的陆少游,和他可没有多少关系。 随着陆少虎越下十台,剩下的四人再次注视向了云阳宗的中年执事,第三轮无疑是让所有的人都是紧张不已,陆少游,杨妙,还有罗家的罗金三人,都是不想遇上王光,三人都不是傻子,王光的实力最强,谁要是遇上的话,那就是谁倒霉了。 第六十八章 星火燎原刀 第三场,杨妙,云阳宗的中年执事从小河中掏出了两个玉牌,注视了身下的四人一眼道,罗金。 运气还真是差呀。 陆少游脸色微沉,这还真是倒霉,王光九重武士的实力层次,自己四重武士,这种差别太大了,相差一重都是一道大坎,何况是相差五重。 看样子,这次我是没有机会和你这三系舞者好好的较量一番了。 杨妙对陆少游睡到,随即玲珑凸的身躯纵身优美的上了十台之上。 罗金神色无奈,一时跃上了十台,这也是他最好的运气了,至少从表面上看,他对于杨妙,要比起对付王家的王光,陆家的陆少游都要好。 十台之下,剩下的就只有陆少游和王光两人,陆东,陆无双,陆西等人,此时也是神色微变,虽然是知道陆少游不凡,但是这相差六重的层次,实力相差的太大了。 在他们的眼中,陆少游还只是三重武士而已,陆少游隐藏了一众的实力层次。 只有赵慧,陆少虎看到这一切露出了笑意,就连周立星和陆南嘛,周海明三人也是淡淡冷笑,等着看陆少游落败。 罗金,你才是二重武士,你不是我对手,投降吧。 一席进庄之下的杨妙,注视着罗金说道。 是不是对手,要比过才知道,就算不是对手,我罗家也没有投降之辈。 罗金淡然说道。 此话一出,裁判习上罗家的组长顿时微微一笑,甚是满意,也是让围观中的人有了不少的好感。 好吧,那我让你先动手好了。 杨妙红彤彤的小嘴一撅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语音一落之后,罗金知道自己实力要弱,自然是没有客气,身形一跃,周身一股红色真气抱涌而出。 身在上空这一刹那,罗金手中手印结出,一把半米长直径的弯刀出现在了手中,刀身之上,暗红色光芒闪烁,一条凹槽沿着刀尖蜿而出,带着寒光一片,这刀明显不是一般之物。 弯刀划过一条弧度,随即在割破空气暴掠向了杨妙而去。 来得好。 杨妙咯咯倾笑一声,手中手印一结,手中也是不失时机的出现了一柄红色剑鞘长剑,长剑出鞘,意识在手中飞快的旋转出数道剑影,带起令人眼花缭乱的弧度,宛如灵蛇一般,极为灵活与毒辣,瞬间阻挡向了罗金的弯刀而去。 刀光剑影在上空交错而过,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两人身影分开,罗金脸色已经是有着一丝苍白,弯刀轻轻一化,淡淡的火花迸射而出,带着森冷的刀光再次割向了杨妙而去。 吃! 杨妙娇躊一纵,真气陡然爆发,而其身形,则是化为一道模糊影子对着罗金闪电般的掠去,这速度奇快无比,与此同时手中长剑之上,真气灌入,意识带着一片火焰出现,剑芒划破空气, 狠狠劈向了罗金。 罗金神色未变,知道自己实力偏低,硬抗杨妙可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瞬间脚尖点地,脚下真气暴涌而出,其身影便是犹如瞬移一般退后几步,手中弯刀横削而出,强猛的尽力带着一丝炽热的火焰,在前空中出现一圈淡淡的火光弧陷,尖锐的破风声,呜呜的响各不停。 杨妙娇躊侧侧身而过,手中手印迅速一截,长剑突然改变方向,宛出一片剑影,也是火属性真气激射而出,剑影包裹住了整片空间在,轰然笼罩罗金。 当当,一片变光火石中,火光剑射间,两人身躯各自后退,指示罗金却是明显不敌,身影亮相倒退。 再来 杨妙得势不饶人,焦躯退后,剑尖插入石台,在石台上带出一片痕迹稳住了身躯,随即焦躯之上脚尖一点,身影再次纵身而起,身体在半空凌空一翻,旋即双脚朝天一蹬,身形犹如捕食的苍蝇一般,闪电般的直射罗金脑袋,手中长剑,宽出数道剑影,整个空间温度也在急速上升着。 杨组长,令女不凡啊,天赋极强,这武技运用的也是出神入化,掌控自如,这一点可不比天赋差。 看着石台上的两人,云阳松白眉长老都是忍不住称赞起来,有时候,这激战中的反应能力,比起本身的修炼天赋也是一样的重要,任何的一个强者,绝对不是靠着修炼就能够成功的,只有在无数场激战中,才能够真正的磨炼出一个强者。 以后可要靠着白眉长老多多栽培。 杨相风微微一笑说道,对于自己这女儿的表现,自然是相当的满意。 那是自然,令女的天赋,加上其表现,在云阳松中要崭露头脚并不难,到时候,要成为亲传弟子的机会很大。 白眉长老笑道,双戏无者,不出意外,要成为云阳松的亲传弟子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路少游此时也是在注视着台上的较量,而脑海中,却是一直在想着,自己该怎么对付王光,实力相差的太大了,看来又只有像对付周海明一样,找机会趁其不备的时候再一举出手了。 石台之上此时已经是激烈了起来,两道身影交手不断,慢慢的,罗金已经是被逼到了石台边缘。 星火燎原刀 罗金大喝一声,顿时周身真气炽热暴涌,猛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真气缭绕在其周身,让周身都是神异的带起丝丝火焰,刀芒大掌,弯刀在身前不停旋转一般,就像是如同风扇的页面不停的旋转一般,顷刻形成一个圆形的刀芒火球,周围空气都是化作了白雾消散开来。 随之这火球轰然脱手而出在,朝着杨妙溃压而下,此时罗金已经是一脸苍白,这星火燎原刀威力巨大,这却也是要消耗打量的真气,不到最后,它是不会施展出它的底牌来的。 火影剑 杨妙骄斥一声,在这罗金的星火燎原刀之下,也是不敢大意,手中,真气涌出,一股炽热气息,随即笼罩石台之上,手中长剑,顷刻在一瞬间画出了数十道剑芒,剑芒笼罩空间,随即搅向了那刀芒火球。 第六十九章 强悍实力 与此同时,杨妙神色一尘,左手之中一股蓝色真气在不断的扩散,最后如同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球一般,蓝色光球不停的旋转膨胀,似乎是正在酝酿着神们一般,周围空间都笼罩在一片压抑气息之中。 羞羞 剑影火球撞击在了一起,火光直冒,火球剑影顷刻散落整个在整个石台之上,犹如盛大的烟火在石台上绽放一般。 石台之上空间压缩暴响不断,气劲冲斥击散,两道身影随即震退开来。 给我下去吧。 杨妙身影倒退的时候,也在此时,左手之中,那蓝色光球膨胀到了数米之大,随即甩手席向了罗金而去。 砰! 蓝色膨胀光球瞬间暴掠而出,却是在这上空之中暴掠,化作一道巨大的水柱,瞬间撞击在了罗金正亮向后退的身躯之上,一股距离倾泻而下。 罗金遭受重击,身躯猛然震飞而起,嘴角一丝鲜血流出,整个人已经是朝着石台边缘跌落下去。 砰! 罗金重重的摔在了石台下,实力相差一众,加上杨妙又是双细舞者,他难以抗衡,交手时数回合之下,便是败下阵来。 第三场,杨妙胜出 云阳宗中年直视说道 杨妙胜出,第四个进入了云阳宗,顿时围观之中的不少少男都是大声吆喝起来,看来杨妙的爱慕者可是不少。 你要是能够打败王光进入云阳宗,我们就还有机会较量一番哦。 杨妙跃下石台,到了陆少游身边说道 王光,陆少游,第四场,你们上去吧。 云阳宗的忠年直视对王光和陆少游两人说道,目光之中,有些复杂的看着陆少游,按道陆少游的运气还真是不好,竟然是遇上了王光,这差距太大了,就算是三系舞者也根本无法抗衡啊。 小子,让我看看三系舞者有什么不凡之处吧。 王光微微一笑,随即一跃上了石台之上,对付陆少游三重武士,他根本没有多在意,他很清楚三重武士和九重武士之间的区别,这区别不是一般的大。 陆少游神色一收,随即周身真气抖动,身躯纵身到了石台之上,自己只有剑机行事了。 见到两人站在石台上,赵慧,陆少虎,赵海明等人,此时微微冷笑,在场中的人,几乎是没有看好陆少游的,但凡是对舞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三重武士和九重武士的差别有多大。 观众席上,那丫鬟翠玉此时也是注视着石台之上,目光之中,有着一股金芒一闪而过,随即收敛不见。 小子,出手吧,让我看看,什么是三系武者。 王光轻笑一声道。 是吗,还是让你出手吧。 陆少游放松心情,淡淡一笑说道,自己可是要保留实力,先出手,可和自己的计划相反了。 小子张狂。 王光冷笑一声,手中手印一晃,周身土黄色真气迅速在身前形成了一个真气钢圈,随即身躯暴掠而起,闪电般的射向陆少游。 陆少游瞬间暴退,到了这时候,自己可不能够有任何的紧张,在实力本就相差不少的情况之下,自己再有失误的话,那基本上就等于完完了。 王光身躯暴掠而至,身体表面上,淡淡的土黄色真色气开始若隐若现,双手变化,随即双拳紧握,受伤骨节之间,发出咔咔的声响,带起尖锐的破空声,双拳之上携带着强悍气劲,轰然一左一右的暴掠向了陆少游。 陆少游本不敢硬抗,身躯瞬间再次暴退,只有等到对方消耗过多的时候,自己才会有机会。 想跑,你速度好像不够。 王光轻喝一声,双脚一点地面,弯腰而起,真气苟动,身躯借力而起,手中双拳交错,随即轰然再次暴掠向了陆少游而去。 好快的速度 陆少游神色一沉,对方的速度超出了自己的意料,自己现在已经是无法再退。 微微咬牙,别无他法,陆少游运转真气,手中手印急速打出,周身顿时炽热起来,真气透过火属性暴涌而出。 望着那携带着凶猛进气扑来的王光。 陆少游双拳凝聚,骤然摊开,轻贺道,陆燕拳。 随着陆少游的喝声落下,凶猛的炽热气息带着强悍进气,猛然至拳头中狂喷而出,重重地击打在那暴冲而来的王光的双拳之上。 砰! 砰! 两声空间乍响,强悍气劲击散,火光四散,陆少游顿时感觉到自己双拳之上,一股巨大力量倾泻而下,一阵剧痛沿着双拳传开,自己身躯不由自主量向倒退,体内真气翻涌而起。 身躯量向倒退十数步,陆少游双脚死死地抓着地面,这才稳住身躯,强行把体内真气压制住,对方的实力比起自己强得太多了。 不错,能够接住我八成力,只是这还远远不够。 王光微微说道,刚刚的他,只是施展了八成力量而已。 才八成力就如此强悍。 陆少游心中不露痕迹一沉,这王光太难对付了。 再来吧。 王光话音一落,脚掌再次重踏地面,这次的速度,比起刚刚明显变得更加迅捷,狂猛的速度,身前空间破开一片空间形成的风浪。 感受到对方的实力,陆少游身体微微一侧,王光那硕大的拳头带起凶猛的劲气,贴着耳朵斜飞了出去。 哼,说了你速度不够。 就在这时,王光的声音就在陆少游的耳边响起,一拳回旋沉底,不可思议的袭击向了陆少游的小腹。 陆少游惊骇而起,实力不如对手,这速度也不够,身躯再次暴退的同时,手中手印打出,土黄色光芒笼罩周身。 清灵铠甲 一片淡黄色光芒大作,陆少游不得不是提前布置出了清灵铠甲来在,淡黄色鳞片铠甲笼罩周身,显得是玄傲不已。 王光神色惊讶,但手中速度却是没有放慢,陆少游身躯暴退,自己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画,身躯便是鬼魅般的一闪,蕴含着强悍气劲的拳头,画出一条弧线,重重的砸在陆少游胸前。 第七十章还有实力抗衡吗? 开山掌 也在此时,陆少游轻喝一声,星级武技开山掌施展,气劲飙升,轰然和王光一拳撞击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乍响,容颜可见,空间之中,一片实质化的气浪积散而开,石台之上,陆少游身躯亮枪倒退十数步,脸色变得已经是有些苍白起来,体内真气急速翻涌,就快要压制不住了一般。 而此时王光也是神色惊讶,身躯微微向后倒退一步,这一击没有击飞鹿少游,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没想到陆家还有防御武技,这防御武技似乎是有所不凡呢。 裁判席上,云阳宗的白眉长老神色大为惊讶起来,防御武技可不常见,也都是无比珍贵之物,以他的眼光自然是能够看得出来,陆少游身上的正是防御武技,层次也绝对是不低。 陆东此时微微一笑,但心中却是知道,陆家之中可没有防御武技,陆少游身上的这防御武技并不是陆家的,老爷子说过陆少游的背后有高人,看样子这防御武技就是来自那高人了。 观众席上,那天宝门的丫鬟翠玉和武之士都是神色抹过一丝惊讶,感觉到陆少游身上的防御武技有所不凡,不是一般之物。 小子,有点本事,王光神色之中有着惊讶,对方身上竟然是有防御武技在身,周身真气再次攀升,猛然身躯再次纵身而起,携带着猛烈的劲气,直扑向陆少游而去。 陆少游不敢有丝毫大意,真气抖动,又是怒焰拳挥击而出,攻击力一撞击分,对方攻击力尚所蕴含的强横力量,顿时就倾泻而来。 不愧是九重武士。陆少游甩了甩发麻的拳头,身躯再次被震退,布置起了清零铠甲之后,陆少游明显的感觉到,对方的攻击力在倾泻到自己的身上只是一小部分,已经是被清零铠甲阻挡住了一大半。 我看你能够抗衡几次柱,实力低,靠着其他手段也没有多少的作用。 王光冷喝一声,真气抖动,手中结出一道诡异的手印,连头发都是树立了起来,整个石台之上,顿时包裹在了一片强悍风浪之中。 陆少游发现,此时这王光的周身都是在膨胀起来了一般,整个人的气息大涨,周身笼罩一片土黄色的光泽。 小子,下去吧。 王光大喝一声,周身一股磅礴真气喷发而出,脚下石台之上,以身躯为中心,均列出不少蜘蛛网一般的裂缝,身前一道掌印透过空气阻隔,随即一道土黄色上十米的掌印,带着压迫般的风声,狠狠地对着陆少游怒砸而来。 感觉着这凶猛劲气,让陆少游脸色微微一变,知道这王光是开始用全力了,自己必无可避,咬牙手中手印变化,周身气息迅速飙升,从三重武士瞬间突破到了四重武士,从一开始到现在,陆少游也一直是把实力隐藏在三重武士。 此事掌心之中,劲气猛然暴射而出,周身光泽大胜,一道掌印意识猛然推出,带起一片剧烈的破空声。 四重武士,这小子竟然是还隐藏了一重实力。 随着陆少游显露出四重武士的实力,实力层次也迅速是被裁判席上众人看在眼中,能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隐藏了实力,他们也只能够是暗叹陆少游不凡了。 但是众人惊讶的同时,也是感叹,就算是四重武士,也是无法抗衡王光九重武士的层次,这差别还是巨大。 场中,不少人也是已经认定陆少游输定了,这实力悬殊之下,根本无法抗衡下来。 而场中此时两道掌印已经是狠狠的对迎了上去,右眼可见,周围空气都被挤压破碎。 砰! 巨大的声响,在石台之上乍响,石台之上,那裂缝更加宽了几分, 气劲横扫出一片碎石激荡开去。 然而就在此时,陆少游身躯直接倒飞出去,身躯落地,亮枪再次倒退开来。 扑! 陆少游脸色一白,一声嘀嘀的闷哼从喉咙中传出,一道鲜血喷嘴而出,脚步亮枪的急速后退,直到石台边缘后,方才缓缓停住,就连身上的淡黄色铠甲,都是暗淡虚幻了起来。 竟然是硬抗下了九重武士全力一击,这防御力还真是不错,看来肉体修炼得不错,这防御武技也是不凡。 云阳宗那白眉长老惊讶说道,四重武士硬抗九重武士一击,这已经是让所有人惊讶了。 围观之中的不少人也是为陆少游捏了一把冷汗,看到陆少游竟然是抗衡下来了,才送了一口气。 实力相差太大了。 人群中,陆无双倾道,神色微微一探,相差五重的实力层次,这是一道鸿沟,能够抗衡刚刚一击,已经是奇迹了。 小子,你让我惊讶,只是现在,你还有实力抗衡吗? 王光注视着已经是到了石台边缘的陆少游隧道。 陆少游往喉咙内吞下了一口血液后,压制住体内翻涌不止的真气,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身后,此时自己离时台下也就最多两米的距离而已,再抗衡一次在,自己必输无疑。 有没有实力抗衡,试过才知道。 陆少游轻道一声,骨子里有着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又怎么会认输? 好,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王光冷哼一声,与此同时的时候,手中手印结出,周身真气急速抖动,整个人的身躯都笼罩在一片土黄色光泽之中,石台上,镜风炫绕呼啸而起,带起尖锐的破风声,整个石台周围空间,此时也都是在这狂暴气劲压抑之下。 破实际 周围的空间压抑在这气劲之下的一定程度,与此同时的时候,王光双臂一甩,眼中瞳孔煞时间一片土黄色光芒充斥,双臂之上,两道膨胀掌印轰然拍在了身前的石台之上。 啪啪啪啪 一股狂风大作,恐怖的力量席卷而开,石台之上,那坚硬的石台顿时爆破不短,掀起一片破碎的石板飞舞,石板如同滚雪球一般翻涌而起,带着无比恐怖压抑的力量铺天盖地笼罩向了陆少游而去,整个石台表面都被掀翻,陆少游根本无处可躲。 第七十一章 朱雀觉得威力 浩强的力量,这实力,已经是接近武师了。 裁判席上,众人也是为王光的实力感觉到了惊讶。 年轻一辈中,有此实力者绝对的少见,同时不少人也是预感到了陆少游的下场,如此强悍的实力,就算是一开始陆少游也不会是对手,何况现在有伤在身。 看到众人惊讶的表情,王家的族长那黄袍中年汉子目录微笑,儿子隐藏这么多年,为的就是今天,儿子也终于是没有让自己失望。 陆东神色微微一叹,陆少游的天赋顶级,可是实力却是相差过大呀,要是族中能够从小培养的话,此时这王家的王光,又怎么会是对手呢?一切也只能够是怪陆少游运气不好了,七个人中,最后却是碰上了王光。 十台之上,此时陆少游脸色也是有些难看起来,自己根本就无法抗衡,对方的实力太强。 拼了,这一次,一定不能够失误。 陆少游咬牙说道,手中手印随即画出一道道玄奥弧线,整个人顿时笼罩在一片耀眼光芒之下,随着这些玄奥手印的打出,陆少游的身前,一道道神异光芒爆射而出笼罩在身前,整个人身上的气息,此时也是在发生着一种诡异的变化。 一道道神异光芒此时出现,随即开始凝聚,一道闷雷般的声响,在凝聚之中乍响开来,陆少游嘴中顿时一道血剑喷出,融合再次失败。 为什么就是无法成功,怎么会这样? 陆少游心中无比沉重起来,对方攻击已经到了身前,没有时间考虑了,手中手印再次凝结,与此一道道神异光芒瞬间再次凝聚而起。 这一道道神异光芒此时弥漫出各色光芒,仔细看来,有着七彩光芒闪烁开来,神异光芒之上,最让人惊讶的还是那光芒之上所散发出来的恐怖能量气息,这些恐怖能量气息周围,就连虚空都在开始扭曲起来,散发着让人心计的气息。 这恐怖的力量相容,巨大的排斥力也是让陆少游无法顺利凝聚,体内真气就像是倾泻的洪水一般被这些恐怖的能量所吞噬掉。 为什么不行,一定是差点什么。 陆少游脸色惨白,体内真气尽数被抽离而去,却是还无法凝聚这一道攻击。 咦,怎么会这样? 就在这时候,陆少游感觉到了自己脑海中的灵力似乎是正在受到牵引往那七彩光芒之内汇聚而去。 难道是需要灵力? 陆少游没有犹豫,脑海内,顿时一股巨大的灵力波涌而出,注入到了身前的七彩光芒之上。 随着灵力的注入,整片七彩光芒便是剧烈反应起来,那恐怖的心计气息顿时从石台之上冲天而起。 一直是无法凝聚的神异光芒,此时在陆少游灵力的注入之下,就像是润滑剂一般,瞬间就让这一片神异光芒相容起来。 成功了,原来这猪却绝需要灵力相容。 陆少游露出了一丝笑意,虽然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武技需要灵力注入,但南叔也说了,这神秘武技本来就不凡,否则也不会连南叔也无法打开了。 随着这一片神异光芒相容,周空恐怖气息更是大胜,陆少游也感觉到,这一股力量融合之后,已经是变得狂暴起来,瞬间陆少游咬牙再次手中手印打出,食指不停的变化着,身在一片光团之内,食指之上,一道道的灵力灌入到了光芒之中。 此时,外界之中众人,只能够看到一处耀眼的七彩光团之上,弥漫着无比恐怖的气息,周围虚空都开始扭曲起来。 这是什么武技,好像还有灵力的波动啊。 云阳宗的白眉长老已经是惊讶起来,裁判席上此时各大家族的首脑也都是惊讶起来,这一幕也大大的超出了陆东的想象。 随着灵气的注入,陆少游周身的神异光芒之上那狂暴的能量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了下来,随即在万众诧异的目光之下,凝聚成了一只上三米大小的赤红色能量鸟体。 这赤红色能量鸟类通体赤红,如同火焰一般,脑袋之上,有着树根七彩羽形成的缝冠,尾巴之上,亦是拖出长长的七彩羽毛,双赤展开,有着火焰弥漫,周围空间都在晃荡波荡,这赤红鸟体,就像是凤凰一般。 啪啪啪啪。 这一切说来话长,但实际上也就是两三个眨眼的时间,此时王光催动的那狂暴力量掀翻整个石台表面已经是到了陆少游身前。 来吧,朱雀绝。 陆少游大喝一声,体内真气尽数消耗,双手最后一道手印打出,身前凝聚的那赤红能量鸟体顿时振翅暴掠而出。 随着这赤红鸟体划过空间,三米大小的身躯此时跳跃式的膨胀起来,瞬间化作了四十米大小,周身火焰呼啸而出,身上的气息也是再次恐怖释放,狂暴的气息冲天而起。 感觉到那恐怖的气息,本来无比自信的王光突然之间全身的汗毛都树立了起来。 裁判席上,云阳宗白眉长老的脸色也是瞬间大变,目光之中一片惊骇起来。 小子不要。 白眉长老大喝一声,身躯瞬间暴掠而起,盖起一片强悍气劲直扑石台而去。 石台之上,那赤红的凤凰一般能量体双赤极震,那一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石板顿时化作了灰烬,随即这赤红能量体瞬间直扑王光而去,在其就要靠近王光之时,却是那凤凰虚影消失,最后凝聚成了一个炽热无比的庞大火球,火球暴动,随即膨胀开来,紧接着,一道炸响在石台之上爆裂而开。 砰砰砰砰。 火焰积散笼罩整个石台,不只是石台之上,方圆至少是三百米之内。 都被火焰笼罩其中。 火焰之前,恐怖狂暴的气息率先冲天而起。 痴,这一瞬间,一道身影从裁判席上冲进火焰圈之中,随即石台之上,一道钢圈不起。 轰隆隆。 火焰不停乍响,空间泛起一片涟漪,铺天盖地的石板早就化作了一片虚无,火焰击散,散落在了四周,差点击散到了观众席上。 第七十二章 陆家宝物 狂暴恐怖的气息片刻才消散,一切逐渐恢复,此时,整个石台却是一片狼藉,凹凸不平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几乎是整个两百米宽,上两米高的石台,此时全部崩塌破碎,化作了一块块的碎石。 一片狼藉的碎石中,白眉长老出现在了其中,一片钢圈之下,却是护住了嘴角正流出鲜血,脸色一片惨白惊骇的亡光。 片刻之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陆少游缓缓从一堆碎石之中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神情维米,身上也是狼狈不堪。 所有的人注视着这一幕,都是惊骇莫名起来,裁判习上纳各大家族首脑和三个云阳宗之士,此刻都是站了起来,刚刚的一幕,完全的超出了他们的意料,陆少游施展出来的武技,实在太过于强悍了,这一击,根本就不是一个武士层次武者所能够发挥出来的。 观众席上,众人也是目瞪口呆,这恐怖的一幕,让他们大开眼界。 好小子,这一场,你赢了。 云阳宗白眉长老注视着陆少游,眼中目光惊讶,随即收起钢圈说道,刚刚他身在狂暴之力中,自然是更加清楚那狂暴力量的威力,只怕是一般的一宠武士遇上了,也要不死都要重伤,要不是自己护住王光,这王光现在就是一具死尸了。 好样的公子,公子赢了。 观众席上,陆小白大声呐喊起来。 裁判席上,王家族长神色一片阴沉,自己的儿子胜券在握,没想到最后却是输了,而陆东此时也是有些不容置信,陆少游最后施展出的那神秘武技,竟然是能够一举击败九重武士。 裁判席上的众人自然都是看得出来,这要不是白眉长老护住王光,只怕王光现在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黄级武技们,至少也是到了黄级武技高阶地步吧,或者是已经是玄级出阶武技了。 观众席上,那叫做翠玉的丫鬟轻道。 陆少游注视着前方的白眉长老,轻轻问道,我胜了吗? 白眉长老轻道,不错,你胜了,还真是让我意外了。 终于胜了。 陆少游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感觉着双眼一黑,随即全身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施展出朱雀绝后,此时身上真气完全消耗殆尽。 少游 陆东,陆无双顿时赶到了石台上。 他没事,只是消耗殆尽,虚脱了而已,好好调养一番就会恢复。 白眉长老到了陆少游的身边,检查一番后说道。 一天之后,陆家庭院之中,望着躺在床上的陆少游,罗兰是心中担忧不已。 吴双,少游没事吧,怎么还不行? 罗兰是担忧地问道。 三姨,你放心好了,少游是因为消耗太多,不会有事情的。 陆无双说道,美眸注视这躺在床上的陆少游,这就是昨天在广场之上,最后大发雄威的少年,当时,可是可是万千少女记下了他的身影在心中。 公子真的没事吗,怎么还不行啊? 陆小白也是担心不已。 恩? 就在这时,陆少游眉头一动,睁开了双眼,母亲,陆无双,陆小白三人都出现在了眼前。 少游,你感觉怎么样,没事了吧? 罗兰是顿时问道。 陆少游感觉到全身乏力,随即一动身躯半坐了起来,道,娘,我没事,你放心好了。 微微运气真气,陆少游检查者自己的体内,除了有着不算太轻的伤势之外,自己并没有什么大事,估计掉吸一两天就好了。 少游,你醒了就好,这是三颗归针丹,你扶下快掉吸一下吧。 陆无双递给了陆少游三颗归针丹。 恩? 陆少游接过三颗归针丹应道,自己现在确实是需要掉吸,否则对伤势可是有着不少的副作用。 你好好掉吸吧,你没事,娘就放心了。 罗兰是说道,见到儿子没事了,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三人走出房外,陆少游盘膝而坐,扶下一颗归针丹开始缓缓掉吸起来。 随着陆少游掉吸的这段时间,青云镇上各大家族的鄙视结果也是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 特别是最后一场,陆家陆少游对战王家王光,更加是被人传的神乎其神。 四重武士击败九重武士,这种结果也是让所有人惊讶,那最后的陆少游施展的神秘武技,也是让所有在场种的人大开眼界,那武技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 没想到,那小杂种竟然是还有这等屏障。 一处庭院之中,赵慧神色阴沉,昨天的结果,是他所不想看到的。 现在那小子进入了前五,不日就要进入云阳宗内,到时候更加不好对付了。 赵二说道。 哼,我也一样要到云阳宗,加上表哥也在云阳宗内,到时候要对付他更加方便。 陆少狐冷道一声。 少虎,那小杂种一定不能够留下,他死了,以后陆家都是你的,陆家的那件宝物,也将会是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在云阳宗内杀了那小杂种。 赵慧冷道。 娘,陆家到底有什么宝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陆少虎问道。 这个娘也不知道,但是这宝物绝对不凡,你外公交代,这宝物,一定不能够落到其他人的手中。 赵慧说道。 一天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陆少游的房间之中,一片耀眼的光芒营绕在了陆少游的身上,光泽弥漫之中,陆少游的脸色之中已经是恢复了一丝红润。 呼。 从体内呼出一口浊气之后,陆少游睁开双眼,眼中目光深邃,一天一夜的掉膝,加上一颗龟针丹,倒也是恢复了七成,这次完全消耗殆尽,加上又事先受伤不轻,能够恢复的这么快,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这朱雀爵还真是厉害呀。 回忆起自己最后施展的那朱雀爵来,所造成的强悍破坏力,陆少游自己现在想来都是有些惊叹不已。 以后可要小心施展才行。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朱雀爵的威力巨大,但是这所消耗的真气也是自己无法吃得消的,面对对手,要是一招无法击杀,那自己也就危险了。 第七十三章 万年赤铜 不管怎么样,陆少游此时心中也是高兴不已,朱雀爵的威力大大的超出了自己的预计。 如此威力,绝对是恐怖的,只可惜每次施展一次就让自己无法吃得消了。 而那朱雀爵要灵气灌入才能够催动,这也是让陆少游疑惑,这武技和灵者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这朱雀爵需要灵气催动,这要是一般的武者得到朱雀爵都没用,根本就无法修炼成功。 对于这个现象,陆少游现在也无法想通,从朱雀爵的预见中也得知,这四神爵可不是一般的武技,自然是不能够用常理来推断的。 而四神爵一共有四爵,自己现在才只是有着第一爵朱雀爵而已,还有三爵下落不明,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得到,要是得到其他三爵,那就发达了,汇聚四神爵,到时候就能够媲美天际武技,威力一定是要更加强悍恐怖吧。 先去把赢的金币取回来吧。 注视着窗外的阳光明媚,陆少游可没有忘记自己投注的一千五百金币,独孤冰蓝胜出,自己这次可是赢了一万五千金币,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收拾一番后,陆少游和母亲说了一声之后,带着陆小白离开了陆家,一路前往当天投注的商铺而去。 走进商铺之后片刻,陆少游便是微笑着走出了商铺,自己的玉金卡上,此时连本带力已经是多出了一万六千五百金币,这在青云镇上,一万六千五百金币,足以是成为一个小富翁了。 公子,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早知道我就和你一起投注独孤小姐了。 大街上,陆小白哭丧着脸说道,他们凑了三百金币,最后除掉本钱,却只是赢了二十个金币而已,要是早知道投注独孤小姐,那可就是赢三千金币呀,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了。 谁让你不先问我,活该。 陆少游轻道。 还是公子二百五,有先见之明,知道独孤小姐会胜出。 陆小白说道。 你才二百五。 陆少游瞪了陆小白一眼。 我哪有公子二百五。 陆小白认真地说道。 陆少游很无奈,随即也懒得理会陆小白了,片刻之后,道,你的实力现在修炼得怎么样了? 扶下了两颗冠顶丹了,现在才三重五徒,自然是无法和公子相比较。 陆小白正色说道,在修炼上他可没有偷懒过。 陆少游一愣,自己当初扶下两颗冠顶丹的时候,都是突破到了四重五徒,陆小白才突破三重,看来,这和自己修炼的阴阳灵舞爵有着一定的关系。 你好好的修炼吧,可别偷懒。 陆少游睡道。 是,公子。 陆小白说道,他可是每天晚上都在修炼,哪里敢偷懒。 两人一路回到陆家之后,陆少游注视这陆家前门,道,你先回去吧,我去看看南叔,一会就回去,别告诉别人。 是,公子。 陆小白英道,随即走进了大门,身为陆家现在的一个小总管,地位自然是大不一样了,也能够进入陆家大门。 陆少游却是随即走向了陆家后门,自己修炼了那朱雀绝,还没有告诉南叔在,自己马上也就要去云阳宗了,还不知道南叔让自己去云阳宗找什么宝物呢。 走到陆家后门,陆少游却是不见南叔,随即猜测南叔可能在自己的小院子中,便是走向了南叔的房间而去。 南叔在陆家可是很久了,刚好靠近后门有着一个小院子,就归南叔一人居住,这小院子中,陆少游的记忆中也有着一些印象,小时候似乎是来过几次。 走进小院中,这小院有些破旧,但倒是很干净,里面还有着不少的盆栽,陆少游直接是走到里面房间,窥探着周围,似乎是南叔并不在小院中。 你以为你的这点实力就能够窥探到我吗?搬门弄斧。 一道声音传来,随即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就在陆少游的身后出现。 南叔,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陆少游回头微微一笑,来人自然就是南叔了。 老仆人南叔还是那副老太龙中的模样,手中手印瞬间结起,一道无形光圈随即笼罩在了房间之内,这才周身气息一变,眼中浑浊的光芒瞬间变得清澈起来,道,你来我这做什么,昨天你最后施展的那是什么武技? 陆少游道,南叔,我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情呢。 随之陆少游便是把无意中打开四神诀最后灵气辅助修炼成朱雀诀的事情仔细的说了一遍。 四神诀 老仆人南叔在脑海中仔细的思索着,似乎是这也并不知道这四神诀的来历。 这四神诀确实是有不凡,你小子运气好,还真是打开了,要是能够找到其他的三诀,才算是真正的不凡,以后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运气好了,这单独的朱雀诀,我昨天也看到了,层次应该在黄极高阶层次以上,甚至是接近玄极层次了。 对你现在来说,施展出来还是负担,施展一次,不羁杀对手的话,自己就没命了,所有以后只能够用来做底牌,尽量别施展。 老仆人南叔说道。 南叔,我就要去云阳宗了,这云阳宗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你让我去拿的? 陆少游问道。 云阳宗的实力不错,而在云阳宗中,有着一块万年赤铜,乃是云阳宗中的镇宗之宝,你要是能够得到的话,绝对能够炼制成一柄神兵之器,你去想办法,把那万年赤铜得到手。 南叔轻道。 云阳宗的镇宗之宝,我怎么得到,南叔,你这是开玩笑。 陆少游就算是在不了解也知道,人家的镇宗之宝怎么自己怎么可能得到。 笑话,要是随便就能够得到,那还是云阳宗的镇宗之宝吗? 你自己想办法去,那万年赤铜,云阳宗内的灵者根本就没有办法炼化,能够炼化那万年赤铜的人,家我在内也不会有几个,当年云阳宗内的一个老怪求了我几次,可那老怪太小气了,我就没答应。 南叔微微说道。 第七十四章 浮光掠影身法 南叔,这真的有难度,再说我一个刚刚入门的弟子,怕是要找到万年赤铜的下落都难。 陆少游说道。 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还有,这云阳宗之宗,还有着一门身法武技,叫做什么浮光掠影的,还不错,应该是玄疾除阶武技了,你还没有身法武技,就修炼那个吧,其他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好了。 南叔再次倾道。 陆少游顿时翻了一个白眼,这南叔简直就当人家云阳宗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好像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 南叔,我尽量吧。 陆少游无奈说道。 没出息的东西,什么叫做尽量,管你是去偷去抢也好,是一定要得到,你到云阳宗后,也该好好的磨练一番了,没事了,走吧。 南叔吓起了逐客令。 陆少游无奈,告退之后,离开了小院回到了自己庭院之中。 回到庭院之后也没什么事,陆少游到了房间继续吊膝起来,身上的伤势还没有痊愈,这可有些不妙。 再次服下一颗龟针丹后,陆少游缓缓吊膝起来,周身随之萦绕在了一片淡淡光泽之下。 却说此时在陆家,人人都是高薪不已,陆家这次两人都成功进入云阳宗,特别是陆家陆少游当天在较量中的表现,风头大胜,陆家也是门楣生辉,陆家各位长老这几天可都是心情大好。 青云阵上的各大家族心中其实都知道,谁想壮大的话,那就只有靠着云阳宗,否则化是不太可能,而以云阳宗的势力和地位,可不会来插手一个青云阵上的事情。 所以,哪个家族的弟子进入云阳宗多,在云阳宗内的势力大,自然就能够影响青云阵上各大家族的格局。 而在这其中,要是能够成为云阳宗亲传弟子,那地位可就是水涨船高,更加是能够影响到青云阵上的势力格局,所有,各大家族中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族中的人能够成为云阳宗中的亲传弟子。 这次秦家出现了一个灵者,直接就成为了云阳宗的亲传弟子,拔得了头筹,让其他的家族都是心中羡慕和担心,而现在陆家之中出现了一个三系武者,天赋顶级,陆家之中众人也是在盘算着,要成为云阳宗亲传弟子也应该不是太难,这以后对陆家可是有着巨大好处的。 罗兰是现在在陆家,地位也是再次提高,陆家一些长老见到,也都是要停下来打个招呼,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陆少游停止了吊膝,身上的伤势已经是好的差不多了,两颗龟针丹加上阴阳之体,这伤势恢复得有些仍仍张膛结舌。 刚出房门,陆少游就老远问到了一股淡淡幽香扑鼻而来,陆无双的气息也出现在了庭院中。 少游,你伤势怎么样了? 陆无双对陆少游问道。 伤势全好了。 陆少游淡然一笑,目光在陆无双的身上稍作停留后便转移了目光。 不会吧,你伤得可不轻,真的全好了吗? 陆无双疑惑的注视着陆少游,感觉着陆少游身上的气息,伤势确实是好的差不多了,这才惊讶道,你还真是怪胎,这么重的伤势,竟然好得这么快。 陆少游,你来有事吗? 陆少游微微一笑问道。 差点忘记和你说了,白眉长老和几位执事到了陆家,让你去一趟呢,我们可能就要出发去云阳宗了。 陆无双说道。 白眉长老。 陆少游微微疑惑,这白眉长老怎么到了陆家,当天在广场的时候,陆少游见到了白眉长老的实力,那可是极强,至于什么层次,陆少游却是看不出来。 陆少游跟随着陆无双到了陆家大厅之中,此时陆家大厅之中,陆家的几个长老,还有陆东,陆南,陆西,赵慧,陆少虎等人都是身在其中。 大厅的上手,此时那白眉长老和云阳宗的三男一女四个执事也都在做,陆家仆人已经是送上了鲜果,点心和热茶。 见到陆少游到来,白眉长老正在和陆东说着什么,随即目光也放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见过白眉长老。 陆少游走进陆家大厅行礼,路过那赵慧和陆南等人的身边,陆少游直接选择了无事。 不必多礼。 白眉长老轻道,感觉着陆少游身上的气息,目光中免不了出现了惊讶之色,这恢复得也太快了,王家的王光现在可还躺在床上呢。 伤势恢复得还真是快呀,看来体质锻炼得不错。 白眉长老说道。 陆少游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自己的可是被南叔训练了一个月,也泡了一个月南叔亲自炼制的洗髓丹,这体质自然是比起同级修为实力者要强得多。 少游,白眉长老说了,你们后天就动身前去云阳宗。 陆东说道。 后天就动身。 陆少游倒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动身前往云阳宗,随即想想也无所谓,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 怎么,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吗? 白眉长老问道。 没有,没想到这么快而已。 陆少游睡道。 那就好,这次青云镇上的五人都是天赋极强之辈,特别是秦家秦天昊和你,一个是灵者,一个是三系舞者,我也想早点带你们到宗中,这里到云阳宗中,妖兽飞行的话,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白眉长老说道。 白眉长老,请问,在云阳宗中,能够随时回来吗? 陆少游问道。 怎么,你想家吗? 白眉长老微微一笑说道,进了云阳宗,不管是亲传弟子还是普通弟子,一律三年才会有四个月的时间回家省亲,其他时间,只能够待在云阳宗之中。 停顿了一下,白眉长老继续说道,要是中途想回来,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普通弟子修为到了五破层次,亲传弟子到了五将层次,那就能够随时离开云阳宗了,不过你们这些新入门的弟子,可还早着呢。 原来这样。 陆少游一愣,不过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三年就三年吧。 少游,你放心吧,你娘在陆家不会有事的,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大伯。 陆东说道,似乎是明白陆少游心中隐约的担心。 那我也先走一步,本来以为可以见见陆中的,谁知道这家伙又闭关了。 白眉长老轻道。 第七十五张叶行人 送走白眉长老,陆少游直接是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后天就要动身前往云阳宗,自己这两天就多陪陪母亲,到了云阳宗,到时候可就是三年见不到母亲了,母亲她也一定会挂念着自己的。 回到了庭院后,陆少游和母亲说了后天就要前往云阳宗的事情,罗兰氏虽然是心中有所不舍,但更多的是心中高兴,进入云阳宗,那就代表着前途,以后,自己也不用再为儿子担心了。 想着三年见不到儿子,罗兰氏连忙吩咐仆人去买了不少的美食材料,打算这两天,多做些好吃的给儿子。 而这两天的时间,陆少游哪里都没有去,就在庭院之中陪着母亲,感觉着母爱,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这两天,那陆妹也到了庭院中两次,见到陆妹那放电的模样,陆少游可是有些吃不消,这陆妹自己还是少招惹得好。 陆少游从陆无双的口中得知,陆无双,还有当初在天堡门遇到的那王良和杨曼,也会一起前往云阳宗,上次,他们三人,也只是回来省亲的而已,这假期已到,也必须回云阳宗了。 明天就是前往云阳宗的日子了,陆夜后,陆少游盘膝在床上,打算的休息一番,随即开始缓缓的吊膝起来,片刻后,周身笼罩在了一片淡淡的光泽之中。 深夜,一道微弱的声音从窗户外传进了陆少游的耳中,这脚步声极其轻微,要不是陆少游正在吊膝,全身感关注在一种异常清明的状态,否则也难以发现。 这么晚了,还有谁在外面? 陆少游雾的睁开了双眼,神色抹过一丝疑惑,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就在自己的庭院外走过? 难道是出什么事情了? 陆少游神色疑惑了片刻后院,随即起身从窗户外跃出,眼中精芒闪过,一道黑色身影正从前面一闪而过。 这么晚了,是谁呢? 陆少游心中一沉,随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纵身小心翼翼的追去。 深夜,陆家之中一片安静,今晚月色朦胧,更加是显得清幽,前空一道身影似乎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身后有人跟踪,越过几条走廊,随即进入了一座庭院之中。 陆少游远远的跟着,发现这黑衣人倒是挺熟悉的,似乎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间也想不起来,而那黑衣人进入的庭院正是赵慧所在的庭院。 好熟悉,这人一定是在哪里见过?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身影给自己的感觉太熟悉了。 陆少游不敢靠得太近,只是在远处盯着,而自己现在四重五世的实力,灵者修为也是到了灵世的实力,在这黑夜中,视线比起以前可是好得多。 是那后山想击杀自己的神秘人,身影一模一样,果然是和赵慧有关。 陆少游心中突然是想了起来,那黑衣人的身影正是自己当初在后山遇到的强敌,最后靠着小龙和父亲陆中的出现,才侥幸逃脱。 陆少游不敢靠近,那神秘人实力极强,自己要是被发现,说不定就会有危险,还是先观看一下的好。 二哥,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房间中,赵慧神色有些惊慌,注视着房间一个黑衣人问道。 放心,陆家的老家伙在闭关中,估计陆家之中也不会再有人能够发现我。 黑衣人轻道,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陆家根本就在提防我,还是没有查到那东西的下落。 赵慧轻道一声。 要加紧查探,我们等了这么久,已经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了。 黑衣人说道。 我知道,我会加紧查探的,只是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个路少游,只怕到时候陆家会把后路留在了他的身上,我们就白忙一趟了。 赵慧说道。 上次本来有机会,只可惜路中突然出现,他的实力,比我要强,让那小子逃过了一劫。 黑衣人道。 那现在怎么办,那小子可是进入了云阳宗,三系舞者,到时候要成为亲传弟子也并不难,要动起手来,就有更多的顾忌了。 赵慧说道。 哼,三位,你难道忘记了,云阳宗中,那小子,要有命离开云阳宗才行,陆家以为尽了云阳宗就能够护住那小子的小命了,可惜没有人知道,云阳宗也算是我赵家的地盘,哼。 黑衣人冷哼一声道。 那是,只是陆家的那个老家伙,确实有些不好对付。 赵慧说道。 那老家伙的实力确实是很强,不过到时候,我赵家自然有人能够对付他,你接下来,只要尽快找到那东西的下落就好。 黑衣人说道。 恩。 赵慧轻英一声说道。 我先走了。 黑衣人说完,便是离开了庭院,身影几个纵身就无声无息的离开了陆家。 陆少游躲在一个庭院的角落中,看着那黑衣人身影消失,神色微微一沉,打算先回去庭院,反正自己也清楚,那黑衣人和赵慧绝对是有着不少的关系。 是谁? 就在这时候,陆少游感觉到自己的身后有着一道轻微脚步声传来,回头一瞬间,身躯如同夜猫一般急速纵身闪开。 陆少游,你在这做什么?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却是那兆大。 被发现了。 陆少游心中一沉,刚刚自己发现了那黑衣人,要是被赵慧知道了,少不了有麻烦,陆少游没有任何的犹豫,体内真气运转,一道掌印纵身拍出。 小子,你想。 赵大脸色一变,大声喝道而起,只是刚刚张口,话还没有落音,顿时身躯违离在地,已经是不省人事了。 难输。 赵大的身后,一道身影出现,陆少游有些惊讶,来人竟然是难输。 小子,下次小心一点。 南叔轻道。 南叔,你怎么在这里? 陆少游惊讶问道。 第76章 第一次吞噬真气 我见到有强者到了陆家,好奇想来看一看,没想到你也在这。 老仆人南叔轻道。 南叔,那你知道刚刚那人是谁吗? 陆少游问道。 无名之辈,我怎么认识,实力也一般。 老仆人南叔轻道一声,随即注视着陆少游看了一眼,道,明天要去云阳宗了吧,到了云阳宗后,一切小心,不要暴露了你修炼的阴阳灵武绝,想办法得到那万年赤铜和浮光掠影,以后你自己的路。 就要靠你自己了。 我会记住南叔教会的。 陆少游睡道,随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道,南叔,有件事想拜托你。 是让我照顾你母亲吧,放心吧,你现在是他们的眼中三系五者,陆家绝对不会让你母亲出事的,我也会帮忙照看。 老仆人南叔说道。 对了南叔,我走了,你要是无聊的话,就指点陆小白一二吧,有事情就让陆小白帮你办,也免得累着你老人家。 陆少游眼中闪过一丝脚狭说道。 你小子,教了你,还想让我再教一个吗? 老仆人南叔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道,你以后的路也长着,就算是你的实力到了一定的高度,可是背后没有实力的话,始终是实力单薄,我就辛苦一点,有空指点陆小白几招,虽然在天赋上,陆小白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有我指点,道也以后能够帮你一臂之力。 多谢南叔。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你小子的,算了,反正我也无聊,偶尔指点他一下,也无所谓。 南叔轻道。 南叔,我走了,你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陆少游睡道,在心底,也早就是把南叔当成了自己的师父和亲人。 我这么大的人了,还有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来说吗,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云阳宗可不是陆家,你一切小心,这赵大,你自己处置吧,我封锁了他体内真气,半个时辰就会醒过来。 南叔看了一眼陆少游,随即身影鬼魅般的消失在了原地。 陆少游注视着地上的赵大,随即提起这赵大,纵身离开了此地赶回了自己的房间。 赵大模模糊糊的醒了过来,目光之中,却是见到了那最不想见到的人。 小子,你想怎么样? 看清楚陆少游,赵大神色一尘说道,眼中明显出现了惊慌,眼前的这陆少游,再也不是以前任由他们欺辱的废柴了,自己就是被这小子打成重伤,要不是小姐给了几颗疗伤丹药,只怕是现在还要躺在床上。 你说呢,我问你,不久前,是你们找人来杀我的吧? 陆少游问道,注视着赵大,陆少游刚刚已经是检查过这赵大身上的伤势,上次被自己击成重伤,也只是好了五成而已。 估计这也服下了不少的疗伤丹药。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赵大说道,神色中有着一丝慌张。 算了,也懒得问你,反正你也要死了。 陆少游轻道一声,这赵大自己不能够留了,就早点击杀也好。 你想做什么,你敢动我,我家小姐不会放过你的。 赵大冷道,身躯确实向后不由自主倒退着。 是吗,无妨,我等着好了。 陆少游轻道一声,眼中寒意抹过,走向了赵大而去。 小子,我和你拼了。 赵大冷喝一声,退到墙角已经是无路可退,摇摇一道掌印直接扑向了陆少游而去。 就那你来试试阴阳灵武绝真正的威力吧。 陆少游轻道一声,一道诡异的手印结出,手中一道掌印落在了赵大的掌印之上,一股淡黄色的光芒在两掌之间闪烁。 赵大神色一变,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从对方的掌中出现,自己体内的真气顿时不由自主被对方吸走。 神色大惊,赵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顿时运功急速向撤退,可是不管自己怎么挣扎,自己体内的真气就是不受控制的从经脉中被生生的抽离出去,根本就无法反抗。 这种真气的消耗,不是自己运功消耗殆尽一般的那种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从自己的身上流逝,自己丹田气海之内的真气都正在急速的消失不见。 小子,你这是什么邪功,助手,你快助手。 赵大脸色惨白起来,瞳孔扩大,眼中一片惊骇。 晚了。 陆少游冷哼一声,阴阳灵武爵运起,心中也不禁是惊讶,催动阴阳灵武爵这吞噬之力,对方的真气竟然是能够被自己直接吸入体内,随后化作一种能量,停留在自己的体内等待着自己的恋化。 这能量无比的精纯,比起自己丹田气海之内的真气,也相差不远,也比起自己服用的增援丹,灌顶丹都要好得多。 片刻之后,赵大浑身颤抖,脸上肌肉抽搐,已经说不出话来。 肉眼可见,全身血脉暴露膨胀,青筋毕露,身上的水分都正在被挥发一般,脸色一片猙獰之色,似乎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在过片刻后,赵大浑身就像是萎缩了一般,身上的长袍已经是掉到了地上,脸上干枯的皮肤提在了骨头上,双眼凹进了眼眶之内,眼珠泛白显得恐怖无比,全身生机全无,已经是被陆少游吸成了一具人干。 呼! 陆少游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浊气,这浊气来自赵大身上的真气,感觉这体内的一团庞大的能量,这完全是赵大身上的真气,只是,这还不能够立刻为自己所用,只有把对方的真气炼化成自己的真气之后,才能够为己所用。 阴阳灵舞绝,最变态的就是能够吞噬对方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实力,而此时陆少游也是真正的感觉到了阴阳灵舞绝的变态之处。 这赵大才是一重武士层次而已,加上重伤未愈,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身上的真气却是庞大无比,吞噬这赵大身上的真气,所化的能量,陆少游估计着比起五颗增援丹还要多得多。 第七十七章 强悍的阴阳灵舞绝 感觉着自己体内此时这庞大的能量,陆少游估计尽数炼化之后,自己要从四重武士突破到六重武士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阴阳灵舞绝吞噬对方实力,却也是无法尽数吞噬为己所用,最后炼化之后,去砸流精之后,也只能够得到对方十分之一的实力,但这已经是很恐怖了。 而在此时,陆少游也只是把赵大身上的真气吞噬到自己身上而已,最后还要炼化后才能够为己所用,就像是丹药一般,服下后,也需要自己去炼化才行。 吞噬人的真气,比起吞噬丹药来,要强得多。 陆少游忍不住惊叹说道,眼中闪过一片淡淡的血红色,周身一股煞气若隐若现。 吞噬了赵大身上的真气,第一次催动了阴阳灵舞绝中的吞噬之力,无形中陆少游的身上也多了一股煞气。 哼! 注视着地上已经是成为了一具干尸的赵大,陆少游心中没有任何的怜悯,对于自己的敌手,绝对不能够留守。 陆少游发觉自己的骨子里,其实也是有着一种嗜血的性格,或许在这一世,自己才能够随心所欲的发挥这种性格。 消失吧! 陆少游冷哼一声,手中手印结出,灵力在右手中凝聚出一股火焰出现,随即笼罩在了赵大的尸体上。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不到,干尸化作了灰烬,灰烬再次被陆少游手中一团光芒笼罩,扔在了窗户外的花坛之中。 天色已经到了三更,陆少游继续盘息而作开始炼化起体内的一股能量,手中手印交叉打出,双手随即放在双膝之上,体内阴阳灵舞绝开始炼化起那一股庞大的能量来。 炼化这能量,比起炼化丹药能量要容易不少,这从赵大身上吞噬而来的能量,本身也就是真气,已经是精纯到了一定的地步。 但阴阳灵舞绝似乎是对于真气的精纯度要高上不少,需要再次炼化。 加上这真气和陆少游体内的真气本身就不是一样,两股真气自然是会受到排斥,必须炼化后才能够融入丹田七海之内。 在这炼化的过程之中,去杂流精,最后能够被陆少游吸收的,也就只有原本的十分之一。 一切平静下来,感觉着这阴阳灵舞绝的强悍,陆少游心中更加是心中高兴了几分,只是不能够大肆施展吞噬之力。 要是被人知道了自己身怀这种变态地功法,一定是会遭受到全大陆灵者和武者追杀的。 实力,等自己到了绝对的实力后,就不用惧怕了,陆少游心中暗道,全力保护好母亲,保护好自己。 自己一定要尽快成为一名强者,只有成为了强者,自己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一切,同时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时间缓缓而过,五更天一过,陆少游收起真气停止了练化,从丹田气海之中呼出了一口浊气之后,随即睁开了双眼。 感觉着刚刚才练化两更天时间的真气,就已经是隐约要突破到了五重武士地步,陆少游心中不由感叹。 这阴阳灵舞绝还真是强悍到变态,要练化体内此刻的所有能量,估计只需要数天的时间,到时候,自己要突破六重武士,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这灵力修炼起来,倒是麻烦,灵舞必须同时突破才行。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此时已经是四重武士了,估计到六重武士也不用多久。 但是在灵气的修为上,自己现在依然是一重灵者,到时候就算自己成为了九重武士,灵气跟不上,自己也无法突破,还有可能会经脉逆转暴体而亡。 此时陆少游也不由是担心起了灵气的修炼,要想快速提高灵气的修为,就只有吞噬灵者和灵兽身上的灵丹。 而灵兽的灵丹,只有到了四阶的灵兽才会有,自己现在的实力,要是碰上四阶灵兽的话,那绝对是有去无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灵丹的价钱,也是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一颗四阶妖丹的价钱,至少是需要近五万金币以上,四阶灵丹的价钱,那就更加了,灵丹比起妖丹的价钱,还要高上不少的。 妖丹和灵丹,在灵五大陆上价钱一直是居高不下,也都是抢手获。 更加是有不少的舞者和灵者,会组成一个团队去猎取妖丹和灵丹。 还有一些的大型拥兵团队,专门就是从事妖丹和灵丹的买卖。 妖丹和灵丹,之所以这么贵,就是因为在妖丹和灵丹的身上,有着庞大的能量。 这些能量,经过灵者的炼制,就会将其炼化成为昂贵的丹药,也可以融入到兵器内,更加是能够让兵器的层次提高不少。 妖丹和灵丹,并不能够让人直接吸收,庞大的能量足以使让人经脉寸断,暴体而亡。 而经过灵者的炼化后,加上一些药材,就会成为增强真气和灵气的丹药,这些丹药价钱更加是贵得离谱,但一些大家族,大实力却是不在乎价钱。 购买丹药培养族中的年轻强者,以至于外界之中的年轻一辈,基本上是无法和大家族中的年轻一辈相互比较的。 妖丹和灵丹的价值如此之高,也就是让价钱一直是居高不下,越是高阶的妖丹和灵丹,价钱越是极高,而且是无比受欢迎。 有时候一颗高阶的妖丹和灵丹,往往是会受到几千人同时哄抢的局面,这也并不奇怪。 不过要得到妖丹和灵丹,确实并不容易,妖兽和灵兽,可不是好惹的。 到了四阶层次的妖兽和灵兽,便会有了一定的智慧,血脉高,智慧已经是不在人类之下。 加上妖兽和灵兽,都是受到上天眷顾,本身都各有天赋手段,本体要比起人类强上不少,极其难以对付。 第七十八章 出发云阳宗 有的妖兽和灵兽,也是凶悍异常,比如说人类中的舞魄修为者和四阶妖兽应该是同一层次的修为,那无疑是四阶妖兽要强的多,人类要猎杀同级妖兽,要是没有过人的实力,往往是偷击不成十把米,会把自己的命也丢了。 而人类猎杀妖兽和灵兽,妖兽和灵兽也会猎杀人类,到了妖兽的地盘上,谁猎杀谁,这还不一定呢,妖兽和灵兽的地盘,人类一般也是绝对不敢轻易深入的。 妖兽和灵兽,到了一定的实力层次之后,便能够变化成人类的模样,实力不够,就算是妖兽灵兽到了身边,也不一定分得出来,当然,能够变化成人类的妖兽灵兽,本身的实力,至少是需要到了七阶之后。 七阶妖兽和灵兽,整个灵兽大陆上的人也没有见到过几只,或许没有也不一定,到了那种层次,实力也都是翻手之间可以移山到海了,绝对是恐怖的。 用灵丹来突破自己的灵力,陆少游暂时是不想了,自己钱不够,也没有实力去猎杀灵兽,至于吞噬灵者,目前只怕是也没有机会。 陆少游想了很久,也只有是想办法以后多炼制一些增强灵气的丹药才行,自己体内的真气和灵气,必须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自己在五者层次的修为上,就要放一放才好,一心先增强灵气才行。 今天就要前往云阳宗,收拾一番之后,陆少游起身走出了房间,罗兰氏早已经是在小厅中端上了香喷喷的早餐。 吃着母亲做的早餐,陆少游心中一暖,到了云阳宗,自己就要三年才能够回来一趟了,三年时间不长,但也绝对不短。 少爷,你去了云阳宗,可要好好照顾自己。 陆小白也是一大早就起床了,想着少爷今天就要去云阳宗,眼中都是有些湿润起来。 少白,你以后有空,就去帮南叔做点事,没事多去看看南叔。 陆少游道,有南叔指点陆小白,陆小白的实力,进步也绝对不会慢的。 我知道了少爷。 陆小白说道,心中还以为少爷放不下南叔,让自己多去照顾南叔。 少游,你到了云阳宗,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家里就不用担心我了。 罗兰氏对陆少游说道,眼中不由自主的泛起一丝湿润,有些不舍,儿子长这么大了。 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边。 娘,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陆少游道。 少游,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该走了。 陆无双到了庭院中,一身红色的长裙,勾勒出娇好的身材,一头如墨的黑发散在身后,淡雅的装扮却是无形中张扬出一种优雅和高贵。 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陆少游站起身来,看着陆无双,眼中不由是多看了两眼。 少游,把你的包袱放我的空间带来吧,就不用拿在手中了。 陆无双看着陆少游手中提着一个大包袱说道。 好。 陆少游微微一笑,把手中的包袱交给了陆无双,自己本身是有着手上的储物戒指的,只是不想惹人怀疑,这才把包袱拿在手中,包袱中也就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衣物而已,没有其他的贵重物品。 接过陆少游手中的包袱,陆无双拿出了一个香囊一般大小的丝带,小小的丝带口打开,一片光芒闪烁,那包袱神奇的就被这小小的丝带收进其中。 看着陆无双的空间带,陆少游心中自然是不陌生,这乃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价值昂贵之物,和自己手上的储物戒指同一性质,能够装下不少的东西,只是这空间带比起自己的储物戒指就要差得多了,最多是能够装下数平方米的东西而已,而自己手上的储物戒指内的空间,可是上百平方米,这空间越大,价值自然就越大。 同时自己的储物戒指还能够融入体内,更加是珍贵无比,不是空间带能够比较的,但空间带也是昂贵之物,一般来说,价值至少是在一颗二品丹药以上,同时空间带的价值也是有高有低,有些空间大的空间带,价值上千金币也是可能的。 我们走吧,大家在外面等我们了。 陆无双说道,陆家众人都在大门口等候,今天陆家就有着三人上云阳踪,这对陆家来说也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自然是要前去相送。 少游,走吧,娘去送送你。 罗兰氏说道。 恩?陆少游没有拒绝,能够体会母亲的心情,母亲这是想多看自己几眼。 陆少游,陆无双,罗兰氏,陆小白四人走到陆家大门之时,陆少游看到陆家陆东,陆南,陆西还有赵慧,陆少虎,周立星,周海明,陆妹和几位陆家长老都在陆家大门之外等候了。 在众人前方,还有着五辆马车,石匹纯黑色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全身没有一根杂色,也代表着陆家在青云镇上的地位,马车装饰讲究,边缘包裹的都是一种价值不菲的玉片,显得晶莹剔透。 看了赵慧一眼,陆少游心中估计这赵慧还并不知道赵大已经死了吧,尸骨无存,就算是发现了,也不会知道是自己干的。 少游,我们该出发了,走吧。 见到陆少游,陆东说道,看得出来陆东今天心情不错,这次陆家两人进入云阳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 陆少游微微点头,扶着母亲罗兰氏,坐上了陆家早就是准备好了的一辆马车,马车内的装饰也是舒适无比,里面铺上了一种不知名的动物皮毛,柔和舒适,一辆马车能够坐上七八人左右。 罗兰氏和陆小白还是第一次坐到这马车中来,看着这舒适豪华的马车,都是心中有些惊讶,罗兰氏在陆家二十年,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坐过这陆家的马车。 随后,陆妹,陆东,陆西,陆无双四人也是到了这一辆马车上,众人坐定,马生思鸣,随即尘土飞扬,五辆马车扬沉而走。 少游,这里没有外人,到了云阳宗后,一切也要小心,我也不转弯抹角了,云阳宗中也有赵家的人,你注意一些。 陆东起轻声道。 第七十九章 飞行妖兽 大伯,我知道。 陆少游说道,对这大伯,倒是没有什么反感。 青云镇广场之上,今天也是聚集了不少的人,虽然是没有当天各大家族较量围观的那么多人,但人数也是不少,足足是有着上万人。 上次较量的前五名今天要去云阳宗了吧。 上了云阳宗,以后的前途就在眼前,真是羡慕啊。 是啊,可惜我们进去不了。 快看,杨家的人来了。 一片尘土飞扬,四辆马车崎岖并驾而来,马身纯红,正是杨家的马车。 广场外围,四辆马车整齐停下,随即二十来人走下马车,当先头一人,正是杨家家主杨向风,身后两道倩影跟随,正是那杨曼和杨妙两姐妹。 杨曼身穿一袭锦袍,弧线阿纳多姿,那凹凸玲珑的曲线,对男性简直就像是一种欲望腾空的挑逗。 杨妙却又是另外一种风情,身穿一袭锦装,全身勾勒出青涩的曼妙曲线,模样妖媚中带着三分清纯,三分可爱,三分风情,也是男人无法拒绝的女人。 杨家这两姐妹一出现,顿时让不少人都是鼻血直流,这两姐妹,在整个青云镇上,也都是所有男人谈论的对象,恨不得一亲方泽,只是这两女,在青云镇上,还没有几个人敢惹的。 只是片刻之后,又是四辆马车奔驰而来,气势丝毫不在杨家之下,青云镇上的人不难看出,正是秦家的马车,随之马车停下,正是秦家家主和秦天昊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踏踏踏! 一片尘土飞扬中,五辆马车奔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看着那五辆马车,秦家和杨家众人眼中微微一变,神色微微一沉,来的正是这次大出风头的陆家。 五辆马车停下,随即陆家众人出现,陆少游扶着母亲走下了马车。 看到了没有,那就是陆少游,三系武者,四重武士实力打败了九重武士,当初和王家的王光最后较量的,那武技恐怖无比,要不是云阳宗的长老出手,那王光就死定了。 那一个是陆少游? 就是那身穿青色长袍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大美女。 他就是陆少游啊,不是说以前是一个废柴吗,怎么一下子是三系武者了? 你知道什么,现在外面都在说,这是陆家一早就安排好了的,就是怕其他的家族注意,现在不就是一名惊人了吗? 陆少游的出现,顿时让人群中有了不少的骚动,当初和王光的较量中,那恐怖的一幕,让不少的人还记忆犹新。 陆东,你们来了吗,还真是隆重啊。 杨相风微微说道。 你们也不差呀,彼此彼此。 陆东微微一笑。 这次你们陆家可是不得了,两人进入云阳宗,了不起,再过几年,你陆家可就要成为青云镇上的第一家族了。 秦家家倾笑说道。 不敢,你秦家这次有着灵者呀,哪里比得上你们秦家? 陆东亦是倾笑一声说道。 陆少游注视着秦家和杨家众人,目光在秦天昊身上注视了一眼,这秦天昊目光也正在打量着自己。 陆少游没有在意,最后目光却是不由自主的落在了杨妙和杨曼这两人的身上,一个妖妹中带着青春,一个无比妩媚诱惑,这杨家两姐妹,还真都是有物,但那杨妙却是更胜一筹,绝美容颜配合着妖妹青春的双重气质,再过两年,只怕是杨曼就无法相比较的了。 下!一道马车奔驰而来,显得有些单薄,但马车之前,却是四体青红之色的高头大马,马车装饰也是不同凡响,众人一看,也知道是王家的马车。 马车停下,一道华服身影走下,正是王家的王良,这次王家没有人进入云阳宗,自然是不会热闹前来送行,加上王家王光九重武士竟然是输在了陆家四重武士陆少游的手中,最近王家也成了青云镇上的一个笑话。 王良这次也是一同要回到云阳宗去,今天也必须一起出发,走下马车,第一眼就注视到了陆少游的身上,目光中带着冷意,随机却是走向了杨家一族中,和杨向风打了一个招呼,微微见理,便是站到了杨曼的身边。 众人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王家和杨家一向关系不错,而且不少人也知道,这王良可正在追求杨曼,两大家族也是有意促成此事,到时候王良两家联姻,势力就会更强了,要压制其他三大家族并不难。 独孤冰斓怎么还没有来? 陆少游注视着众人,秦天昊,杨妙,都到了,就只有不见独孤冰斓。 嘎嘎! 正在这时候,上空中传来了一两声尖锐的寿命声,随即一片气流刮过,天空之中,众人抬头望去,已经是见到了两只巨大的大鸟盘旋而来。 这两只巨大的大鸟,双翅展开,足足是有着上八米宽,巨大的身躯足是有着上十米长,通体呈青褐色,尖嘴利爪,眼中目光尖锐凌厉。 妖兽,飞行妖兽 广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正是飞行妖兽,青云镇上,见到妖兽的次数可不多,一些没有见过妖兽的人,此时都是惊讶无比。 妖兽 陆少游也是有些惊讶的注视着这两只飞行妖兽,这两只妖兽看起来身躯庞大,不过陆少游倒是稍微的惊讶过后,就感觉也没有了,当初在那悬崖之下,自己遇到的那两只灵兽,可是比起这两只妖兽来大得多了,气息也要强悍得多。 第八十章 亲传弟子的区别 独孤,冰兰,翠玉 此时,一只妖兽的身上,两道身影却是让陆少游有些意外,正是那独孤冰兰和翠玉两人,陆少游没有想到,独孤冰兰会在妖兽背上,而在另外一只妖兽背上,正是云阳宗的那白眉长老还有三男一女四位之士。 少游,这是云阳宗饲养的飞行妖兽研究,现在是二阶土系妖兽层次,飞行速度极快,攻击力也很强,一宠武师碰上,也要小心,占不到什么便宜。 见到陆少游有些好奇,陆无双在陆少游的耳边说道。 二阶土系妖兽 陆少游注视着上空的那研究,二阶飞行妖兽,要是九重武师遇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胜算的,没想到云阳宗还有着自己饲养的妖兽,不愧是大门大派。 嘎嘎 两只妖兽就在广场中央落下,双翅收敛一盒,意识也有着数米宽,上两米高,独孤冰兰,白眉长老等人跃下了妖兽背上,随即到了各大家族众人的身边。 见过白眉长老,诸位直视。 各大家族众人行礼。 独孤冰兰微微走来,陆少游轻轻点头示意。 都到了吧,我们该出发了。 白眉长老注视了陆少游,秦天昊众人一言道。 这次就要麻烦白眉长老了。 陆东说道。 这没有什么麻烦的,为宗中办事,也是我的职责吗? 白眉长老一笑,随即说道,秦天昊,陆少游,陆少虎,杨妙,独孤冰兰,翠玉,你们和我做一支研究吧,王良,杨曼,陆无双,你们三人,就和四位直视做一支研究,我们这就出发吧。 是,长老。 陆无双,王良,杨曼三人应道,随即走向了四位直视。 我们也走吧,要尽快赶到宗中才行,不能够当个时间了。 白眉长老说道,嘴中随即传出这一道屋的哨声。 两只研究振翅而起,刮起一片巨大的气流,周围几个好奇的人走得近一些,顿时被气流刮得亮枪倒地。 两只庞大的研究盘旋在了上空四米的高度,阵齿昂头,双齿中带着一股股的气流。 嗖嗖嗖。 云阳宗四位直视和陆无双,杨曼,王良三人周身真气斗舍,随即已经是纵身跃上了研究的背上,走吧。 白眉长老亦是纵身而起,落在了研究的背上,四米的高度,对于白眉长老来说,无疑是小菜一碟。 但是四米的高度,对于一般的武士来说,就有些难度了,陆少虎周身真气斗动,身影随即纵身一跃,脚尖一点地面,便是跃上了研究背上。 杨庙也是不甘落后,进庄之下那紧紧包裹的曼庙身躯之上,真气斗动,带起一片淡淡的光泽,随即便是落在了研究的背上。 秦天昊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什么手段,周身光泽包裹,一时跃上四米高空落在了研究的背上。 少游,我们也上去吧。 独孤冰蓝对陆少游睡到,脚尖点的,一股气劲蹬得而起,身影随即旋转落在了研究背上。 那丫鬟翠玉对陆少游微微点头,周身一副淡淡光泽弥漫,整个人随即凭空而起,一时落在了研究背上,见到这一幕,陆少游不禁暗叹,没想到这丫鬟翠玉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只怕是还要在独孤冰蓝之上的。 母亲,我走了。 陆少游回头注视着母亲,再次对陆小白说道,小白,照顾好我娘。 公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好夫人的。 陆小白道。 陆少游微微点头,随即也没有迟疑,运起真气,脚下真气猛然点出,借着冲力,身躯旋转向上暴掠而起,随即落在了研究宽阔的背上。 我们走。 白眉长老轻道一声。 嘎嘎。 两只研究丝鸣一声,振翅而起,随即向前飞去,越飞越高,在众人的目送之下,片刻后就消失在了广场上空。 陆少游注视着下空,看着母亲的身影逐渐模糊消失不见,心中暗道,自己一定会尽快成为强者,然后回来。 坐在这妖兽背上,让陆少游也是心中有些担心,这要是摔下去了,那可就是麻烦大了,这高度,只怕是有着上千米以上吧。 大家都做好吧,你们现在虽然是成为了云阳宗的弟子,天赋都也不错,但是到了云阳宗之后,你们也需要努力才行,云阳宗上,都是天赋极高的弟子,只有靠着的天赋和实力,才会得到更多宗中给你的培养机会。 白眉长老说道,白眉长老,我们多久才到云阳宗? 独孤冰兰问道,一个半月,到时候宗中要在你们新弟子之中挑选出十人成为亲传弟子,错过这次机会,你们就只有等到三年后才会有机会了,每一届的新弟子都有两次机会,能不能够成为亲传弟子,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才行。 白眉长老道,长老,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有什么区别? 陆少游问道,对于云阳宗亲传弟子,才是陆少游最敢想知道的事情。 你竟然不知道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的区别吗? 白眉长老注视着陆少游,显得是有些惊讶,随即道,看来是没有人和你说起过吧。 听到陆少游的问题哦,陆少虎轻视的看了一眼陆少游,杨妙和秦天昊都是有些惊讶。 陆少游微微摇头,陆家是没有人和自己说过这些事情,上次陆无双也没有和自己说清楚。 白眉长老看着陆少游说道,云阳宗上,普通弟子很多,亲传弟子却是极少,要成为亲传弟子,那便要有着过人的天赋。 普通弟子虽然在云阳宗上,得到的培养比起外面来也是要好得多,但是,始终是云阳宗的普通弟子,无法接触到云阳宗中最重要的武技和心法,那才是云阳宗的传承,而只有成为亲传弟子才能够得到这些。 而且,亲传弟子只需要修炼,一个个都是由宗中内门长老亲自教导,一个亲传弟子,地位不会在我之下,其他还有很多的好处,就不一一说了,你们也应该能够想象得到,至于普通弟子,除了修炼之外,宗中的杂物,也需要做,可没有亲传弟子一般的待遇。 第八十一章不小心就突破了。 亲传弟子才能够得到云阳宗的真正传承。 陆少游算是明白了,这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差别还真是大呀,这无疑等于是亲传弟子才是云阳宗的自己人,普通弟子,只是外围之人而已,亲传弟子以后才能够成为云阳宗的核心人物,在培养上,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长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亲传弟子? 陆少游继续问道,亲传弟子不亲传弟子的,陆少游倒不是很感兴趣,只是自己要是成为亲传弟子的话,要得到那万年赤铜和浮光略影深法五计的话,估计要容易得多。 一个半月之后,在宗中会有一场较量,你们新弟子要进入前十,就能够成为亲传弟子,灵者则是不需要较量,能够直接成为亲传弟子。 白眉长老说道。 不知道这次的新弟子会有多少? 杨妙问道。 每一届的亲传弟子,都是三千人。 白眉长老微微一笑说道。 三千。 陆少游心中一惊,三千新弟子,都是天赋极家之辈,要进入前十,那绝对是困难的。 同时,陆少游也不离是想到了云阳宗的势力,每三年就有三千新弟子进入云阳宗中,这历年下来,云阳宗的势力绝对是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了,每一次天赋极家的年轻一辈都被云阳宗收入囊中,那其他的势力,就更加没有机会壮大,这云阳宗,还真是够精明的。 好了,你们就好好的修炼一个半月吧,到时候能不能够成为亲传弟子,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白眉长老说完,随即闭目盘膝在研究背上,似乎是在吊膝起来。 秦天昊,陆少虎,杨妙也是随即闭目养神着,独孤冰兰和那丫鬟翠宇对陆少游微微点头,这研究背上还有着其他人,也不方便说什么,便也开始吊膝着。 陆少游微微沉思了一会,注视着下空,这高度真是有些吓人。 不过这研究是经过云阳宗训练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随即手中手印一截,运起阴阳灵舞绝,开始炼化起体内从赵大身上吞噬而来的能量来。 片刻之后,陆少游已经是忘记自己在高空研究的背上,进入了一种尘神静气的状态中,呼吸缓慢均匀,周身有淡淡土黄色观泽包裹着。 在陆少游的体内,却是对那吞噬而来的真气能量进行着疯狂的炼化,在周身空间之中,空气中泛起了波动,好在此时在研究的背上,研究飞行中带起的空气波动完全的掩盖了陆少游引起的空气波动,就连白眉长老也没有发现出陆少游周身的变化。 在陆少游的体内,那吞噬而来的真气能量,正一丝丝的经过阴阳灵舞诀稍微炼化之后,就能够为己所用,然后源源不断的钻入了陆少游的丹田气海之中。 陆少游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丹田气海,正在不停的饱满着,突破到五重五世,基本上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随着不停的炼化,一股股精纯的真气进入了丹田气海,这些真气,在丹田气海之内,就像是一片片的云团一般,在这源源不绝的真气注入下,陆少游感觉着自己的体内丹田气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膨胀着。 在体内的炼化那真气能量的时候,如此一天之后,陆少游体内的炼化了的真气,已经是填满了丹田气海,体内的真气已经逐渐的塞满了大部分经脉,而此时的炼化还在继续。 再次过去一个时辰之后,陆少游发现自己体内的真气,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再有真气灌入,就要爆裂了一般。 给我压缩,破。 陆少游心中一喝,小腹丹田气海之处,陆瞬间一股能量调动,泛起巨大的波浪,最后狠狠的呼啸而起。 随即双眸紧闭的陆少游,双眸骤然睁开,双眼之中,一道几乎是刺眼的精芒从眼中爆射出了,片刻后,这精芒才从眼中收敛不见。 终于突破五重五世了。 感觉着自己体内浑厚的真气,陆少游心中惊讶,这吞噬来的真气化作的能量,自己炼化后,比起炼化丹药的效果要好得多。 要是能够大肆吞噬别人的真气,实力突破,一定会极为可怖。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才一天一夜的时间,自己就突破了一重实力层次,这太可怖了。 陆少游,你突破五重五世了吗? 白眉长老睁开双眼,惊讶的注视着陆少游,刚刚陆少游突破后引起的波动,自然是无法瞒得过他。 本来已经是在突破的边缘了,刚刚这练拿练的,不小心就突破了。 陆少游睡到,心中也早就是准备好了说辞,自己的实力层次,可以隐藏,但是自己突破,自然是瞒不过这白眉长老的。 听到陆少游和白眉长老的话,此时秦天昊、杨妙、陆少虎、独孤冰蓝等人也是都是睁开了双眼,惊讶的注视着陆少游。 练拿练的,不小心就突破了。 白眉长老目瞪口呆,道,五重五世,三系五者,如此天赋要成为亲传弟子并不难,只怕是到了宗中后,就会有内门长老找上你了。 注视着陆少游,陆少虎眼中冷一只帽,只是也无可奈何,陆少游的实力,已经在他之上。 大家吃点东西再继续修炼吧,时间还早得很,我们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到云阳宗。 白眉长老道,随即拿出了一些干粮来,众人还无法做到几个月不吃东西,传言之中,只有到了武帅那种层次后,才能够不需要进食,武魄,和武将强者,最多也就是几个月不进食,至于现在这众人五世层次的实力,还无法做到这一步。 众人吃着白眉长老拿出的干粮,陆少游注视着周空,陆无双乘坐的那一只研究,就在前方不远处,研究之上,众人似乎也都是在修炼着。 吃完干粮后,众人继续投入到了修炼之中,看着陆少游再次突破,无形中都给了众人压力,云阳宗亲传弟子,众人似乎都想进入。 陆少游随即也是再次的投入到了炼化体内的能量中去了,突破五重五世,单体内的那真气能量,所炼化的,还一小半不到。 第八十二章 展示厨艺 片刻后,一层光泽营绕在身,真气源源不绝的进入丹田七海之中,时间缓缓而过。 每天,众人都是只是一顿干粮,随即就继续修炼起起来,陆少游也是抓紧时间炼化着自己体内的真气能量。 七天之后,白眉长老也让研究停留在了一处无人的山脉之中,研究只是二阶妖兽而已,也需要休息,无法承载众人连续飞行到云阳宗中。 众人落在一处无人的山脉之中,陆少游打量着周围,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偶尔会有几声不知名的兽名声传来。 大家注意一下,这山脉中应该是没有什么妖兽,但野兽还是不少的,还有些有毒的蛇类野兽,都注意一点,休息两个时辰,我们再出发。 白眉长老对众人说道。 众人在研究背上整整七天,此时落地,自然是需要好好的松松筋骨。 陆少游趁着没人注意,一个人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把小龙掏了出来。 可怜的小龙已经是七天没有没有进食了,到了陆少游的手中,正一脸委屈的注视着陆少游。 小龙,你去找些吃的吧,记得一会就回来。 陆少游对小龙说道,随即让小龙进入了山脉深处,自从上次小龙被那黑衣人中击两次也没有伤势之后,陆少游对小龙也放心了许多。 看着小龙走远后,陆少游才送了一口气,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上有小龙在身上呢,难书交代过,小龙的身份特殊,要是有强者认出,那就麻烦了。 咦,是野兔吗?就在此时,前面一堆杂草中轻微的晃动着,随即一只一米半大小的野兽从杂草中跃出。 野猪 注视着前面这出现的野兽,陆少游有些惊讶,这就是一只野猪,半米高左右,有着一米多长,厚厚的黑色皮毛,嘴上还有着两颗尖锐的獠牙。 嗷,这野猪见到陆少游,嗷嗷一叫,便是朝陆少游撞了过来,野猪的攻击性,可是比起狼还要强的。 陆少游神色微微一沉,这野猪不是妖兽也不是灵兽,只是一般的野兽而已,好一点的猎户,就能够将其捕获了,自己现在,更加是不用惧怕这一只野猪。 来得好。 陆少游一笑,这几天吃的都是干粮,嘴巴都能够淡出鸟来了,这来上一只烤野猪,绝对是美食了。 真气运转,力从地起,手中一道淡黄色掌印轰然拍出。 砰! 掌印带起一道强悍气劲落在了那直接撞击。 而来的野猪身上,野猪顷刻被直接撞飞了十数米,狠狠地砸落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上,树干摇晃,无数落叶飘摇而落。 那野猪闷哼一声,嘴中白沫夹杂着鲜血流出,倒在了地上,抽搐了两下,就没有再动弹。 怎么回事? 白眉长老身影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边,刚刚那野猪的咆哮声,在远处的众人都能够听到,看到地上那死去的野猪,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长老,刚刚遇上了一只野猪而已,没事。 陆少游睡道。 这山脉中有些大型的野兽也极其的厉害,大家要多注意一些。 白眉长老说道,此时独孤冰蓝,陆无双,杨妙,还有其他的几个云阳宗之士也都是聚集了过来。 陆少游打量了周围树眼,随即捡回了不少的柴火,又劈断了两根一米高的树叉,运起真气,把树叉分别打入到了地下。 少游,你这是在干嘛? 看着陆少游做的一切,众人都是有些疑惑。 吴双姐,你的青月剑给我用一下。 陆少游微微一笑说道。 给。 陆无双拿出了青月递给了陆少游。 当。 陆少游走到了那野猪的身前,青月剑出窍,剑光一闪,拿起青月剑直接在野猪的小腹下一剑划过,随即挑出了所有的内脏,手法干净利落。 好了。 陆少游拿起一根早就准备好了的长棍,直接从野猪嘴中贯穿到尾部,架在了那两根树叉之上。 树叉之下,放上干柴,火系属性凝聚出火焰,随即那一堆干柴顿时燃烧出火焰。 少游,你这是做什么? 白眉长老也是忍不住问道。 长老,这是烧烤,该会这野猪就好吃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从记忆中得知,这世界上,似乎是并没有烧烤这回事。 本来要烤熟这一只野猪并不难,用灵力凝聚火焰片刻就好,不过陆少游从小就是烧烤老手,深知这烧烤,只有用柴火烤出来的才是最好吃的,其他的火焰都不行,柴火中,有着一种固有的香味。 烧烤,这样能够好吃吗? 白眉长老疑惑道,此时其他众人也是有些疑惑起来。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 陆少游轻道,这好吃,自然是需要放一点配料的,只是这地方也没有其他的配料买,好在前世陆少游也吃过野猪,这正宗野猪的身上,都会有着一些咸味,不需要放盐。 陆少游话音一落,蒸汽运转,纵深而起落到了身后一棵大树之上,手中抓起了一大把的树叶,随即塞在了野猪的腹中。 这可是陆少游无意中发现的,这树可不是一般的树,在前世,这是香叶树,树叶中会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用来烧烤是最好的。 做好这一切后,陆少游这就开始认真的烤着野猪,看着陆少游做着这一切,众人都是疑惑加好奇。 只是片刻之后,这野猪便是烤成了焦黄色,丝丝油渍从冒出,落在火焰中,火焰更甚,带起一股淡淡的肉香味。 香味越来越浓,那油渍也是越冒越多,整个野猪身上,此时弥漫起浓郁的香味来,这香味中,也有着那香叶散发出的味道,夹杂在了一起,简直就是诱惑,一股肉香味,让本来已经是吃了七天干粮的众人,此时已经口水直冒起来。 好香啊! 杨妙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这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 少油,好了没有,熟了吧? 白梅长老吞了一喉咙的口水,本来到了他这种修为,几个月不吃东西也没事,但这肉香味,可是勾起了他的食欲。 第八十三章 你小子还真有一手。 还没好,一定要把油渍全部烤出来才好吃。 陆少游睡道,这肉累,要是太油了,味道可就大打折扣。 看着陆少游被众人围着,却是只有王良和陆少虎两人不屑地白了陆少游记几眼,但目光却是会不由自主地注视在那香喷喷的野猪身上。 再次片刻之后,这野猪的分量已经是缩小了五分之一,那香味已经是到了异常浓郁的地步,香味飘散,让人闻着都是食指大开,枕头野猪的颜色,也是到了一种焦黄色,看着都是诱人。 陆少游此时也是猛吞口水,这天然野生的野猪肉,还真是香啊,前世可吃不到这种好东西。 好了,长老,你尝尝。 陆少游看着旁边的白眉长老,撕下了一只野猪前腿,那丝丝香味从撕开的肉面上弥漫,带着热气,让人无法拒绝,这第一只猪脚陆少游自然是要给白眉长老的,身为云阳宗的外面长老,也是权力不少,这马屁自己拍了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我尝尝。 白眉长老早就忍不住了,那白色眉毛一挑,拿起一只猪脚纹了一下,随即顾不上烫口,先啃上了一口。 入口带着一股香味,有着一丝嚼劲,但并不塞牙,肉质凝而不紧,一口下去还有着油脂冒出,白眉长老双眼立刻瞪得圆圆的,忍不住道,好小子,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好吃,太好吃了。 诸位执事,大家一起尝尝吧。 陆少游对四位云阳宗执事说道,随即拔下又拔下了两只后腿,一只递给了陆无双,无双姐,你也尝尝,味道不错的。 冰蓝小姐,翠玉,这是你们的。 另外一只后腿,陆少游则是递给了独孤冰蓝。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做法的食物,自然是要尝尝的。 独孤冰蓝没有拒绝,微微一笑说道。 诸位执事,直接用手吧,吃这个,可要用手抓才好吃。 陆少游回头,见到那三男一女四个执事站在野猪前无从下手,微微一笑说道,直接用手抓起了一根排骨啃了起来。 入口唇齿流香,味道鲜美,陆少游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这手艺还真是不错。 四位执事见到众人都吃得香气四溢,此时也是没有顾忌,纷纷用手撕下了一大块啃了起来,肉香入口,一个个神色都是满足了起来。 我也不客气了。 秦天昊微微一笑,意识上前抓起了一块烤肉不客气的放进了嘴中,顿时带着油渍流出嘴角,说道,真是不错,太香了。 那就多吃点。 陆少游撕下了一大块递给了秦天昊,这秦天昊虽然是不太说话,但陆少游也看得出来,这秦天昊的为人至少不是奸邪之徒,有着真性情,和这种人相处,至少是不用担心怎么被算计。 多谢。 秦天昊没有客气,大口啃了起来。 杨妙注视着众人,腹中开始咕咕一响,只是和陆少游有些并不相熟,有些不好意思上前,那杨曼和陆无双的关系也是针锋相对,此时自然是更加不好意思上前了,但两女目光却都是忍不住落在了那香喷喷的野猪身上。 给,试试吧,味道不错的。 陆少游看在眼中,随即撕下了剩下的一只前腿扔给了杨妙,这杨妙和那杨曼虽然是两姐妹,但性格却是截然不同,陆少游倒是没有多少反感,反而是有些欣赏这杨妙的直率。 多谢。 杨妙接过陆少游扔过来了一只野猪前腿,目光中露出谢意,随即到了杨曼的身边,杨曼也没有拒绝,两女开始尝了一小口,肉香入口,随即也没有顾及形象,大吃了起来,吃的是油渍四亿。 陆少游微微一笑,这吃了七天的干粮,现在能够有烤肉吃,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一般,目光瞥了一眼在一旁的那陆少虎和王良,陆少游微微冷笑,也没有理会这两人。 少虎,这么多,我可吃不完,你帮我吃一点。 陆无双似乎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到了陆少虎的身前,撕下了一半后腿给陆少虎,这一只后腿,本来就够大的,陆无双也是真的吃不完,加上陆少虎和陆少游两人之间的事情,陆无双虽然不是完全清楚,但也知道多半。 只是不管怎么样,陆少虎也是他的堂弟,站在这一个角度,他也要照顾一二,不能够不管。 陆少游看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坐在地上,啃着手中的一大块烤肉,对付这陆少虎,也不是在这时候。 多谢无双姐。 陆少虎看了陆少游一眼,见到陆少游在远处没有理会,闻着那香喷喷的烤肉,最后也无法拒绝,接过了烤肉啃了起来。 这一片香气四溢,却是引来了不少的野兽,片刻之后,周围已经是聚集了不少的野兽来,兽生丝鸣,但这些野兽见到众人,也是不敢靠近。 美味呀,好久没有吃得这么开胃了。 白眉长老打了一个宝格,拍着小腹满足地说道。 确实是美味呀,看样子,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胃会舒服得多了。 云阳宗的那中年女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此时,众人都是吃得饱饱的,一个个也满嘴油渍,一眼看上去,就只有那王良一直是站在一边,也不好意思上去吃,腹中咕咕直叫。 好了,我们也该走了。 白眉长老说道。 长老,我去方便一下。 陆少游睡到,随即闪身到了后面树林中。 陆少游到了一棵参天大树的背后,一道淡黄色光芒闪电一般就落在了陆少游的肩膀上,正是小龙。 闻到陆少游嘴角上的肉香味,小龙不停的在搜寻着什么,这种香味,可瞒不了小龙的。 别找了,给你留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手中已经是拿出了一块烤肉。 吃吃。 小龙张开小嘴,直接把那小块巴掌大小的烤肉吞进了嘴中,那小小的身躯都只有这烤肉大小,陆少游这有些怀疑小龙到底是怎么吃下去的。 我们该走了。 陆少游睡完,小龙会议的爬进了衣袖中不见。 陆少游回到众人身边的时候,上空中两只研究已经盘旋在上空了,众人越上研究,随即继续出发,一只野猪,众人也没有吃完,也无法携带,剩下的一小半烤肉,众人离开后,数只野兽冲出,顿时分时干净。 第八十四章 雾都山脉 研究背上,众人继续平息而坐,陆少游也是继续开始炼化着体内的真气能量,一丝丝的能量在阴阳灵舞绝的炼化之下化作了真气进入了丹田气海之内。 时间如此缓缓而过,在研究的背上,众人也早就是习惯了,一层淡淡的光泽营绕在了陆少游的身上,体内不停的吸收着炼化而来的真气。 随着真气能量炼化的越来越少,陆少游的丹田气海之内,真气也越来越多,这种速度,远非炼化丹药所能够比较的。 陆少游心中不由暗道,吞噬对方的真气,比起吞噬丹药,至少是强上两倍以上,要是能够一直有真气吞噬的话,自己的修为速度绝对会到一个恐怖的地步,只是这也不太容易,要是暴露了自己的功法,到时候就麻烦大了。 时间如此又是七天过去,当体内最后一丝真气能量被炼化后,陆少游的丹田气海之内,那浑厚的真气云团,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再有一丝突破,就能够到六重武士。 竟然没有突破到六重武士。 陆少游睁开双眼,呼出一口浊气,心中大为惊讶,这突破六重武士所需要的能量比起自己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陆少游也没有太大的失望,现在自己的真气层次已经是到了五重武士的巅峰。 只要再服下一个增援单的话,要突破六重武士是轻而易举。 还是先不突破了吧。 陆少游心中暗道,这要是再次突破到六重武士,到时候在白眉长老面前,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半个月不到就再次突破,到时候引起的麻烦可会不少的。 而陆少游此时也是在心中琢磨着,自己要怎么才能够快速增强灵气修为,灵武要同时突破才行,就算自己现在将五者层次修炼到了九重武士的地步,灵者层次还是一重灵士,到时候也是无法突破的。 大家继续休息一会吧。 白眉长老睁开双眸,嘴中一道哨声吹出,两只研究随即嘶鸣一声,缓缓降落在了一处山脉之中。 这山脉中有着不少的野兽,大家辛苦一点吧,找些野味,我们吃饱了再出发。 白眉长老说道,目光注视向了陆少游,那一丝不明而了。 众人随即分散开来,陆少游找了一处无人的地方,让小龙出去觅食,随之也是出手抓住了一只树金重的野兔来。 片刻后,众人也都是有所收获,四位之士中,三位男性之士,美人的手中也都是提着几只野味,杨妙的手中,亦是提着两只野鸡。 陆少虎,王良,陆无双,独孤冰蓝也没有空手而回。 陆少游打量了一下,众人提着的各种野味都有,种类可不少。 这一次,陆少虎和王良两人,便是直接的学着陆少游烤野猪的模样,开始烧烤了起来,两人好像是烤起了两只野鸡和一只野兔,又找到了不少的香叶,也是有模有样,学得倒是挺快。 而杨曼,杨妙两姐妹在王良的怂恿下,也是在一起烧烤起了两只野鸡,有着王良帮忙,两女也不用亲自动手。 陆少游微微一笑,却是并不着急,让秦天昊把这些野味的内脏清理干净,但千万别拔去皮毛,让三位执事帮忙找些柴火,自己则是在周围寻找着什么。 片刻之后,陆少游到了一处地方蹲了下来,用手抓了一把泥土,在鼻子旁边闻了闻,露出了一丝笑意,这泥土有些湿润,呈黄色,正是陆少游有寻找的泥土。 当时之物,众人看到陆少游搬来了这么多的泥土,都是惊讶不已。 然后,陆少游有摘下了不少的香叶。 少游,你要这么多的泥土做什么? 白眉长老说道,神色疑惑着。 长老,这是黄泥,待会你就会知道了。 陆少游睡道。 说完,陆少游在众人的惊讶之中,先把香叶包裹在了那些野鸡野兔之上,随之直接把黄泥抹在了野鸡野兔上,包裹着香叶,最后成了一个个黄泥团。 看着陆少游做着这一切,众人都是越发的疑惑起来。 好了。 陆少游最后在地上挖出了好几个坑,把那些包裹着野鸡野兔的泥团放进了坑中,最后直接在上面烧起了柴火。 少游,你这这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陆无双问道。 陆少游道,上次野猪身上有咸味,所有就直接烤,但是这些野鸡野兔的,可没有咸味,我们又没有盐,自然是不能够那样烤了,刚刚我找的那些黄泥,就是有咸味。 咸味的,到时候咸味就会融入到野味中去。 原来这样。 众人算是明白了过来,各自开始忙着烧柴火,十几分钟后,陆少游把些野味再次翻了一圈,免得下面的没有烤熟,随之继续烧着大火。 此时在远处,黄梁,陆少虎,杨曼,杨妙四人烧烤的野味,已经是飘着香味起来,也成焦黄之色,四人兴奋不已,各自拿着野味啃了起来。 而四人原本兴奋的表情,瞬间就变得难看起来,这野味虽然香气肆意,但却是食之无味,根本就没有味道可言。 四人都是一脸的疑惑,这明明和上次陆少游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烤出来的味道却是完全不一样了,四人从小都是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自然是不懂得烧烤的奥妙。 好了,大家吃吧。 感觉着差不多了之后,陆少游熄了柴火,随即翻出了泥团,那泥团此时已经是硬邦邦的,上面均裂出密密麻麻的裂缝,一股淡淡的香味弥漫而出。 砰! 陆少游把泥团直接摔到了地上,顿时那泥团四分五裂,随着香气肆意,一只弥漫着诱人香味的野鸡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野鸡身上的羽毛,已经是连同外面包裹的香叶黄泥,一起掉到了地上。 好香啊! 众人学着陆少游的模样,各自是把泥团在地上摔破,那野鸡野兔各种野味露出,一时香气弥漫整个上空,众人口水肆意,不客气的啃了起来。 没想到这种做法,也是如此的好吃啊,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白眉长老口水肆意的对陆少游说道。 几位执事也都是没有客气,这次众人可都是出了力气,吃起来,那更加是没有客气了,就连独孤冰兰,陆无双,翠玉三人,也都是顾不上仪态,吃的是游子飞剑。 片刻之后,众人小腹变变,一个个都是吃不下去了,而远处的王良,陆少虎,杨曼等人,却是吃了手中的无味野味漱口后,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哼。杨曼对着王良冷哼了一声,眼中都要冒出火来了,要不是王良的怂恿,他怎么会挨饿。 吃饱之后,陆少游找了个机会,再次把小龙收进了衣袖中,小龙每次出去,也能够自己蜜到食物。 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半个月了,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能够到云阳宗了。 白眉长老说道。 白长老,前面就是雾都城,我们要不要到城中歇息一下,也好准备过雾都山脉。 女执事对白眉长老说道。 第八十五章 天蚕宝甲 不了,我们赶时间,直接过去雾都山脉就好。 白眉长老说道。 白长老,直接过去,会不会有危险? 那中年女执事继续问道。 我们云阳宗,应该不会有人敢来招惹,不会有事的,雾都城这些年,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白眉长老说完,随即换来了两支研究。 众人越上研究,再次出发前往云阳宗。 对于刚刚白眉长老所说的雾都山脉,陆少游却是有些好奇,连云阳宗的直视都担心有危险,这雾都山脉到底是什么地方? 长老,这雾都山脉是什么地方? 陆少游问道。 雾都山脉是连接古域的一片山脉,在山脉边缘,有一座雾都城,乃是云阳宗的地盘,但是雾都山脉面积巨大,情况也比较混乱,偶尔还有有着妖兽出现,一般人,是不敢进入雾都山脉的。 白眉长老说道。 原来如此。 陆少游心中对于那古域也听说过,在陆家的藏武阁中有所记载,这零五大陆的周围,还有着四块大陆,面积比起零五大陆来,也是相差不是太大。 零五大陆的东边,有着东海摩云城,西边有着西川古域,南边有着南原祖妖林,那里可是妖兽的地盘,人类进入,绝难活着出来,北边有着灵黄崖,那里则是灵兽的地盘,人类过去,也是凶多吉少。 而在中间,则是最大的零五大陆,云阳宗,就是零五大陆上三宗四门之一,三宗四门的势力虽然是强悍无比,但也是无法触碰到周围古域和摩云城去,至于祖妖林和灵黄崖,三宗四门那就想都不用想了,那些妖兽和灵兽可不是好惹的主。 喷喷 前空遥远之处,猛然响起两道巨大的爆破声,随即两束烟火一般的烟火冲天而起,在远方散落,虽然是白天,看着也是有些刺眼。 长老,是我们云阳宗的求援信号。 另外一支研究上,一个知识大声说道,此时几个知识,白眉长老,陆无双,王良,杨曼都是脸色大变。 就在前面,有宗中之人遇到了麻烦,我们马上过去。 白眉长老大声说道,控制这研究,匆忙前往腾空而起,神色也是凝重了起来,这里本身就是云阳宗的地盘,要不是遇到了大事,宗中之人,是不会如此轻易的发出求援信号的。 遇到麻烦了吗? 陆少游心中思索着,看白眉长老的神色,这麻烦似乎还不小,自己到时候可要小心一点才行。 山脉中,苍静的树枝随风轻摇,就像是幽魂一般张牙舞爪般,偶尔有着枯叶随风飘零。 在这周围,却是一个陡峭高耸的悬崖,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飘荡在半空中,地上,已经是有着三十来人的尸体,血迹斑斑,从穿着上来看,应该是两股势力的人。 王明月,你以外这附近会有云阳宗的人来吗?交出天残宝甲,我饶你一命。 一处山坡上,一个五旬老者注视着身前一个四旬汉子冷道,这五旬老者一身黑袍,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下,那看似凹近眼眶的眼睛,发出尖锐阴厉的目光。 而那中年汉子一身白袍之上,此时血迹斑斑,分不清楚是自己的还是被自己所杀之人留下的,手中有着一把大刀,上面正留着丝丝血丝,浑身气息有些虚弱起来,眼前正狠狠注视着前面的黑袍老者。 而在两人的身后,那黑袍老者的身后,有着三个中年汉子,都是一身浸装,眼中目光灵力,浑身杀气翻涌,这周身的气息,应该是长年杀戮所凝聚,一般人,绝对不会有这种气息在身上。 而那中年汉子的身后,却是还有着七人各青年一个中年汉子,都是气息虚弱,分明是经过了一场激烈大战。 那个中年汉子,要是在雾都城中,自然是谁都认得出来,乃是云阳宗的外门长老,雾都城的城主王明月,身后的,都是云阳宗的弟子。 火阴怪,这是我云阳宗的地盘,抢我云阳宗的东西,云阳宗不会放过你吧,识相的就快走,我可以不追究此事。 王明月眼中目光注视着那黑袍老者道。 结结,用云阳宗来压我,你别忘记了,在古狱中,可不是你云阳宗的地盘,就算是在这雾都山脉,你云阳宗又算得了什么。 黑袍老者阴厉冷笑道,这天残宝甲又不是你云阳宗之物,谁得到就是谁的,你识相一点就自己交出来,否则的话,那就只有死。 想要天残宝甲,做梦吧,除非我死了。 王明月冷道,手中长刀一横,真气抖动,天残宝甲哪能够随便放弃。 结,那就去死好了。 黑袍老者冷笑一声,眼中灵力目光扫出,手中一股炽热真气暴涌而出,随即直扑王明月而去。 随着黑袍老者发起攻击之后,黑袍老者的身后,那三个中年汉子,一是煞气翻涌,扑向了那数个云阳宗弟子而去,一时间真气激荡,那几个云阳宗的弟子,都是到了武师的实力层次,只是那三个尽装汉子,似乎是实力要强得多。 见到火阴怪扑来,王明月突然腾空一跃而起,刚好是避开了火阴怪的攻击。 火阴怪目露冷笑,似乎早要准备,在王明月纵身而起的一瞬间,手中手印一截,右手中,一股炽热的火焰直接喷向了王明月而去,这火阴怪乃是火系舞者,这火焰之中,更加是带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道,不同于一般的火焰。 王明月人在半空,身影瞬间急速回旋,身体停空在原地消失,下一刻已经是从火阴怪的身后一刀劈下,刀芒横扫,带起尖锐的破空声,周围空气直接泛起涟漪横扫而开。 给我退开。 这一刀火阴怪似乎是没有任何的意外,身躯微炫,手中手印再变,一道火红掌印冲天而起,瞬间就落在了刀芒之上,周围空间温度瞬间飙升,变得炽热无比。 哼,空间之上一声炸响,火焰飞溅,刀芒瞬间化作虚无。 上空中,一道身影倒飞而出,落到地上亮相向后倒退,正是那王明月,从交手的情况来看,王明月一招就被压制到了下风。 你已经消耗殆尽,不是我对手。 火阴怪再次喝道一声,脚尖一点,真气走动之间,身躯直扑而上。 第八十六章 机杖威胁 王明月,看你还能够支撑几招。 火阴怪手中片炽热的真气凝聚成无数拳印,顶刻之间笼罩向了王明月而去。 糟糕! 王明月神色一沉,这火阴怪的实力本身就在她之上一些,加上此时她消耗殆尽,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了。 虽然是刚刚放出了救援信号,可是这附近,也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云阳宗之人,雾都城的人要赶来,一来时间不够,二来雾都城也没有实力能够压制住这火阴怪的强者。 嘎! 就在这时候,上空之中传来一道妖兽丝鸣声,听到这声音,王明月眼中顿时露出了惊喜,这正是宗中研究的丝鸣声。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火阴怪。 上空中一道大喝传来,正是白眉长老,话音一落,一道身影俯冲而下,随着还有着一柄黄色长剑仿若凭空出现,无声无息地画出数十道剑芒,灵力的剑气搅碎空气阻隔,呼啸刺像火阴怪。 火阴怪感觉着灵力的剑气透骨而入,神色顿时一惊,全印变化,炽热全印瞬间笼罩在了剑气之前,身躯急速暴退。 全印阻隔,白眉长老手印一变,剑气又起变化,只见剑气连连颤动,如水中连一般将泛起连一圈圈圈扩散空中,火阴怪攻击而出的全印,瞬间搅碎在其中。 在这一瞬间,两只研究一经盘旋在上空,众人瞬间跃下,云阳松几位执事第一时间已经是扑向了那三个中年汉子而去。 登登! 火阴怪亮呛退后数步,注视着身前出现的白眉长老,神色一沉,白眉,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白眉兄,你来的正是时候,火阴怪要夺天残宝甲,你要是来晚一步,那就麻烦了。 王明月到了白眉身前,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和白眉两人虽然都是外门长老,但白眉的实力,可要在她之上的,更加是不在火阴怪之下。 天残宝甲!白眉长老神色疑惑。 这说来话长,这次我亲自带着不少人进入雾都山脉,刚刚得到天残宝甲,没想到被这火阴怪缠上了。 王明月说道。 屁话,天残宝甲有能者得知,我为什么不能够得到? 火阴怪冷道。 好你个火阴怪,我云阳宗得到的东西你也敢来打主意,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够不够吧。 白眉长老喝道一声,看到地上云阳宗弟子的尸体,目光一寒,手中手印结出,随即黄色长剑脱手而出,闪电般对这阴火怪劈去,剑身嗡嗡作响的同时,这长剑之上,一股黄色光芒弥漫,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黄色灵蛇铺腾一般。 白眉,我怕你不成,我倒要看看,你云阳宗有多强的实力。 火阴怪冷喝一声,手中也不知道是施展了什么武技,有着十数个拳头大小的炽热火球,瞬间朝着黄色长剑包裹而去。 一时间真气充斥,周围碎石其飞尘土飞扬,陆少游远远的注视着两人的交手,这白眉长老和那火阴怪的实力都是五破层次的强者,论实力层次,应该是到了六重五破地步以上,属于真正的强者了,一出手,便能够引起爆破连连。 众人早就是在白眉长老的吩咐下,没有随便靠近,只能够在远处观看。 而此时在云阳宗那四位执事和那三个进庄大汉的交战中,则是云阳宗四位执事占据了上风,四位执事的实力层次都在八重五师,九重五师左右,那三个进庄大汉的实力层次似乎要稍微弱上一丝,人数也少上不少,已经是岌岌可危。 陆少游最感兴趣的还是白眉长老和那火阴怪两人的交手,这两人才是强者,两人的交手也是到了激烈的地步。 瞬间,火阴怪凝聚的十几个火球,便是被白眉长老催动黄色宝剑,画出一片剑影,灵力剑气暴掠而出,搅碎火球,随即长剑横销而出。 白眉长老借助着身法冲击之柱,手印变化,几道细小的剑气锋刃,已经率先离剑而出,对着火阴怪脖子切割而去。 火阴怪神色一沉,身影不敢停顿,迅速暴退,一片钢圈笼罩在周身,那几道剑气锋刃,竟是落在钢圈之上便是完全消散。 而将剑气锋刃抵御之后,阴火怪神色已经是凝重了不少,手臂挥动。 手中一道拳印带起一股凶悍禁气,对着白眉长老横砸而去,禁气压迫,空气之中响起连绵音爆之声。 白眉长老似乎也不敢大意,感受到身后连绵爆破的压迫劲气,手中手印再次一变,黄色长剑暴刺而出,长剑在空气中留下一道淡黄色弧影,锋利的剑尖。 似乎是穿透了空气阻碍,狠狠和火阴怪的拳印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相撞,各自攻击之上所蕴含的强猛尽力便是顷刻爆发而起,随即空气压迫成弧线,最后终于无法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力量轰然爆破。 砰砰 空间响起巨大的音爆之声,周围数十米之内,杀石其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升坑,两道身影同时震退而出。 白眉,实力果然不错,只是天残宝甲我必须得到,交出天残宝甲,我马上就走。 火音怪道 笑话,你有那个实力吗? 白眉长老道 结结,那好,那是你云阳宗几个新弟子吧,天赋应该不错,死了应该挺可惜的,不交出天残宝甲,我奈何不了你,不过要击杀他们几个,你觉得我能不能够做到? 火音怪音丽一笑,目光注视向了远处陆少游,陆无双,杨曼等人而去。 火音怪你敢,到时候就算你逃到古狱中,我云阳宗也不会放过你的。 白眉长老顿时喝道 心中自然清楚,这火音怪的实力比他弱不了多少,要是火音怪一心要对付那些新弟子,他也无法全部互助。 我最后问你们一次,交不交出天残宝甲? 火音怪道 做梦,天残宝甲这等宝物,你还没有资格得到。 白眉长老冷道一声道。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火音怪音丽一喝,身影瞬间暴掠而出,直扑陆少游等新弟子而去。 你敢! 白眉长老大喝一声,王明月也是身影如电,两人一刀一剑直接披向火音怪而去,两道弧影划破空气,暴响而起一片尖锐破风声。 第八十七章惨遭被擒 阴火怪眉头微皱,脚掌轻跺虚空,一股红色炽热针气刺脚掌触喷涌而出,随即身影更加是快上了几分,同时甩手两个半米大小直径的火球暴掠向了白眉长老和王明月来那个人。 破! 两人一刀一剑轻易穿破火球,但在这一刹那当个的时间中,火音怪已经是身影到了前方,直扑陆少游等人而去。 你们小心,快走! 白眉长老大喝一声,身影暴掠,手印变化,空间真气充斥,手中黄色宝剑脱手而出,或做一道黄色流光,闪电般刺向了火音怪而去。 剑气带起一股破风声,周围空气丝丝作响泛起涟漪激荡而来,这一剑,白眉长老已经是用上了全力。 快走,我们不是对手。 前方陆无双大声说道,这边的一切,众人都看在眼中,顿时都急速暴退。 陆少游也不例外,没想到那火音怪,竟然是会对自己这些云阳宗心弟子下手,身影已经是急速暴退而逃,要是落在那火音怪的手中,下场可想而知,一定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铺天盖地的推力自掌心中暴涌而出,而那一大片锋刃,将还未接近,便是将这股推力,吹得轰然消散。 火影指 剑道身后白眉长老一剑,火音怪清喝一声,脚尖轻点虚空,一股炽热真气在周身抖动而起,手印变化,屈指猛然弹出,五道虚幻的真气能量指印暴掠而出,直射白眉长老剑芒而去。 与此同时,火音怪急速前后闪掠,而那半空中所遗留下的五道虚幻的能量指印,却是略微一颤抖,随即暴射而去和白眉长老的剑芒撞击在了一起。 当当 电光火石之中,剑芒被五道指印阻挡,无法破去剑芒,却是把剑芒打偏,无法继续攻击火音怪。 先拿你开刀吧。 火音怪的身影出现在了秦天昊的身后,众人之中,秦天昊身为灵者,在速度上却是最慢的一个,自然是落在了最后。 一道指印在火音怪的身前凝聚,轰然落下。 该我破。 也在这时候,王明月一道刀芒再次而落,护在了秦天昊的身前。 我看你能够护得住几个。 火音怪音力笑道,手印瞬间结出,双手中又是数道真气能量指印划破空间,带着一丝火焰包裹其中,宛如撕破了空间一般,却是攻击向了离秦天昊不远的鹿少虎而去。 小心。 白眉长老手印变化,黄色长剑划破空气,暴掠向了火音怪而去。 哼。 火音怪冷哼一声,手印变化,手中五道炽热能量指带着一股划破空间的进气,接着身体往左暴退, 而那五道能量指印四道被白眉长老长剑锋纠缠在了一起,剩下一道刚好贴着陆少虎身体表面削了过去,那股尖锐炽热的颈风,让得陆少虎皮肤刺痛,急速向后踉跌倒退,随即跌倒在了地上,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 结结,白眉,我看你还怎么救人。 火音怪阴力冷笑,身影在上空旋转半圈,犹如一股旋风一般,带起一片红色炽热气息,身躯无比清零的落回地面,脚下真气暴涌,见识再次暴掠而起,身影鬼魅般扑向前方,而此时,火音怪的目标,却是陆少虎。 陆少虎早就是乘机暴退,此时见到那火音怪冲向了自己,神色大惊,心中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以自己现在的这点实力,根本就无法和火音怪这样的强者抗衡。 真气暴涌到了极致,陆少虎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急速而逃。 少有小心。 前面不远处,陆无双娇脸失色,没有多少犹豫,身躯曼妙划过,真气都运动,玉手横挥而出,而随着他手印挥动,手中轻月剑划破空间暴刺向了火音怪而去。 不自量力。 火音怪冷喝一声,眼角瞟了瞟爆掠而来的剑芒,身处半空,真气猛然暴涨,一股乍然而放的庞大炽热能量大涨,手中一道爪印凝聚而出,爪印上丝丝火焰携带着雄魂进气,狠狠地砸在了轻月剑上。 砰! 两者接触,上空传出一道炸响,轻月剑直接跌落在地,也在这一瞬间的时候,火音怪的身躯并未落地,挥手一道炽热火球攻击向了陆无双而去。 无双姐小心。 陆少游脸色大惊,陆无双是为了救自己才惹来的麻烦,陆无双的实力,也绝对是无法抗衡这火音怪的。 清灵铠甲 陆少游此时根本也没有犹豫的时间,瞬间布置起来清灵铠甲,周身顿时在无数淡黄色鳞片的遮盖下。 身躯暴掠而去。 开山掌 真气暴涌而出,一道淡黄色掌印瞬间席卷而出,虽然是带起气劲破风声,但是比起火音怪,白眉长老等人的攻击气势可就要差得多了。 火音怪猛然感觉到后方一道掌印席卷而来,回头冷笑,根本就没有多在意,对方只是一个武士而已,在他面前就是蚂蚁一般的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在意。 瞬间,火音怪脸色一沉,陆少游的身后,白眉长老已经是暴掠而至。 哼,小子,给我过来吧。 火音怪神色一沉,身影闪电般消失在了原地。 陆少游凝聚得开山掌踢空,心中顿时感觉到了不好,正要急速暴退,一道声音已经在耳边响起,小子,老实点吧。 也在此时,陆少游感觉着到火音怪在自己的身上打入了几道指印,随即自己全身真气受阻,身躯已经无法动弹。 火音怪,你快放人嘛,否则,我云阳宗和你没完。 白眉长老一声大喝,神色凝重起来。 少游 陆无双惊慌失措,花容失色起来。 此时秦天昊,独孤冰蓝,翠玉,杨妙等人也都是神色凝重,看着陆少游落到了火音怪的手中,就只有陆少虎眼中抹过了一丝冷笑。 陆少游此刻,心中同样是慌张不已,自己可不想死,可这火音怪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自己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可能,自己的体内,此时三处穴道经脉上,正被火音怪三股真气封锁, 让自己真气无法流动无法动弹。 第八十八章 趁机偷袭 阴阳灵舞绝 陆少游心中暗暗运气阴阳灵舞绝,这火音怪用真气封锁了自己的经脉穴道,而自己的阴阳灵舞绝能够炼化任何能量真气,说不定能够炼化这三道真气。 真的可以 随即运气阴阳灵舞绝,陆少游感觉到那三股真气真缓缓的被自己的阴阳灵舞绝炼化,心中暗喜,开始暗自炼化起来,这三股真气并不是很大,要炼化应该不需要多少的时间。 白眉,交出天蚕宝甲,我放人,否则,这小子就死定了。 火音怪注视着白眉长老说道。 火音怪,你真的要挑战我云阳宗。 白眉长老冷到一声,要交出天蚕宝甲,这也不可能,天蚕宝甲可不是一般之物,哪里能够轻易交出去,可是陆少游又是三系五者,这次上云阳宗,要成为亲传弟子,也绝对不是什么难事,云阳宗,也向来重视新弟子,这两者之间,白眉长老, 少衡量不下,但相对来说,天蚕宝甲只有一件,而天赋好的新弟子,云阳宗却是有许多,但不到最后时刻,白眉长老自然是不会放弃陆少游的。 白眉,云阳宗还处碰不到雾都山脉河谷玉来,少拿云阳宗压我,最后问你一次,交不交出天蚕宝甲,否则,这小子死定了,我不介意杀了这小子。 火音怪冷到一声。 火音怪,天蚕宝甲是不可能,你应该知道天蚕宝甲的价值,这样吧,放了你手中的人,我云阳宗愿意给你一颗四品丹药。 白眉长老道,一颗四品丹药,价值已经不凡。 一颗四品丹药,是不错了,看样子这小子是你云阳宗比较重视的新弟子吧,那我就更加不会放人了。 火音怪冷笑说道,一颗四品丹药,确实是不少了,丹药比起天蚕宝甲来,一颗四品丹药,又算得了什么。 火音怪,你最后见好就收吧,否则,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云阳宗中的强者,也要把你诛杀手中。 王明月冷道一声。 哼,这个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我只要天蚕宝甲。 火音怪说道,陆少游神色不露痕迹,体内在阴阳灵舞绝的炼化之下,那三股真气已经尽数炼化,这三股真气炼化,陆少游反而是得到了一丝好处,体内真气再次有所增强,这真气要是再强一丝,自己就会马上突破到六重武士了。 长老,你一定要救救少游。 陆无双对白眉长老着急说道,神色一直是担忧不已。 无双,我会尽力的,少游是陆中的儿子,我也不能够不救。 只是天蚕宝甲太重要了,不能够交出去。 白眉长老说道。 白眉,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火音怪已经是有些不耐烦起来。 火音怪,你的人也在我手中,我们换人怎么样? 此时,白眉长老身后,那中年女执事和另外三名执事一起擒拿住了一个晋庄大汉,剩下的两个晋庄大汉,却是刚刚被云阳宗众人围剿击杀。 火音兄,救我。 那晋庄大汉哀求着,谁也不想死。 哼,实力不够,活着有何用? 火音怪淡漠说道,手中一道指印气劲凝聚,瞬间暴掠向了那被云阳宗众人擒拿住的晋庄大汉。 吃! 那晋庄大汉胸口之上,弥漫着丝丝火焰的指印暴掠而进,一道血洞浮现,晋庄大汉丝丝的注视着火音怪,眼中不甘的倒在了地上。 好狠。 云阳宗众人也没有想到这火音怪对自己人也是如此之狠,原本还想用此人来要挟火音怪,没想到火音怪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不能够拖下去了,否则就死定了,冒险一事吧。 白眉长老注视着火音怪,此时也是一筹莫展,猛然,白眉长老却是看到陆少游正不停的在眨着眼睛,似乎是想说什么一般。 白眉,我没有耐心了,再不交出天残宝甲,我就杀了这小子,然后在场的,我慢慢击杀,看你能够护住几个。 火音怪冷道。 怒眼泉。 火音怪话音未落,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陆少游猛然真气抖动,一股炽热真气暴涌而出,这火音怪一直就挟持自己在身前,近在咫尺,怒眼泉猛然轰击而出,同时身躯瞬间暴退。 火音怪根本就没有想到,被自己封住了穴道经脉的人会瞬间恢复虽然说一个武士的攻击无法重创到他,但要是近在咫尺的挨上了这一拳,自然也是不好受的,当下身躯暴退闪避,同时大喝一声,原来是双心。 继武者,小子找死。 火音怪脸色微变,脚尖一点地面,身体犹如滑形一般,瞬间后退了将近十米,刚刚避开了陆少游这一拳。 轰。 陆少游的怒眼泉重重的砸在先前火音怪落脚的地方,顿时,一道剧烈声响,碎石飞射间,一道道裂缝,从那弥漫灰尘中蔓延而出,淡淡的火焰飞溅,这一拳,陆少游可是全力使位了,却是也无法奈何火音怪。 而也在这一瞬间,火音怪身躯再次暴掠而起,直扑陆少游而去,眼中泛着阴厉目光,杀意已起。 火音怪,吃我一掌。 也在这时,白眉长老早就是注意到了陆少游的眨眼,虽然是惊讶陆少游怎么会挣脱了斜持,但此时第一时间身躯直扑而上,宽大的袖袍清灰,一股进风凭空浮现,吹拂过地面,沙石齐飞,将一层厚厚沙石直接掀翻开去。 也在沙石掀翻的前一刹那,白眉长老眼瞳微缩,浑身真气猛然暴涨,一道手印结出,随即凝聚出了一道黄色掌印,轰然席卷向了火音怪。 白眉,今天我就要杀了这小子。 火音怪似乎是被陆少游激怒了,冷笑而起,竟然是不顾及身后白眉长老的攻击,身影猛然再度快乐而出,恐怖的速度犹如是在闪烁一般,几个虚幻影子浮现,便是迅速接近了陆少游,手中一道掌印轰然拍出,直接溃压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第八十九章 掉落悬崖 陆少游根本就无法可躲,实力相差太大,速度也相差悬殊,本以为能够趁机逃脱,没想到这火音怪的速度也是如此恐怖,而最倒霉的是,再退就已经是悬崖了,根本就无路再退。 咻! 没有犹豫,陆少游手中衣袖一甩,一道淡黄色光芒闪电般暴掠而出,这一道淡黄色光芒却是诡异的直接如同无物一般穿透了火音怪的掌印,随即直扑火音怪而去。 妖兽 速度无比之快,只有火音怪在正面能够看得清楚,这一道淡黄色的光芒,却是一条蛇类妖兽。 能够直接穿透自己的掌印,火音怪神色大害这妖兽绝对不是凡物,哪里还敢大意,手印急速打出,一道火焰指印爆掠而出,攻击向了那妖兽而去。 痴痴 这淡黄色光芒妖兽,自然就是小龙了,此时见到那指印席卷而来,小龙小嘴大掌,一团火焰碰触,这火焰不大。 却是包裹住了火音怪的指印。 两者相撞,指印迅速被焚烧,小龙喷出的火焰,似乎不是一般的火焰,不过小龙的实力终究是有些弱,只是一瞬间,剩下的指印,直接贯穿在了小龙的身上,小龙身躯瞬间震飞落入了悬崖下。 砰! 而在这时候,白眉长老掌印在小龙的出现当个钟,一狠狠砸落在了火焰怪的后背上,掌印所过之处,产生了刺耳的音爆之声,这一记攻击,居然强悍如斯,白眉长老也是尽了全力。 扑齿 火阴怪身躯猛然一道血液喷出,白眉长老的一掌,他也无法硬抗住,身躯随即向前亮相而去。 小子,你给我死去吧。 火阴怪冷笑而起,嘴中血液飞溅,却是再次一道掌笼罩向了陆少游而去。 老怪,要死一起死,清零铠甲。 开山掌 陆少游退无可退,去也不是甘心任人宰割之辈,瞬间凝聚起了清零铠甲,随即开山掌带起尖锐气劲横扫而出。 砰砰 两道掌印撞击在了一起,一股巨大之力倾泻而下,陆少游身躯瞬间被震飞而出落向了背后的万丈悬崖而去。 陆少游原本还想使出开山掌后,再来上一记朱雀诀,可对方根本就没有再给自己机会,身躯然掉下万丈悬崖。 砰 白眉长老再次一道掌印落在了火阴怪的后背,音爆之声乍然响起,火阴怪身前光圈被白眉长老用最直接的方式直接砸破, 再次一道血雾喷出,身躯意识掉向了万丈悬崖。 呼,白眉长老第一时间吹起了口哨,上空中两只研究俯冲而下落下了万丈悬崖。 少游! 陆无双神色大惊冲向悬崖旁边。 独孤冰狼和翠玉两人一时面面相去一眼,随即神色一沉,两女惊慌着也到了悬崖旁边。 只有那陆少虎和王光两人,眼中都是抹过了一丝冷笑。 万丈悬崖下,是一片厚厚的白色云雾,深不见底,没有人知道这悬崖有多深,也无法见到下面有多深。 长老,你一定要救少游。 陆无双注视着悬崖之下,脸色苍白,这掉到万丈悬崖下,就算是有风系飞行武技,武士的实力,也难以上来。 无双,研究下去了,一定能够救回少游的。 白眉长老说道,但心中也不免是一探,这悬崖乃是雾都山脉一处奇特所在,深不见底,下面有多深,还真没有人下去过,何况刚刚白眉长老也看到了陆少游又深受火音怪一掌,这掉下去。 只怕是凶多吉少,现在就只能够是靠奇迹了。 嘎。 片刻之后,两只研究冲出悬崖,盘旋在上空一阵思鸣,似乎是在说着什么。 长老,研究无法下去,下面全部是浓雾,根本就看不见。 云阳宗的那中年女之士对白眉长老说道。 长老,那怎么办,一定要救少游,我要下去找她。 陆无双眼中泪水在眼眶打转,就要纵身跳下万丈悬崖。 吴双,你下去只是送死,我们再想办法看看,你冷静一点。 白眉长老拉住了陆无双,随即回头对我王明月说道,明月老弟,有没有办法下去? 下不去,这悬崖直达地底一般,不少强者试过,也无法下去,下面也不知道连接到哪里,绕不过去。 王明月轻道。 要下去已经死定了,我们还是走吧。 陆少虎淡淡说道。 不,我要下去救少游。 陆无双双眼含泪,不知不觉中,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失去了灵魂一般,心中坚定,少游一定不会死的,一定就在下面。 无双,你冷静一点,这不是一般的悬崖,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白眉长老说完,手中一道指印按在了陆无双的后颈上,陆无双顿时晕了过去。 我下去看看。 白眉长老把陆无双交给了那中年女之事,随即跃上了研究,亲自乘坐研究下了悬崖。 悬崖之下,只是深入了一百米之后,白色浓雾越来越浓郁,以白眉的修为,视线也只能够是看清楚数米的地方,而妖兽研究,却是完全看不清楚,在浓郁的雾气中,分不清楚前后左右,根本就无法再进一分。 白眉长老注视下方,依然是浓郁的雾气,除此之外,见不到任何之物。 少游。 白眉长老大喊了几声,传来的,却只是一道道从崖壁传来的回音,这悬崖根本就是深不见底。 长老,怎么样了? 白眉长老乘坐研究跃上悬崖,独孤冰澜问道。 没办法,下面根本看不清楚,研究也无法下去,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白眉长老叹了一口气后说道。 第九十章别有洞天 三系武者,天赋顶级,我云阳宗可是失去了一个亲传弟子啊。 一名直视探道,三系武者,整个云阳宗,也就只有一个而已。 刚刚那少年竟然是三系武者吗? 王明月惊讶说道。 我们走吧,希望奇迹出现,少游能够死里逃生,否则的话,下次见到陆中,我都不知道怎么交代了。 白眉长老说道。 白眉,难道她是路中的儿子? 王明月神色有些惊讶。 不错。 白眉长老轻叹一声,微微摇头,随即道,我们走吧,这地方不安全,免得招来了其他的强者,我们先走吧。 我们走吧。 悬崖旁,独孤冰澜对翠玉说道。 你说她有机会死里逃生吗? 翠玉注视着悬崖下,施神道。 她不像是夭折之人,一定会死里逃生的。 独孤冰澜说道。 但愿吧。 翠玉轻道一声,随即收敛神色,挤出一丝笑意道,我们走吧。 悬崖上,白眉长老等人把云阳松弟子的尸体简单的埋葬在了原地,收起众人身上的空间带,两只研究腾空而起,众人消失在了悬崖之上。 注视着悬崖越来越远,研究之上,翠玉的目光一直放在了悬崖上,喃喃道,我怎么会想着她呢? 话说陆少游跌落悬崖之后,心中也是绝望起来,体内被火阴怪一掌重击,鲜血喷出,已经是受到了重创,血气翻涌,身躯在浓郁的云雾中不断往下掉落。 陆少游之天道耳边有着呼啸的风声,这高空掉落,心脏都在呼呼不停跳动着,就像是要爆破了一般。 怎么办,死定了。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还不想死呢,还有母亲要照顾,心中暗道自己要是有飞行武技,说不定还能够有机会逃生,此时真是死定了。 嗖嗖。 就自此时,一道尖锐破风声传来,却是小龙出现在了身边,随着自己落下的身躯不停的往下而落。 嗖嗖。 小龙也感觉到了陆少游的状况,急得信子之土,嘴中嗖嗖作响,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是什么? 仓皇之中,陆少游的目光之中,见到下空有着一处地方却是并没有浓雾遮盖,其他地方都是浓郁的云雾,显得是有些奇特,但那地方却是不在自己垂直掉落的地方,还有些距离。 哪里有古怪,说不定有生机。 陆少游没有任何的犹豫,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人在绝境中,微微是能够爆发出最大的潜能,一道掌印轰然拍下下空,陆少游借着一丝反弹之力,身躯稍微一停顿。 就在此时,陆少游全身力气冒出,猛然向前一跃,刹那间,陆少游再次向下掉下去,这一跃之势,终于是到了那没有云雾遮盖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 陆少游心中惊讶,终于是知道这一处地方为什么没有云雾遮盖了,原来,这下空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股旋风,就像是一个漩涡一般,产生一股巨大的排斥之力,周围的云雾都摆排挤而开,而在中间,却是有这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自己的身躯,正被这一股巨大的力量硬生生吸扯进去。 身躯丝毫不受控制在这漩涡中旋转起来,虽然是下降的速度减缓了不少,但这旋转让陆少游顿时眼冒金星,脑袋顿时昏昏沉沉起来。 这下更加是试死定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陆少游心中暗道,自己身上布置的清零铠甲已经是越来越暗淡,这吸扯之力中也是有着一股巨大力量,刮在身上就像是刀锋销过一般,要不是身上布置这清零铠甲,自己只怕此时就要成为了一堆白骨。 在这巨大的吸扯之力中,陆少游感觉到自己终于是坚持不下去了,身上的清零铠甲已经无法支撑,清零铠甲消散,自己就要成为一堆白骨。 就在这时,陆少游猛然感觉到那吸扯之力突兀完全消失不见,自己的身躯加速往下掉落。 砰! 陆少游感觉着自己重重的掉落在了地上,再次一嘴鲜血喷出,随即就昏迷了过去。 少游,少游! 研究背上,陆无双缓缓醒了过来,睁开双眸,见到周围并没有陆少游的身影,顿时着急问道,长老,少游呢,就到少游了没有。 无双姐,陆少游已经死了,你就背想着她了,掉到悬崖下,死定了。 陆少虎淡淡说道。 不会的,少游不会死的,我要去救她,我怎么向三姨交代? 陆无双失神说完,就在中年女之士的手中挣扎起来。 无双,你冷静一点,我亲自下去看过,少游是凶多吉少了,要是能够死里逃生的话,改天你还有能够见到她的一天,你这样,也帮不到什么忙。 白眉长老说道,她的心中,确实也不太相信,有人掉到那悬崖之下还能够死里逃生的,加上陆少游的实力,只是武士而已。 少游,陆无双痛哭着,确实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着堂弟是最后因为就自己才受到火阴怪挟持的,心中更加是悲痛自责了几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陆少游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感觉着体内真气烦乱,血气翻涌,全身说不出的难受。 痴痴。 有着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脸上舔着,陆少游睁开双眼,发现小龙就在自己的身边,周围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小小岩石山洞。 小龙,我没有死。 陆少游见到小龙,顿时意识到自己肯定没死,显显活了下来。 打量着周围,陆少游看到周围乃是一处十米大小山洞,地上都是凹凸不平的石块,没有一丝尘土,但地上,却是铺满了不少的碎骨。 陆少游顿时吓了一跳,随即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山洞内,碎骨可不少,一股阴森之气弥漫,浑身不由一哆嗦。 火阴怪 也在此时,陆少游看到自己身前不远处,那火阴怪躺在地上,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陆少游不知道这火阴怪怎么也下来了,但心中知道,这火阴怪要是没死的话,自己可就倒霉了。 犹豫了一下,看着火阴怪,陆少游挣扎着一栋身躯到了火阴怪的身前,感觉着火阴怪身上的气息,应该也是昏迷了过去。 此时不下手,等火阴怪醒了就晚了。 陆少游心中一沉,杀意一起,自己就是被这火阴怪击落悬崖的。 第九十一章小龙出手 嗯,就在此时,火阴怪轻吻一声,身躯缓缓爬了起来,嘴角还有着一丝血迹,注视着周围和陆少游,看着陆少游眼中的杀意,顿时道,小子,你想做什么? 陆少游脸色一变,这火阴怪醒了,自己就麻烦了,只能够趁他病要他命,顿时轻喝一声,小龙,快杀了他。 嘶嘶 小龙身躯暴掠而起,小龙和陆少游早就是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陆少游心中所想,小龙都能够感觉得到,此时身躯如电,暴掠扑向了火阴怪而去。 小子你敢 火阴怪顿时惊慌失色,这妖兽的威力他已经是见识过了,不敢大意,顿时结出手印。 扑齿 就在此时,火阴怪刚刚运弓,嘴中就是一嘴鲜血喷出,体内被白眉长老重击两下,加上跌落这山洞,已经是受到了绝对重创,一运弓,顿时血气攻心。 嘶 小龙此时却是闪电一般,暴掠到了火阴怪的身前,嘴中那小小的尖锐獠牙,冒起丝丝寒光,猛的咬在了火阴怪的脖子上。 一道血液喷出,火阴怪捂住脖子,神色惊骇无比的注视这小龙,从脖子中,一股能量直冲他的脑海,摧毁他整个脑海。 灵兽,竟然是灵兽。 话音落下,那火阴怪浑身颤抖起来,随即蹊跷流血,脸色也变得是有些漆黑起来,就像是中毒了一般,身躯抽搐了两下,一嘴黑血喷出,便是生机全无。 有毒吗? 看着那火阴怪的尸体,陆少游惊讶,小龙的这一口,威力还真是强悍,这火阴怪好歹也是舞魄强者,竟然就这样被小龙击杀了。 可惜了。 陆少游心中一阵感叹,这火阴怪一死,自己无法再吞噬其身上的真剂为己所用,但这火阴怪一死,自己也算是安全了,一条小命算是保住在了自己的身上。 痴痴。 击杀了那火阴怪之后,小龙却是继续到了附身到了火阴怪的脖子前,张嘴咬了下去,片刻之后,只见小龙的身躯越来越大,已经是到了三米大小,而那火阴怪的尸体却是成了一具干尸,血液全部被小龙吞噬。 小龙身躯微微一摆,周身一片光芒萦绕,身躯神异的再次化作了十数厘米大小,信子吞吐,像是吃饱了一般的表情,然后亲密的到了陆少游的身前。 这地方还真是怪异啊。 陆少游打量着周围,山洞中的尸骨相加,可不是少数,从头骨上来看,似乎还有着几个人类,其他的也不知道是野兽还是妖兽,山洞其他就别无他物,而在山洞的顶上,则是有着一个两米大小的洞口,自己和地上这些尸骨的主人,应该都是被这一股旋风吸扯进来的。 还是先掉膝恢复伤势吧。 陆少游随即盘膝而坐,自己这次所受的伤势无疑是最严重的,有没有疗伤的丹药在身上,要恢复可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也只有恢复了才能够想办法离开这地方。 运起阴阳灵舞绝,真气在体内经脉缓缓缓流动穿梭着,陆少游开始缓缓掉膝起来,小龙在吞食了那火阴怪的全身血液之后,似乎是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周身也泛起了淡淡的光芒,盘旋在了陆少游的身边。 似乎也是在修炼着。 时间缓缓而过,而在陆少游掉膝的这段时间中,乌都城上空,两只研究盘旋落下城中,白眉长老,王明月等人进入了乌都城内。 乌都城乃是云阳宗的地盘,王明月身为外围长老,也是乌都城的城主,乌都城地处灵舞大陆和谷域交界处的边缘,面积并不小,城中也有着数十万人口,因为靠近乌都山脉的关系,多是一些佣兵和买卖人,还有着不少的武者, 有灵者在其中也不意外,可谓是龙蛇混杂。 不过有着云阳宗在背后,倒也没有人敢在乌都城闹事,云阳宗可不是好惹的,一般人可不敢招惹到云阳宗去。 而我们要这次也是因为听到乌都山脉中有着天蚕宝甲出现,便带着城中一众弟子前往乌都山脉寻宝,最后意外得到天蚕宝甲,却被火阴怪一路追杀,最后发出了球员信号,没想到还真是引来了白眉长老等人。 宁月老弟,你想办法去那悬崖多打探一下陆少游的消息,我们这就要赶往宗众了。 雾都城大殿之内,白眉长老说道,大殿之内,早有仆人端上了美酒点心和佳肴。 放心吧,陆少游是陆宗的儿子,我自然会多注意的,这次陆少游出现了意外,下次要是见到陆宗那家伙,我们都不好交代呀。 王明月说道。 是啊,这次我去青云阵,也没有见到他。 白眉长老说道。 王明月道,这次回云阳宗,白眉兄就把天残宝甲带回宗中吧,免得有人会惦记,到了宗中,可就没有人敢打主意了。 王明月说道。 也好,明月老弟你这次可算是立功了,到时候,说不定有机会调回宗中去。 白眉长老说道。 众人休息一番之后,便是再次乘坐研究出发前往云阳宗而去,新弟子必须到尽快送回云阳宗,白眉长老也不敢当个,这次让一个三系武者被杀。 回到宗中,免不了会有所责罚,但愿得到天残宝甲供过相抵,能够免除处罚。 三天后,山洞之中,陆少游周身营绕在一片淡黄色光芒之下,光芒收缩钻入全身毛孔而去,随即嘴中突出了一口淤血,脸上已经出现了少许红润,三天的掉膝,伤势已经好了三成,行走自如是没有问题了。 一定要尽快增强实力才行。 陆少游心中暗暗道,要是这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了,这一次,自己能够死里逃生,下一次可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一切还是需要自己的实力才能够解决。 第九十二章别有洞天 眼看天色就晚了,接近傍晚时分,湘爷和大少爷二少爷还有三小姐都一起进宫赴宴,各种事情要张罗准备,相府早早的就盲成了一锅粥,可是梁晨美景却似乎没什么好盲的,只是一个进而的在斜语笑的房门口夺来夺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好不容易,房门总算打开了,楚盼盼迅速闪身出来,梁晨美景第一时间就赢了上去,你一句我一句就噼里啪啦起来。 怎么样怎么样 小姐现在好些了没有 盼盼你倒是说话呀 小姐金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又晕过去了呢 就是就是 马上还要去皇宫赴宴呢,这可怎么办才好 看着眼前六神无主的梁晨美景,楚盼盼定了定神说,我看也实在没办法了 跟乡爷如实禀报吧,小姐去不了皇宫了 煞时,梁晨美景脸色都变成了菜色,瞪着楚盼盼愣是说不出话来了,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呀 不再理会两个呆掉了的傻丫头,楚盼盼迅速转身而去,用最快的速度把叶硕和叶宇笑两个哥哥找了过来,房间里分外温暖,叶宇笑怕冷,在相府是谁都知道的事了,虽然最近总算放晴没再下雪了,可毕竟是深冬的气候,叶宇笑的房间总比其他房间 要多放两个火炉,这还是邪朔专门吩咐的 躺在床上悠悠的张开眼睛,叶宇笑一眼就看见了守在自己床边的叶朔,还有站在也说身后的两个怪哥哥,叶宇笑自动忽略了他们,满怀歉疚的看着邪朔,声音都哽咽了,爹,女儿没用,今晚怕是没办法陪爹和两位兄长进宫赴宴了 你好好休息,不去就不去了吧,爹自会跟皇上解释,皇上会谅解的 轻轻拍着邪宇笑的手背安抚着,叶朔脸上的表情从没这么柔和过,叶宇笑更加歉疚,泪水都溢满了眼眶,雪白的小脸像林黛玉一样娇弱,可是,违抗圣旨,很大罪吧? 是啊,皇上释下了圣旨,指明要小妹随行的 既然你是知道违抗圣旨的严重性,怎么就不争气点别动不动就生病晕倒? 这么没人性的话一听就知道是叶华叶和叶华琛才会说的话,叶宇笑没好气的在心里把他们骂了恩便,脸上却一副更加抬不起头来的愧疚模样,结果邪朔不客气的就瞪了他们一眼,看二少爷那副愤然的表情,叶宇笑就觉得十分爽 别听你两个哥哥乱说,没那么严重,皇上不是不讲理的人,爹怎么也是当朝乡爷,皇上不会轻易降罪的,你就好好休息吧,良辰美景盼盼 今晚好好照顾小姐,要是小姐有什么不舒服的,马上让人进宫通报 是 乡爷 三个丫头赶紧扶身低下头应着,叶宇笑却赶紧拉住了叶朔的手说,等一下 爹,我还是不放心,不如,你让盼盼也跟着你进宫去吧 盼盼是我贴身丫鬟,我的情况他最清楚了,而且盼盼心思细腻,皇上要是问得详细了,有他在一旁爹你也好说话些 缓缓点了点头看着自己体贴的女儿,叶朔这会儿除了感动什么都看不见了,盼盼感激的看了一眼叶宇笑,叶朔也没再多说什么了,叮嘱好良辰美景,带着楚盼盼和两个少爷赶紧进宫去了,相府又安静了下来 到了掌灯时分,良辰美景送来晚膳夜宇笑也没吃,只吩咐良辰美景守在房门口,没什么事不要让人进来打扰他,两个丫头纵然担心,可也只好照办 约摸着这回相府的丫鬟仆仆人都休息了,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叶宇笑却肥肥的掩着嘴巴偷笑了起来,把被子一掀就手脚利索的跳下床来,捏手捏脚的走到门口看见了门外良辰美景的身影,又把耳朵贴在门背上听了听,听着万籁俱计的夜色,叶宇笑相信今晚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了 盼盼可真厉害,化得装天下无敌啊 偷偷笑着小声说完,夜宇笑轻轻拍拍手走回床上躺好,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魂魄从身体里坐了起来,才要往床下跳,却突然又被一股奇怪的力量拉回了身体里,巨大的反弹力让他顿时拧紧了眉心迅速张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直喘气,脑门处巨大的汗珠直往下掉,本来化了装苍白的脸色看起来就更加惨白像鬼,可他的魂魄却没出来 怎么回事?虽然是好长一段时间没以鬼魂的身份出来过了,可也不可能会失败呀。真是破天荒头一遭了。鬼妇人参还有初步来的。他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跟我闹别扭,夜宇笑。我警告你哦。现在我可是有急事要等着去做,你也不希望看着小翼又被地府那群鬼官欺负吧?所以你最好给我争气点,别这个时候来捣乱。 闭上眼睛又用力冲破了无故出现的一道屏障,扑的一声,笑笑终于成功从夜宇笑的身体里蹦了出来,三小姐的躯体轰然倒回床上,笑笑须脱式地抹了把汗喘口气看着床上的空壳无奈地摇摇头,还以为你争跟我杠上了不让我出来了。拍拍手,笑笑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去,无声无息地穿过了那扇紧闭的房门,消失在夜色里。 瞪着眼前一片黑漆马屋的夜色,笑笑打了个冷战抱紧了自己抱怨起来,搞什么鬼吗?怎么会这么黑呀?糟糕!去地府要怎么去呀? 对这一片黑漆漆的世界左看看又瞧瞧,今晚连月亮都没出来,天色黑得如泼墨一般。 照理说,我都死了这么久了,应该到过地府才对,怎么一点印象都没了。 一边走一边碎碎念,笑笑信不走着,等回过神来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灰白色,一条灰白死寂的长河横跟在眼前,河岸边盛放着一大片一大片血红的颜色,比暗花。 第九十三章洞中机缘 成功了。万路少游心中大喜,加速挖掘,三下两下前面便是打通了一个洞口,低头一看,洞外有着一股淡淡花香传来,视线中,似乎是有着一些树木绿草之物,其他的就看不清楚了。 收起青色长剑,路少游从土洞中爬了过去,这洞并不长,就只有一米长左右,探出头往外一看,路少游也忍不住惊讶起来,好美,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 出现在路少游眼前的,是一处辽阔的山谷,山谷之中,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参天大树,树林静密异常,几生鸟泪蹄痕留在山谷上。 路少游迅速爬出土洞,密密麻麻的树林中,空气凉丝丝的浸透整个身体,让人觉得整个人都清澈起来。 脚下有着绿油油的绿草,远处到处有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儿绽放着,此时正值春天,花香正浓,让人心中不免一阵。 几缕阳光透过树木的凤尘射进来,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明暗交错穿着。 穿过,道士的光柱,眼前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暗淡,仿佛身处奇妙的异度空间,充满神秘气息,隐约是有着不少动物在树林中奔窜息息着。 树林中一切看起来隐隐绰绰的,一股微风斜着草香,闻起来格外舒服,不时有一片片的落叶静静的落下来。 抬头注视着远方,远处四周似乎都是山谷,而在树林之外,却是有着一座山峰拔地而起。 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陆少游忍不住惊讶起来,这地方应该是没有人来过,完全就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模样,最重要的是,这山谷之中,还有着一股只有修炼者才能够感觉出来的灵气,这要使灵者在此修炼的话,可是有着一定的好处。 不知道有没有出路离开这里。 陆少游心中猜测着,仔细地打量着周围,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树林中的不少动物见到陆少游,都是好奇地注视着,但又不敢接近,只是好奇地注视这陆少游。 对不住了,肚子饿呀。 摸着已经是数天没有进食的肚子,陆少游微微说道,片刻之后,一直也吐落在了陆少游的手中,没有多久,就香喷喷地进入了陆少游和小龙的腹中。 到那山峰上看看有没有出路。 陆少游注视着树林外那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大山峰,这树林中视线被遮住,要找到出路可不容易,登高望远,说不定会容易一些。 收拾一番之后,陆少游前往那山峰而去,穿过树林,这树林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妖兽,都是一些普通的野兽,在灵武大陆上,妖兽灵兽本身就不多,只有在那祖妖林和灵黄崖,才遍地都是妖兽和灵兽,哪里才是妖兽,灵兽的地盘。 这树林也不知道有多宽,前面山峰看起来近,但陆少游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直是走到深夜还没有走出树林。 此时山谷上空中,天上残月如沟,林间小风扶尔。 走了一夜之后,天气几经变亮了。 缓缓,太阳把阳光洒向了大地,而此时的陆少游,也是累得够呛,双腿几乎麻木了。 终于走出来了。 这大片的树林终于在这里嘎然而止,陆少游终于走出了树林,而就在这树林外,没有过渡,没有缓冲,一座千刃绝壁的山峰拔地而起,直插云霄,让人惊叹恶然。 这山峰庞大,陆少游估计着,面积少说也有方圆树里,有着气吞山河的威武,那刀削斧的断壁,鬼斧神奇一般,很难想象这山峰是怎么形成的。 先上去看看吧。 陆少游注视着周围,这山峰之上并没有路上去,只有沿着周围的凹凸的石块爬上去。 看着这山峰,陆少游琢磨着只要到三十米高就能够看到整个山谷,虽然是山峰陡峭,但是三十米的高度,还难不倒自己。 身上已经是恢复了一些真气,真气抖动,借助真气,陆少游身影纵深而起,在凹凸的石壁上轻点,一路飘摇而上,身影几个旋转中,便是跃上了上十米的高度。 树林中,这些参天大树的高度,都在二十米以上,陆少游在一处石壁上稍作停顿,随即再次身影暴掠而起,在石壁上如同壁虎一般飘摇而上,瞬间已经是到了而是多米的高度。 此时树林尽在眼下,放眼望去,山谷之内的面积可不小,果真是一处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四周群山围绕,只有在左侧方,有着一片流动的蓝色,应该是一条小河。 那一定就是出口了。 有河水流动,自然就会有出口,陆少游这点智慧还是有的,心中一喜,自己总算是找到了一处出口。 陆少游正要下去,却是无疑中看到自己的身后,有着一个一人高的山洞,洞中有着风声呼啸,看来应该不浅。 看着这洞口的痕迹,陆少游感觉着不像是天然山洞,四周光滑,应该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样子。 难道有人曾经来过? 陆少游好奇心使然,脚下真气抖动,届时跃上了山洞中,这山洞内,也是四周光滑。 犹豫了一下,陆少游走进了山洞之内,片刻之后,洞口又宽变窄,原本有着两米宽度,此刻却是只能够忍耐一人侧身而过。 夜明珠 洞口之内,本来已经是黑暗一片了,此时在周围的石壁上,却是每一米左右就嵌入了一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发出淡淡的光滑,这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在外界,也绝对是奢侈之物,价值不菲的。 见到这夜明珠,陆少游已经是能够确定,这山洞绝对是人为,而且不会是普通人,普通人,这可无法在峭壁上开辟出一个这么大的山洞,就算是一般的舞者也无法做到,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绝对是真正的强者。 再次深入十米左右,前面空间豁然开朗,也明亮起来。 只见前面乃是一间面积有着上二十米的石室,四周光滑如镜,石室的顶上,嵌入了足足上千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把石室照耀的光亮耀眼。 石室的中央,有着一张晶莹剔透的玉床,除此之外,石室中,就只有那晶莹剔透的玉床上还有着一具干尸,也不知道死了多久,一身黑袍空荡荡的挂在干尸上,干尸的头骨上,长发遮脸,一切显得很是诡异,弥漫着一种阴森之气。 这是谁,怎么会死在这里? 陆少游疑惑着,能够在峭壁上开辟出这个山洞的人绝对是强者,强者怎么会被困死在这里? 陆少游打量了石室一眼,最后走到了那干尸之前,在这干尸的身边,这玉床之上还放着一个青色的储物戒指,应该是死者所留。 储物戒指,这已经是代表着身份,一般人,可戴不起储物戒指的,哪怕是空间面积最小的储物戒指也是价值不菲。 看看有什么?陆少游心中一喜,那火阴怪所留的空间带已经是让自己收获不小了,这神秘强者的储物戒指中,那自然是收获惊人的。 把那储物戒指拿在手中,这储物戒指的主人已死,滴血认主后,自己就能够打开这储物戒指了。 吃! 食指一滴鲜血滴入到了储物戒指中,陆少游正要窥探储物戒指之内,却是只见这储物戒指猛然发出一股刺眼的光芒,整间石室光芒陡然刺眼。 让人不敢正视。 有古怪!陆少游瞬间把储物戒指丢在了地上,身躯暴退,刺眼光芒消散之后,时事之中再次恢复正常。 陆少游再次打量着周围的时候,却是并没有什么变化,刚刚的一切,陆少游也并不知道怎么是怎么回事。 等了五千年,终于有人到这里了。 就在这时候,那浴床之上的干湿诡异的开始动了,脑袋微微一动,那干枯的双手抹开遮盖在脸前的长发,露出了一张干枯恐怖的脸,那深深凹进眼眶内的两颗眼珠,此刻却是炯炯有神,有着精光弥漫。 你是谁,你没死。 陆少游惊讶道,这诡异的一幕,让陆少游毛骨悚然,身躯不由自主后退靠在了石壁上。 死,算是死了吧。 那干湿轻轻说道,声音就像是来自九幽地狱一般,飘飘洋洋不可捉摸。 话音落下,那干湿却是缓缓地走下玉床站了起来,身上的黑袍就像是挂在电线杆上的布条一般,显得有些滑稽,但此时配上这干湿的恐怖模样, 却是让时事更加的诡异阴森起来。 这干湿看了看自己身躯,淡淡说道这臭皮囊以前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看来还真是挺重要的。 前辈,你到底是是谁? 陆少游惊慌过后,陈神问道,仔细想想,就算是鬼也没有什么好怕的,自己现在好歹也是修炼之人了。 我是谁,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不过五千年前,大家都叫我圣守灵尊,现在,估计也没有人记得我了吧。 那干湿淡淡说道。 圣守灵尊前辈,你这是死了还是活着,怎么会这样?陆少游问道。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活着怎么会变成这样,当然是死了。那自称是圣守灵尊的干湿说道。 圣守灵尊前辈,那你怎么会? 陆少游话音未落,那干湿道,你修为尚浅,自然是不知道,本尊大县来临,又无法突破灵地地步,便只好是留在此处了,大县之时,知道自己回天伐术,便是用了些手段,留下了一道灵魂在储物界之内,想交代几句遗言,没想到这一等,足足是五千年才有人来着。 原来如此。陆少游也没有什么惊讶了,这强者到了一定的实力此处,留下一道灵魂出体,并不是什么奇特之事,一般来说,实力到了武将就能够做到,而对于灵者来说,实力在灵魄层次,就能够做到,灵者,在灵魂方面,比起武者要强上不少。 小小武士而已,能够到这里,也算你有缘,我问你,你想不想得到我毕生所留?那干湿对陆少游问道。 想?陆少游没有任何的犹豫,这圣守灵尊绝对是强者,从名号上来看,应该是灵尊或者是武尊层次的超级强者,自己要是得到他的毕生所留,这无疑就是一个大宝藏,这种好事,傻子都不会拒绝。 你叫什么名字?圣守灵尊问道。 陆少游没有隐瞒的必要,道,晚辈陆少游。 那好,我可以把毕生所留给你,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圣守灵尊道。 不知道前辈让晚辈做什么。 陆少游不得不是先要问清楚,免得到时候掉到别人挖的坑了,这宝藏在前,自己也要多多注意才行。 好机灵的小子,放心,这件事情不会为难你,不过,你要先发誓必须做到,否则,我毕生所留宁愿自爆处物戒指,也不会给你。 圣守灵尊说道。 好,我发誓。 陆少游睡道,心中暗道,这圣守灵尊死了还这么小心在,不过只要不为难自己,发个世道也无妨。 晚辈发誓,一定办到圣守灵尊前辈交代之事,否则就天打雷劈。 陆少游有模有样的起了一个事,这玩意,在前世的话,发个世后,放个屁就吹走了,谁还在乎誓言,要是那事情自己办不到的话,自己也就能够尽力了。 好,跪下磕头。 圣守灵尊道。 磕头? 你要得到我的毕生所留,自然要成为我的弟子,磕不磕头随便你,想当年,多少人哭着跪着求我收作弟子我都不看一眼,现在便宜你了。 弟子见过师父。 陆少游回头一想,这磕上几个头,也掉不了几两肉,则会圣守灵尊也是几千年的人了,就算是瞎说,也绝对是比自己年长,就当是尊老了。 有模有样的磕上了三个响头,陆少游才站了起来。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圣守灵尊的弟子,我以前沉迷修炼,一生没有收徒,族中子弟都没有好好教导,现在也没时间教导你了,可惜你不是灵者,并不适合修炼我我一生所学。 但现在也没办法了,五千年来只有你到了这里,这是我毕生所学天灵路,你能够学几分就学几分吧。 圣守灵尊捡起了地上的储物戒指,随即掏出了一个玉剪交给了陆少游,随即再道,我要你答应的事情,就是你要到东海摩云城去一趟,寻找到端木家族。 比如,要是端木家族处境不错,你就把这天灵路交给他们就好,要是端木家族处境不怎么好,你要是将来有所成就,你就要想办法照顾端木家族一二。 就这条件。 陆少游接过玉剪问道,这条件确实不难为自己。 不错,就这条件,我一世只顾修炼,对于家族中的子弟也极少指点,我在世之时,自然是没有人敢对付端木家族,我不在了,数大招风,我端木家族中当初也没有多少强者,只怕现在,处境也不会好到那里去。 圣守灵尊探道,那干枯的脸上,深陷到眼眶的眼球内,目光也是暗淡了起来。 弟子一定办道,这天灵路弟子将来一定会送往端木家族。 陆少游说道,只是心中此时也明白,这魔云城离灵武大陆可不近,要到魔云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一道残弱灵魂无法支撑多城的时间,这储物戒指你刚刚已经认主了,这里面还有着一卷灵者修炼的灵技,虽是旋即出皆灵技,你却得之无用,还有一块令牌,你收在手中,说不定以后会有些用途,至于其他,这储物戒指里面还像没有什么了。 圣守灵尊说道。 师父,我现在好歹也算是你的徒弟,你就没有什么丹药和药材之类或者是妖丹,灵丹的留给我吗? 陆少游瞪大了双眼,这么一个再强者,储物戒指内竟然连丹药也没有。 好像没有,当初一般的丹药我看不上,好一点的丹药,我都用来突破实力了,所有什么都没有。 圣守灵尊说道。 陆少游差点崩溃,本来以为还能够得到一个大宝藏呢,谁也不信一个如此强者的储物戒指内,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收藏。 对了,这灵玉床也是一件宝物,当年可是我拼了老命才抢回来的,我的尸身就是靠着这寒玉床才能够五千年不化,要使灵者在上面修炼的话,自然是会发现他的妙处,效果可是好上不少,灵魂力会比起同层次的修为者强上不少,可惜了。 圣守灵尊轻轻叹道。 陆少游修炼的阴阳灵武诀,他一眼看上去,也只能够是看出陆少游是武者,自然是没有想到陆少游也是灵者,加上他此时只是一道残留的灵魂体,本身也没有实力,阴阳灵武诀有神意无比,自然就更加无法看出陆少游同时还是灵者的身份,要使他此时是全盛时期,加上陆少游修为并不高,要看出陆少游的底细,自然就并不困难。 陆少游也没有说破的意思,有些事情还是隐藏点好,防人之心不可无。 龙 第九十四章天灵绝学 此时注视着那一张寓床,陆少游早就是感觉到这寓床不凡,上面有着一副能量在营绕,只是这灵寓床对于别的灵者来说是宝物,对自己来说效果可不大呀,自己的正常修炼速度本来就慢得惊人,就是是提高修炼速度,估计也快不到哪里去,自己最需要的,其实是妖丹和灵丹。 师父,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你以前,实力到了什么层次? 陆少游道 呵呵 那圣守灵尊微微一笑,但那干尸身躯却是看不出笑容,反而是增添了一份恐怖,当初,我乃是九重灵尊的修为,无意中发现这里,打算安静突破灵地,谁知道还是差了一步,这下面有一条小河,你顺水而下,穿过一条峡谷,峡谷的尽头钻出水底,就能够离开了。 九重灵尊 陆少游吓了一跳,那可是九重灵尊啊,这个世界上,现在似乎并没有灵尊,五尊这样的强者出现,到了这种层次,无疑一个个都是超级强者了。 很惊讶吗,九重灵者,却还是没有突破到灵地,可惜你不是灵者,记住,你将来要是可以达到五尊层次的话,千万不可大意,这世界上,强者远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有了这天灵路,你虽然不是灵者,无法修炼全部。 但只要有些天赋,以后也会有一席立足之地。 圣守灵尊说道。 师父,这天灵路是什么绝学? 陆少游问道,师父圣守灵尊说这是他用毕生绝学,陆少游也免不了好奇。 你打开御检自然就会知道了,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一道灵魂无法支撑了,你现在好歹算是我弟子,记住,有机会的话,要照顾端木家族一二。 话音落下,陆少游正在打量着那寒玉床,那圣守灵尊的尸体轰然倒在了地上,脸上干枯的脸皮此时化作了粉末之物落在了地上,就连那身上的黑袍也是化作了灰烬。 而那干湿的身上,此时皮肤消失,却是成了一具洁白的尸骨骷髅,骷髅完整连接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损伤,透着一股诡异之气。 陆少游朝着骷髅再次败了三败,这圣守灵尊虽然刚刚才成了自己的师父,但自己磕头了,就已经承认这师父,何况自己也是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随即收起圣守灵尊的尸骨,陆少游趴下山洞,在山峰下找了一处地方埋葬了下去,心中也不免感叹,如此强者。 也难免有大限的一天,在天地规则之下,任你身前风华绝代,死后也只能够是黄土一堆,传言之中,只有五道巅峰灵道极致才能够踏破虚空,进入长生不死之境。 既然今生选择了修炼这一条道路,那我就要修炼道极致,踏足传说中才有的长生不死之境。 陆少游注视着圣守灵尊的目的,心中暗暗道。 陆少游原本只是想成为强者,保护好母亲,保护自己的一切,而现在,陆少游见到师父如此强者也逃不过大限,心中不免感叹起来,以后,又会有一条路摆在眼前。 片刻之后,陆少游回到了山洞中,那河流就是出口,反倒是不着急离开这里了,自己身上的伤势并未痊愈,至少也要等到自己身上的伤势好了才离开,免得到时候又碰上什么危险。 打开刚刚得到师父圣守灵尊的储物戒指,陆少游开始检查着里面的一切,还真是除了一块白色的玉智令牌和一块应该是灵际的玉剪之外,就别无他物了,别说是妖丹,灵丹了,就连三品丹药也没有一颗。 陆少游不禁是心中暗道,这强者之中,也不乏有穷人啊。 还是先疗伤吧。 陆少游暗暗道,一切还是恢复伤势再说吧,恢复伤势,这也需要一段时间,陆少游让小龙自己去了树林觅食,在这人烟罕至的伤谷内,小龙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灵狱床 陆少游注视着时事中那便宜师父圣守灵尊留下的灵狱床,也是饶有兴趣,盘膝在这灵狱床之上,陆少游顿时感觉到了一股神异的能量包裹在了自己的周身空间,一股温热的气息正在自己身下升腾,自己身上的真气,竟然是开始缓缓的流动起来,说不出的舒服。 还真是宝物啊。 陆少游大喜,在灵尊眼中都是宝物的灵狱床,还真是不差,自己坐在这灵狱床上并没有修炼,但就有着一种修炼状态一般,特别是自己脑海中,有着一股力量正在牵引着自己脑海中灵气,让身体说不出的舒服。 先恢复伤势 陆少游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掏出了从火阴怪身上得到得到三品疗伤丹药腹气丸,丹药腹下,顿时化作一股庞大的能量扩散在了体内。 陆少游连忙运起阴阳灵舞绝,这三品丹药比起二品疗伤丹药归真丹墙上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至少是要墙上数倍以上。 片刻之后,陆少游周身营绕一片淡淡的淡黄色光芒,连人也进入到了一种奇特的状态中,安静地恢复着身上的伤势,在这三品丹药腹气丸的帮助下,陆少游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伤势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同时这灵狱床之上,也还有着一股奇特的能量流串到了自己的身上,配合着腹气丸的能量,自己身上的伤势恢复的速度,比起在那山洞中自己疗伤的时候,足足是快上了十倍以上。 最奇特的是这一股灵狱床上的能量,让自己脑海中的灵气极度的活跃起来,配合着自己的修炼,灵气大幅度的提升,比起自己原本正常的修炼,意识足足要快上两倍左右,这种速度,陆少游感觉着,也应该是到了一个正常灵者修炼的速度了。 感觉着这灵狱床的作用,陆少游不禁暗叹,这要是正常的灵者在寒狱床上修炼,有着快上两倍的速度,那将是何等的恐怖,难怪师父圣守灵尊说,当初他都是拼了老命才抢回来的。 时间缓缓而过,陆少游则是安静的在恢复之中,身上的伤势正在继续恢复。 而此时在外界,雾都城中出动了不少的弟子乘坐树枝研究在当初城主王明月大战火阴怪的悬崖周围搜寻着,附近的山脉也都找过了,不管怎么尝试,也没有人能够进去悬崖底部,最后也只能够放弃。 一处山脉之上,两只研究之上,白眉长老,陆无双,独孤冰蓝,翠玉,一路上都是神情暗淡,只有王光和陆少虎的心情可是好了不少。 两天之后,山峰之内的山洞中,陆少游周身淡黄色光芒之外,却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笼罩了一片无形透明的光圈,一股神异的气息充斥在了石室中。 此时的陆少游,脸色已经没有了苍白,淡淡的红润看上去似乎其体内的伤势似乎已经尽数痊愈,而且其气息,也是恢复了以往的模样,甚至,若是仔细感应的话,还能察觉到,这股气息似乎隐隐间还有些增强。 而在外面这一层神异的光圈此时却是有些不太稳定的迹象,有些上下起伏不定,陆少游的脑海中,此时那脑海之中的灵气正在急速的波动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股异样的能量波动突然的在时势之中泛起荡涛而起,随着那股波动传出后不久,一股强横气息,猛然自紧闭眼眸的陆少游体内涌出,这股气息,不断的攀升,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中,便是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陆少游周身那无形的透明光圈,此时也是气息攀升不断,最为神异的是,那灵欲床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感应一般,弥漫出了淡淡的光芒,配合这陆少游体外的那无形光圈,显得是极为神异。 陆少游的脑海中,灵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即在灵气的冲击下,一层无形的臂杖几乎是被其催枯拉朽般的摧毁。 气息的猛然攀升足足持续了片刻之后,才逐渐的平息下来,随即脑海中一股无形的能量扩散而开。 这无形的能量就像是实质化的音波一般,最后撞击在坚硬的石壁之上,将四周的石壁震得微微作响,如同被一股距离横扫一般。 当这一股能量消失的时候,陆少游周身的光圈逐渐消失收敛,气息也开始到了平稳的状态。 呼,从体内呼出一口长长的灼气,陆少游那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眼中似乎是有着精芒闪电射出,最后又迅速消失,眼中目光越发的明亮深邃。 而在此时,陆少游不由自主的露出了一丝笑意,感觉着自己脑海中的变化灵力强上了数倍,已经是突破到了二重灵石层次了,这一直没有突破的灵力。 没想到这次在灵浴床的帮助下,竟然突破了。 此刻,陆少游更加是感觉到灵浴床不是一般的宝物,对于真气也是有着不少的振服帮助,虽然是没有对灵气振服的效果大。 原本自己三天才让伤势好了四成左右,而这次在腹气完和灵浴床的帮助下,伤势尽数恢复,体内的真气也是到了隐隐要突破到六重五世的边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突破了,而一直没有突破的灵气,也终于突破。 这要是没有腹气完和灵浴床的帮助,陆少游估计着自己要单独的恢复伤势的话,至少也要一个月左右。 沉了沉气,陆少游掏出了便宜师父圣守灵尊留给自己的天灵路,这可是九重灵尊层次的超级强者毕生绝学,陆少游心中不禁是有些期待,这天灵路到底是什么绝学? 只是师父圣守灵尊也没有说明这是武技还是其他地功法,但这可是九重灵尊强者所留,自然是不会差的。 到底是什么绝学? 陆少游手中接触手印,咬破食指,一滴鲜血滴入到了玉剑之上。 痴痴。 预检之上,光芒顿时大作,整间实施此时也在一片耀眼的光芒笼罩之间,随即这光芒暴掠进了陆少游的眉心之中,化作一股庞大的信息进入到了陆少游的脑海内。 足足是半个时辰后,光芒材竹尽消失,而此刻,陆少游一一检查着自己脑海之内刚刚的这一股庞大的信息,却是惊讶莫名,或者说是惊骇起来。 这天灵露不是武技,也不是灵技,让陆少游想不到的是,这天灵露乃是一种武技,灵技之外的技能,在这武者和灵者为主流的世界中,这天灵露或者说是一种片门,不可思议的片门。 天灵露中,记载的却是不少阵法,傀儡还有兵器的炼制方法,对于丹药方面的东西倒是不多,除此之外,这天灵露中,还有着不少奇特的手段记载,比如说搜灵术,能够查探对方脑海中的记忆。 还有着一种控兽术,只有有足够的实力,就能够直接大量控制妖兽和灵兽,同时能够自己从小培育妖兽和灵兽,不像是一般的灵者,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来控制妖兽和灵兽,但却是无法培育,也无法大量的控制妖兽和灵兽,每控制一只妖兽和灵兽,都要耗费不少的灵魂力,这对于一般的灵者来说,绝对是耗费不起的。 所以,有实力的灵者,一般都是收服控制一只好点的灵兽或者是妖兽,控制灵兽的灵者都是不多,控制灵兽,意味着需要消耗的灵魂力就越多,灵兽也极难控制。 灵魂力消耗过多,这对于灵者来说,也绝对是一个大忌,直接影响到以后的修为,甚至是消耗过多影响根基的话,简直就是自毁前途,所以任何灵者也绝对是不敢随便控制大量的灵兽和妖兽。 而这控兽数就不一样了,大量控制妖兽灵兽并没有问题,甚至还能够从小培育妖兽和灵兽,这种从小自己培育出来的妖兽和灵兽,和主人之间有着更加默契的配合度,等于是主人的左膀右臂,这在战斗中,更加是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除了这一切之外,这天灵路中还记载了师父圣守灵尊的一些心得,还有各种炼制材料的详细介绍,简直就是一部资料大全。 仔细看着这天灵路中的一切,这大部分的手段,都必须是灵者才能够修炼掌握,就像是搜灵术一样,要查探对方的灵魂,首先自己的灵魂就要比对方强才行,还要能够绝对压制对方的灵魂,这种条件,灵者比起武者来,就要占不少的便宜了。 还有一些傀儡的炼制,高级傀儡都是需要强大的灵魂力配合才能够炼制出来,武者只能够炼制一些低中等的傀儡。 一些阵法,也需要强大的灵魂修为辅助催动,武者是很难做到这一步的。 看着这天灵路的一切,路少游才明白便宜师父圣守灵尊所说的,自己就算是修炼其中武者能够修炼的,也能够在这世界终战的一席之地,这些手段,无疑不是比起武技,灵技还要诱人,还要强上一些的。 想想看,一个实力并不高的人,但却是掌控着不少妖兽、灵兽,还有傀儡和阵法,一般人哪里还敢招惹。 还好我是灵魂双修。 路少游大喜,自己灵者,就能够学会这天灵路中的一切,有了这些,自己以后的手段绝对足够在这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路少游心中暗道,这次大难不死,捡到了一个便宜师傅送给了自己这一份大礼,这大礼,可不会在一座宝藏的价值之下。 路少游露出了微笑,南叔给自己的预检,上面记载的大部分都是炼制丹药的资料,炼制兵器的记载偏少,无法和天灵路中记载的相比较,但是天灵路中记载炼制丹药的资料却是比南叔交给自己的预检不少,而两者相结合的话,自己的脑海中无疑就是一部完整的资料大全了。 这个慢慢来,可以慢慢修炼,看看那灵技是什么。 路少游随即掏出了储物戒指中的灵技,要说武技珍贵无比的话,那灵技无疑是更佳了,可以这么说,武技要是黄金,那灵技就是钻石。 灵技,顾名思义,就是灵者使用的手段,武者是无法修炼的,灵者本来就少,这灵技就更加的少了,同层次中,灵技的价值,比起武技可是高出了一倍不止。 旋即出接灵技 路少游注视着手中的预检,师父圣手灵尊说过,这可是旋即出接的灵技,旋即出接,这中层次,要是落到外界,一定会引起巨大轰动,就算是在大门大派中,旋即武技都是比起镇山之宝层次的宝物不会相差多少的了,何况是旋即灵技。 注视着这旋即出接的灵技在手中,路少游也在犹豫着要不要修炼,南叔说过,自己现在的实力,别过早的修炼高级武技和灵技,实力层次根本就无法完全掌控,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修炼,对修为没有什么好处。 但此时路少游深深知道,自己的手段太少,实力也不够,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实力,其他的一切,自己也暂时无法顾及了,只能够先提高实力。 第九十五章霸道灵技 自己虽然是灵者,但还没有修炼任何的灵技,这灵技刚好适合自己,便自己的实力无法现在完全催动这旋即灵技的威力,自己也可以慢慢来,修炼了这灵技,以后也多了一分保命的把握。 修炼 路少游犹豫在三后,还是决定修炼,南叔说的自然不会有错,但自己现在的处境不一样,要是自己是大门大派大家族的子弟,有着强悍的后台,那自己也可以慢慢修炼,一步一个脚印,这对于以后也是最好的。 可是自己不一样,自己单身一人,没有人能够帮自己,有着一个小小路加,却是路加中还有人要算计自己,所以,实力才是根本,没有实力,什么一步一个脚印都是浮云。 手中截出手印,一滴鲜血滴入玉剪中,玉剪之上,瞬间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也在此时,路少游手印一变,手中一股灵力在手中凝聚,随即注入到了玉剪之内。 灵技和武技又有些不同,需要灵气为印才能够打开,武者得到灵技,根本就无法修炼。 随着灵技的注入,顿时欲剪之上,一片光芒大作,这光芒如同火焰一般生腾,照耀的实施光芒意义。 就在此时,这光芒之中一阵颤抖,随即所有光芒化作了一柄数米长的金色大刀模样,大刀逐渐收缩变小,光芒也逐渐刺眼起来,最后化作半米左右,光芒刺眼中,猛然劈进了路少游的眉心中。 路少游双眼紧闭,脑海中再次出现了一股庞大的信心,这灵技的修炼之法,已经是尽数在脑海中浮现。 旋即出接灵技刀魂技。 片刻之后,路少游睁开了双眼,从这一股信息中,路少游得知,这灵技叫做刀魂技,为攻击灵技,这刀魂技,就是用灵力凝聚成刀,攻击霸道,变化多端,灵力凝聚成刀,刀身越凝实,威力就越强大,最强威力,能够无物不穿,无物不破, 真的是霸道无比。 就修炼刀魂技了,以后也多了一种手段。 路少游暗道,这灵技霸道无比,正是自己喜欢的,就算是自己现在无法催动刀魂技的最强威力,但施展起来,威力也绝对是不会弱的。 默默的熟记着刀魂技的修炼之法,路少游心中打算着等刀魂技小有成就之后,自己再离开这山谷,在这山谷中修炼,也不会有人打扰自己,至于云阳宗,自己现在也赶不上了, 到时候再想办法去云阳宗好了。 一天之后,山峰之下,一个少年身穿青色长袍站在山峰之下,这少年十六七岁左右,身材奇长高瘦,双眸如星,薄唇微微上挑,扬起一抹慵懒的笑意,身上见不到任何的稚气,反而是给你一种老气横揪的感觉,正是路少游。 刀魂技 路少游静静地站在山峰前,莫得一声大喝,手中手印一截,灵气充斥周空,右手之中,轰然一柄一米长,手掌宽,前宽后窄的金色大刀出现在了身前。 给我劈。 手中金色光芒大刀劈出,轰然劈向了山峰之下一四米高,五六米宽的巨石之上。 吃! 的一声响,巨石之上轻微一响,但那金色大刀却是瞬间溃散消失。 看到这种现象,路少游不由有些愣了一下,随即手印再次打出,手中金色大刀再次凝聚,再次一刀狠狠劈出。 吃! 结果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这金色大刀瞬间消散,这代表着,路少游修炼刀魂技还并没有成功。 靠,我就不相信无法修炼成功。 路少游受到了打击,没有气馁,反而是激起了倔脾气,再次手印变化,凝聚金色大刀劈向了那巨石而去。 吃! 本公子就不相信了修炼不成你。 再来! 吃! 再来,本公子就不信邪了。 吃! 妈的,拼了! 山谷中,路少游喝声连连,身后的一处岩石上,小龙睁开那圆溜溜的眼睛好奇的注视着路少游,偶尔旁手注视着远方。 半个时辰之后,路少游喝声越来越小,脸色苍白,灵力几乎是消耗殆尽,再消耗就等于是透支了,这种透支,可是会动摇自己修炼的根基的。 操,旋即出皆灵技,还真是难修炼呢。 路少游虚脱的坐在了地上,这刀魂技比起当初自己修炼朱雀诀还要难修炼的多,那朱雀诀虽然是复杂无比,但是修炼起来却是容易的很,可是这刀魂技,却是极难修炼。 路少游想起了南叔说过的话,这武技和灵技,越是层次高,修炼的条件也越是困难,实力低的,就算是天极武技或者是天极灵技摆在眼前,也无法修炼。 而自己现在似乎也是一样,这旋即出阶的灵技,自己修炼起来异常的困难,最让路少游无奈的是,自己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要是南叔在身边,一定能够看出问题来。 威力提高实力,我一定要修炼成功,我就不相信了。 路少游从地上爬了起来,消耗殆尽,自己恢复之后继续修炼,就不相信修炼不成。 爬上山洞,路少游盘膝在了灵域床上,缓缓地掉膝起来,有着灵域床的辅助,体内消耗的灵力正在不停地恢复着。 如此半天之后,路少游感觉着脑海中灵力恢复得差不多了,这消耗之后再次修炼,路少游感觉着自己身上的灵气都是变得凝实了不少。 爬山洞,路少游继续修炼起了刀魂技,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不服输,如此直到路少游再次消耗殆尽。 天色已晚,路少游在树林中找了点吃的,随后回到时事中灵域床上继续掉膝恢复。 第二天一早,天色微微发白,路少游则是继续到了山峰下修炼起来,再次的失败,再次的消耗殆尽,再次的掉膝恢复。 如此整整五天过去了,路少游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失败之后,就再次而上,路少游相信自己总会修炼成功的。 沉神精气,路少游手印结出,一柄金黄色大刀凝聚而出,刀身泛起光芒,灵力激荡,这金色大刀,比起五前天,明显是凝食了不少,这五天中,每次消耗殆尽,路少游就急忙修炼,感觉着自己脑海中的灵气凝食了不少,就连着凝聚出来的金色大刀都跟随着凝食了几分。 给我劈。 少游轻喝一声,金色大刀顿时直劈巨石而去,肉眼可见,最后金色大刀直接重重的劈在了巨石之上,顿时,携带着一道问响,声音回荡在了这伤骨之中。 金色大刀再次消散,但随之一片碎石激荡散开,巨石之上,意识留下了一条深两厘米的痕迹,周围有着数条浅浅的裂缝。 有进步了,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 路少游心中欣喜过望,仿佛是见到了黑暗中的曙光,这一小小的进步,却是代表着自己的坚持是绝对有作用的。 继续。 路少游手印杰出,在此练习起来,心中坚持着一定要修炼成这刀魂迹。 吃。 砰。 据时尚,响起一道道的闷响声,无数碎石积散,消耗殆尽之后,路少游再次回到了灵浴床上修炼。 如此时间再次缓缓而过,路少游完全就沉浸在了修炼刀魂迹之中,每天都有着一丝的进步,一丝的进步,已经是足以支撑路少游坚持不懈的修炼下去。 无边的山脉之中,两只研究飞过,正是白眉长老一行等人。 大家注意了,这里已经是云阳宗的中央位置,再过两天,我们就能够到宗仲了。 白眉长老对众人说道。 研究背上,众人注视下空,经过一个半月的飞行,终于快要到云阳宗了,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此时路无双却是无法高兴起来,想着堂弟生死不明,心中无时无刻不再挂念着。 雾都山脉之中,出入这山脉的人,几乎都是舞者,一般的舞者都不敢随便进入,就算是实力不错的,也需要成群结队进入,因为这雾都山脉可不是一般的山脉,在这山脉之中,却是有着妖兽出没,至于灵兽,听说有人见过,却都是听说而已。 而在这雾都山脉中,碰上灵者也不奇怪,经常会有灵者和数个甚至是数十个舞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拥兵团行走在雾都山脉中。 进入这雾都山脉中的人,目的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得到一些妖兽和炼制丹药的灵药,这些都是价格不菲之物。 妖兽虽然是到了四阶之后才能够凝聚出妖丹,但是一阶,二阶,三阶的妖兽,要是禽住了,在外界中,也有不少的人购买,有一些武士,武师层次的舞者会买这些低阶妖兽做自己的护身妖兽,也有的公子少爷的,会买来当做一件险要的宠物,总之一只妖兽的价钱,也绝对不低。 而要是能够抓到一只灵兽的话,那无疑是一笔大收入,哪怕是一只一阶灵兽,价钱都是上万金币,要是二阶灵兽,那价钱,就是成倍翻长,二阶灵兽的价钱,一般都在五万金币左右,堪比一颗四阶妖丹了。 不过在雾都山脉中,却是极少能够见到灵兽,妖兽也不会有很多,不过要是运气不好,碰上一只四阶层次的妖兽,那就麻烦大了,四阶妖兽,就算是九重五破五世巅峰,也难以奈何,五破五世之下,那就完全只有送死的份,自保的能力都不会有。 所有进入这雾都山脉的都是五八成群的小团队,还有这大到几十人或者是上百上千的大拥兵团。 在雾都山脉中,除了要注意妖兽外,经常在雾都山脉活动的人,自然是知道,最应该注意的,有时候反而是来自一些雍兵团,有些雍兵团直接回对一些小团队出手,杀人夺雾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每年的春节,都是雾都山脉作为热闹的季节,休息了一个冬天之后,春季进入雾都山脉,在零药的收获上自然是不会少,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碰上一些初来觅食的妖兽,抓上极致一阶二阶的妖兽,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有些雍兵团的目标就是三阶妖兽,三阶妖兽可值钱不少,但没有实力的小团队自然是不希望遇到三阶妖兽以上层次的妖兽,三阶妖兽,九重武师巅峰单独也难以奈何。 此时的雾都山脉,可以说是最为热闹的时期了,大量的小团队和拥兵团涌入其中,进行着淘金之旅,有时候为了灵药的争夺,几个团队之间相互大打出手,也是能够经常见到。 一处万丈悬崖上,聚集了不少的舞者,大部分都是进庄庄树,应该都是进入雾都山脉淘金的舞者。 据说一个月前那火阴怪就死在云阳宗白眉长老该和王明月的手中,掉下了这万丈悬崖,可惜我们下不去,这火阴怪身上的收获应该不少。 这悬崖中年浓雾弥漫,要是能够下去,也轮不到我们了。 也是,没想到火阴怪就这么死了,既然惹到了云阳宗。 云阳宗可不好惹,这又是云阳宗的地盘,火阴怪也是自己找死,既然和云阳宗抢天蚕宝甲。 那可是天蚕宝甲,我要是遇到了,也舍不得呀。 你遇到了那又怎么样,你一个小小的武士,想找死啊? 算了,我们散了吧,这里要是有收获的话,也早就被别人拿走了,还是到附近看看有没有灵药,这次多找些灵药,买个好价钱,那黄花楼中最近可是来了一个极品货色, 那身材可是凹凸有致,眼神都能够迷死人,骚到骨子里了。 我见过了,那大屁股浑圆挺桥,看见就想干他一次,就算是少活几年也值了。 你这色中恶虎,哈哈哈哈。 悬崖上传出几道银笑声,随即众人轰然而散,没有人知道,这悬崖之下,却是另有天地,而大难不死的陆少游,此时正在继续的修炼着刀魂迹。 山峰之下,陆少游静静的站着,一席轻袍无风自动,周身一股淡淡气息扩散,周围范围内,一片青草低头往外泛起波浪液,就像是微风吹过一般。 呼!片刻之后,陆少游缓缓地吐了一口气,眼眸微眯,随即骤然睁开,眼中似有金光一闪而过,顿时周身灵气翻涌,一股浑厚的气势陡然扩散而开。 与此同时,陆少游手中手印结出,右手中灵力陡然凝聚成一柄金色长刀,刀身流串着一片神异光芒,一股灵力气势从刀身扩散,这气势,比起陆少游当初在青云镇广场施展朱雀爵的时候,也不会相差多少。 此时的这金色大刀,比起当初,已经是凝实了数倍有余,红色大刀凝聚而出,顿时周围空间草地上如同狂风溃压而下,草地泛起剧烈涟漪。 刀混迹,去!陆少游轻喝一声,手中手印变化,红色大刀脱手而出,刀身划过虚空,周围空气中被挤压出尖锐的破风声。 随着陆少游手印变化,这红色大刀竟然是在虚空中不停的割破虚空,每一刀劈出,都会引起空间震动,气劲呼啸在空间产生音爆之声。 刀混迹,给我破!手印再次一变,陆少游嘴中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清喝,也在此时,只见上空之中那红色大刀闪电般划过虚空,带起一片残影。 瞬间,红色大刀之上,扩散一股恐怖的威势,穿过虚空,带起一片尖锐的破风声,空间抖动,刀芒之上,一片刺眼光芒瞬间击射,随即狠狠劈在了那山峰之下的巨石之上。 轰隆隆 山谷之中,顿时响起了一股巨大的声响,如同惊雷乍响一般,骤然而起,随即那有着上四米高,五米宽大小的巨石瞬间军裂,肉眼可见刚刚一道灵力刀芒劈下,那巨石受到距离倾泻,化作无数碎石击散开去。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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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碎石的周围,整个山峰石壁之上,连带着震动,碎石轰然杂落,这一幕极为壮观,无数碎石击散,陆少游布置起了一道护身钢圈。 看到眼前的一幕,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片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就在此时刚刚那巨石的旁边,此时巨石完全散落在四周,而在地面上,则是出现了一条上十米长的裂缝。 成功了,虽然只是刀魂技的初级阶段,但这威力已经是不错了,就算是碰上八重武士,也有一拼之力的。 陆少游感觉着这刀魂技的威力,虽然是比起那朱雀绝要相差一丝,但是这威力也绝对是能够到抗衡七到八重武士左右了,要使自己的灵力再次突破,魂刀魂技的威力,自然是也会继续增强。 这刀魂技有着三重状态,自己现在只是能够催动第一众的刀魂斩,要是以后实力足够,催动第二众的刀魂光刃和第三众的刀魂空元灭,那实力又会大增,自己现在的实力,能够勉强的催动第一众的刀魂斩,已经是不错了。 看着地面上的裂缝和刚刚粉碎的巨石,陆少游有些兴奋起来,这一个月的修炼,总算是有些成就了,这刀魂斩威力巨大,霸道无比,不愧是玄机灵技。 第九十六章 拦路打劫 以后,有多了一种手段了。陆少游心中暗道。 再试试这火影纸吧。陆少游轻道一声,周身真气暴涌而出,手中一道手印变化,随即右手之中,五道红色指印轰然暴掠而出,五道红色指印上,有着炽热的气息,带起强悍气劲穿过虚空,空间响起尖锐的破风声。 咻咻咻咻咻咻。 五道指印轰然落入陡峭的炎壁上,瞬间出现了五个一米深的指洞,周围炎壁石壁之上,碎石齐飞,顿石浅浅的裂缝。 火影纸,就是陆少游在火音怪的手中得到的那火系星级初皆武技,当初火音怪在和白眉长老交手中,这火影纸也是威力不凡。 陆少游打开预检之后,才知道就是火音怪施展的火影纸,这指法陆少游也算是亲自见识过,威力不俗,自己正需要火系武技,就修炼了。 这修炼星级武技,比起修炼刀魂技可是容易了不少,这一个月的时间中,陆少游只是在修炼刀魂技之余抽空修炼火影纸,此时也小有成就。 虽然是这火影纸和刀魂技都有些成就了,陆少游却知道,真正的要掌控一门武技,可不是修炼成功就行了的这么简单,每一个强者,在自己修炼的武技上,都是浸淫了数十年到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武技的威力。 比如说同级修卫层次者中,一个刚刚才修炼了玄级武技的人和一个已经是修炼了数十年星级武技的人相比较,赢的几率,反而是星级武技要高一点,同样的武技,在不同的人手中,施展出来,威力也绝对是又高有低有强有弱,这完全就在武技的掌控上。 一个月有多了,他们都应该到了云阳宗吧。 陆少游注视着山谷之上,要不是掉下了这悬崖下,自己现在也应该到了云阳宗。 不过想想,陆少游此时不禁是有些庆庆自己掉下了这悬崖下,要不然,自己也无法见到圣守灵尊这个便宜师傅,更加是得不到天灵路。 陆少游心中在计算着,现在就只能够是自己想办法到云阳宗去了,难说要自己得到那万年赤铜和浮光掠影身法武技,自己自然是要得到才行,不过这一切,也要自己掀出了这山谷才行。 这一个月的时间中,自己除了成功炼制了刀魂技和火影纸之外,陆少游还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在灵狱床的帮助下,这一个月中,自己的灵气也是到了二重灵势巅峰的地步了,而在真气方面,却是随时有着突破的可能。 这一个月的同时,陆少游对天灵路也是琢磨了一下,天灵路中夹在的那些炼制傀儡,阵法,还有控兽术,都是深奥无比,不是短时间能够学会的,需要慢慢的参详,这点耐性,陆少游还是有的。 只要有时间,陆少游也会好好的参详这天灵路,随着了解的越多,越是觉得这天灵路浩瀚深奥无比。 该出去了。 陆少游微微说道,纵身回到了石室内,把灵狱床收进自己手上的储物戒指内,这重要的东西,陆少游便是收进在了自己手上隐藏的储物戒指中,而外面的储物袋,则是放着一些无关紧要之物,至于从便宜师傅圣守灵尊手中得到的那储物戒指,也明显不是繁品。 论空间的话,比起南叔送的这储物戒指还要大上一半有多,足足是有着两百多平方米,价值绝对是不菲之物,但却是无法隐藏到体内。 这储物戒指陆少游也并没有打算用,一并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中,离开石室之际,陆少游把石室中所有的夜明珠也都拔了下来,这也都是价值不菲之物,改天卖了也好,陆少游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些夜明珠足足是有着上千颗之多,加在一起,也是一笔收入的。 收拾好一切,陆少游离开了山洞,到了师父圣守灵尊的墓前拜祭了一番后,心念一起,顿时搜寻起小龙来。 小龙这一个月,可是成了山谷中所有动物的噩梦,自从小龙到了山谷后,原本山谷中的动物都不敢出现了,出现的,都成了小龙嘴中的美餐。 对于小龙,陆少游现在了解的也不多,不知道小龙到了什么层次,按照陆少游的估计,上次小龙脱了一次皮,陆少游估计着,小龙是不是到了二阶灵兽的层次,但是小龙的防御力似乎是太不可思议了,就连火鹰怪也无法伤到,又让陆少游心中有些怀疑小龙的层次,二阶灵兽,这防御力也太变态了吧。 嗖嗖 树林中,一道黄芒闪电般穿梭空间一跃而来,随即亲密的落在了陆少游的手中,正是小龙。 你吃饱了吧,我们该出去了。 陆少游亲密的抚摸着小龙的小脑袋说道。 小龙那圆溜溜的小眼睛似乎是会说话一般的看着陆少游,信子吞吐,随即点了点头,就像是能够听懂陆少游的话一般,显得可爱之极。 我们先做一个木筏。 陆少游睡完,便是到了树林中,掏出了当初挖土洞的那青色长剑,砍下了八根碗口大小的笔直树枝,然后又从树林中找到了一些树藤,编制成了一个木筏,没有木筏,可无法顺流而下。 小龙,我们走。 做好这一切,陆少游睡道,小龙会议,立刻盘旋在了陆少游的肩膀上,没有陆少游的命令,小龙可不想到衣袖中去,自然是还是喜欢外面一点。 把木筏撑到水中央,陆少游纵身跃上,拿上一根婴儿手臂大小的长木棍轻轻一推,木筏顿时顺流而下。 师父,我走了,天灵路,我一定会想办法送去摩云城端木家族的。 陆少游注视山谷说道,木筏顺势而下,缓缓往下游而去。 控制这木筏,顺着河流,看着山谷逐渐消失,周围两边,已经是一条长不见尽头的峡谷,河水的速度流得并不是很快,陆少游必须靠着木棍滑动往下游而去。 峡谷之上,则是厚厚的云雾,也根本无法看清楚上面,陆少游估计着这应该就是自己掉下的那万丈悬崖底部吧。 峡谷两旁都是厚厚的坚硬石壁,石壁凹凸不平,在那峡谷上十箭之内,陆少游还能够隐约的听到几声授鸣之声,这还真是一处净土。 如此足足是两天之后,河流已经早就是越来越窄,到了最后,已经是连木筏也无法通过,陆少游不得不是拆掉木筏前进。 数个时辰之后,原本八根木头绑成的木筏,已经剩下了三根,这峡谷只能够刚刚忍耐一个人通过。 出口就在这里了吗? 片刻之后,前面已经没有了路,一触石壁阻挡在了木筏的前面,但在水面上,仔细看的话,确实能够隐约看出有着水流在晃动,这水面的内部在流动,才能够有着这种晃动。 就是这里了。 陆少游微微说道,随即对肩膀上的小龙说道,小龙,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潜水了。 吃吃。 小龙吞吐着信子,那圆溜溜的小眼睛看来陆少游一眼,随即一头钻入了水面内,似乎是并不怕水。 陆少游深呼吸了一下,周身布置起来一道淡淡的钢圈,随即跳入了水中,水面还算清澈,一直下沉到了十米左右的地方,陆少游看到了前面有着一个一米大小的漩涡,有着水流正往外流去。 陆少游没有犹豫,这就是出口,随即钻进了漩涡之中,一个水流的牵扯之力顿时吸扯这陆少游往前而去,而小龙则是一直好奇的跟在陆少游的身后。 大约是过了二十分钟左右,陆少游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有些憋不住了,在水中憋气,自己现在的修为,也只能够是做到这一步,不像是那些武将,武帅强者,能够在水中数天都没问题。 二在此时,这吸扯之力越来越大,随即一声清响,陆少游感觉着自己出了这漩涡,到了一处深潭之中,回头看着自己刚刚出来的地方,也是一出石壁,而在这出口的边缘,还有着数十上百个石洞,就算是有人到了这里面,都很难找到入口。 小龙此时亦是跟随着出了漩涡,陆少游急速向上浮去,这再憋下去自己可是有些受不了的了。 砰! 一处平静的水域中,一道身影砰的一声浮出了水域,正是陆少游。 受不了了,快憋死了。 陆少游轻到一声,张口嘴巴吸着气,也在此时,钢圈消失,陆少游周身被水浸湿,还好会游泳,缓过一口气来后,迅速往岸边游去。 而在水中却是丝毫也未难不到小龙,小龙在水中正欢快的游动中。 爬上了岸边之后,陆少游才打量着周围,这明显是在一处山脉中,陆少游估计着离自己当初掉下悬崖的山脉也会游有多远,只是暂时还弄不清楚方向。 山脉中空无一人,四周寂静无声,那参天大树的深处,有风吹过,就会响起呜呜之声,显得有些恐怖。 搜 小龙爬上了岸边到了陆少游的身边,小眼睛正好奇的看着湿漉漉的陆少游。 看着周身,陆少游微微一笑,体内真气运转,调动火属性,只是片刻之后,身上就干爽了起来,现在好歹也是零世层次的舞者,这点小手段还是有的。 我们慢慢找吧。 陆少游对身前的小龙说道,注视着上空中阳光照射的方向,随即往东南飞而去,哪里正是五都城所在的方向,自己要去云阳作用。 总不能够直接走过去,飞行妖兽都需要飞行一个月的时间,自己要靠脚走,只怕是一年也走不到。 现在,陆少游也只能够是到五都城在想办法了,五都城乃是云阳宗的地盘,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安排妖兽送自己到云阳宗,自己好歹也还是云阳宗新入门的弟子。 打定主意后,陆少游开始向东南方向而去,也听到白眉长老说过,这五都山脉中步伐有妖兽出现,陆少游此时也不得是小心翼翼起来。 小龙盘旋在陆少游的肩膀上,不仔细看的话,还无法看出来,小小的眼睛注视着周围打量着,性子偶尔吞吐。 有一股药味,是药材。 半个时辰之后,陆少游的鼻子中,传来了一股淡淡的药香味道,在南叔的那预见中,有着对各种药材的详细介绍,陆少游迅速判断这是药材散发的味道。 搜 小龙爬下了陆少游的肩膀,顺着药材传来的方向再在陆少游之前滑动而去。 只是片刻之后,灵药的香味已经是越来越浓郁,一座山坡下,一株金黄色,有着十五厘米高,拇指粗细的三叶草出现在了陆少游的眼前。 三叶浑草 陆少游心中有些惊讶,竟然就这么轻易的看到了一颗三叶浑草,这可是炼制一种增强灵气的二品丹药主要材料,平时也是不太容易找到这种材料。 小龙盘旋在三叶浑草的周围,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小眼睛注视着陆少游,似乎是想吃下去。 忍忍吧,这三叶浑草我拿来有用。 陆少游睡到,自己正需要一些炼制增强灵气的丹药,这三叶浑草正合适。 随即陆少游把三叶浑草收进了空间袋中,意识在这时候,两道身影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后。 三叶浑草交出来,这是我们先看到的。 来的两人都是黄色浸庄,年纪在二十五六岁,从气息上看,都是武士层次的武者。 陆少游回头看了一眼两人,两人的气息都是五重五世,神色不变,道,三叶浑草乃是我先看到的吧,也是我先得到,两位想抢了。 那两个浸庄大汉注视这陆少游深厚,随即回头打量了一下周围,似乎是在看有没有其他人,左半一个手中拿着一把寒光战战的弯刀,道,小子,你是哪个佣兵团的? 这和你们有关系吗? 陆少游道,也早就是听说过,在这雾都山脉中,有着大型的佣兵团经常打劫那些小团队,杀人捷物这种事情并不常见,自己要是说是一个人,估计马上就会有麻烦吧。 麻子,看他的样子都不像是哪个佣兵团的,面生得很,我们动手吧。 又抬一个手持黑色长棍的大汉对那持刀尽装大汉说道,眼中目光阴厉一起,感觉着陆少游身上没有什么气息,又年纪尚浅,根本就没有放在眼中。 铁球,我们有要是在身,还是赶快去大哥那吧,免得出事。 持刀大汉道。 没事,这小子的身上有空间带,收获应该不少。 拿棍大汉笑道,光是一个空间带就价值上千金币了。 小子,空间带交给我,否则就死。 持刀尽装大汉注视了陆少游一眼,似乎对陆少游有些疑惑,一个少年单独在雾都山脉中,这似乎有些奇怪,他也算这雾都山脉中的老人了,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空间带给你,你们可别杀我。 陆少游微微一愣,随即脸色下得一片煞白,冷汗直冒,顿时解下腰间的空间带未未缩缩的递了过去。 原来是个农包,拿过来吧,今天大爷我心情好着呢,就饶你一命。 那拿棍大汉哈哈一笑,走上前去就接向了陆少游手中的空间带,瞧着陆少游那微微缩缩一脸冷汗的模样,那持刀大汉也放松的戒备,一个少年,从服饰来看,应该只是哪一个小家族的公子哥跑到雾都山脉来玩的。 给,别杀我。 陆少游递出了手中的空间带,冷汉继续直冒,那拿棍大汉得意的接过了陆少游手中的空间带。 就在这时候,陆少游低着头的目光中,悟得一道金芒斗射而出,周身刹那间一股强悍真气抖动。 开山掌,死去吧。 一道淡黄色掌印携带着强悍气劲横扫而出,离那拿棍大汉近在咫尺,凌厉的气势席卷而开,周围空间响起尖锐的破风声。 砰。 掌印直接砸在了那拿棍大汉的小腹上,空间震动,一声问暴声响起,那大汉手中黑色长棍落在地上,身躯向后瞬间倒飞数米。 嘴中一嘴鲜血喷出。 小心。 持刀大汉脸色大变,话还没有说完,脸色顿时变成了青黑色,就像是水肿了一般,手中弯刀掉落在了地上,双手痛苦的捂着脖子,就像是无法呼吸了一般,瞳孔扩散,随即一片浑浊。 砰。 这持刀大汉顷刻就倒在了地上,时间不到两秒,此时在他的脖子上,小龙正满足的吞噬着血液。 想对我捷悟,你们俩还差了点。 陆少游注视着倒飞砸落在地上的那拿棍大汉说道,自己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之下,加上小龙,要击杀这两人并不困难,要不是怕引起注意,自己单独都能够对付这两人。 饶命啊,我不敢了,放过我。 那大汉被陆少游开山掌击伤,脸色苍白,嘴角一直流着血迹,在实力上,他也只是五重五世,而陆少游已经是五重五世巅峰,加上出其不意之下,他已经遭受重伤,看着同伴已经是倒在了地上,心中已经是恐惧无比,本以为是遇到了一个农包,谁知道是遇上了一个煞星。 第九十七章 围攻妖兽 饶你,晚了。 放敌人一条生路,那就是给自己挖上一个未知的坟墓,陆少游深知道这一点,眼中目光一冷。 吃。 那大汉微微后退,就在这一瞬间,拼着伤势迅速爬了起来也急速往后跑去,求生的欲望在此时爆发。 死吧。 陆少游淡淡一喝,脚下真气一抖,双脚一点,地面上均裂一片裂缝,身影入苍蝇掠势一般,带起一片破风。 风声,直扑那大汗而去。 我和你拼了。 感觉到身后破风声而来,大汗无奈之下,也只能够放手一搏,猛然转身,周身一道淡淡护身刚圈不起,一道拳印轰然席卷而出,只是威力似乎是并不太强,身受重创,能够凝聚出一拳,已经是不容易了。 陆少游神色一沉,手中同样一道拳印轰击而出,拳印之上,冒出丝丝火焰,带起强悍气劲正开空间连衣,正是星级出街舞剂怒焰拳。 砰砰。 两道拳印碰触,大汗顿时一道惨叫,拳头之上一股剧痛蔓延而上,身躯再次亮向后退。 陆少游此时,画拳为掌,身影刚刚落在地上,剑势再次暴掠而起,掌印轻易穿透大汗护身光钢圈,随即落在了那大汗的额头上。 吞噬。 掌印之下,一股巨大力量吞噬,那大汗正要挣扎,顶刻之间,整个人惨叫而起,浑身抽搐着,体内真气根本就不受自己控制流逝而出,脑海中的灵魂都被剥离而去,这种剧痛,超乎人的想象。 半个时辰后,这大汗已经是成了一具干尸,而陆少游满意的一笑,这大汗身上的真气,比起赵大来可是又强上了不少,自己练化后,得到的好处,也绝对是不会少的,要突破六重武士,那是轻而易举,至于最后真气增强到什么地步,就不知道了。 而在刚刚施展阴阳灵舞绝吞噬这大汗真气的同时,陆少游还小事牛刀的施展了一下天灵路上的搜灵术,虽然施展起搜灵术还有些困难,也是第一次施展,但陆少游也得到了不少这大汗脑海中的信息,这两人都是暴狼雍兵团中的人,进入雾都山脉中已经有一个月了,至于其他的,第一次施展搜灵术,陆少游也并没有查探出来,但搜灵术的这种神奇手段,确实让陆少游已经欣喜不已。 小龙,有人来了,我们快走。 脑海窥探中,陆少游感觉到了周围正有人前来,人数还不少,瞬间在两人的身上搜索了一番,却是只在那拿到大汗的身上掏出了一个空间带,那拿棍大汗的身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痴痴。 小龙吞吐着信子,跃上了陆少游的肩膀,一人一舌,随即迅速消失在了原地,就连地上的尸体都没时间处理了。 就在陆少游离开后不到十秒钟,山坡后方便出现了六道身影,六个和死去大汉一模一样装束的禁装。 三哥,快看。 一个禁装大汉惊呼道,看到了地上躺着的两具干尸。 这两具干尸,一具全身萎缩,像是小了一号一般,瞳孔凹进眼眶,另外一具,脖子上有血洞,眼珠突出眼眶,从脸上看,却是不难看出两人的模样。 是麻子和铁球他们俩,怎么会这样? 六人附身检查着两人的尸体,一个个惊骇无比,甚至是恐惧起来,这种死法也太恐怖了一些。 是不是被人偷袭的,倒是是谁干的? 一个大汉怒道。 麻子应该是被妖兽所杀,鲜血被妖兽吞噬,铁球的死法却是有些奇怪,身上没有血洞,但应该也是妖兽所为,他们两个的实力都是五重五世,能够这么快击杀两人的,应该是两只二阶妖兽或者是一只三阶妖兽。 领头的一个大汉,身形精兽,有点贼眉鼠眼的感觉,眼中目光却是精明,注视着这两人的尸体说道,随即匆忙在两人的身上搜索着什么。 偶然,这领头的大汉神色大变,道,东西呢,麻子身上的东西去哪里了? 不是妖兽所为,是人干的,不好,张五,你去通知大哥和二哥他们,就说麻子出事了,其他的人跟我走,下手的人应该就在附近。 领头精兽汉子说道。 是,三哥。 一个近庄大汉迅速往左侧而去,而那近庄大汉带着剩下的四人分散开来,往四周寻找妖兽而去。 这树人消失之后,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树上,陆少游越下,神色微微一沉,还是先离开这个地方比较安全一些,身影迅速往东南方向而去。 击杀了这两人,还好那精兽汉子还以为是妖兽所为,陆少游还担心会暴露了阴阳灵舞绝呢,随即匆匆离开现场。 陆少游却是并不知道,他离开后并没有多久,那暴狼拥兵团再次来了数人,继续检查了一番两具尸体。 该死,这是铁球是被人击杀的,身上有伤势,这不是妖兽所为,麻子才是妖兽所击杀,这最少是一人一妖兽的组合,很可能是一个小团队,还有妖兽存在。 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子大声说道,这胖子足足是有着三百斤,身高一米九左右,站着就像是一个巨人一般,但此时,这巨汉神色可不是很好看。 大哥,会不会是灵者? 一个进庄大汉问道。 应该不是,铁球的是被重击而死的,只是尸体很奇怪,麻子的身上除了脖子外,其他没有伤痕,击杀他的妖兽速度应该很快,体积不大,这种实力,或许到了三阶妖兽的层次。 那胖子说道,蹲下身来,仔细地检查着两人的尸体。 大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通知老二老三,寻找附近所有的人,一个也别放过,我倒也看看,谁谁敢惹我暴狼拥兵团,藏宝图一定要夺回来。 胖子目露凶光,眼中斗射灵力杀气。 山脉连绵起伏,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宽,路少游身在山脉中,只见放眼望去,就只有波浪起伏的灵海,站在高处一望,整个山脉露出云层的群山似岛一簇簇的悬浮着。 山浪风涛,层层叠叠。 远处还有着几出山风,远远看上去,黑苍苍没边没沿,刀削斧砍斑崖头顶天立地,起伏的无边灵海,像一片大洪水的波涛。 一路上小心翼翼,入夜,山脉中露出了一股悠悠的气息,显得骇人的清静和阴冷。 入夜之后,路少游找到了一处山谷,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危险之后,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起来,体内吞噬了那大汗的真气后,要炼化后才能够为己所用。 片刻之后,路少游的身上已经是包裹住了一片淡淡的黄色光芒,在这昏暗的夜色中,显得甚是诡异。 而路少游也没有大意,吩咐小龙在周围注意着,一旦有危险自己就能够马上知道,在这雾都山脉中,路少游可不敢大意。 体内一股股吞噬而来的真气化作能量,最后炼化成精纯的真气进入丹田气海内,在这真气的灌注下,路少游已经是感觉到了自己的丹田气海在膨胀起来。 并没有过多久,丹田气海已经是饱满膨胀到了一定的程度,体内经脉中也是充斥满了真气,骨荡的经脉都是有些生腾起来。 压制 路少游心中一沉,把这些真气往丹田气海中压制而去,紧紧凝聚在一起,炼化后的真气不停灌注。 丹田气海中的真气终于是无法承受这庞大的真气,轰然在体内炸响开来。 路少游的体内,一股闷响传开,身上光芒大作,强悍的气息充斥小山谷,气息急速攀升。 在真气的继续贯注下,一股作气,路少游的丹田气海之内再次扩大,全身经脉在此刻受到距离冲击,意识再次溢了一丝来。 而此时,路少游终于是突破到了六重武士的层次,武者修为早就是停留在了五重武士的的巅峰。 此时突破,只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而已,路少游也并没有任何的奇怪,这一切都在自己的估计之中,突破到六重武士,自己的实力再次长进,这倒是让路少游心中一喜,目前自己的实力还是太低了,实力才是自己最渴望的。 呜? 山谷之外,一道低沉寿吼声传出,黑暗中,亮起了两颗红色的光点,一股凶悍的气息正在缓缓靠近。 嘶嘶。 小龙盘旋在路少游头顶上一棵大树上,发出低沉的嘶嘶声。 呼,路少游呼出一口啄气,身上光芒收敛,迅速睁开眼眸,黑暗中,眼中精芒一闪而过。 有妖兽。 路少游凝聚目光打量着周围,虽然是在黑暗中,但此时的修为,倒是能够朦胧的看清楚周围十数米之内的事物。 二阶吐戏妖兽大地笑狼。 路少游注视着前方山谷的入口,一只有着一米高,两米长的巨狼,心中也不禁是有凝重起来,自己这还是第一次碰上妖兽,据说这妖兽可不好对付,一个个防御力强悍无比,二阶妖兽,就算是九重武士也难以奈何。 哦,这大地笑狼双眼冒着红光注视着路少游,确实在山谷外来回踱步,目光瞥向了路少游身后树上的小龙,似乎是有些畏惧,不敢靠近。 嘶嘶。 小龙从树上落在了路少游的肩膀上,昂首注视着前方的那大地笑狼,圆溜溜的小眼睛中却是战役十足,丝毫不惧,一股诡异的气息扩散,让大地笑狼无形中有些惧怕起来。 小龙还真是厉害,这大地笑狼受到压制了。 路少游看得出来,在小龙的气息克制下,这大地笑狼就不敢靠近,灵黄兽还真是强悍,对于小龙的身份,路少游也是更加的好奇,只是可惜在南叔和圣守灵尊的预见上,都没有灵黄兽的资料。 哦? 大地笑狼低沉的咆哮着,随即竟然是开始往后退去。 在这了,就是这大地笑狼,我们一起出手。 就在此时,树道身影出现,一道娇声喝道,别让这大地笑狼跑了。 路少游心中一沉,本来还想和这大地笑狼切磋一下的,看看这二阶妖兽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没想到还有人在追杀这大地笑狼。 小龙 路少游轻喝一声,小龙会议,迅速爬到了路少游的衣袖中。 嗷嗷 大地笑狼咆哮而起,巨大的身躯纵身一跃,凶悍气息大涨,警客就和这数道身影交手在了一起。 路少游注视这山谷外大地笑狼和那数人的交手,一共是四道身影,三年一女,此时四人各自真气包裹,手持利器和大地笑狼激战着。 四人身上的气息都是不弱,其中一男一女两人身上的气息比起路无双来也只是弱上半思,路少游感觉着应该都是一众武士的修为层次。 男的一身华服,气度不凡,年纪在二十三四岁左右,长发披肩,手中持着一把银白色的长剑,剑气呼啸割破虚空,嘶嘶地困住大地笑狼在剑影之中。 而那女的,一袭淡蓝色的金装透着一股鹰气,身材凹凸有致,年纪似乎只有二十左右,显得是光彩照人,在黑暗中,也不难看出双目晶晶,手中施展一把蓝色长剑外,腰上还插着一把匕首。 另外的两人,也都是二十二三的年纪,修为实力就要差上一丝了,一个只是在八重武士,另外一个则是九重武士,算是不错了。 这四人应该是聚集在一起的小团队,近来雾都山脉淘金的,这雾都山脉中,这种小团队并不少见,这四人中就有两个武士修为者,也算是不错了。 哦! 山谷外的交战之中,大地孝狼咆哮一声,巨大的身躯猛然摆尾,尖锐的前掌瞬间抓向了那一个八重武士而去。 给我让开。 那八重武士轻喝一声,手中拿得似乎是一把稻钩兵器,一米长左右,上面布满了数个尖锐的稻钩,划破虚空披向了大地孝狼而去。 大地孝狼周身笼罩在了淡黄色的光芒之下,面对着那八重武士的攻击,身躯顿时扭转而下,一条狼尾横扫而出,带起尖锐的破风声。 这处声还挺厉害的,大家小心。 那女子轻喝一声,周身一片真气钢圈笼罩,弥漫着炽热的红色气息,手中蓝色长剑,剑气中带着丝丝火焰,画出一片剑影笼罩向了大地孝狼而去。 嗷嗷! 大地孝狼咆哮,巨大的身躯躲过八重武士的攻击后,却是无法躲避开这近装女子的攻击,剑影划过后背,顿时出现了一条浅浅的剑痕,有着血迹冒出。 好强的防御力 陆少游在远处注视着刚刚大地孝狼的挨上的一剑,心中惊讶不已,那女子可是一重武士,一剑下去的威力绝对是强悍的,大地孝狼竟然只是受了轻伤一般,这种防御力简直惊人,难怪都说妖兽不好对付。 砰! 片刻之后,大地孝狼再次受了七重武士一掌,庞大的身躯也亮强向后倒退而去。 砰! 也在此时,那华福青年闪电般的出现在了大地孝狼的身边,手中长剑收起,随即手印结出,一道掌印携带着凶猛的劲气,狠狠的砸在了大地孝狼身躯之上。 砰! 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大地孝狼身躯瞬间震飞,一众武士的一掌,比起那七重武士可是强得太多了,身躯最后重重的砸落在了地面上。 嗷嗷! 大地孝狼咆哮而起,双眼狠狠地注视着前面四人,眼中目光已经是暴怒,周身淡黄色光芒抖动起来,尖锐的獠牙之上冒出寒光。 嗷! 大地孝狼再次昂天咆哮一声,四肢一踏地面,一股巨大的力量扩散开去,地面上出现了数条裂缝,大地孝狼的身躯刹那间腾空而起,前肢如同苍蝇捕食一般撕向了那滑浮青年而去。 给我退下,滑浮青年一喝,手中手印结出,与此同时,周身真气抖动之间,身前空间似乎被扭曲了一般,一道全印席卷而出,尖锐的破风声,撕开虚空,暴掠攻击向了大地孝狼而去。 大地孝狼乃是二阶妖兽,只要是到了妖兽的地步,哪怕是只有一阶妖兽,也早就是开启了灵智,二阶妖兽的智慧虽然是有些不高,但是比起人类来也不会相差太多了,此时感觉到对方厉害,也不敢硬抗,庞大的身躯诡异的一扭,在上空改变方向暴退。 畜生,给我进来吧。 就在此时,那禁庄女子抱喝一声,手中打出了一个个奇特的手印,顿时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光印,这光印像是符文,又像是经文一般。 光印出现,带着一种诡异的气息,这气息扩散,陆少游顿时感觉到了手臂之上小龙的气息都是开始有些烦躁起来。 陆少游连绵安抚这小龙,还在小龙请客之后就恢复得正常,而此时陆少游只见那禁庄女子脚掌猛然一踏,身形瞬间出现在大帝孝狼面前,手中那奇特诡异的光印迅速举起,然后狠狠地对着大帝孝狼的脑袋披砸而去。 第九十八张玉兽印诀 大帝孝狼正要暴退,却是被那奇特的光印吸引住了一般,一时间竟然是有些痴呆起来。 就这这一刹那,诡异的光印之上,一股怪异的狂猛之力,猛得自其中喷涌而,最后暴射进了大帝孝狼的脑袋内。 顿时,那错不及防的大帝孝狼身躯一软,便是落在了地上昏厥了过去。 师妹的玉兽印又进步了,恭喜。 瞧着静庄女子把那大帝孝狼放倒,那华福青年顿时说道。 这大帝孝狼出了名的防御墙,还真是难对付。 静庄女子说道,手中不知道是掏出了一个什么宝物,光芒一闪,竟然是把这大帝孝狼收进了其中。 陆少游在远处看着这一切也是心中疑惑不已,这一般来说,空间带,储物戒指都是无法收藏活物的,这女子拿出之物,竟然是能够把大帝孝狼收进去,看样子也是宝物。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此时,对方的四人中,那八众五是注视着山谷口的陆少游睡道。 随即另外的三人也都是注视向了陆少游,刚刚和大帝孝狼的交手中,这四人就已经是看到了陆少游。 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型拥兵团,我的队友都死了,我逃了出来,刚刚要不是四位出手,我就要成为那大帝孝狼的食物了。 陆少游睡道,这里面有不少的小团队,自己编一个,也是不会让人过于怀疑。 是吗,你们几个人,被哪个拥兵团袭击了? 那华福青年注视着陆少游睡道,神色淡淡的瞥了陆少游一眼。 我们六个人,遇到暴狼拥兵团了。 陆少游睡道,自己也就知道这一个拥兵团而已。 暴狼拥兵团,看你的实力应该不强吧,和你来的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平常凶宁鼎鼎的暴狼拥兵团,你能够逃出来,已经是运气了。 那九重武士的青年说道。 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此时那进庄女子走到了陆少游的面前,打量着陆少游,微微一笑问道。 距离拉近,一股幽香扑鼻,陆少游打量着这女子,年纪二十岁左右,虽然夜色昏暗,但近距离之内视线并不受影响,这女子俏脸颇为精致,皮肤却是小麦色,显得并不白皙。 只是这更加是让这女子多了一股桀骜的气势,就像是森林中的狼一般,而这女子的进庄也是有些奇特,上身紧凑,只是将胸脯和上半个肚子部位包裹住,露出了那小麦色的小蛮腰,这腰却是极其的柔软纤细,仿佛是稍微用力一扭就会断了一般。 而在下身,却是浸装长裤,包裹着修长的双腿,那桥臀包裹的浑圆挺桥,整个人显得是火辣诱惑。 陆少游不由是多看了两眼,从这女人的气息上来看,这女人可不好惹,野性十足,估计也是全身带刺。 我叫陆少游,从武都城来的。 陆少游回道,这四个人可不好惹,尽量别发生什么争执,这少女竟然叫自己弟弟,陆少游也不由是心中苦笑。 小子,你看什么,再看,我把你眼珠挖出来。 看着陆少游注视着那浸装少女看了两眼,那华浮青年顿时上前喝道,眼中目光灵力注视了陆少游一眼。 师兄,你别吓着他了,看他应该实力不强,我们今晚就在这休息吧,明天一早再出发。 浸装少女注视着山谷一眼说道。 好了小子,你走吧,这山谷我们要了。 那华浮青年瞪了陆少游一眼。 陆少游心中一沉,这点小事就忍着点吧,自己的实力可没有这四人强,只能够先装孙子了。 随即陆少游就打算离开,在这乌都山脉中和一些陌生人在一起,可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 师兄,你让他离开很危险的,这里面有不少妖兽,还有一些凶名赫赫的拥兵团,让他和我们一起吧,反正我们也要出去乌都山脉了。 那浸装女子对那华浮男子说道,随即喊住了陆少游,道,弟弟,我们在你这山谷休息一晚,你就和我们在一起吧,我们也快要出去乌都山脉了,你一个人在乌都山脉中,可是危险得很。 无妨,我怕打扰到你们。 陆少游回头说道。 我师妹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废话什么,小心我杀了你小子。 华浮青年顿时喝道。 弟弟,你就和我们一起吧,跟在我们的身边,你也能够安全离开乌都山脉。 浸装女子说道。 那好吧。 陆少游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刚刚陆少游可是看到了那华浮少年对自己露出了一抹冷意,自己可要小心才好。 随即五人回到山谷中,各自是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盘膝而坐,对于修炼中的人来说,掉膝两个时辰,比起睡上一晚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陆少游不露痕迹地打量这四人,那华浮青年一直就是粘在浸装女子的身边,应该是在追求之中,不过看那女子的态度,似乎是热情中带着一丝淡漠。 留在这四人的身边,陆少游也是有所打算,刚刚那进庄女子施展的光印很是奇怪,还有能够把妖兽收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宝物,陆少游也想知道,在天灵路中,陆少游只知道要想装妖兽,就只有万兽宗中的万兽带才行。 万兽宗,零五大陆上三宗四门之一,和云阳宗齐名,宗中就是靠妖兽灵兽出名,宗中实力强悍,还有不适的妖兽灵兽在其中,而在宗中,就有着一种秘智的万兽带,能够随身携带这妖兽。 陆少游猜测着这四人是不是万兽宗的人,据说万兽宗控制妖兽的本事,也是一绝,更加是宗中的不传之秘。 弟弟,你们到雾都山脉多久了? 那锦庄女子就坐在陆少游的身前,打量着陆少游问道。 有八天了。 陆少游忽悠着,随即接连之间,那锦庄女子一连是问了不少问题,无非都是在拐弯抹角的打探着陆少游的身份。 陆少游编起谎话来,那是滴水不漏,也是旁敲侧击不露痕迹的打探着这四人的身份,最后,还真是让陆少游探听出来了。 四人果然是万寿宗的弟子,到雾都山脉中只是出门历练而已,四人也是师兄弟,这锦庄女子名叫蓝灵,华福青年名叫赵青,那八重武士叫做刘鹏,七重武士叫做严百青。 看着陆少游和蓝灵在说这话,那赵青脸色是阴沉显露。 一夜过去,晨曦出照,山脉之中出现了一片淡淡雾气,想含羞的少女,若隐若现,空气也是清新了不少。 好了,我们走吧,早点离开这雾都山脉。 蓝灵呼出了一口浊气,伸了一个蓝腰,那平坦的小腹坦露,小蛮腰如同灵蛇一般,就要折断了一般,却是妩媚不已。 路少游战起身来,一个晚上都是在留着心眼,提防着危险,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注意一点的好。 众人起身,随即离开了山谷,方向也都是东南方,在蓝灵的口中,路少游得知这万寿宗的四人进入雾都山脉也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正要去雾都城一趟,然后准备回万寿宗而去。 茫茫的山脉中,山坡连绵起伏,但树林是唯一的主调,有些地方甚至是需要刀剑开路才能够过去。 路少游和四人在一起已经是三天过去了,一路上道是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只是前天和昨天都遇上了一只二阶妖兽偷袭,最后都是被蓝灵四人联手收进了一个空间袋一般的袋子中,另外,那赵青似乎是对自己的恨意越来越大了。 一处山坡上,蓝灵注视着周围,眉头微微一皱,随即道,我感觉到这附近有妖兽,大家小心。 这几天路少游也无意中了解到,蓝灵乃是万寿宗的亲传弟子,修炼帝功法中对妖兽有着特殊的感应哪里,附近有妖兽,都能够提前感觉到气息,这让众人在雾都山脉中也是安全了不少。 听到蓝灵的话,其他的人顿时注意了起来,各自是掏出了兵器。 周围寂静无声,但对蓝灵的感应没有人会怀疑,小心翼翼的往前走走去,没有人敢大意,暗暗提起了真气。 陆少游暗暗警戒着,但没有露出实力来,还是隐藏实力来得好,在这万寿宗的四人面前,陆少游一直都是保持这一副二世子的模样,就连武图的层次都不到。 完全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到雾都山脉中来玩的。 而因为这四人也根本无法感觉到陆少游的实力,竟然是没有多少的怀疑。 就在此时,只见蓝灵脸色忽然微变,手掌豁然真气凝聚,一道手印结出,手中蓝色长剑然后猛地抽出,带着炽热的气息,狠狠地插在身前的泥土之中。 呜! 蓝色长剑插进泥土中,顿时响起一声凄厉的寿命声,蓝灵长剑拔出泥土,带着一股鲜血,泥土中冒出丝丝血迹,随即一直有着二十厘米大小的巨大老鼠抽搐着掀翻在了地面上。 一阶土系妖兽的鼠,我们继续走吧。 蓝灵在一堆树叶中擦拭了一下长剑,这地鼠才是一阶妖兽,市场上价钱并不是很高,击杀了也没有什么的。 鹿少游注视了这地鼠一眼,这些天跟在这万寿宗弟子的身边,倒是长了不少的剑矢,也学到了不少对付妖兽的办法,每一种妖兽都有弱点,要是知道弱点,那就要好对付的多了,当然,这前提要在实力和妖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才行,实力相差的大,就是知道弱点也没办法。 这地鼠的尸体作用也并不是很大,这万寿宗的四人也没有收取的意思,四人都是大门大派的弟子,也不在乎这一只地鼠的尸体,鹿少游自然是也没有要收取的一起,五人继续向前二人去。 猎日透过树林缝隙照进山脉中,带起一股雾气在树林中生腾,脚下时而传出枯枝的咔咔折断声。 砰! 大约是半个时辰后,前面树林中传来了一阵问响,似乎是有人在激战着。 我们去看看。 赵青说道。 并没有多远,前面一处山坡上躺着了五具尸体,周围正有着十五六人,其中数人正在五具尸体上搜索着什么? 暴狼雍兵团。 见到那十几人,鹿少游神色不露痕迹一遍,从装束上来看,这十几人都是暴狼雍兵团的,自己和小龙击杀的那两人也是如此装束。 是暴狼雍兵团的人,我们走吧,这些人可不好惹。 赵青注视着前面,随即说道,这暴狼雍兵团在整个雾都山脉都是小有名气的,虽然只是臭名。 你们是什么人,来了还想走吗,既然看到了,就一起留下吧。 五人已经被前面暴狼雍兵团的人注意到,一道呵声而起,顿时十六人朝五人形成包围之势走来。 当先一人身材粗壮,手中提着一把黄色大斧,眼中目光锐利中带着一丝阴冷,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任务,从气息上来看,似乎是吐戏舞者。 暴狼雍兵团,你们想做什么,我们是谁,你们可惹不起。 蓝绫上前微微一喝,在万寿宗的面前,这宝狼雍兵团自然是什么都不是了。 小妞不错,认识我们,那就更加不能够放过你了。 此时这十几人都是荧光四射的注视在了蓝绫的小蛮腰和火辣的眉腿上,一个个口水直流,那围首的大大汗继续道,男的杀了,女的留下。 你敢,我们可是万寿宗的人,你们想找死吗? 蓝绫轻喝一声,万寿宗众人顿时真气宝洞,步上了一层真气钢圈在身,气息瞬间扩散开去。 两个舞狮 感觉到蓝绫和赵青身上的气息,那领头大汗神色微微一沉,听到是万寿宗的弟子,顿时所有的人都是面面相去,这万寿宗还真是他们不敢招惹的存在。 小妞,让你们走吧。 领头的大喊轻喝一声,对方有两个舞狮,又是万寿宗的弟子,他并不想动手,贪婪的在蓝绫的身上扫尸了一眼,也只能够是兴兴作罢。 我们走吧。 蓝绫文言,微微后退对众人说道,众人也自然不会去招惹这爆狼雍兵团的。 陆少游心中暗叹,跟在这四个万寿宗弟子的身边,还真是安全得多。 该死的爆狼雍兵团,等将来,我非灭了他们不可。 走出半课中后,赵青低声骂道。 师兄不必计较了,一个小小的爆狼雍兵团而已,我们还是先到雾都城去吧。 蓝绫说道。 众人继续小心翼翼的往前而去,穿梭在这山脉中,容不下半点大意。 一处山坡上,有着二十多道身影在,随即十数道身影而至,正是不久前和陆少游等人相遇的爆狼雍兵团的人。 大哥,老三,刚刚收获可不少,你们收获怎么样了? 那手持黄色大斧的大汉注视着一个巨汉和一个尖嘴猴腮的精兽汉子说道。 二哥,事情麻烦了,我们得到的那藏宝图丢了。 巨汉说道。 什么,丢了? 大汉顿时脸色大变,怒道,是谁干的,我劈了他。 不知道是谁干的,麻子和铁球都被死了,麻子应该是死在妖兽手中,空间带不知所踪,应该是有妖兽在的拥兵团或者是小队人马干的。 精兽汉子说道。 混蛋,那可是白狼拥兵团留下的藏宝图,里面的收获,足以够我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是谁干的。 大汉怒道,随即眉头一皱,道,有妖兽的团队,我在路上遇到了五个万寿宗的弟子,会不是是他们干的,万寿宗的人身上,一定会有妖兽。 五个万寿宗的弟子,什么时候,你快说说看。 那巨汉顿时眉头一挑问道。 就在刚刚不久,四男一女,两个一宠武师。 大汉道。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了,我们快去拦住他们。 精兽汉子鼠目一张,说道。 大汉道,可是他们是万寿宗的弟子,不好对付。 关系到藏宝图,就算是万寿宗的弟子又怎么了,得到宝藏后,我们以后不在雾都山脉出现,万寿宗也无法奈何我们,出发,我们快追,不要让他们跑了。 巨型大汉说道。 五十来到身影,随即急速往东南方向而去。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够到雾都城。 路少游在心中暗道。 这雾都山脉无边无际一般,穿过一片丛林,又是一片丛林出现在眼前,林中都是不知道生长了几百年还是几千年的古树,一棵棵遮天盖的一般。 地下各种杂草遍地,荆棘也是丛生,还有着那些枯败的落叶落满了一地,脚踏在地面尚会自然响起声音,这其中最是容易有妖兽藏身在内了,周围还有着老藤杂草密密麻麻的布满着,就像是蜘蛛网一般。 路少游有些庆幸和这万寿宗的四人在一起了,要是自己单独一个人的话,加上在这些山脉中科没有任何的经验,说不定就会遇到致命的危险,想着这一切,路少游都是有些心中发怵。